第五百四十一集 照金掌门所说 张回此时还在冥想的阶段 如果马上去找张回 只会打断他的冥想 破坏他的修行 还不如先将陈薇文天和带下去 然后再去找张回 回到酒店后 我便将陈薇文天和两人送去自己的房间 他们二人受伤严重 吃完药之后好好调息 还是能够调养回来 倒是金掌门身体里的煞气 有些难以处理 撑到酒店的时候 金掌门明显出现了 无法控制身体的情况 好在他意志坚定 倒是没有全部被控制 全部被控制就说明 煞气已经完全侵入魂魄 再也没办法将其剔除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人彻底没救了 眼下倒有救 就是难度十分大 现在也说明煞气 还只是侵入魂魄一部分 只不过和我当初的一样 完全没有侵蚀进去 但又不一样 我当时能够撑住 是因为我自己是先驱 而金掌门却是平的意志 意志虽然能够克制煞气 完全侵蚀魂魄 却也没办法支撑住 驱逐煞气的痛苦 也就是说眼下虽然有救 但却是可能承受不住痛苦而死 这痛苦指的并不是身上的伤 而是撕裂灵魂的痛苦 向我有先驱不停地安抚魂魄 还差点忍受不住 实在没办法想象 一句普通的烦躯 又怎么撑到结束 金掌门却突然开口 小道友 不用想太多直接来吧 生之我命死之我幸 没什么好犹豫的 只希望我如果真的熬不过那一劫 你能帮我照看金汉的小子 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 其实从小命苦 活了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唯一就是希望 他能够好好地活下去 你别多想 你肯定没事的 相信我 说完之后 我便直接走出了房间 走出去来到牛大的住处 牛大开门见我不得疑惑 你这是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没多说 只道了句借我房间拥有 我需要从阴厕里面 取点东西回来 就必须找个安静的地方 金掌门救了我 但对我而言最可信的 还是牛大这里 因为我的确有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最不可能背叛我的就是他 经历了这么多 哪怕是救命恩人 我也无法完全相信 听到我这么说 牛大没有多问 直接错过身上我进来 听到牛大把房门关上 我便直接走到客厅 点上清香 等待阴丝的人来 这次来的道快 本想着会是赵丽 我就可以让他去找钟馗 将我的东西带来 但不知道是不是之前 交给他的事没有完成 没有时间过来 来找我的竟是一个 不认识的阴宅 见我不认识 所以也就没有多说 只是让他将钟馗喊过来 引柴倒也拾去 见我这么说 二话不说便消失在原地 隔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钟馗便现身在我面前 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样子 我不由说道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还不是为了给您老人家卖力啊 您要是回去坐镇 我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凶 没想到您也会怼人啊 盯着判官的职位 管着整个阴司 这放谁 谁能受得了啊 说正事 我找你的事情 是需要你帮忙 是这样 我想借用一下九天玄火 九天玄火 称为天火 但并不是天上的火 而是阴司的明火 这东西和红莲夜火不一样 红莲夜火是以夜障为饲料 而九天玄火 则是能够治愈一切伤口 当然 这种天火并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 所以我并不打算直接给金掌门用九天玄火 只是想借此做一个辅助 能够帮金掌门淬炼一下身体 让其能够撑过除去煞气这一关 听到我要九天玄火 中奎不由的皱眉 好一会儿才说到 不知道大人用九天玄火干什么 听到中奎问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生气 毕竟中奎一向是公正无私 为了阴司查清楚 需要用九天玄火的目的也很正常 我看了一眼中奎 最近便将扇云山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包括灭天大阵的事情 虽然这件事说了之后会有碍于我的威严 会让属下觉得我无能 但是做了也就做了 错了也就错了 出乎我意料 中奎听到之后并没有不满 只是皱着眉沉思许久 看他一副沉思的样子 我不由得疑惑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确定那灭天大阵 是你们布置的 而不是早就有的 什么 你确定吗 如果灭天大阵早就存在的话 那么这座大阵未免也太过不同寻常 一会儿是大墓进口 一会儿是古战场 现在又是灭天大阵 如果灭天大阵真的早就存在 我倒是觉得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 这座大山本身 而非是其他 如果这大山没有什么非比寻常的特殊 又怎会有这么多东西存在 中奎没有给我肯定答案 只是想了想 等我把阴思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亲自去那边查一查 我点了点头 然后问起了九天玄火的事情 你想用那就用 你不觉得我是违反规定 之前解决完天外邪魔的事情后 我是在阴思里面坐镇了一段时间 所以对阴思的规矩清楚 也正是清楚阴思的规矩 所以才会先将中奎喊来商量 而不是直接去拿 眼下你是阴思的心主 你说的话便是规矩 中奎着实让我有些意外 中奎的表现 还是那么刻板 不懂变通 但如今听他说的话 我便知道中奎也懂得变通 见我没说话 中奎也没有说其他的 只道了一句 既然我来了 那你就别回去折腾 我自己去去 说完之后 中奎便甩了袖子 直接闪身离开 离开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着 中奎那句灭天大阵 很早就存在的话 虽然觉得善于一个小县城里面 存在这么多东西 不太可能 但要说张回能够摆出 如此强大的阵法 我觉得很不现实 张回就算再有天赋 也不可能头一次就摆出 如此强大的阵法 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威力 这不对劲 实在太不对劲了 我摇了摇头 正思索着 中奎已经又回到了房间 看到中奎 我连忙起身询问 拿到了 中奎点了点头 抬起左手 只见他左手手心的地方 正有一团耀眼的火焰 见到火焰 我连忙伸手 将其用星辰之力包裹住 我对着中奎 倒了一具屑 便直接朝着房间外走去 金掌门眼前的身体情况 已经没办法支撑太长时间 我必须尽快将身体里面的煞气 清除干净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大年纪了 活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我并没有说自己去干什么 但金掌门却半点也不怀疑我 这种信任让我十分复杂 但我并没有留出太多的时间思考 只几秒便将注意力 全部放到了金掌门身体里面的煞气上 你就放心 把自己交给我就成 我肯定不会让你有危险 我对着金掌门保证了一句 便将他扶了起来 然后将他身上封印的穴道全部打开 穴道一开 金掌门便痛苦地喊了出来 看着金掌门的身体被煞气折磨得不停变换形状 我连忙将星辰之力输入进去缠住煞气 然后又闲着的手放出火种 扔到金掌门的身上 因为怕金掌门承受不住火种的烈 所以我还要用分出一部分心神 控住火种的燃烧程度 要让金掌门将即将得到淬炼 又不会感到疼痛 这样一来 虽然由我一个人支撑有些繁忙 但至少能确保金掌门的生命安全 等到星辰之力 里面的煞气全部缠绕住后 我便将其大力地拽出来 也正是这一拽才是最难忍受的 因为我要用星辰之力 将煞气从金掌门的魂魄上直接撕扯下来 但想要去除煞气 这又是必须要经过的一关 为了避免过度的疼痛 我索性直接用力 索性一次性将其全部扯下来 把煞气全部拽出来的瞬间 金掌门再也忍受不住魂魄带来的疼痛 直接嘶吼出来 看着金掌门眼一翻就要昏过去 我连忙加大火种的程度 但因为金掌门只是一个凡人 不能用火种直接淬炼魂魄 缓解效果削减了不少 不过这至少保住了金掌门的命 等将金掌门的身体淬炼完成后 我便将火种收了起来 然后将金掌门放到床上躺下 此时的金掌门尽管经历了火种的淬炼 但还是累得筋疲力尽 看着金掌门的眼皮已经睁不开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道了一句让他好好休息 便直接转身走出了房门 离开后我便又去了牛大的房间 因为九天玄火的火种 不能离开阴丝太长时间 所以在我去给金掌门治疗的时候 钟馗并没有离开 而是待在牛大的房间里面等着 看到我进来 钟馗便立马站起身询问进展如何 我点了点头 有九天玄火在 即便是死人也能拉回来 怎么会出事呢 好了 完毕归照 大人说笑了 这东西本来就是大人的 怎么能说是完毕归照呢 我不由地抽了抽嘴 果然 钟馗虽然懂得变通 但较真这一点上还是一如既往 不过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钟馗见我不再多说 觉得尴尬 只继续说道 大人 因此那边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我就先回去了 如果有什么事 您再喊我 这次麻烦你了 钟馗应了一声 便直接离开房间 看着钟馗离开我 我又和牛大聊了几句 无差和君灿的事情 然后便去前台又开了一间房间休息 陈薇和文天和倒也在休息 陈薇和文天和都在休息 而张回那边 金掌门之前说张回的冥想 至少要两天的时间 倒也是不着急过去 所以我便选择了先开一间房间 好好休息一下 再说其他的事情 许是因为灭天大阵的事情 让我一直紧绷着神经 导致 站在床上之后 没一会儿便睡了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半夜 我开了一眼手机 然后又给文天和 发了个消息 询问有没有醒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得到回信 正以为两人还没有睡醒的时候 房间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谁啊 是我 宋哥 文天和声音从外面传来 听到是文天和 我赶紧过去开了门 打开门 就见文天和陈薇 正站在门口商量着什么 看到两人都在 原本提着的心 不由落到了地上 虽然看着两人精神都不错 但我还是询问了句 他们的身体状况 已经没什么事了 宋哥 文天和说完之后 陈薇也跟着点了点头 见两个人这样说 我也没有多说 只是测了测身 让他们两个人进来说话 文天和陈薇见状也没有拒绝 直接大步走了进来 关上房门 便跟着两人一起走到了 客厅沙发上坐下 我打量了两人一眼 从蜜天大阵里面 弄出来的伤口怎么样了 文天和陈薇听到这句话 顿时已将 看到两人如此 我就知道他们伤口 还没有找到止血的办法 眼下没事 不过是没有解开秘书缘故 想到此我不由地心声懊恼 早知如此 当初给金掌门治疗完 我就应该快速地 将九天玄火还回去 这俩人身上伤口虽然古怪 但却不至于连九天玄火 都没有办法治愈 眼下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只能用九天玄火 估计 真得由我亲自走一趟阴司才可以 取九天玄火不难 让我害怕的是回阴司 本来中魁东夷之主这人 便时常换我回阴司处理事物 一旦得知我回去 怕是就不会再轻易放我出来 如果真是一直找不到办法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回去 我看着沉默的陈薇和文天和 你们也别担心 等金掌门醒过来之后 我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他也没有办法 我再想其他的法子 毛山一派除了倒数之外 最为优秀的便是一丹 毛山虽然没有龙虎山 九天神丹那样的 做镇山之宝 但只这一代来看 其丹数和龙虎山上的丹数 是持平的 可以想见 毛山一数非同寻常 如果金掌门也没有什么办法的话 那这个世间估计 没什么人能有办法 到时候也就只能 想一些阴丝的法子 听到这么说 陈薇和文天和两人 脸色都好了许多 虽然两人嘴上都说着不在乎 但是身上有那么多伤口 又怎么可能 有人真的不在乎 尤其是这些伤口 没办法愈合 随时冒着生命危险 说起来金掌门没事吧 我记得我晕过去的时候 金掌门可是吐了好大一口黑血呢 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 就是还没有苏醒过来 没有苏醒过来 也不是因为煞气 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九天玄火的淬炼 尽管我使用九天玄火的时候 控制了力道 尽量不让金掌门感受到痛苦 但猛的淬炼 还是让他身体感受到疲乏 但这并不是坏事 好好休息 能够让他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得知金掌门没什么大事 两人便开始询问张回的情况 消失那么久 他该不会出事了吧 不可能 张回可是实打实的福星 跟他在一起共识那么长时间 我就没见他真的受过什么伤 哪次遇到事情 都会转危为安不说 受伤到最后也会变成好事 不是提升能力就是简陋 李队他们总说我是福将 照我看来 张回才是真福将 虽然很想反驳陈薇的话 想说张回一向很幸运 也有好几次都处于险境 最终都是脱困 比如陈薇所说 无论是天河二代 还是如今布置的灭天大阵 最后的结局 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张回还在身上 听到我这话 闻天河连忙说道 那咱们赶紧去找小灰姐 灭天大阵还有古战场 都没有解决 万一遇到了危险怎么办 你先听我说 闻天河疑惑地看着我 陈薇也满是不解 第五百四十三集 张回确实还在山上 但目前并没有危险 我顿了顿 然后又将他布置阵法 突然感悟被金掌门挪到 山洞闭关的事情 讲得出来 听完 陈薇再次感叹张回的运气 得知张回没事后 两人便询问起了灭天大阵 古战场还没有解决 这又出了个灭天大阵 咱们接下来可怎么办 要不上报一下上面 你是忘了徐涛他们了 陈薇听到我的话 不由得哑然 应该不会吧 在大事面前 他们应该不会做得太明显吧 你也太小瞧他们的野心了 要是有李立国他们在的话 我肯定会考虑上去寻求帮助 但眼下却没有必要 真要上报的话 不过是多给自己找几个麻烦 只看之前来的几人的态度便知道 如今的特殊部门 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不把李立国的人 放在眼中 我们如今和弃子已经相差无几 陈薇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 但最后又什么都没说 一直没说话的温天和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我看的灭天大阵 可是比古战场难搞定得多 要不等小灰姐回来 让她试试 既然能够把灭天大阵布置出来 那她就有办法毁掉这个阵 温天和说完 陈薇也是一脸稀奇地看着我 唉 张灰是有天赋 但灭天大阵 不是她布置出来的 什么 听到我这话 陈薇文天和都不由地惊呼 看着两人满是不敢置信 我无奈苦笑 张灰在布阵上 确实有天赋 但你们要知道 这可是灭天大阵 张灰学布阵 就是在有天赋 但也不可能 只凭着一本书上 几句话 就把阵布出来吧 虽然钟馗跟我说 我还不太确定 但我知道不论是什么原因 都不可能是张灰自己布置出来 一开始往张灰的身上想 完全是因为 没想到这座大阵上 还有那么多秘密 眼下仔细来想 便会发现 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不对劲 听到我的话 陈薇和文天和都沉默了许久 看着两人如此 我也没有多说 只是在旁边默默坐着 给他们消化时间 好一会儿 陈薇才抬头看着我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麻烦可就大了 我赞同地点点头 这麻烦至少比之前出现的 古战场要大得多 古战场我们至少还能想到 法子解决 可灭天大阵却不知道 该怎么破掉 关于这灭天大阵 无论是别人嘴里面说的 还是书上写的 都只有一个破解的办法 那就是完成借力打力 吞噬掉他模拟的原型 但这灭天大阵 并不是张回所布置 也就是说 这灭天大阵模拟的原型 并不一定是古战场 至少在我看来 古战场不是 灭天大阵的模拟原型 虽然其中有很多东西 都是相似的 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宋哥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我准备等会儿 再去山上走一趟 正好看看张回怎么样 我和你一起 听到两人同时这么说 我心中不由得十分感动 和他们的相交 最初都只是基于合作 可现在遇到危难 两人谁都没有想过离开 但我并没有答应他们 我自己去就可以 人太多反而会打扫惊蛇 你们好好待在这里 顺便帮我照应点金掌门 扇云这个小县城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 但着实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不过是还没有到时候 尤其是我们几个 最近接连去了好几次 扇云后山 暗地里面 肯定有不少人盯着 尽管对方一直没有 动手的意思 但也不能不谨慎一些 而且就算没有这些事情 陈维文天和两人 也不适合再往 扇云后山上走 他们两人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实在是经不起那个折腾 我给他们用秘术作用 指示防住伤口 不继续恶劣发展 并不能帮助愈合 也就是说 他们身体很虚弱 对于阴气煞气之类 并不能沾 两人倒也没有强烈要求 必须去见 我不同意 便打消了想法 那你自己小心一些 酒店这边你放心 有我们在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哦对了 这个给你拿着 文天和从怀里 拿出了一张符纸 递给我 看到文天和手上的符纸 我不由得挑了挑没 这是 我们家用的通讯符 只要把其点燃 我们就能够追踪到你的位置 听到文天和和我说这话 我也没有推子 直接收了起来 本来想和金掌门也说一声 但看对方还没有醒 也就作罢 只是对着陈薇和文天和 叮嘱了一声 让他们照看着点金掌门 全部叮嘱好之后 我便拎上自己的背包 离开酒店 并没有直接开车前往 扇云后山 而是找个隐蔽的地方 等着钟馗 大概一炷香之后 钟馗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着他 我不由疑惑 不是说先处理阴司那边的事情 然后再查灭天大阵吗 怎么又把时间改到了今天 我之前也想过去看一眼灭天大阵 但并不想马上去 而是等到 治好陈薇和文天和 之所以定在了今天 完全是因为钟馗给我写了密信 不定今天 我怕时间来不及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有些不明白 我怀疑灭天大阵 模拟的是古江苏 不是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怎么听得越来越迷糊了 那灭天大阵 怎么会模仿古江苏呢 不对不对 那阵里面和古江苏 根本不一样 而且面积也不对 我在书上了解过古江苏的样子 和灭天大阵里面 根本没什么相同处 那阵虽然厉害 但里面的面积连扇云一个小县城都比不上 怎么可能会模仿古江苏 你是不是错了 我之前听你说过后 我就回隐私查了一下江苏这边的事情 然后就发现 一千八百年前 有一个不知真师 曾死在了扇云的身上 钟馗的话让我忍不住心里一颤 见我没有说话 钟馗也没有在意 那个不证师是被灭天大阵反射而死 但因为大阵 随着不证师的死而消失 所有人都没有再多在意 因为大家都以为阵法失败了 至于你说的阵法里面的布置和古江苏不一样 怎么 你有没有想过 阵法里面布置之所以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 阵法还没有完全模拟出来 钟馗的话让我不由得沉默 如果那个布阵师是在阵法刚完成就被吞噬死亡的话 这钟馗的猜测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布阵师死亡的时候 大阵便消失了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刚才说的那句 时间太晚可能来不及 我不由得了然 如果这灭天大阵模拟的真是古江苏的话 那就必须要在他全部风貌模拟进去之前毁掉 不然的话 整个江苏都将会陷入阵法之中 尽管古江苏和现在的江苏风景全貌不同 但灭天大阵借力打力 借的并非是风景面貌 面貌 风景都只设诱饵 灭天大阵借的是整个江苏地界的气败 运道 一旦将风景全貌全部模拟出来 气运被灭天大阵夺去 到那时就算灭天大阵不将江苏这地地儿吞噬 它也会变成一处人间炼狱 气脉运道消失 无论是这里面的精怪还是人都会变得不伦不类 想到此我没有多问 我明白了 咱们先去看看再说 钟馗点了点头 有钟馗在 我也没有去开车 直接由钟馗带着一起飞到了扇云大山 但在扇云大山的山脚下 钟馗停了下来 怎么不直接上山 爬上去浪费多少时间 不行 这地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拦着 根本没办法飞上去 只能一步步走上去 钟馗的话让我有些不由地张大了嘴 我没有马上接话 而是拿出了两天池试了一番 虽然我飞行术不是很好 但借着两天池还是能够做到 将自己平衡在半空之中 可升到半空 就被一股阻力打了下来 好在我早有准备 直接收回星辰之力 聚起结界 落到地上后 我无奈地看向钟馗 既然没有办法直接上去 那咱们赶紧往上走 好 上去后我们并没有马上去寻找灭天大阵 而是先去找张回所在的洞口 金掌门之前说 张回所在那个洞口的位置 所以我们上去后 没一会儿就找到了他 他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 我也没有进去打扰 而是在外面又加上了一层防护 便跟着钟馗离开去寻灭天大阵 本来想着走到之前所在的位置 没想到刚离开张回所在的洞口没多久 我们就进入了灭天大阵里 刚进去就发现灭天大阵有了变化 怎么了 有声不对劲吗 之前这一片都是空旷的 但眼下去 眼下空旷的地方都出现了建筑 和书上描述的千年前的古江苏房屋设计 相差无几 想到这儿我不由地浑身发冷 这一点便能证明那灭天大阵 确实模仿了古江苏 也就是说那灭天大阵的存在 确实是针对古江苏的 先别担心 咱们再往别的地方看看 我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走出将近十里地来到空旷的地方 也就是这灭天大阵 破开封印后 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模仿出了十里的地界 照这速度 怕是用不了几天 那古江苏全部景况都会被模拟而出 我正担心着中奎突然开口 你看远处 那白雾里是不是有一座山 我顺着中奎手指看去 就见白茫茫一片雾气 但若是盯的时间长了 就会发现那雾气有一座山影出现 而且那座山的形状特别像扇云大山 到此我不由地向中奎看去 该不会就是扇云大山吧 有可能 坐 我们去看看 中奎说完朝着白雾里走去 我也紧接着跟上 明明只是前后脚差了几米的距离 一个不注意 四周就没了中奎的踪迹 中奎 中奎 听到吗 喂 有人吗 我大喊了好几声也没有得到回应 只能无奈地先朝着大山的方向走去 本来呢 就是要去那座大山上查看的 想来 中奎发现不见之后 也会往那去 这样想着 我便连忙朝那大山所在的方向赶去 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那座大山好像一直在移动 我们前进的时候 大山也会移动 走了这么长时间 我和大山的距离依然如初 朝着大山看过去的时候 依旧朦朦胧胧看不清楚 想及此 我停住脚步 转身往回走 走了半个小时 我才又停了下来 转身看着那大山 依然还是只能看到轮廓 也就是说 那座大山真的往后面移动了 我顿了顿 随即朝着那座大山加快速度跑去 无论是怎么跑怎么移动 那大山都好像也在移动 但这倒不是坏事 如此一来 只要我速度足够快 就有机会追上那大山 我一边跑一边想着 最后我直接用上了星辰之力 虽然还是不能够飞行 但至少能用星辰之力 加快我的速度 这么一追一个多小时 我才看清楚大山的真面目 如我所想 正是和扇云大山一模一样 看着已经近在咫尺的大山 我连忙又加快了速度 等真的追到山脚下的时候 我被旁边的景象分了神 我打量了一眼四周 然后又看向大山一个念头 在我的脑中慢慢形成 或许那大山之所以会移动 并非是因为灭天大阵的故怪 或许最开始的时候 江苏扇云这座小县城里 并没有这座大山 真的是后来移动过来的 不然这座大山 为什么到了扇云后 就一动不动了 除了这个猜测 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可能 或许是想得太过入神 反倒被脏东西趁机而入 听到四周传来一声 高过一声的婴儿惨叫 我不由得拿起梁天池 对着周围猛挥地过去 梁天池一动 这婴儿的声音便停了下来 但我很快发现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只是一晃神的功夫 一个真的婴儿便出现在不远处 那婴儿身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 不由地将目光转向了 我手中的梁天池 我也是一顿 发现梁天池上有血 但我刚才拿着梁天池 是朝空中回的 并不是朝人回 怎么可能有血 想到此我有点懵 顿了顿又看向那婴儿 又看了看梁天池 那婴儿身上血痕的长度 还有梁天池上的血迹 我心中都忍不住 升起了一个猜测 或许刚才挥过去的方向 并不是真空 不然那婴儿身上 为什么会有和梁天池 长度相同的伤口 很快我心中升起了愧疚 觉得自己伤害了那个婴儿 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觉得自己连婴儿都吓得去手 已经不是正常人 不止如此 有一瞬间 我甚至想自己了结了自己 我内心深处 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在说 只要了结了你自己 就一切可以结束了 只要拿着武器 轻轻往脖子上一挥 当初所有的罪孽 就能一笔勾销 动手吧 但就在将梁天池 放在脖子之间 我身体里面九颗星辰 快速释放出星辰之力 瞬间浓郁的星辰之力 充满全身 我打了个冷战 也彻底醒了过来 看着还在脖子上的梁天池 想到刚才的想法 我不由得几倍发寒 这灭天大阵还真他妈邪恪 而且无孔不入 我刚不过是有那么一瞬间 自责的念头 就差点被其控制 让我自杀 粗口 靠 这也太邪门了吧 你说我平常 就是这么教育你的 听着熟悉的声音 我不由得一顿 随即就朝着声音 发出的方向看去 然后我就发现 宋良正悬浮在半空中 看到宋良出现 我不由得心中一喜 师祖 宋良的厉害 我是瞧见过的 哪怕只是一丝魂魄 我也绝对比他们厉害得多 至少比我们累积的经验 要多上数倍 所以宋良出现 我安心了许多 至少 有宋良在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但我想到之前的事情 都由得一顿 师祖 你的伤好了吗 不用闭关 前些天为了帮我 封印水晶盒子 宋良消耗了不少力气 身体也十分虚弱 虽然已经过了好多天 但他毕竟是魂魄 想要调整好状态 怎么也得休养个几个月才对 眼下才几天而已 想及此 我不由得有些担心 虽然宋良在我更加放心 但我并不希望因为这一件事 让宋良搭上自己 这样想着 我也没有等宋良回应 师祖 要不你回去歇着吧 别再因为我强撑了 行了小子 别说这么多废话 赶紧跟我走 走 走去哪儿 当然是离开这里 这里多危险你不清楚 前还敢自己挨 真以为自己是仙人 就天下无敌了 我告诉你 蜜天大阵可是能够将一个人间灭掉 只要有足够的力 哪怕你是仙人 也一样可以灭养 走 赶紧跟我走 听着宋良的赤索 我并没有不开心 反而心里暖洋洋的 赤索 我不能走 我要是走了 这大阵可就会害了整个江苏的人 蜜天大阵是什么 你清楚吗 师祖我明白 但那是几百万条的人命 我不能袖手旁观 蜜天大阵的危险 我一早就清楚 不然上山的时候 也不会选择一个人来和钟魁 说什么担心有人不安好心 不过是不想让陈薇他们再陷入危险这种罢了 但要让我因为这个 就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丢掉性命 我也实在是做不到 不试试 怎么就知道一定没有转机 哪怕牺牲性命 哪怕是牺牲性命 如果能够拯救百姓 那倒也不失为一件功德 唯一比较遗憾的大帝就是张回了 想到张回我心情低落 荒唐 救人的前提是先保护好自己 那蜜天大阵除了完成借力打力 根本就没有别的破解法子 你在这待着最多就是多死一个人 宋翔 如果事情还有转机 我也希望你去做 但那蜜天大阵太厉害了 根本没有破解的可能 赶紧跟我走 然后离开江苏一带 这样至少还能保住你自己的性命 说完宋良也不等我同意 就直接使用傀儡术控制我 向相反的方向离开 师祖 你不能这样 师祖你听我说 我不能走 你快把我放开 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是当年我碰到这种事情 肯定也会一腔热血地冲进去 师祖 既然你理解我 为什么要逼迫我 我理解你 但正是因为理解你的想法 才更不能让你继续待在这里送下 灭天大阵中除了完成借力打力 根本不会有别的破解法子 你就死心吧 师祖 我要真的这么做了 那可就是战性一门的耻辱 耻辱 总比战性一脉断了传承好 看着宋良不再动作 我心中不由一喜 但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 对方又浇了一盆冷水 看着宋良油烟不尽 我连忙对着四周大喊钟馗的名字 眼下劝说不动宋良 我只能寄希望于钟馗身上 师父带给我这些年很是温和 但正事上从来没有马虎过 救人这种事 我更是一直秉持着 见之必救 我如今自然不能为了狗活 放弃尝试的机会 我相信绝处逢生 没有可能怎么样 只要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能认输 小子这是你逼我的 宋良见我不停地喊着钟馗 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满 掐了个绝甩下了我 然后我就没办法说话 看着面前的宋良 我不由地回忆起 掐绝前的眼神 宋良虽然活了几千年 但性子向来温和 唯一不太好的 就是爱开玩笑 爱打趣 但宋良从来不会因为这样 就狠力不满地放出眼神 想到此 我不由挣扎了一下 宋祥 老实点 等离开江苏 我自然不会再控制你的 说完之后 宋良便转身继续控制我往前走 看着宋良转过身去 我从鬼闻里面召唤了瑶瑶和小莉 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躲起来 但瑶瑶小莉刚有动作 宋良便快速到了我面前 将瑶瑶小莉抓了起来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让你老实点 怎么就那么难 看着宋良一边说一边加重 抓住了瑶瑶小莉的力道 我连忙挣扎 为了挣脱开 我硬是逼得自己受了内伤 吐出了大口的血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 挣脱后 我就趁着对方摆愣的时间 直接将瑶瑶抢了过来 然后我才又看着这位贾宋良 我要是真听了你的话 怕是会直接 不知不觉丢了性命吧 你倒是聪明 可惜了 进了这个阵法的人 都不能活着 而且 我需要你的先驱 受死吧 太阳星宿 星火燎原 话落 一道火焰从良天尺上出现 然后朝着贾的宋良扑去 看着对方一动不动地任由火焰包住 我心中不由地咯噔一下 随即转身就跑 但刚跑没两步 就被对方给追上 火焰还在燃烧着对方 可对方是无知无觉 好像那火焰不会有任何损伤一般 贾宋良闪到我的面前冷声道 你以为这只是个普通阵法吗 这是灭天大阵 还相当于一个世界 而每个世界 都有着每个世界的规则 小家伙 你的那些招数在这里 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说完后 贾宋良便朝着我扑了过来 看着对方细长的爪子 我连忙闪躲 是削减了效果 以前能够杀死人的一刀 在这里 最多让对方破点皮 受点伤 但到底是因为灭天大阵的本身 还是因为灭天大阵里面的东西怪异 就不得而知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多久 对方冷笑一声后 就再次朝着我扑了过来 看着对方穷追不舍 我连忙向大山的方向跑去 一鼓作气 直接跑到了山上才停下来 宋响哥哥 你没事吧 小力担心地问道 瑶瑶没有说话 但也满是担忧的神色 看着两人如此 我不由地摇了摇头 放心吧 没有什么事情 我擦了擦汗 然后对着瑶瑶小力道 你们帮我四处找找人 瑶瑶小力点点头 到了身后 就直接离开 看着瑶瑶小力他们离开 我也没有多摩擦 直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那男人太厉害了 想要对付对方 就必须得找到中奎联手 但找了半天 我也没有看到中奎的踪迹 反倒是引出了一群尸体 看着那些熟悉的古兵服饰 我暗骂了一声倒霉 随即就转身往另一边跑 跑进了灭天大阵 又遇到古战场 这样好的运道也是少见 我暗暗吐了几具槽 但脚下的速度 却没有敢放慢下来 那些尸体的攻击 看起来和外面遇到的差不多 但我现在的能力减了大半 想要攻击那多人 十分费力 还不如逃跑来得快一些 我一边跑 一边拿出文天河 给我的传音符 将其烧掉 中奎 中奎 听到吗 中奎 看着传音符 已经快要全部燃烧干净 我不由的皱眉 正想着再燃烧一张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从燃烧的快要成为 灰墨的传音符里传来 我算 我看到你放出来的小鬼和小指人 马上过去找你 听到中奎的话 我不由松了口气 幸好当时文天河 拿传音符的时候 我觉得好玩 多拿了几张 不然还真没有办法 和中奎联系上 等了一会儿 就听到脚步声 本来以为中奎和瑶瑶小丽 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 之前那个贾宋良 他笑盈盈的 我不由的往后退 好歹也是仙人 怎么能这么怂呢 刚才那不是还挺应用的吗 我没有理会对方说的话 只是一直警惕着 正想着该怎么办 就见中奎的大刀 已经劈进了贾宋良的身体里 看着贾宋良受伤 我不由瞪大眼睛 还不等我说话 中奎就说道 天子 快用阴死的术法 中奎的话让我一愣 一瞬间 我便明白了过来 我对着中奎点了点头 旋即 聚集四周的阴气 形成了黑雾 朝着贾宋良包围 本就受伤的贾宋良 在黑雾包围后 瞬间发出了 七粒刺耳的尖叫 对上浓郁的阴气 贾宋良就变成了饲料 没一会儿就吞噬了 一干二净 看着阴气吞噬贾宋良后 瞬间就变得又浓郁了几分 我疑惑地看向中奎 隐曹地府唯一的气满 运到无关之地 所以灭天大阵不仅戒不了 还会被克制 是 我了然地点了点头 灭天大阵在邪性 也没有超出六道之外 而只要在六道之内 就一定会存在相克的东西 只有这样 六道才能够维持平衡 也正是为什么 天外邪魔无法直接入室 必须要借助媒介 或者存在于六道之内的人帮助 六道之内的规则 太强大了 天外邪魔强硬入室 只会被抹杀 想到此处 我不由得想起了另外一个事情 之前那些天外邪魔 想要掌管阴丝 目的应该不是想要掌管阴丝吧 他们 是想要找到 真身能入六道的法子 说到最后 我又觉得不太可能 阴丝有什么东西 我这个阴天子一清二楚 虽说有不少质宝 秘术 但却不至于 让那些天外邪魔非要不可的地步 就算是那几件神器 也没有能让天外邪魔 恢复真身出入自由的能力 愣神之际 钟魁悠悠地道了一句 对于他们来说 那些厉鬼厄鬼就是最好的东西 你这话的意思是 只要六道乱了 六道的平衡 不就自动破了吗 那还用得着他们动手吗 你是说 他们一开始想控制阴丝的目的 是想把那些恶鬼厉鬼全部放出去 让阴丝变成为炼狱 从而打破规则 如果真如你所说 他们怕就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难怪天外邪魔能力强大 却不肯降临真身 难怪师父会说出阴阳动开天地大变的话来 眼前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 想到此 我心中压着的石头突然又沉上了一些 这件事情 一旦让天外邪魔得逞 阴阳将必定是生灵涂炭 到时候我这个阴天子就罪你深重 毕竟身份越高 责任越重 不过我也没有怕 被推上阴天子一职的时候 我就清楚肩膀上的责任有多重 天外邪魔很久之前 就想着要进入六道 自然不可能如此轻易放弃 不过你也别担心 他们找不到控制阴司的办法 就得想其他办法 想来距离下一次初期还有一段时间 只要咱们做足准备 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得手 等我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我就回去 眼下阴司可能还需要麻烦你和东夷之主 再照看一段时间 为天子效劳乃钟馗的荣幸 看着钟馗如此 我摆了摆手 示意不被多礼 随后便和他一起围着灭天大阵里面 模拟出来的扇云逛了起来 既然那个布阵师是在扇云大山开始布置的阵 想要破解灭天大阵 便也只能在扇云这个地方寻找线索 但因为现在的扇云和以前的扇云已经完全不一样 想要寻找线索 最好还是在灭天大阵里面模拟出来的扇云大山寻找 至少这里面的扇云大山和当初的扇云大山是一模一样 再比出去要方便的很多 不知道是我们身上散发着阴气太浓郁 吓跑了四周的邪碎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在那个假送梁之后 我们围着扇云大山绕了两圈 却一个拦路的都没有 我看着匆匆郁郁的大山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在哪儿布阵 钟逵没有回应 低头沉思 我也没有打扰观察四周 对于布阵这种东西 我所知道的都只是源于师父给我的那本书 当然那本书的内容我也没有全部学会 只是大概看了一遍 懂了个基础知识 当初正是和替身鬼较劲的时候 根本没有心思去看别的 后来替身鬼离开 我遇到的事情又多 也就更加没有时间去学习别的 所以对于破解阵法的方法 我完全不知从何下手 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 占星师本身对地理位置 风水极凶敏感 好一会儿 钟逵才抬头看着我 山的最高处偏东 你是说偏东三尺的地方 你看出来了 我应了一声 要不是我进了灭天大阵观察 估计永远不会发现当初的灭云大山 行似龙头 我们说的最高处偏东 下三尺的位置 正是汇聚龙旗之地 这个地方设置阵眼 无疑于将整条龙的气韵全部给控制住 只要布阵师不是傻子 就不可能放着这么好的地方不选 再选其他的位置 中逵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拿着梁天池戳了戳那个风筑气韵的地方 看着梁天池触碰到地面后 尸身亮起颗颗星光 便更加确定我们刚才的猜测 你说 我要是将里面的气韵直接放出来会怎么样 别乱来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还在灭天大阵里面 中逵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却很清楚地表达了意思 气韵一崩 不要说是灭天大阵会不消失 我们两个肯定完蛋 我抽了抽嘴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看着呢 拿着罗盘继续勘测四周的情况 等到了解得差不多了 我们才离开灭天大阵 而这一切都十分顺利 除了灭天大阵 我深吸一口浊气 一点麻烦都没有遇上 我还真是有些不习惯 没麻烦还是错了 你又不是不清楚 这种情况下有点麻烦 比没有麻烦要让人安心得多 有麻烦是有人在针对我们 没有人找我们麻烦 就说明对方隐藏得很深 虽然现实中的扇云大山 已经看不出龙头的形状 但位置我们已经是早就记下来了 倒是也没有什么影响 如我们所想 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半丝气云 也就是说这地方所有龙气 全都被灭天大阵吸了进去 看着干涸几乎军裂的龙头 我和钟馗都不由地沉默 影响江苏的气韵 已经全部被吸走 那灭天大阵的行程 怕是没多长时间了 最重要的是 气韵已经收了进去 其他的根本不甚重要 想几次 我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正想对着钟馗说什么 目光就被他身后的场景 吸引了注意 咱们去那边看看 我指着远处正在他房的地方 说了一句就直接快速跑了过去 钟馗愣了一瞬间 也跟了上来 我们到的时候 扇云半座山都塌了进去 看着巨大的坑 我不由地苦笑 古战场的事情倒是不用担心 古战场里面的气韵 已经全部被吸入进灭天大阵里 不然也不会直接显露出来 这个速度比我们之前预想的 怕是快了不止一两倍 说到最后 我蹲了蹲 然后我才又抬起头看向钟馗 如果把剩余的气韵全部封住 是不是可以有减缓 大阵行程的速度 理论上是可以 只不过 降速很大 我们两个人 怕是忙不过来 听着钟馗的话 大卧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他说的没错 虽然龙脉气韵已经被全部收了进去 外面的气韵已经没有多少 但这并不代表着气韵都在一个地方 江苏那么大 想要把分散的气韵封住 不是意识 但如果不做 怕是还不等到我们找到办法 灭天大阵就已经彻底形成了 不管如何 总要试一把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 钟馗疑惑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并不解释 我要看张回 你是和我一起 还是 不了 阴寺那边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主事的人不能少 我还是不能离开太长时间 既然你已经有办法 我也就不再继续待下去 我回阴寺等你的消息 有什么需要帮忙 及时给我传信 好 放心 钟馗对着行了一礼 随即消失在原地 看着钟馗离开 我便直接朝着张回所在的地方走去 到了地方时 张回还是盘夕而坐 看着他如此 我本来是想先离开 把要做的事情做了 再回来 没成想刚有动作 就惊醒了张回 苏翔 听到张回沙哑的声音 我连忙转身朝着对方走去 看着张回已经醒来 我说道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张回摇了摇头 看着张回确定 不像是有事情的样子 我松了口气 那就好 对了 你这次冥想 有什么收获吗 张回点了点头 抬起手直接朝着我 甩过了几个十字 再等我反应过来 就见四周围满了张回 十几个张回 一同挑眉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我抽了抽嘴 先把针法撤了 怎么 不厉害吗 不是 只是不适应 这倒还真不是因为 嫌弃张回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这么看着张回 脑袋疼 当然 我并没有把实话说出来 要真实话实说 依照张回的性子 估计能把我 关针法里面一天一夜 为了小命 我还是好好组织了一下语言 虽然这话依旧惹得对方有些不满 但到底听话地将阵法撤了下来 看着阵法消失 只剩下了一个身影站在面前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正想说什么 张回已经先一步问道 对了 那个灭天大阵怎么样了 我记得我出师的时候 灭天大阵已经成了 听到张回提灭天大阵 我不由地叹了口气 张回向来聪明 看我如此瞬间 明白是出了事情 我看着张回 将灭天大阵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眼下如果解决不好的话 整个江苏的人 都会受到牵连 看着张回脸色不太好 我顿了顿 不过这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这灭天大阵本来就存在 咱们眼下也只能尽力而为 但如果不是我念了法术 灭天大阵也不会解开封印 不能这么说 你又不知道 灭天大阵本来就存在 而且如果这么算的话 那真应该觉得罪过的 不是你 是我才对 毕竟当初想用灭天大阵 解决古战场的人 是我 放心吧 我没事 我就是觉得愧疚 但是不会做出什么事情的 你不是说 还要去找特殊部门的那些人吗 咱们赶紧走吧 天都快亮了 现在不走 等天亮 怕是又要招人惦记了 好 走 咱们下山 张回说的没错 扇云大山蹊跷的事情太多 普通人或许能够瞒得住 圈子里面的人 却没办法瞒着 真要等天亮了下山 怕是要将扇云这个县城里面的人 全注意力集中 全部吸引到我身上 因为没有车子 下山后 我们并没有马上朝着酒店而去 而是找了个小酒馆待着 本来想着 等天亮了之后打车 没成想 刚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 就遇到了熟人 看着男人搂着一个娇小的女人 轻轻握握 我转头对着 坐在一旁的张回道里去 等我 眼看两人要进房间 我喊了一声 夏组长 等一下 男人疑惑地转身 看到我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怎么是你 我没有接这个话场 只是打量着 对方和旁边的女人 夏组长好福气啊 听到我这话 男人身子一僵 随即对旁边的女人 使了个眼色 示意让她先回房间 你怎么不去死 你为什么还不死 让你进去就赶紧进去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男人突然大发雷霆 吓得女人好一会儿 才含着泪跑进房间 有些言语上的摩擦 但也不至于 就着不放吧 夏组长说笑了 是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吗 夏组长 要是不说的话 我都已经忘记了 听到我这话 男人安心了一些 但并没有放下全部的戒备 那宋道佑来找我是 我今天来找夏组长 是为了和你谈一笔合作 这个夏组长 就是特殊部门派来 待在善云县城的人之一 虽然当初刚见面的时候 对我们的态度和徐涛 对我们的态度差不多 但本人并不算太坏 虽然不是那种 承恶扬公正无私的人 但也有着自己的底线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找上他的原因 听到我说合作 对方倒也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站在原地好好想了想 见我一直没在说话 夏组长抿了抿嘴 走到隔壁的房间 打开门 总道友进来说吧 看到夏组长还开了一间房间 我不由得挑挑眉 但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便大步走了进去 夏组长关上门后 便直接走到了我对面 沙发上坐了下来 不知道宋道友 知不知道我上司是谁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了然 部门的情况我已经有许久没有关注过 任务什么的都是陈薇给我的 不过我虽然不知道你的上司是谁 但我知道 你们都不是李立国的手下 话一说完 夏组长便笑了出声 看他如此 我也没有表现出不满 只是静静地看着 见我一直没什么表情 夏组长倒是也收脸了笑容 我实在是不明白 宋道友既然知道我们不是同路人 又为什么要找我合作呢 我们确实不是同路人 但我知道你和徐涛慕容他们不一样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对我和张回 既然的态度竟然都差不多 但我能够感受到 夏组长这个人和徐涛慕容他们 是不一样的 徐涛慕容他们是真的针对我们 真的想要除掉我们 这个夏组长 完全是装出来的 虽然也对我们没什么好感 但却不像其他人那样下死手 也是因为这个 才让我觉得 这个夏组长 是一个能够合作的聪明人 不知道宋道友 能不能先说说是什么合作 然后我们再做决定可好 对于夏组长的要求 我并没有拒绝 点点头便将封印 整个江苏气韵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并没有将灭天大阵的事情说出来 只是告诉他 需要一些人手 帮我把江苏的气韵全部封住 这个夏组长 也确实如我所想那般聪明 听到这件事后 我并没有马上 询问封住江苏地界内的 全部气韵原因 而是问我 能够给他什么样的报仇 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帮你脱离特殊部门 宋道友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我在特殊部门 做得挺好 为什么要脱离 选择权在夏组长书上 如果夏组长想要别的报仇 也可以 不过要在我的能力范畴之内 宋道友就不怕 我将这件事情上报吗 你不会 我说过 你和徐慕容他们不一样 其实就算他们一样 我也不害怕 如果这位夏组长真的有别的心思 以我的能力 完全可以无声无息抹杀他 特殊部门里面的大佬 确实不少 但我的能力也不低 尤其是我还有整个阴私座靠上 根本没有必要去害怕他们 之所以还没有去动 不过是因为对方 拿捏着李立国和师父他们 失踪线索罢了 等我将善云这边的大幕 全部处理完了 我再回到京城 哪怕李立国有线索拿捏我 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大不了直接用刑逼供 送他们去十八层地狱走一遭 我不需要你帮我脱离特殊部门 但我需要你保证 我和我的未婚妻性命安全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如果只是脱离特殊部门的话 一旦没有处理好 很可能被部门的人嫉恨 导致哪怕脱离特殊部门 也要过上流离失所 遮遮掩掩的生活 但这个条件 却完全地避免了这些担忧 只要宋导友答应 我便同意合作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他这个要求对于别人来说 有些困难 但对我来说不是个事 宋导友就这么有信心 能够将我给保下来吗 宋导友可要想清楚 我直作也会被害到 这么偏僻的地方 就是因为得罪了上面的人 只要将我给保下来 可是要跟整个特殊部门为敌的 正好 我早就想要翻一翻 特殊部门的天了 夏组长听到我的话 眼中闪过惊讶 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见我不是开玩笑 他直接伸出手 道了一句合作愉快 我也伸手握了握 达成合作后 我们便开始商量封印江苏的计划 我并没有将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夏组长 他手里面虽然有人 但不算太多 负责一半还可以 勉强负责的话 说不准还会耽误时间 最后我将江苏东半部分 交给了他 七遍 从扇云到毛山 还是由我来负责 商量完之后 我没有多待 交代了需要注意的地方后 又拿出了一堆公鸡符纸给他 和他的小未婚妻仿身 之后 我便告辞离开 走到酒店大厅的时候 我顿了顿 随即看向送我出来的夏组长 对了 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一下 夏组长疑惑挑眉 再带来未婚妻出来的时候 不要往这边来 靠近大山的地方 尽量都不要来 你是个聪明人 也懂这些 我相信这后山的蹊跷 你应该能看出来 尽量不要让你的未婚妻 引起身边其他人的注意 虽然这边会派人注意 不会出什么事 但能不引起人注意 就最好不要 这倒不是我怕麻烦 主要是我替他们两个考虑 如果真的引起他们身边的人 或者特殊部门的人注意的话 哪怕有我在上面 没办法伤害到他们两个人 但一直捣乱也是个麻烦 最终受困扰的还是他们 夏组长不是傻子 听到这话 很快明白话中的意思 对着我点了点头 多谢送道友提醒 我应了一声 道了去保护你们的人 一会儿就到 没有危险 不要出现在你们面前 就摆了白鼠告辞 朝着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的 张回走去 张回点了点头 起身跟着我往外走 一边走 一边继续问着夏组长的事情 因为之前来的时候 他们几个人的态度都不是很好 所以张回一直记着 那你就不怕他背叛我们 他和我们虽然是一个部门的 但不是同一个上司 这可是站在队里面 这个人我查过 并不说上面的人重用 你的意思是 想把他从队里面 拉到咱们的战线上来 我们家张回真聪明 听到这话 张回不由地对我翻了个白眼 嘟囔了一句 谁是你们家的 才又进到后车座里面 看着他如此 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避免将这小丫头真的惹急了 摇了摇头 一同坐了进去 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 还没有走到房间门口 陈薇和文天和 便从他们的房间里面 打开了门 看着两人几乎是同时 打开他们自己的房间 我不由地打去 哼 你们两个人挺有默契的嘛 我们这还不是因为担心你们吗 你们两个 该不会一直没有休息吧 安心你们出事 睡不着 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 弄得我们一晚上胆战心惊的 听到早廊有声音 我们就出来看看 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 也出来看看 哪还睡得着啊 听到两人这话 我不由地心生愧疚 见我如此 成为文天和也没有说什么 直接跟上我 一起来到我所住的房间 走到房间门口 我不由地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对了 金掌门醒了吗 听到我这话 两人同时摇头 不应该啊 他身上的煞气 应该已经被我除了干净 怎么可能昏迷这么长时间 确实没醒过来 你回来之前 我刚去过金掌门的房间里 他看着气色确实挺好 但就是一直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听到成为这么说 我没有问其他的 只是打开了门 让成为文天和张回三个人进去 看着三人走进去之后 我并没有马上关上门 而是让他们先去房间里等我一会儿 虽然成为文天和两人说得很清楚 但我还是想要自己去看一眼 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我如此 三个人倒也没有反对 只点了点头 我应了一声 便转身朝着金掌门的房间走去 如成为所说 金掌门的气色确实是不错 但也确定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看着金掌门像是睡着一样 我心中突然生起了一个不好的预感 这金掌门该不会是成为植物人了吧 想到此 我不由得连忙使用星辰之力探查对方 简简单单的检查一番之后 我松了一口气 不是植物人 是金掌门的身体 九天玄火的淬炼还没有完成 虽然火种已经收了起来 但身体里面却还有细微的火焰 知道他没事 我便放下了心 走出房间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一进房间 几个人便询问我金掌门如何 放心吧 他没事 是我之前把昏迷的时间记错了 听着我的话 几个人不由地松了口气 我将在山上发生的事情 给成为文天和讲了一遍 便让他们两个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休息 两人的身体并没有好 如今熬了这么长时间 肯定受不住 必须得马上休息 两人并没有拒绝 直接回了房间 文天和他们离开之后 张回也没有发呆 聊了几句也回去了 我们一觉醒来 睡到第二天傍晚 看着天色已经黑下来 我便给成为文天和发了消息 张回之前说过要好好休息 不跟着一起出去 所以我便没有喊他 只叫了成为两人 消息发出 成为很快回复过来 看着两人已经准备好 我也没有磨蹭 直接穿上衣服出了房门 把他们喊来之后 我们就离开了酒店 从扇云县城 开始往茅山方向封印 扇云还好 因为之前那个 陵园搞得已经没有多少气云 所以我们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便将其封住 在其他地方却没有如此简单 不仅封印地方难 还时不时有人出来阻拦 在扇云县旁边的一个县城里 就受到了好几十人的围攻 大胆 山河气韵也敢碰 真是找死 为首的说了这么一句 便对着后面的人挥了挥手 事意上 看着一群画着花脸的家伙扑过来 我连忙对着文天河他们说道 你们继续封印 我拦住他们 他们到了身后 转身继续施法 看着人越来越近 我白鬼一出 那些画着花脸的家伙更加愤怒 果然是邪秀 来啊 上 灭了他们 上 这些人对术法不怎么精通 但武力值却非常高 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好几只鬼 我连忙拿出两天池 阳光 萤火 姐姐 一道荧光闪过 直接将那花脸男人包围在一起 结结形成 我刚松了一口气 紧接下来 更让我紧张了起来 那些男人的武力值直接把结界撞出了痕迹来 看着结界上的一条条裂痕 我抬起梁天池想要加强星辰之力 但看着那些人疯狂的模样 我又放了下来 阁相 我们并不是坏人 你们误会了 这话我早就解释过 但这些男人出来之后 根本就不听解释 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召唤出白鬼堵截 想着压制他们一段时间 又能控制力道不伤他们 但是我错估了他们的武力值 刚将白鬼召唤而出 就直接折损大半 看着他们拼死搏斗的样子 我不敢再动用武力 要是再解释不清楚 我真怕这些人会拼命 听到我的话 回首的男人不由得冷笑 不是坏人会有恶鬼在身 一来就要封住我们县城的亲云 还说自己没有恶意 男人说完之后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看着吵得乱糟糟的一群人 我只觉得太阳穴升腾 但我还记得他们拼命的样子 也不敢动手 只能大声地喊停 让他们安静下来 为首的人倒是摆了摆手 后面的人安静了下来 说吧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理由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理由不能过关的话 我们今天就算死 也要把你们带着一起 就算我们没办法带着你们一起 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将消息传出去 我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几人 先解释了动气韵的事情 老大 咱们直接上吧 干嘛在这听他门口谎话 浪费时间啊 这小子就是想给另外两个小兔崽子 拖延时间 是啊老大 再不往外冲 等气韵真的被他们动了手脚 那就来不及了 正在我想说什么的时候 那对面的头 便已经先一步 坠住了其他人 理由呢 不想抢夺 气韵 指封印 有什么目的 听到这话 我反而松了口气 至少他还是有脑子的 你们知道山云大山 难道是和大山上的蹊跷有关系 你们可以去查 山云那边除了县城里面 被我们封印的气韵外 其他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 那万一是你们自己作戏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你们 具体情况我不方便说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去山云调查一下 不过尽量不要去山上 至于这边 我们封印你们可以看着 封印完 我们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 不会在这里多待 看着几人还是满是戒备 我直接伸出一只手 向上空启示 占星一脉素想 今日立世 刚才所说若有造假 让我永备业障 话落 一道流星从天上闪过 随即消失 修行人最忌讳的就是说假话 被业障 对日后修行不利 但我说的都是真话 所以倒也无事 见我如此 那些人倒是安静了下来 看着那些人不动 我也没有再困着他们 直接收了结界 成为文天和两人的道行都不低 在没有人捣乱的情况下 很快便将整个县城的气运都封印了起来 花脸男人一直在旁边注视着我们 见成为文天和走过来 才又对着我们几人开口 希望你们说的是真的 不然的话 我定不会放过你们 花脸男人的语气不好 听得文天和直接拿着青铜剑举了过去 你 看着花脸身后的那些男人也有动作 我连忙拉住他 然后对着另一边的成为 使了个眼色 接收到我们的目光 成为连忙上前将文天和拽走 看着两人远离 我才又看向那些花脸男人 我对着众人抱了抱拳 随后才对着为首的人说道 我知道各位只是担心我们的意图 但请你们放心 我们绝对没有恶意 如果这边有什么不对劲的话 你们尽可以去扇云县城找我 最近我都会在那边住着 说完之后 我点了点头 便直接转身朝着 陈薇文天和的方向走 走到两人面前 文天和就不满说道 宋哥 你干嘛不让我说话 我让你说话 让你说什么 当然是我们做的事情 明明是做好事 为什么任由他们污蔑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去下一个地方 宋想说的没有错 与其和他们浪费时间解释 还不如多这点事情 而且就算咱们真的解释了 他们也不一定会 耳听为虚 眼睛为虚 不管咱们怎么说 他们都会怀疑 与其这样 不如让他们看着 走吧 赶去下一个地方 说完我就直接上了旁边的车子 文天和和陈薇也没有磨蹭 快速地进了车子 听到后面的关门声 我就直接启动车子 朝着下一个地方行驶 刚入阵口 我们的车子就自动停了下来 坐在后面的文天和疑惑道 怎么突然停了 拦路地来了 听到我的话 两人不约而同 疑惑地凑了过来 风韵气韵的事情 闹得并不大 怎么会整出这么多事来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对劲了 老陈说的没错 咱们这一路上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人 好的也好 坏的也罢 那总是没有太平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泄露了消息 文天和虽然没有明说 我也知道他说的泄露消息 指的是谁 不可能 那个夏组长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很仗义 尤其是他现在在特殊部门 身份尴尬 还需要我们帮忙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特殊部门 也悄悄地查过来扇云县城的几个人 当初之所以可以在牢里发疯之后 毫无顾忌将人丢在古战场里 在徐涛神经不正常后 又直接将人扔到县云城的小组长手里 就是因为这些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那位夏组长便是一直被针对的人物 当初他之所以会投到特殊部门里 投靠他上面的那位人 完全是因为对方的威胁 现在会被下放到扇云 也是被榨干了利用价值 让他来管扇云实际上就是死期将近 陈薇之前也说过这些人的手段狠辣 表面上和和气气 实际上一旦没有利用的价值 便会在暗地里面动手 所以如果那位夏组长 不想被上面的人整死 不想和他的小未婚妻 做一对阴间夫妻 那就只有投靠我 可如果不是他的话 怎么会 或许真的不是因为他 怎么说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这整个江苏的气云 已经被大阵吸入了大半 没错 或许原因是在这里 陈薇的话也让我陷入沉思 气云流失过多的话 倒可能会引起各方的注意 之前那些花脸男人如此激动 也是因为察觉了当地的不对劲 以为我们造成气云流失的罪魁祸首 但只想了一会儿 我就回过神来 那个外面的身影 已经走到我们的村子旁 听着对方敲玻璃的声音 我对着后面的文天和陈薇二人说道 贴上脸器服 咱们直接下车 这老太太看起来没什么道行 只要不泄露人气 便不会招惹 文天和和陈薇点了点头 拿着符纸贴在身上 我对两人使了个眼色 一起打开车门往车外走 刚下车 那老太太便直勾勾地将目光投向我们 好在我们几个心理素质都不错 只愣了一瞬间便继续往前走 对方也确实没有攻击我们的意思 见我们离开也并没有跟上 只是目光像庄子一样 一直站在车子旁 直到我们将阵上的气韵封补完 那老太太也没有离开 咱们现在怎么办 不动手吗 她身上没有阴气 估计很快就魂飞魄散 咱没必要添这份业障 这老太太应该不是正常死亡 身上并没有多少怨气 所以死后既没有回地府 也没有形成恶鬼 反倒是因为滞留时间太长 消散了她身上大部分阴气 只要再等上几日 哪怕我们不动手 她也会魂飞魄散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添一份业障 尤其是这老太太 虽然一直逗留在世间 但是从来没有做过恶 这一点 只看她虚弱的魂体便可知道 若是她做过恶 此时早已变成厉鬼 恶鬼 根本不可能会如此快地魂飞魄散 若非这老太太已经没有办法下阴司 更没有办法投胎 我倒是想做回善事 只可惜这老太太的魂体实在是太过虚弱 又已经不完整 眼下若是强硬地将她送回阴司 只怕会因为阴气浓重 导致她过早魂飞魄散 阴天子虽然掌握着阴司 把控着无数命运 却不能够乱了规矩 不然也是要承受因果的代价 听到我这话 文天和倒是乱了心思 只是看着那不远处的老太太道 不动手的话 咱们怎么把车开过去 看她的样子好像对车子有执念 我怕到时候 如果咱们不先动手 她也会对着我们动手 看了一眼老太太想了想 对文天和陈薇说道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给那老太太送个东西 文天和陈薇满是疑惑 我并没有解释 只是抬脚朝着老太太走去 听到脚步声 老太太疑惑地抬头 但一直我走到她面前也没有动作 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见她如此 我也没有多说 问了句姓甚名谁 得到答案后 便抬手从鬼闻里面 拿出一个纸团 一手聚集火焰 然后将纸团送入火焰中 纸团彻底燃烧完后 只留下一缕青烟烧向了老太太 老太太看着青烟 愣了好一会儿 才抬起头 看着我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 看着对方如此 我叹了口气 落叶归根 她能够带你回到你想回的地方 我带着你回去看一看 这老太太穿的衣上是七八十年代的衣服 那个时候大乱 毁了不少地方和家庭 想来这老太太一身的怨气 去固执地一直留在人间 就是因为有什么想见的人 果然听完我的话 老太太直接跪在地上磕头 嘴里嘀咕着什么 或许因为她许久没有说过话的原因 半天我也没有听出来到底在说什么 倒是看出她流了两行血泪 看着对方如此 我并没有再说什么 而直接越过上了车子 朝着陈薇文天和两人的方向开去 陈薇文天和两人上了车后 便疑惑地询问 我对那老太太做了什么 见两人好奇 我也没有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 文天和十分不解 要真是战乱的时候 回到她想回的地方 怕是也看不到当初的场景 落叶归根 哪怕场景再变 地儿还是那个地儿 而且 我那纸团上也做了些手脚 回去后就算地方变了 在她眼里 也还是当初的场景 虽然在开车 但我一直打量着后面两人的神情 这见陈薇文脸上不准疑惑 老陈 你是在想说什么 宋祥 既然那老太太没做过什么坏事 为什么不能够重铸轮回呢 听你说这话 我就知道你们刚才肯定没有细看那老太太 什么意思 那老太太生前就是个利索的人 恐怕死后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她身上 有缝线的痕迹 其实当时在车上的时候 我也没有注意 是下车的时候 看到老太太一直直勾勾打量我 我才多看了一眼 这才看出了端倪 天色虽然黑 看不仔细 但我也能够大致地估量出 老太太身上的伤口不少 而且都是无伤大雅 也就是说 对方死的时候 是死无全失 哪怕是后来成了鬼后 将自己的胳膊不完整 但到底死时是不是全户的 尸体还是四分五裂的 只这一条 他便入不了阴丝 尸体不完全 哪怕缝上 也是看起来好一些 实际上还是破碎 真要带入阴丝 早就魂飞魄散了 要是有家人帮着把尸体补好 带老太太入土安 再有个道士 能帮她安顿 也不是没有进入阴丝的可能 可偏偏老太太死在大乱年代 活人都顾不上 怎么可能会顾得上死人 听完我的解释 陈薇和文天河两人都沉默了 过了很长时间 陈薇才又开口 可惜了 确实可惜了 那个时候像老太太这样的 估计为数不少 可惜我们现在有要事要去办 没办法去寻找留在世间的孤魂野鬼 不过倒是可以去阴丝走上一趟 说上一说 让他们查查往年的资料 只不过这样一来 又要给阴丝增加不少工作 想到东一之主等人的念头 我不由得暗暗摇了摇头 还是先让他们忙完手里的活计 再说其他的 我暗暗地将这件事记在心里 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但既然想起来了 那就必须要将其办清楚 不然日后会增加许多麻烦 阳间是不能有太多鬼怪的 往日阴天子不在乎我管不着 如今阴丝己人已经到了我手里面 那就必须将隐患处理干净 等计划好寻找孤魂野鬼的事情之后 我们也到了下一个地方 文天河一边打量着外面 一边好奇说道 这地方也是怪啊 前面咱们刚经过安宇县 后面是墨山县 可这村子不属于安宇 也不属于墨山 就单独一个小村子 这有意思啊 我没有理会文天河的话 只是看着不远处的石头沉思 这村子的名字倒是有意思 长寿村 其实叫这种名字的村子不在少数 但最为有意思的 这长寿村不长寿 村子里面的气韵全无 而且风水极差 看起来是自然形成 并非人为 但按道理来说 这样一点气韵都没有的地方 不该有人住才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水土怎么样 就会养什么样的人 好的水土养出来的人带着灵气 不好的水土居住的人 往往会受着影响 而眼前这种气韵皆无的土地上 更是会减少寿命 因此我才会觉得 这村子起名很有意思 不知道是取名字的人到底什么心思 是真的希望村子里面的人长寿呢 还是想雪上加霜 毕竟不是什么地方的人 都能够用长寿二字起名 起得好那是相辅相成 起不好那便是送人命 许是我想的太入神 陈薇文天和两人喊了我几遍 我才缓过神来 怎么了 我们都喊你好几遍了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那咱们赶紧下去吧 办好了之后去下一个县城 说完文天和就要下车 看着文天和的动作 我连忙阻拦 等等 文天和疑惑地看着我 陈薇也满是不紧 咱们不进这个地方了 咱们直接去下一个地方 绕着走 听了我的话 两人皆是不由皱了皱眉头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陈薇 老宋 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 不会进的地方 我看这地方的风水 好像不太好 是因为这个 我并没有马上回答 陈薇的疑惑 而是先开动车子 第二头往另一边走 然后才又解释到 这村子没有气缘 咱们进去没什么用处 不仅仅没用处 还可能会被牵连其中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2集 那村子虽然我没有进去 但只凭这村子的名字 还有风水 我便追到里面肯定不简单 但眼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 再去管其他的事情 也只能够先放到一边 等到事情全部处理完后 再找时间过来查看 陈薇和文天河两个人 也不是傻子 虽然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但也知道 眼下还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倒也没有多说 但我们不想招惹事情 不代表事情不来找我们 刚转过去 便发现来时的路 已然不见 只剩下一面 四五米高的城墙 刚发现这东西的时候 文天河陈薇两个人 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来这玩意儿了 该不会是这只村子 只进不出吧 我没有理会两个人的话 只道了一句 坐好 便将油门踩了下去 直接冲向那面城墙 发现我的目的 文天河忍不住 抱了句粗口 然后对着我道 苏小 你疯了 眼下除了这个办法 没有其他路可走 我一边说着 一边继续将速度 加到最快 在触碰到城墙的时候 我又快速地 聚集星辰之力 结界 随着话落 光照瞬间 笼罩在我们三个人的身上 而与此同时 那面城墙也被我们撞到 无数砖落下 砸到车子上 但我并没有敢停下来 只继续保持着最快的速度 往前行驶 好不容易冲了出去 却发现我们此时走的路 已经和来时的路完全不同 虽然城墙已经破开 但那条路 到底已经不是来时的那条路 来时的那条路 虽然崎岖 但一眼能够望到尽头 而此时这条路 却根本望不到边界 不过我并没有停下来 在这种不知底细的地方 停下来 根本没什么好下场 哪怕我们几个人 道行不低 却也挡不住 突如其然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直往前 不停地移动自己 咱们怕是不好走出去了 听到陈薇这话 我不由地转头 看了他一眼 老陈 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咱们可能早就在村子里面了 虽然他说的话声音不大 但车子里面十分安静 所以我和文天和两人都听到了他说的话 听着陈薇的话 我并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我们刚才所在的地方 原本没有想那么多 如今听到陈薇这话 才想起来 虽然我们停车的地方 是在立着村民的几米外 但是当时附近的风水 好像和村子里面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所在的地方 不是村子里面的话 那风水应该不会和村子里面一样才对 想到此 我不由地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真的在村子里面的话 怕是真要如陈薇所说的那样 想出去 估计还得麻烦遮挡 虽然这么想 但我并没有停下车子 而是依旧往前开 见我毫无目的地往前 陈薇和文天和不由的疑惑 宋哥 要不咱们先停下来去看看 商量一下怎么办 光这么开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得开到什么时候 开着车倒是也不影响咱们想办法 可是这样的话 车子很快就没油了 等到没油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到时候再想办法 那可就难了 文天和的话 让我不由地眉头一皱 正想说什么 一旁的陈薇突然激动地开口 宋想 文天和你们两个人看油表 听到陈薇的话 我不由地一愣 随即朝着油表看去 然后就见到上面的数字 和刚才停车时的数字 根本就没有变化 这也就说 要么车子油表坏了 要么我们根本就没有离开当时停下的地方 这一切都是假的 想到此 我不由地打了个机灵 至于为什么不考虑前者 是因为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刚才从城墙里面冲到城墙外的时候 有不少的砖块掉落在车子上 就算我们有结界 那也只是保护我们三个不受伤害 不可能保护到车子上 但车子上并没有损毁 而这种种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刚才所发生的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至少不是现实中的 想到此我不由地快速刹车 掉头朝着刚才停的地方开去 肃想 你有办法了 先回到咱们刚才停的地方再说 听到我这话 陈薇和文天和两人没有反对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件事 回不去了 找不到我们之前所停在的地方 也找不到那个长寿村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出也出不去 回也回不去 陈薇则是没有怎么说话 在发现找不到我们之前所停的地方后 便拿着罗盘不停地计算 我则是一边开着 一边动用星辰之力 寻找方向 但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压制着 竟然没办法使用星辰之力 身体里面的九颗本命星辰全部暗淡 没有一颗能够使用 好在陈薇对风水八卦都有一手 很快就将出路算了出来 老宗 朝着东边开 开八百米 只要能够开出去 咱们就能够移开 我点了点头 便将车子掉向了东边 但走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出路 文天和在旁边不由地急躁起来 陈薇 你是不是算错了 这哪有出路 还八百米呢 这都开出好几里地都没有看到出口 我说的八百米是真的走出去八百米 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没办法真的离开 要是能够离开的话 我们也不会被困这么长时间 再等几分钟 画像显示很快就能够出去了 见成为如此笃定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专心地开着车子 大约等了七八分钟的时间 一声鸡鸣突然传来 使得我们几个在车子里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震了震 只是一个恍惚的功夫 在抬眼又发现外卖的路 已经不再是骂无边际 也不再是黑漆漆的 而是成了长寿村村里的场景 我们此时就在之前看到的那条 往村里去的村道上 看着不远处写着长寿村 我踩上油门就往里开 但动作却被陈薇拦了下来 我疑惑地看向陈薇 我一愣 看了一眼写着长寿村的石碑 又看了一眼陈薇 见陈薇并不像是开玩笑 而且很有信心的样子 我也没多说 直接点了点头朝着他所说的方向开去 虽然有些疑惑 但对于陈薇的能力 我还是十分相信 至少他的补算能力要在我之上 不得不说 陈薇的补算确实强 说八百米就八百米 只不过陈薇漏算了一点 八百米外有很多人围着 也庆幸我们开得不算快 否则非得撞出人命 尽管这些人都很古怪 但我能够看到他们生死簿上的名字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有阳述的 真要在我们手上出事 那这业障可就非一星半点了 停下车的时候 我拍着胸脯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看着那些直勾勾盯着车子的人 我转头看向陈薇 老陈 你这八卦虽然靠谱 但人可不怎么靠谱啊 陈薇尴尬地善笑了两声 要动手把他们控制起来 怎么先冲出去再说 文天和在旁边迟疑说道 我有些犹豫 但想着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便对着文天和点了点头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3集 虽然本来也没有想着成功 但真看着那些人在文天和施展术法后 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还是忍不住心里惊讶 相比较陈薇在补算上数一数二 文天和控制人的能力 也是练得炉火纯青 毕竟是养尸的 从小学了最多就是控尸控人 但眼下这些人一点事情都没有 看着那些人拿着家伙事朝着我们走来 我心下一沉 道了一句坏了 然后直接启动车子 就往里面跑 怎么去哪啊 甭管了 先躲开这些人再说 那些人看起来并不像圈子里的人 也不像是练武的人 而且其中老弱病残还占了多数 但在我开着车子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这些人速度极快 如果我开车的速度慢一点 估计这些人真能把车子给拦下来 开了好半天 我才带着陈薇文天和 躲开那些人的视线 文天和叹了口气 就算这地方再偏偏 也是在村子里面 被找到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那咱们就弃菊宝帅 将车子扔在这儿 调虎离山 好主意 下了车 我们就往另一个方向走 因为要注意那些村民 有没有往车子那儿去 所以我们并没有走远 只是施了些竖法 掩去了我们身上的气息 等了有半个多时辰 我们才看到 之前拦着我们的人 朝着车子的方向走去 看着那些人离车子越来越近 我对陈薇文天和两人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赶紧绕着离开 朝出口走 但因为往那个出口去 只有一条路 所以尽管我们已经尽量绕路 还是要和他们有一段之间的交集 因为身上都贴着隐身符 本来以为就算是有交集 也是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但没想到我们刚走近 就被一个小孩子发现了端 听到那小孩喊 这儿有几个人 我们都是吓得一愣 随即就见其他人 也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见他们态度不对 我们三个直接连忙 朝着出口的方向跑 虽然我身上的力量 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 但也不是凡人可比 倒是不怕被追上 文天和和陈薇两个人却不行 尽管他们倒好也不低 但还是很快被这些人追了上来 看着那些人将陈薇和文天和两人围了起来 我连忙转身朝着他们跑去 趁着那些人没有反应过来 我拽着两人就跑 我一边跑 一边将梁天池拿了出来 然后是以竖法 将陈薇文天和两个人 全部送到梁天池上 让梁天池带着陈薇文天和两人 直接飞出去 只不过这样一来 我的速度就变慢了很多 因为我既要控制梁天池的方向 又要施展星辰之力 大半注意力都放在陈薇和文天和两人的身上 不过 我还是在那些人追上之前 将陈薇和文天和两人都送了出去 这个时候 我离得出口 也只剩下百十米远 但那些人已经围了过来 看着那些人神情一个比一个凶狠 我不由地皱了皱眉 这些人的样子和生死簿上的描述 完全不相同 生死簿上虽然不会描写每个人的性格 在去世之前也不会出现生平 但却有每个人的运道 而眼前这些人完全不符合上面写的 毕竟运道也是一个人的善恶本性 所以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眼前这些人的行为和生死簿上所写的根本就是完完全全两个人 没有一丝符合的样子 至少这些人里面大半都是不符合 而符合的那些运道也都不怎么好 但眼下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离开这诡异的地方 我看着这些人越来越近 正快速地想着怎么办 就听到一个半白老头说道 说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不好意思各位 我想大家应该误会了 我们并不是想要干什么 只是不小心闯入了这里 你们放心 我马上离开 说着我就想往外走 但旁边的男人却是直接流出了缝隙 然后对着我说道 我们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从村子里面拿走什么东西 既然进来了 就别想活着出去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一顿 虽然本来觉得这个村子古怪 但却并没有觉得哪里古怪 而眼下这个男人说的话 却让我能够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村子里面 有了不得的 甚至是值得上百名村民守护的东西 我抬头对着男人说道 先生 你看我现在这里一个人在这站着 车子什么的都在村子里面 我怎么拿东西 而且村子里面也没什么好拿的呀 我洋装鄙夷不屑 环视四周 其中一个小年纪的 听我说到立马不满 我们村子里的水 可是能够让人 闭嘴 想说什么呢 还没说完就被刚才我说话的男人呵斥了回去 不过话虽然没有说完 但重要的事情却是说完了 水 看着众人目光都在那个孩子身上 我没有摩擦 直接找好机会朝着门口冲了过去 当然 在冲出包围的时候 也打伤了两个人 虽然是普通人 但到底只是打伤 而且还是对方先找得差 我倒是也不怕 路上因果业障 离开村子 我便对着早就在不远处 等着我的文天河和陈薇说道 快跑 他们两人听到我的话 连忙跟着一起跑 正跑着 就发现旁边的文天河突然慢了下来 正想问怎么回事 就发现村子里面的人并没有追出来 看着后面除了文天河一个都没有 我拽着陈薇也停了下来 文天河见我们两个停下 跑过来说道 那些人不是不能出村子吗 听着文天河的话 我又看向村子的方向 果然 见之前围着我们那些人 正在出口围着 我皱了皱眉 并没有多看 只看旁边的文天河说道 走吧 还有事情要办呢 文天河和陈薇点了点头 文天河看着我 咱们车子都没了 接下来 怎么去啊 光靠两条腿 那得走多长时间 你傻呀 非得靠两条嘴走路 不能再找个车 咱这人生地不熟的 上哪找车 不现实吧 他们没有车子 但是有人有啊 我看着两人意味深长地 说了一句 文天河很实不解 陈薇倒是猜了出来 宋相 你说的该不会是夏组长吧 夏组长虽然落魄 也不受特殊部门的待见 但到底表面上还是过得去 比咱们几个人 可要强得多 这点和钱没关系 有没有能力 没有关系 主要是夏组长 接管了善云的特殊部门小组 车子什么的 早晚都有 和我们这些赞助在这里的自然不同 文天河恍然大悟 我也没有再多说 直接拿出手机 和夏组长沟通 打了一会儿电话 对方才接通 喂 对方好半天也没有回应 我只能继续喊道 夏组长 再往夏组长 喂 最后一声落下 就听到手机里面传来光当的声音 不知道什么东西落地了 但夏组长一直没说话 想到我和陈维文天河之前遇到的事情 我不由得心里一沉 夏组长那边 该不会也出事了吧 想到这儿我就要挂电话 准备过去看看 对面手机却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但并非是夏组长 而是夏组长的手下 也是之前和许涛他们一起过来的一个人 虽然没有怎么说过话 但我记忆力好 倒是记住了对方的声音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4集 对方一直微微微个不停 我连忙回应 询问夏组长的下落 宋先生 夏组长他不见了 虽然早就有预料 对方可能会遇到危险 却是没想到竟然直接不见了 听到这句话 我连忙询问对方 现在所在的地址 然后便挂了电话 直接带着文天和和陈薇离开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的路 我们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便快速地前往夏组长 几人所在的地方 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之后 我们就发现四周满水阴气 一下车 村子口站着几个人便朝着我们跑了过来 这几个人不是生人 都是之前和夏组长一起被调到 扇云县特殊部门的人 只不过比起当初几人 对我们的鄙夷和不屑 此时倒是多带上了几丝恭敬 不得不说这几人都是能屈能伸 倒是比徐慕荣等人讨喜上几分 对方没有再像当初那样 我们也没有在追究之前的事情 点了点头 对着几人询问夏组长失踪的事情 夏组长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在哪失踪的 是凌晨三点的时候不见他 仔细说说 男人点了点头 然后便开始讲述起来龙去脉 原来这村子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事情 气韵封印很顺遂 是在他们离开村子时才发生了不对劲 当时我们正往外面走 顺便说了一下要去的地方 因为当时说得比较认真 所以直到说完 我们才发现组长一直没有说过话 再回头就发现组长已经不见了 发现的时间就是凌晨三点 地点就在那村子口的地方 男人指了指后面的村口 我点了点头对着几人道 然后你们没有寻找到他的下落吗 一直没有说话的女人开口道 怎么可能啊 我们把这附近都找了一个遍 包括村子里面 可夏组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点痕迹都没有 确实一点痕迹都没有 另一个男人也是附和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只是看向文天和和陈薇两人 询问道 你们觉得呢 我看问题还是出在村子里 我和文天和想的一样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再进村子里面走一走 话刚说完 刚才说话的女人便开口道 村子我们已经搜查过一遍了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夏组长就是在这附近失踪的 那肯定是要从这周围寻找 可是都已经找过一遍了 什么都没有发现 再找不就是浪费时间吗 我说这位女士 找过没有不代表没有问题 如果几位觉得我们浪费时间 大可以去其他地方搜查 我们并不强迫你们和我们一起 我点了点头 表示陈薇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 看我们如此 女人脸上满是不满 对着陈薇拟了半天 没有说出话来 倒是女人旁边的先手男人皱眉道 几位说话 何必如此强硬 苏音也没有恶意 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好了 苏音徐周 你们两个都耍说两句吧 对方的本意是不想让 另外两个人跟我们起冲突 但奈何 那两个人根本不领他的情 不仅不领 那个叫徐周的 还觉得对方是在向着我们 气得男人也懒得再多说 徐周见男人不再说话 便对着我们说道 宋先生 这样吧 我们兵分两路 你们去村子 我们去别的地方如何 徐周 你到底想干什么 宋先生现在受我们的盟友 不是敌人 陈乔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什么时候说宋先生是我们的敌人 我只不过是想兵分两路 更快找到组长罢了 我觉得这位徐先生说的有道理 就按照他说的吧 本来以为那两个人是聪明人 眼下看来 发现还不如徐桃几人 像徐周和苏音这种人 跟着一起 只会是累赘 不如分兵行动 各走各地 轻松一些 说完之后 我也没有再啰嗦 直接对着陈薇和文天河两人使了个眼色 大踏步朝着村子里走去 在我们几人离开后 陈乔也快步跟上了 苏先生 您别生气 他们两个是没有恶意的 只是担心下组长 听着陈乔语气里的交集 我摆了摆手 对着他们说道 你放心吧 我没有介意 不过因为他们两人有意见 就拒绝合作 听到我的话 陈乔眼中带着一丝惊讶 宋先生怎么知道我合作的事情 夏组长这个人一向谨慎 如果不是十分信任你 是绝对不可能将自己的手机 交到你的手中 从接听电话的那一瞬 我便知道 这个人就是夏组长的心腹 俗话说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既然是心腹 那合作的事情 对方必定会和陈乔讲 虽然不一定讲得详细 但肯定会说出一些 毕竟之前刚见面的时候 我们几人都闹得很不愉快 如果不提醒的话 很容易会闹出矛盾来 陈乔恍然 随即又说了一下当初的事情 对我们几个人道了声歉 其实我们当初并不是想那样的 只是想让徐涛他们放松警惕 让他们能够放心地 将我们丢在扇云县城 才会如此的 想到之前夏组长说 我倒是不怀疑他话里有话 只是对着他问了一个问题 如你所说 徐州苏伊两个人 也是被防备的人之一 没错 我们这几个到了扇云县城 都是被防备的 再说白一点 就是被榨干价值 等着处理掉的废品 说到最后两字的时候 陈乔的语气里 带着一丝冷意和杀气 你们组长和我说过一些 可既然如此的话 那徐州苏伊他们两个人 怎么看着和你们 好像还有些过节的样子 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抱团取暖才对 但是眼下 这几个人好像并非如此 虽然那两个人表现得 好像很关心夏组长一样 但眼里偶尔却流露着一丝幸灾乐祸 听到我的话 陈乔不由地沉默 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可能这两个人脑子有些问题吧 竟然会觉得 如果我和夏组长不在了的话 他们能够上位 陈乔这话不由地让我一愣 不等我说话 旁边的文天河已经吃笑道 果然有病 都被流放了还想着这些 真是病得不轻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 陈薇疑惑地说道 可是既然你们都了解 这两个人的性质 又为什么还要留着他们呢 对于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很明白 按照夏组长的性子来说 这样的两个人 应该早早地处理掉才对 毕竟这种脑子有坑的人 容易招惹祸断 留着只会牵累自己 我们本来是想等一段时间 再解决的 毕竟我们都是刚来善云县称 要是早早处理的话 很容易引起上面的注意来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 只是又说起他们从村子离开的时候 几个人的状态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5集 听到我这样问 陈桥一顿 随即犹豫地问道 宋先生是怀疑这件事情 和徐州苏英两个人有关系 听到这话我也没有否认 淡淡说道 只是有这么个疑问 虽然徐州苏英两个人 看起来脑子有病 但是能混进特殊部门里的人 不可能一点脑子都没有 如果那两个人真的想要除掉你们上位的话 倒还真是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这种地方 谁也插不到他们头上去 我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如果徐州苏英两人 确实想要把陈桥 夏组长都拉下马 自己上位的话 那很有可能无疑是最大的 闻天河说完后 陈桥没有马上接话 一言不发的沉思 见陈桥如此 我们几个人也没有再说其他 我一边打量着四周 一边小声地和陈薇说道 老陈 你看这边风水有没有问题 我总觉得风水不太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什么问题 四周的风水看起来很正常 但又有细微的诡异 陈薇点了点头 拿出罗盘 我没有再打扰他 拽着闻天河向旁边走去 刚走两步就听到 陈桥带着怒气惊呼 我和闻天河疑惑地看向陈桥 陈桥大步地朝着我们两人走过来 看着我们两人说道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真的是苏茵和徐州他们两人搞的鬼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村子 这是一座阴宅呀 什么 我之前调查过这边的村子县城 根本没有什么柳家河 只有一个柳家坟 是徐州后来说我漏查了一个地方 当时我和组长 虽然觉得徐州苏茵两人不老实 但想着他们那个性子 不像赶在这么大的设计上做手脚的 就没有多想 倒是我们低估他们了 陈桥话落 不远处的陈薇就喝道 没错 这确实是阴宅 陈薇一边说 一边朝着我们走过来 这风水看起来很好 能避佑后人 又能积攒福运 实则这一切都需要以气运交换的 听到这儿 我心里面明白了大概 风水一般以改动四周环境为主 再加以玉石骨丸等物件 辅助改善整体的风水 虽说气运家的地方山水更养人 但绝对不会消耗气运 难怪一直觉得不对劲 没有察觉出来 原来是因为用了气运 这样一来 我倒是能够猜测夏组长 为什么会失踪 苏茵和徐州两人到航并不特别高 虽然进了特殊部门 但至少没有夏组长到航高 不可能起正面冲突 所以想借着村子 把夏组长留下来 也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借刀杀人 用气运风筑破坏风水 然后逼阴宅里的东西出来找麻烦 偏偏这一切都是由夏组长下令 徐州和苏茵两人 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 事后就算想要找两人 那也找不到 想到此 我不由得暗暗给苏茵徐州两人鼓了鼓掌 这两人脑子有病吧 却都比谁聪明 毕竟这种法子 也不是谁都能想得出来的 陈乔听完我们话后 不由得再次攥紧了拳头 这是小乔他们了 先不要想那么多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将夏组长给救出来 虽然我们已经能够确定夏组长在村子里面 但是这村子不小 咱们去哪找啊 苏茵之前说那次搜寻我也在 确实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地方 要不咱们去找苏茵徐州两人 把他们抓起来暴打一顿 听到这话 闻天河砸了砸嘴 我则是笑了笑 虽然这件事情 起因在苏茵和徐州两人 但他们并不是阴宅里的东西合作 他们只是将那阴宅的东西引出来而已 也就是说 这阴宅里面的东西 到底会将夏组长弄到哪儿去 会是怎么样 也是个未知数 不仅我们不知道 他们两个主使者也不知道 就苏州和徐茵两个人 还没有到达能够和阴宅里东西 合作的水平 就算是把徐州和苏茵两人找来 那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咱们先去封印气韵的地方看一看 既然这个村子是依靠着气韵而存 那村子里的东西肯定不会轻易放过 如我所想 村子里面的东西确实没有放过封印的气韵 我们到的时候 就见着失踪的夏组长 正在挖着封印气韵所用的九寸钉 看到夏组长的身影 陈桥抬脚就想冲上去 却被我抓了下来 干什么 你看他那个样子还像是正常人吗 这明显就是被控制了 眼下上去不是找死吗 那也不能看着组长继续下去吧 当然不能就这么看着 也不能就这么鲁莽冲上去 我不怕村子里面的东西 也不担心不能够制止夏组长 担心的是动手的时候会伤到夏组长的性命 而且就算我们能够控制住力道 也难保村子里面的东西不会激怒 从而杀了夏组长 宋祥的意思是 先顺着对方的意识把气韵封印解开 将那东西引出来再说 没错 那东西既然是依靠气韵而活 那等气韵出来的时候 必定会出现在这里 到那个时候 只要我们找准时机 控制好方向 自然就不怕对方对夏组长下手 听到我和陈薇这么说 陈桥才冷静了下来 隐匿在一旁等了半天 等到夏组长将九寸钉给拔出来 用了这么长时间 主要还是夏组长虽然道行不高 但心智坚定 在将九寸钉挖轴的过程中 几次快要冲破束缚 但他冲破束缚的时间太短 所以我们想上手帮忙也不敢 每到准备动手的时候 都晚了一步 这九寸钉拔出 气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一会儿的功夫便消失得干净 如果不是早知道这地方的情况 只看现场的场景 倒还真是个正常的村子 在阴气消散没多久之后 一个粗犷的汉子就朝着夏组长的位置走过去 看着那汉子 我不由得一顿 转头就见到陈薇和文天和 以及陈薇满是不景 看他们看出情况 我也没有多说 低声说道 陈薇 等会儿你去引起那个人的注意 我们几个人去救夏组长 陈薇在我们几个人里面 是除了我之外 道行最高的 而且单论经验的话 比我们几个都要多上一心 好 说完 陈薇就找准时机 冲了出去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是极高 文天和有些眼馋地说道 宋夏 要不让我去帮老陈吧 非僵可不像是普通僵尸那么好对付 僵尸最为普遍的是紫僵 白僵 黑僵和绿僵几种 这几种僵尸有的怕光 有的怕琴 对于懂门道的人来说 都能够应付 再之后就是茅僵 非僵 确实不容易 尤其是非僵 不仅不惧怕阳光 还能使用法术上天入地尽幽明 而且他是有自己思想的 但这种茅僵 也非常难得 一万个里面也出不了一个 行程的时间 更是最少数百年 可以说是百年难遇 难怪文天和眼睛放光 他之前养的僵尸里面 最高等级的就是不惧阳光 铜皮铁骨的茅僵 但眼下还不能让文天和过去 眼下最重要的是夏组长 你要过去练僵 我这边怎么办 可就一个解咒术 有你和陈桥 那还不够啊 而且我也不只是因为想练僵 老陈一个人确实支撑不了很长时间嘛 不行 这个地方并不那么简单 文天和一顿 他向来是脑子活泛的胖子 听我这么一说 很快就琢磨其中的意思 你是说 这地方住着不止一个废家 说到最后 他眼睛都瞪大了 我看了一眼 文天和并没有给出答案 只道了句 他们离远了 咱们赶紧过去 文天和虽然想练僵 但看我如此倒也没有不满 在我开始动作后 直接麻利地和陈桥跟上 夏组长身上还带着咒术 察觉到不对劲后 就直接攻击过来 看着夏组长的动作 我心中一沉 出手的动作不快不慢 我一边压制夏组长 一边对着文天和陈桥两人说道 快 将他身上的施柱解了 本来以为控制夏组长 为夏组长夏咒的另有其人 眼下看 给夏组长夏咒的可能就是 被陈维引走的飞僵 当然 这不代表这地方只有一个僵尸 虽然没有察觉到其他的不对劲 就凭借着之前散发出来的阴气 也能够证明这村子里面 除了被陈维引走的僵尸外 肯定还有其他的僵尸或者东西 听到施柱 陈桥文天和两人都是一惊 真的是施柱啊 组长身上已经开始长尸斑了 苏先生 组长都这样了 还能救过来吗 放心 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先把尸柱解开 我们哪会解尸柱啊 差点忘了 你们跟我说的做 我一边将解尸柱的方法 告诉文天和和陈桥两人 一边用手聚集陈兴之力 输入到夏组长的身体里面 帮其快速驱逐尸毒 此时的我无比庆幸让文天和和陈桥两人都跟在我身边 如果没有他们两个 依照夏组长的情况 只有我一个人肯定是没办法救过来的 不是我没有能力 而是夏组长中尸毒的时间太长 只靠着我顾不过来 夏组长身上的尸毒是因为尸柱的存在 不把尸柱解除掉 尸毒就算除掉 也会再次渗入 但如果先除尸柱 照着夏组长身上的尸毒情况看 只怕尸柱解除掉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化为僵尸的傀儡 但是文天和和陈桥两个人 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分工合作 同时将两件事情完成 虽然文天和和陈桥两人不懂解咒 但有我在旁边只懂 倒也没有费太长时间 咒术一除 文天和陈桥两个人便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有累的原因 也有紧张的原因在 咒术和别的不一样 一旦解除步骤出现问题 咒术就会立马快速反噬 也就是说 夏组长能不能活 全看他们两个 看他们两人满头大汗 我也没有再吩咐别的 只是专心将注意力放在去毒上 这失咒存在 失毒就会存在 眼下咒术解开 自然就会清除全部失毒的时候 失咒在的时候 夏组长没有神志 也就感觉不到疼痛 眼下没有失咒控制 刚动手清除失毒 就将夏组长疼得满身大汗 看着夏组长双眼泛红 我连忙对陈桥道 快 那清心服给你们组长贴上 虚咒虽然已经破镜 但夏组长被控制了那么长时间 神志肯定不会马上清醒 这样一来 自然也就念不了清心诀 陈桥点了点头 转头就打开自己的包袱 翻找清心服 看着陈桥将清心服贴在夏组长身上 我才安心地驱毒起来 清心服只能稳住心志 并不能代替疼痛 尤其是剃骨一般的疼痛 所以等到我将尸毒全部解除掉后 夏组长已经昏了过去 看到夏组长倒在地上 陈桥连忙过去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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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他没事了 只是脱力了 苏先生 组长现在是不是就彻底没事了 没错 不过咱们没办法等到夏组长醒了 咱们得快点离开这里 好 那我背着组长 我帮你 文天和主动上前帮忙抬着夏组长的腿 看着两人如此 我也没有再多说 你们先走 我去找陈桥 文天和和陈桥点了点头 就朝着村子口跑去 我则是朝着另一边陈桥引走飞江的方向寻 本来想着陈桥的道行就算制服不了飞江 也能落个平手 没想到我到的时候 陈桥不仅落了下沉 还受了不少的伤 看着陈桥一个不注意 被甩飞到地上 我连忙加快脚下的速度 在飞江又一拳头落下来前 拽走陈桥 飞江反应得极快 刚拽走陈桥 对方就飞到了我们的面前拦着 看着飞江如此 我从包里面拿出了药 给陈桥扶下后 就直接拿着凉天尺冲了上去 迎火星宿 听火 随着话音落 一个接一个的火球 直接朝着飞江扑去 但飞江身上就跟洒了水一样 无论火球怎么燃烧 飞江一点伤痕都没有 想到之前飞江的传说 我不由得心中一沉 铜皮铁骨 刀火不入 果真不假 看着飞江带着火焰扑来 我连忙快速地躲闪 然后继续转运身体里面的本命星宿 太白星宿 天地勾连 更金剑气 一念剑斩 我并没有指着一把长剑须影能够伤到飞江 而是拖延时间 太阴星宿 阴兵过境 看着无数道身影现身 我连忙跑向陈薇所在的地方 到了一句快跑 本想着把陈薇送出去 再去封印气运 不想刚走到一半 被陈薇拦住 宋响 先封印气运 那飞江能炼化气运 再等一会儿 想封印也没有气运可以封印了 见他坚持我没有再多劝 按照现在的情况 确实越早封印越好 我点了点头 就带着陈薇朝着之前 封印气运的位置跑去 到地方的时候 就知道陈薇说的没错 气运已经比刚才少了一半 那僵尸确实能炼化气运 但不可能这么快就炼化了这么多 如果不止一个飞江呢 什么 先别说这么多了 先封印住再说 我说着 直接拿出了九寸钉 朝着之前钉入的地方扔去 然后便开始念着封印的咒术 见我如此 陈薇连忙跟在一起 刚将九寸钉钉进去 头顶的天就暗了下来 看着阴沉的天空 陈薇忍不住道 可真是怪物 快走吧 感觉气运差不多没有了 对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好 拖着 小心点 那些东西来了 我们的速度不慢 但如果那些东西都是飞江 都没有飞的话 追上来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么快 我摁了一声 一边往村子口跑 一边问道 老陈 飞江有哪些弱点 你想直接把飞江毁了 留着这些东西 只会祸患无穷 虽然已经把气运封掉 但这也不能保证 那些飞江就会消失 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还是问问文天和比较好 毕竟他就是专门养这些东西的 肯定比咱们知道的清楚多 对啊 忙来忙去 倒是把他给忘了 走走 再快点 跑到村子外 刚准备问问文天和 就听到陈桥在旁边惊呼出声 顺着他看的方向看去 就见十几个飞匠 正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我靠 这什么情况 我没有理会 直接拽着文天和 往着陈薇陈桥那边跑 快 快走 先离开这儿 虽然想直接把那些僵尸给除掉 但这也得有命的情况下 眼前显然不是最好的射击 陈桥陈薇两人点了点头 就跟着我和文天和往外跑去 那些僵尸飞得很快 没一会儿就跟了上来 陈薇一边跑一边对着我们说道 这样不行 这样他们迟早会跟上来 你们跟我过来 陈薇拿着罗盘往另一方跑去 见陈薇转向我们也没有迟疑跟了上去 跑了十多分钟 到了一片林子才停了下来 我转头看了一眼 就见原本紧追不守的僵尸 已经消失不见 我疑惑地打量这四周 然后看向陈薇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些僵尸 不来着几凶之地吗 我也是看他们在村子里面的时候 因为气运没有变而暴怒猜的 没想到还真的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能不能直接改变村子的风水 以此来消灭那些僵尸呢 反正村子的气运已经是被我们封印了 如果再将风水改变 想来那些僵尸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蹦荡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我从来没有试过 不敢保证结果 陈薇刚说完 在旁边的温天河便不满地说道 不行 这样的话我怎么练江 那么多飞江好歹分给我一个 你觉得同一个地方 同时间段出现这么多的飞江正常吗 什么意思啊 飞江虽然厉害 能使用法术 但靠的却不是气运 而是日夜精华 你再想想那个吸收气运的风水大阵 难道还看不出来这是人为的 你看哪里的风水能够吸收气运呢 所以说那些僵尸都是人为养出来的 听着文天河的疑问 我和陈薇不约而同点了点头 飞江厉害 但还没有厉害到我们今天所见的那些飞江的成果 而且 如陈薇所说 飞江南域 同一个地方这么多飞江 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 文天河的脸上露出了失望 但我还是有些不死心的问道 我看那些僵尸和自然形成的僵尸 也没什么区别吗 胖子 天上不会掉馅饼 那些僵尸看起来厉害 但形成的手段 很不正常 谁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哎呀 爸爸爸 不能就算了 以后再说吧 看到文天河终于打消心思 我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陈乔背上的夏组长 我对着陈乔说道 他怎么样 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待会去好好休息一下 陈乔听着我的话 欲言又止 看着他如此 我挑眉问道 怎么了 有事 宋先生 我能不能带组长 去你们所在的酒店住两天 为什么 你们住的地方不是更方便吗 但是还有苏州许音他们 我怕他们会再下手 那就去酒店 苏音徐州就交给我们 见我将苏音徐州两人的事情揽过来 陈乔连忙对我道谢 不是什么大事 这样 我让文天河陪你一起回去 这样一来 如果路上遇到什么 也能有个照应 文天河许是因为炼江的事情 不能进行 倒也没有拒绝 直接陈乔和夏组长一同回了酒店 几人走后 我和陈薇也没有闲着 商量了一下怎么改变风水 就直接又回到了村子 村子里面此时已经被黑色的雾气 全部笼罩住 一眼看去 什么也看不清楚 好在我们只需要在村子外围 布置风水 并不需要进去 不然的话 这将会是很大的一个阻碍 按照陈薇的吩咐 将青龙白虎方位颠倒 让主沙发的白虎抬头 压制青龙盘尾卧区 然后再将聚集气韵风口堵住 形成一个天然风水局 以毒攻堵 以煞攻煞 风水一成 村子里面的黑气浓雾 浓郁了几分 不过瞬间 那些黑气盘旋着 想要趁机钻出村子 幸好陈薇想的周全 早就把四周的出气口堵住 眼下这村子是只能进不能出 眼看着黑雾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翻腾 我和陈薇不由地提起了心 一声唬啸传出 紧接着 白虎身形就出现在村子口 看着白虎张着嘴 不停地吞噬黑雾 我和陈薇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白虎因为不停吞噬黑雾 导致身形变大 多了许多的力气 我不由地看向旁边的陈薇 照这么下去 风水不会控制不住吧 不会 我在改风水的时候 放了点东西 等白压制得差不多 阴气都吞了之后 青龙就会苏醒 我对陈薇竖起了大拇指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为了防止意外 我们一直蹲在原地防守着 并没有离开 直到到了下午 看清楚青龙苏醒 镇压白虎 硬生生地将吉凶之地 变成了伏地 而柳家河的真面目 也终于露了出来 看着一座座坟地 我摇头道 唉 可惜了 这一闹头 无论是死者还是后代 都没有什么运动 死者被强迫催化成江 自然没有入了轮回的可能 而他们的后代 也会因为死者所做的事情 承担因果 哪怕炼化气韵这种事情 不是他们自愿的 但到底是他们的所为 所以最后这些因果 还会落到他们的身上 陈薇没有多说 只是看着我 咱们走吧 走 去哪儿 回酒店 先不回去 咱们去找苏音 还有苏州他们 虽说这件事情 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们和夏组长 他们是有合作关系的 既然合作关系 那自然有义务收拾掉 想要毁掉我们合作之人 尤其是这次的事情 虽然没有针对我们 但也影响了我们的任务进度 听到我这么说 陈薇也没有反对 点了点头 便跟着我去了 夏组长他们工作的地方 既然两个人不在村子周围 那就肯定是回了 他们工作的地方 徐州两人不在 那部门也不应该 除了门卫之外 一个人都没有 虽说原本在山园的那些人 都消失在大山里面 但还有实习人员 以及文员 夏组长也和我讲过 县城的特殊部门 总体人数得有二十多 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 这地方都不应该 只剩下一个门卫 套了半天 陈薇才从门卫嘴里 套出了实话来 原来苏音和徐州 早在半个小时前 回到过这里 但只待了几分钟 便又带着剩下的人 离开了部门 也就是说 那些人都被苏音 徐州两个人带走了 听到这一话 我连忙询问门卫 大爷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监控 连文员都没有放过 肯定有问题 门卫警惕地看着我们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看监控 我们这儿的监控 只能内部人看 不给你们看 赶紧走 要是有事的话 让我们领导来 说着 那门卫就把我们推了出来 我正想解释 陈薇已经先一步拿手 砍向了对方的脖子 门卫翻着白眼晕了过去 我不由看向陈薇 这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自己的烂摊子 你自己收拾 一进门卫室 我们就直接打开电脑 查看监控 正如那门卫所说 那些人确实是由苏音 徐州两个人带走的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那些人脸上的表情 行走的动作太过统一 陈薇带着昏迷的保安进来 看到这一幕 不由的挑眉惊讶 傀儡叔 只有那两个人的道行 怎么会照个玩意儿 该不会是他们后面 还有其他人吧 我看了一眼陈薇 转头看着监控里面的苏音徐州两人 冷笑道 你们觉得如果有人在背后指使的话 他们能够筹谋出这样详细的计划吗 就算这两个人再有脑子 道行到底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后面帮忙的话 绝对不可能将事情做得如此天衣无缝 更不可能将其他的工作人员 全部从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带走 难道是特殊部门那边 察觉到了徐涛他们的不对劲 所以想和徐州他们合作来调查我们 不对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带着其他工作人员离开 还是用傀儡叔控制离开 而且如果真的是上面的人的话 那最先对付的不应该是夏组长他们 而是我们才对 这件事谁都有可能 但绝对不可能是特殊部门 走吧 咱们先回酒店看看 其他的事情 回头再说 虽然这件事情影响到了我们 但归根结底 苏英徐州他们针对的还是夏组长和陈乔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还得看他们两个人怎么说 陈维点了点头 将门卫放到门卫室里面的床上 便跟我们回了酒店 刚进酒店大门 我们两个就碰到了熟人 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起来对方是谁 是陈维先开口 对着不远处的男人大喊了一声 古大夫 我才想起对方的身份 对方转身看向我们 连忙走了过来 瞧啊 正想喊你们呢 就见着你们了 古大夫 你们来了怎么因为通知我们医生 我这老友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所以我们就没有马上通知你们 想着办完事了 到酒店之后再给你们打电话 没想到 这还没打电话 就看到你了 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放心 全都已经办完了 陈维 之前你不是一直想要见见新的天官吗 这位就是今年新任的天官 宋导友 宋导友 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好友 空剑 古大夫说完 空剑便对着我点了点头 酒文宋导友 今日终于可以离见了 空剑大师 客气了 您和古大夫直接称呼我名字就好 空剑笑了笑 没有印下来 虽然只说了一句话 但我却真真切切感受到 对方的非同寻常 双眼透彻 好像能看清最深处的污秽 喝到的话 咱们就不多说了 先看看那两个病人吧 我点了点头 道了一句请 就直接带着几人 朝牛大的房间走去 吴柴和军菜两人房间的房卡 都在牛大的手里 所以还需要先找牛大 好在牛大平常 除了买饭买菜之外 很少出去 走到牛大房间门口 只敲了几下 牛大便从里面将门打开 看到是我 牛大不由的疑惑 怎么 我侧开身子 对着牛大先是介绍了古大夫 空剑盒上两人的身份 然后才让牛大拿着房卡去开门 听到两人是来看病的 牛大连忙说道 牛大从房间里面拿出房卡来 先带着我们开了军灿的房间门 房门一打开 里面便传来 哐嚷一声动静 寻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 就见军灿四样八叉地摔在地上 但他本人却好像没有痛觉 依旧支支吾吾地说着什么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正要开口 就见空剑盒上快速地将旁边的灯打了开来 灯一打开 军灿瞬间惊叫出声 古大夫 空剑手 他这个病不能够见光 一见脑光就会不停地大喊大叫 说着牛大将灯关掉 但手还没有碰到 就被古大夫拦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我不由得疑惑 古大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大夫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就将另外一个小友也挪过来 让我们一起治疗 这样也能够节省些时间 古大夫的意思是 能够治好他们 能不能治好 还是个未知数 但我保证 不会让他们的病情恶化 至少能够让他们恢复理智 听到对方能够让 吴差军灿两人恢复理智 我也没有再多说 直接道了句好 转身和牛大一起往隔壁的房间 去找吴差 避免吴差不肯 到房间后 我们两个人就直接将其绑了起来 吴差出来 确实是十分不情愿 不停地挣扎 但到军灿房间后 他却老实了许多 古大夫 他们是怎么回事 决天如何 我们还不好说 得他治疗一波 才能够和你们信说 听到对方这样说 我也没有多说别的 毕竟张回就是两人联手治好 到了据麻烦二位 便直接带着牛大成为两个人 离开了房间 关上房门 牛大不由地疑惑 宋想 你确定他们两个 能够将吴差军灿治好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你是担心军灿和吴差 但你放心 这两个人绝对不会动什么手脚 牛大倒也没有说其他 只是点了点头 行 只要没问题就好 虽然只是找墓口 不需要进入大墓 但也难保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尤其是在这种大墓的附近 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存在 有的是山中野怪 有的是孤魂野鬼 就怕几个人查找墓口的时候 会碰上什么大东西 牛大点了点头 到了身后 我拍了拍牛大的肩膀 然后就带着陈薇一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后 我就让陈薇给文天和发消息 让文天和将夏组长 还有陈乔带到房间里来 过了好一会儿 文天和才带着两人走来 看着夏组长脸色惨白 我询问道 没事吧 身体还能撑得住 我没什么事 就是尸毒在身体里面 时间太长 导致身体有些虚弱罢了 我没有理会 直接将旁边的背包拿过来 翻找一瓶药丸递过去 夏组长疑惑地看着药瓶 这是毛山一门炼制出来的丹药 扫挽各一次 能够帮助你快速地恢复身体 夏组长看了一眼药瓶 然后对着我认认真真地 道了一声谢 我摆了白手 无所谓地说道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能够让你快速地 投入工作罢了 夏组长笑了笑没有多说 见状 我也没有再继续这个问题 而是说起苏英 徐州两个人的事情 听到苏英徐州两个名字 夏组长和陈桥两个人眼中 不由地闪过了一抹杀意 这件事情 还劳烦宋先生帮帮忙 如果只凭着我们两个人的话 怕是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将人找出来 能帮的我们肯定帮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 尽管直说 听到我这话 夏组长和陈桥直接站起来 对着我行了一礼 见状我连忙 起身拦住两人 这是做什么 虽然是合作的关系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如果今天没有宋先生 你帮忙的话 我和陈桥两个人 怕是没有办法活着 从村子里面走出来 夏组长 你们真不用如此 这件事情说到底 是因为要帮助我们封契运 才让徐州苏英两人 有机可乘 我是真的觉得愧疚 明明之前说好 要保护对方的安全 结果对方却是因为帮我们做事 差点丢掉兴 咱先别说这些客套话了 还是先说说苏英许周他们的事情 他们两个最近 有没有见过什么陌生人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他们两个 从跟着我们到 善云县城部门后 就一直挺规矩的 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一直没有对他们动手 想着如果他们后续 如此规矩就放他们一马 会不会在来的路上 就已经盯上了你们 这倒是有可能 只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更好查幕后主使了 而且我一直想过明白 苏英许周两个人 为什么在解决掉你们之后 还要将其他人都带走 夏组长和陈乔护士一 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想法 我便对着大家说道 既然事情 暂时没有办法下定 那就先等等 我又看向夏组长 这两天你签在酒店里养伤 等我们将其他地方的 七云风云完毕之后 再和你们一起 去找苏英许周他们 我没事 我可以帮你们一起 你现在的身体 虽然只是虚弱 没什么大事 但也不能再受其他的损伤 小心尾伤 就算你不想想自己 也要想想你的家人 听到我这话 夏组长一顿 到嘴边的话 好久都没有说出来 看着对方沉默 我也知道他听了进去 你放心 除了这些事情 后面还有事情 需要你们帮忙呢 不会就因为这个断掉合作 那我可就等着了 说完之后 夏组长和陈乔就离开了房间 送走两人 我又和陈薇 文天和去了金掌门的房间 却发现空无一人 心中咯噔一声 如果对方自己醒了 离开还好说 就怕对方并不是自己离开 而是被迫离开 毕竟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 金掌门都还没有醒过来 这好好的一个大伙人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那些盯着咱们的人 就算再猖狂 也不至于大白天 就将人带走吧 咱们要不先出去找找 都不知道对方 到底是自己离开 还是被人带走 怎么找 就算是他们自己离开 我们也不知道从哪找起 走 咱们先去一楼大厅 找钱太调监控 两人点了点头 跟我一起出了房间 刚走到楼梯口 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宋道勇 你们回来了 哎呀 金掌门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去你房间看您 您不在 还以为你们出去了 别担心 我没什么事情 我醒过来的时候 看你们不在 我就过来跟张道勇 讨论一下阵法的事情 啊 没事就好 金掌门 您的身体没事了吧 啊 已经没事了 对了 金掌门 有件事情需要您帮忙 宋道勇警官说 能帮的 我肯定不会推辞 那咱们回房间说吧 金掌门点了点头 但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先将张回的门关上 张回 张回他怎么了 如果张回没事的话 眼下应该早就出来了 才对 刚才只顾着金掌门 没想太多 眼下才注意到 我们在门口聊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见他出来 金掌门解释 张小悠说 还要再闭关几天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 这几天暂时不要打扰他 怎么还要闭关 张小悠在阵法上的造诣了得 短短时间内便又激发了一些东西 但还需要仔细揣摩 所以便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听到不是出事 只是闭关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我们几人回到房间 是这样的 我这两个朋友都受了点伤 想让您帮着看一下 没问题 这两位小友 将伤口的地方露出来给我看看 听到这话 陈薇文天和两个人并没有动作 而是全看向了我 见两人如此 我直接大步走到他们面前 抬手解开之前的穴位 第五百六十集 穴位一解开 两人的衣服瞬间被鲜血尽透 只一会儿的功夫 四周弥漫起了淡淡的血腥味 我转头看向金掌门 就见金掌门的脸色 已经严肃了下来 金掌门没有理会我 直接大步走到陈薇文天和两人的身边 拿出一把匕首 将陈薇文天和两人 出现血迹的地方衣服划开 看着那伤口 好一会儿金掌门才问道 这伤口是从哪来的 是之前的那个大阵里面吗 听到我的话 金掌门说道 是晒于后山上的那个蜜天大阵 是 想要致意这种伤可不容易 两位小友怕是要受些折磨 我们不怕 还想金掌门帮我们治疗伤口 我看了一眼陈薇和闻天和 掌门 如果咱们有九天玄火来治疗他们两人的伤口如何 九天玄火 嗯 怕是没什么用处 为什么 九天玄火不是能够治疗世间一切的伤害吗 这九天玄火确实是能够治疗世间的奇毒和伤口 但伤了两位小友的东西 并非凡间无事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心中一沉 好一会儿我才又抬起头看向金掌门 那需要什么东西 才能够将他们两人身上的伤口治好 必须要这几种东西全部齐全 才能够将他们身上的伤口愈合 金掌门想了想 看着我说出了几个名字 说完之后 金掌门便快速地在两人身上点了点 我不由惊讶 金掌门 你也会封印之说 不是我多事 而是金掌门使用的手段和吕成所用一模一样 偏偏吕成说这手段是吕家的独门秘书 也就是说这术法只有吕家才会使用 就连我之前能够用得了 也是因为吕成施展说法的时候 看了一遍 这才将其记了下来 金掌门 难道 你是看我刚才用术法学下来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金掌门也未免太厉害了 只看一遍 就全部记了下来 虽然这年头过目不忘的人不少 但看一遍就能学会 确实并不多 金掌门刚才封印的时候 动作麻利的 连吕成那个学了十年术法的人都比不上 金掌门看出了我的想法 等你们接触东西多了 慢慢就会发现 无论哪个门派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聊完 陈薇和文天和两人背后的事情 金掌门又询问了一下灭天大阵 得知需要封印整个江苏气运 金掌门直接道 这个事情 我们毛山可以帮上忙 虽然那些弟子并不这么争气 但大哥下手还是可以的 那就太感谢金掌门了 我们正想着该去哪找人手呢 本来我们的人手就不够 夏组长又受了伤 苏英徐州两人又跑了 人手便更加不够 如果毛山能够加入 倒也不用再担心人手问题 诶 都是小事 你们等着 我马上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 说完金掌门拿起手机走到一旁去 看着如此 我转身看着文天和和陈薇 这下可好了 咱不用担心人手了 是啊 你别看金掌门说 毛山弟子没什么大本事 但比苏英徐州这些人 可要强不少呢 有他们在 咱们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呢 我赞同地点了点头 毛山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高超的道数 但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一面 当然 这还得归功于金掌门的教导 将每个人的特征都发挥了出来 就像金汉 虽然在修道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但却是一个百事通 圈子里面的大事小事 很少有他不知道的 没一会儿的功夫 金掌门便挂断了电话 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我已经和那边说好了 让他们派几十个人过来支援 他们会直接从毛山那边向四周封印 这样一来能省不少的时间 我连忙对着金掌门道谢 金掌门却摆了摆手 哎 这件事事关所有江苏人的性命 我自然不能够袖手旁观 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需要的 就直接跟我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都没有问题 毕竟我们也是身在江苏 如今这地方出了事 我们毛山弟子一个都跑不了 金掌门放心 如果还有什么困难的话 肯定不会跟您客气 我们没有多留 将灭天大阵的事情说完之后 便离开了金掌门的房间 出了房间后 陈薇便问我接下来 要不要继续去封印气云 我看着陈薇和文天和 你们两个先回各自的房间 洗个澡 换件衣服 一身的血腥味 去哪都招人注意 就两个人现在的模样 不说会引起圈子里面的人注意 真走出去 也会吓到普通人 陈薇文天和两人也知道 自己眼下不适合出去 倒也没有拒绝 到了去 等着我们就回了各自的房间 因为要等陈薇文天和 我再没有去其他的地方 看着两人回了房间 我也回去了 关上门 就听到外面又响起敲门声 我疑惑地走到门口 打开门就看到陈薇浑身是蟹 瞪着一双眼睛 愣愣地站在门口 我张着嘴话还没有说出口 就见陈薇举刀朝我走了过来 我快速地抬手接住 将人带去金掌门的房间 我身上虽然也有丹药 但是毕竟没有金掌门那里齐全 金掌门打开门 看到我拽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连忙侧过身子 进来 先进来再说 我点了点头 道了声信 金掌门关上门 快步走过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金掌门一边说着 一边给陈真把脉 他之前跟我们经过一次墓 受了一些伤 魂魄受损 因为没有办法再进墓 所以从那以后 我们就断了联系 说到此 我不由得头疼 暗了暗太阳穴 本来想着等忙完 扇云大山的事情后 就去找一找陈真 结果事情太多 忙起来 就把他的事情 给忘了个彻底 正说着 陈薇就打来了电话 询问我在哪 哦 你先去忙风雨的事情 这里交给我 我对着金掌门道了谢 快步离开 和陈薇他们会合 出了酒店 直奔下一个地方 进行封印 刚到那个县城 我们就被一拨熟人拦下 看着那群花脸男人 文天和在旁边说道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在这里的 这些人该不会来找麻烦的吗 不知道 先下去看看再说 我一边说 一边解开安全带 对着陈薇 文天和到了具 小心点 才又将车门打开 看我们下来 花脸男人也是 往前走了走 看着众人虽然面色沉沉 但并没有愤怒不满 我心中略微放松了一些 抱了抱拳 对着为首的花脸男人 不知道各位 找我们是有什么事 花脸男人回了个礼 宋老友 我们今天来 一是为了之前的所作所为 给你们道个歉 二来也是想让几位 给我们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尽些绵薄之力 他的话让我和陈薇文天和 都是错愕 愣了好一会儿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我 说完之后 后面人群中一个人 拿出了一个九寸钉 这道七运口的位置 以往需要竖法 才能够进入地面的九寸钉 此时只因对方一个动作 九寸钉的身子就进入了大半 不等我们回过神 那男人就朝着九寸钉 所在的钉子位置走去 大鹤一身后 抬脚就是一踩 看着钉子彻底进入地面 只剩下一个黑色的钉子头 和地面平行 无论是我还是陈薇文天和 都沉默了好久 直到为首的男子再次开口 宋老友 宋老友 啊 我一愣 看了看那钉子 我转头 看向为首的男人 如果诸位能够帮我们一起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虽说已经有毛山弟子帮忙 但谁也不嫌弃人多不是 更何况 这些人钉入钉子的方法 虽然野蛮 但却是最为简洁方便 要知道 不是所有大猎的人 都能够将钉子踩到地面去 尤其是七运口的位置 更加困难 毕竟能够修炼道术的无论是我 还是陈薇文天和 又或者是毛山的那些弟子 武力值都是不低的 但没有一个人能像这花脸男人似的 踩一脚都是完事 哪怕是我这仙人 因私之主 这个武力值比花猫男人还要高不少的 也没有这个能耐 可见这些人的特异之处 虽然很好奇他们的身份 但我并没有多问 只是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众人 把剩余的需要封印的地方告诉他们后 我就带着陈薇文天和 开车离开了县城 宋高 把剩下的地方位置全给了他们 是有别的事情要做 对 去找吴秀怡和刘长松 就是你说的 你们之前第一次进墓时 失踪的两个人 没错 就是他们 去找他们做什么 文天和和陈薇两人都是不紧 我一边开车一边解释 听到陈薇筋脉进断 魂魄更是大受损伤 两人是满腔愤怒 尽管他们并不认识陈薇 实在是吴秀怡刘长松 两人的手段太过悚然 陈薇与文天和要冷静一些 还知道询问我 怎么得知刘长松 吴秀怡两人的地址 老苏 你早就知道那两个人的地址 听到这话 我知道陈薇误会了我 以为是我早就知道 我摇了摇头解释 不是 我也是刚知道的 之前只是怀疑 刘长松 吴秀怡出了什么事情 但我也只是怀疑 至于确定地址 是因为我今天 搜了陈薇的记忆 刚看到陈薇身上的伤的时候 我的愤怒并不比陈薇文天和两人少 所以便直接用了搜魂术 这一搜才发现 导致陈薇如此 还真是刘长松和吴秀怡 我让其他事情先放下 必须马上走一遭的原因 除了因为陈薇 还是因为我怀疑 刘长松吴秀怡两人在墓里 遇到了其他人或者什么事情 他们的手段 有点像是在拿陈薇做实验 和天和二代的手段颇为相似 当然 这只是一个怀疑 到底是与不是 还得亲自走一走 见见刘长松和吴秀怡两人 才能断定 尤其是在陈薇记忆里面 看到吴秀怡刘长松两个人 和之前所见到两人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长着同样的两张脸的 另外两个人 偏偏只看陈薇的记忆的话 那两人也不像是中了什么术法 或者是被人调换了脸 所以我必须走一走 无论是为了陈薇 还是为了天和二代 这也是避免刘长松 吴秀怡两人发觉不对劲 避免转移阵地 一旦两人发觉 再找他们可就是大海捞针 说来也巧 陈薇和吴秀怡 刘长松几人住的旅馆 正是之前夏组长 和他未婚妻住的地方 而且是早在夏组长和他未婚妻到来之前 几人便已经住在了里面 但可能是因为几个人很少出房间 所以我和张蕙那次来酒馆 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因为已经在陈真的记忆里面 苏查到了他们的具体房间号 进了旅馆后 我便带着陈薇文天和两人 直接上了楼顶 早在几个人来旅馆住下的时候 顶楼便被他们包了下来 所以此时我们刚走到顶楼的走廊 就被一个服务员拦了下来 先生不好意思 这里已经被人全包了 外人不可以进来这里的 我们认识这层楼的人 麻烦你通知一下 按理说服务员听到这话 应该是要去和客人商量一下 然后再回复 但眼前的服务员 听到陈薇的话 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好意思先生 那位客人没有说过有朋友到访 所以还是请你们下去 不要在这里逗留 看着服务员一板一眼 我正想动手 就见陈薇已经往前走了几步 看到陈薇如此 我瞬间想去之前特殊部门 对他门卫的手段 便没有再动作 如我所想 陈薇走到服务员后 二话不说抬起手砍向脖子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手刀 服务员竟然没晕 反倒是陈薇的手出现了损伤 既然各位不想自己走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服务员说完之后 便直接踢向陈薇 见状我连忙拿出两天尺 帮陈薇挡住 陈薇也反应过来 朝着服务员攻去 这服务员和我们之前 遇到的飞僵一样 铜皮铁骨刀枪不入 竟然没有一丝伤痕 见着使用武力不管用 我连忙将陈薇拽到一旁 我去吐住他 你们两个找准时机 上去找人 你自己能行吗 要不然我帮你吧 不行 文天和自己 没办法解决两个 文天和虽然能力不错 但是刘长松和吴秀仪 这两人可不是吃醋的 尤其是陈真记忆里面 刘长松吴秀仪比之前更可怕 就是成为文天和两人家的一起 我都担心会出意外 说完之后 我没有给两人拒绝 直接拿着梁天曲和服务员打斗在一起 看我如此 陈薇文天和两人倒没有磨蹭 抓紧时间冲了过去 我也不是吃醋的 看着服务员要朝陈薇文天和两人攻击 快速地拽住了他 这服务员的力道很大 在我抓住的时候 直接甩身 想要把我甩开 可我早有准备 在他动作的时候 直接放出了吊死鬼 将他勒住 然后又放出了焚焰鬼来焚烧 这服务员武力值虽然不低 但是到底是被控制的傀儡 并非本身懂得法术 所以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差 两个鬼配合着 很快就将其困了起来 邪魔的气息 正从这个服务员身上飘出来 我转身看着服务员 就见他的身体已经被焚焰鬼的火焰 烧成了焦炭 但仔细看的话 骨骼之间流窜着一股不一样的黑气 我分出一股星辰之力 把那股准备逃走的黑气困住 这黑气腐蚀力极强 没一会儿便将星辰之力的包裹给摧毁 但我早就有所准备 分出了好几股 在黑气损坏掉星辰之力前 其余的星辰之力直接围了过去 因为后来分出了好几股围上 倒比一开始还要结实 这腐蚀力很强 虽然星辰之力好几股 但依旧是被磨损销毁 我的目的也只是想用星辰之力 拖住黑气逃跑 然后将红莲叶火拿出来 红莲叶火的火种一直在丹田里面 想要拿出来比较费劲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的原因 我并非是死后得到阴质 虽然有阳气阴气加深 但到底是活人 在取放火种的时候还是有些麻烦 红莲叶火出现之后 被星辰之力包裹的黑气似乎感受到了危险 更加活跃 我连忙将叶火扔出 刷的一声 黑色的红莲叶火吞噬了过去 看着黑气消失 我并没有马上收回叶火 避免还有服务员一样身带磨戏之人 我直接带着火种去找了陈薇文天和 找到的时候 两人正在和刘长松 吴秀仪扭打在一起 刘长松道行比较高 一直压着陈薇的 而吴秀仪和文天和两人不相上下 吴秀仪刘长松两人面色一慌 刘长松挥了挥袖子 一股黑气 直接扑着我的视觉和袖卷来 看到四周一片黑 我连忙使用摇摇 小莉两人堵住 然后又用了星辰之力 破掉那股漆黑的臭气 臭气一散 两个人在门口的地方挣扎了起来 一个是因为被小莉勒得喘不过去 一个则是因为摇摇 其实依照刘长松的道行 只凭摇摇小莉两个是没办法控制着路 最多就压制一个吴秀仪 但奈何刘长松看我太紧张 只顾着逃跑 没有察觉四周情况 这才让小莉有机可乘 看着刘长松挣扎着脸 我回了一下手 让小莉松开 虽然趁着不注意将其控住 但是到底刘长松的道行比他高很多 想要挣脱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小莉一离开 刘长松便想要逃跑 看着刘长松的动作 我直接拿出两天去 对着刘长松大喝一声 他一心想 有名铁锁 一条细长的锁链 快速朝着刘长松绑去 不等他反应过来 锁链便已经将刘长松的手脚 全部绑了起来 刘长松挣扎着 一个亮枪倒在了地上 无怨无仇 难道你们之前偷了大墨的位置 提前下墨算不算有仇 我本来是不想理会你们的 但谁让你们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说什么 这些天都做什么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暗暗攥紧了锁链 锁链一收紧 刘长松瞬间尖叫出声 刘长松指着旁边被摇摇控制的吴秀仪 也幸亏吴秀仪被摇摇控制着没有神智 忽然听到刘长松这话 怕是要直接把对方打起来 看着刘长松满地打滚 我又将锁链收了收 因为太过用力 锁链便直接进了刘长松的骨头里面 刘长松尖叫一声后 两眼一黑 直接疼得晕了过去 但我并没有放过他 转身对着文天和说道 去帮我接盆凉水来 文天和成为两个人 早就因为陈真的事情 对刘长松吴秀仪不满 此时听到我的话 文天和想也不想 到了句号 就直接走向卫生间里 看着文天和离开 又看向被瑶瑶压制的吴秀仪 我对瑶瑶说道 把他俩放开 瑶瑶点了点头 便松开了束缚 好一会儿吴秀仪才缓过神来 警惕地看着我 我来就是想问问 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竟然能够将自己的学生 做成实验的小白鼠 好 既然是你们的私事 我管不着 那就管管和我有关的事情 我转身向沙发上坐下 然后对着他们 说说吧 那个服务员是怎么回事 拿陈珍当小白鼠 又是什么实验 还真别说 这事情和我关系不小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 将所有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不然的话 我就要使用一些非常手段了 吴秀仪跟在刘长松身边 虽然接触了不少圈子里的事情 但本身到底不是圈子里面的人 自然也不懂术法的厉害 听到我这话真以为是威胁 没有一丝害怕 一副我不说 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架势 看着吴秀仪的样子 我实在是有些不敢相信 此时的吴秀仪和当初的吴秀仪 是一个人吗 两个人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但事实告诉我 就是当初的吴秀仪 无论是吴秀仪还是刘长松 都没有被夺舍控制的痕迹 也就是说 他们并非是变了 而是本性如此 当初的模样是装出来的 只是因为两个人的眼级都很高超 才没有让我们察觉到端倪 你和刘长松合作这么久 难道他就没有提醒过你 圈子里面的人 大多都会松魂树吗 吴秀仪听到我的话 眼中闪过迟疑 但依旧没有开口 你可要想好 自己说的话 至少不得罪 可如果有我动手的话 一不小心 就会危及到你的性命 这话多少有些夸张 搜魂树虽然用不好会出问题 但并不会危及到性命 除非真的是学义不经 乱用才会危及生命 不然的话 最多也就是将人变成傻子疯子 因为搜魂树需要将自己的道力 输入到对方魂魄里面寻找记忆 所以如果师数的人道行不够 就很容易在寻找记忆的过程中 伤到魂魄 从而导致魂魄残缺 变成傻子 有些秘籍和一具白骨 秘籍上说 只要将白骨上残留的力量 输入到人体里面 就能够改变骨骼 修煮出仙根来 所以我才同意 断了陈真的根骨 毁了丹田的 我都是为了陈真好 你可真好意思说 我抬头看向旁边拿着水盆 等着的文天河 先把水交给他 让他清醒清醒 组织好语言再继续说 听到我的话 文天河二话不说 直接将水盆里的水 全都泼向了吴秀仪 哗啦一声 一大盆的水 瞬间从吴秀仪的头顶落下 将对方浇了个透心凉 吴秀仪打了个哆嗦 瞪着眼睛 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好好说话 不然的话 可就别怪我动手了 听到我这样说 吴秀仪眼中怒火瞬间消散 老实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 那本所谓的修仙秘籍 说的确实是从 白骨上提取力量 输入到人类的身体上 能够成仙 但刘长松谨慎 发现了不对劲 发觉白骨上的力量 类似阴气 这才没有直接将那力量 放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而是想着先找个人 当实验小白鼠 没想到两人一出来 便碰上了准备回家的陈真 然后 吴秀仪便起了心思 他先是哄陈真跟他们离开 然后 才又和刘长松一起 控制了陈真 至于陈真身上 为什么没有邪魔气息 完全是因为 刘长松 还没有找到 将白骨力量 灌入人类身体的办法 听完吴秀仪的讲述 我和旁边的陈维文天和两人 全都攥紧了拳头 就为了一本 没有得到证实的秘籍 生生将一个人 毁成了那样的地步 不得不说 有的时候 人远比畜生还要畜生 我深吸了口气 努力地压下心中的怒火 才又看向吴秀仪 询问白骨所在 见我询问白骨 吴秀仪的眼睛不由地闪了闪 见她如此 我拿着梁天池 指着她的脖子上 威胁道 不要想着骗我 不然我手里面的家伙 可是不会留情的 那白骨精 就是在外面的服务 听到这话 我们几人不由一愣 那白骨怎么会幻化成服务员的 你说 是 是刘长松做的 他会一种秘术 能够让白骨生肉 变成人 成为不由的惊讶 这么神奇 是挺厉害的 但归根结底 也只是亏力罢了 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 你们能放了我吧 虽然陈真的事情我同意了 但动手的全都是刘长松 我真的没做什么 你们放了我吧 我看了一眼吴秀仪 随即 直着梁天去 直接把她砍晕 我才又看下文天河 再端一盆水来 文天河点了点头 便转身接水 你说那墨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种秘籍 谁知道呢 反正有一点是确认的 事情不是什么好事情 看来善云这边的事情 咱们要加快速度了 我总觉得墨里面的东西 比咱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我说完后 文天河也拿着水盆 走出了卫生间 看着这文天河 端着水盆过来 我直接上前 接过他手里的水盆 然后交向旁边 躺着一动不动的刘长松 一盆水下去 直接激得刘长松的眼睛睁开 看到刘长松清醒过来 我也不管对方 有没有缓过神来 直接询问 刘长松 你们在大墓里面 捡到的秘籍在哪 交出来 听到我的话 刘长松不由地笑出声来 我还以为 你们真的是什么正义人士 原来也是为了 那个什么休闲秘籍而来 想要秘籍 你们就做梦去吧 文天河气得不行 几步上前直接抬脚 踹了过去 妈的 你以为我能跟你们一样不是人啊 刘长松贪婪在地上大笑着 依旧没有理会我们 见他如此 我也没有再多说 直接使用星辰之力搜索他的记忆 对于吴秀怡那种不懂术法的人 可以使用威逼利用 但对付刘长松却是没有必要 直接动手 反而可以避免对方防备 快速地搜寻完 需要的记忆后 我就直接拿着梁天池重复了刚才的动作 将刘长松直接打晕了过去 看着刘长松晕过去 成为疑惑道 怎么样 有没有查到什么东西 只看到了那本秘籍存放位置 其他的 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那怎么赶紧去找那边秘籍吧 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闻天河指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刘长松 吴秀怡他们两个怎么办 先把他俩弄到车上去 等找完秘籍 再将两人带回酒店 成为两人不约而同的点头 然后便和我一起将刘长松 吴秀怡弄到了车里 之后我们便去了刘长松 藏放秘籍的地方 这地方距离旅馆倒也不远 就在旅馆后面的树林里 听到我说的地址 闻天河忍不住择舌 这刘长松也真是够奇葩的 竟然把秘籍放到坟里面 但不得不说 这样确实会减少人的注意力 话不能这么说 放到坟里面 其实最多也就减少了普通人的注意力 圈子里面的人 可不会有什么害怕或者忌讳 真要察觉到里面的东西 肯定会直接挖走 我一边说一边拿着铲子 递给了闻天河和陈薇 行了 赶紧干活吧 陈薇两人点了点头 走到坟前 那秘籍藏得很深 直到我们将土彻底挖开 才看到了棺材上的那本秘籍 我没有马上将其拿下来 而是先对着棺材行了一个礼 然后才取出秘籍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的内容 确实如我们猜想的一般 天河二代的流程 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一样的 秘籍上面 没有写明白骨上附着的力量 是邪魔之力 只说按照秘籍的力量 放到身体里面 便可以锻造筋骨 生长鲜根 不得不说 刘长松虽然贪心 但在这种事情上 还是极为谨慎 哪怕秘籍上写清楚了如何锻造仙根 也没有拿自己练手 只可惜 他的聪明小心思 没有用到正地方 太阳星星 焚焰 火焰瞬间包裹秘籍 烧成灰烬 成为文天河两人 将其焚填好 我们又回到了宾馆 带着刘长松 吴秀仪两个人 直奔金掌门的房间 虽然我担着一个天官职位 但不代表可以控制圈中人的生死 所以解决刘长松 吴秀仪最好的办法 就是交给金掌门 金掌门是圈子里面的大佬 又是茅山一门的掌门 处理两个圈中人理所应当 不论是死是活 旁人都不会说什么 交代了刘长松 吴秀仪的事情后 金掌门也没有推辞 直接喊来了茅山的人 将两人带走 身上的魂魄 都是极大的损伤 这个事情早一开始 看到陈真的时候 便发现 要不然也不会在花莲南人 他们找过来请求 帮忙一起封印气韵之时 将剩余的地方 全部交给他们 然后带着陈薇二人 直接去找刘长松 吴秀仪算账 金掌门也看了一眼陈真 虽然他身上的伤 除了魂魄上的损伤 都是外伤 但伤得很重 所以需要疗养 等这几天忙完气韵的事情 我便带他回茅山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眼睛一亮 金掌门医术高超 到底带出来多少丹药 如果带着陈真回茅山治疗 那肯定是比现在好上不少 那他一直昏迷吗 虽然昏迷能够减轻疼痛 但是去茅山这件事情 还是需要他自己同意 尽管我们都想为了他好 可是有些事情 注定是需要自己拿主意 他现在身体经脉还没有愈合 不过你放心 最多再等上两天 就可以让他清醒过来 那就麻烦掌门了 如果说灭天大阵吞噬气韵 整个江苏茅山一派出手 是帮助他们自救 那对于刘长松吴秀怡的出手 那就是纯粹的帮忙 无事无事 我顿了顿 又请教金掌门之前说的 那几种药材 无论陈薇还是文天和 都是因为我才进的善与后山 如今出事 我怎么能置之不理 只是金掌门说的几位药材 我闻所未闻 根本不知从何着起 凤雨曾在南方的 沿江瀑布里出现过 但如今在不在 也是个未知数 至于无银水黑灵芝这些 我再打探一下 有消息我会告诉你 还劳烦掌门费心了 金掌门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陈薇文天和 虽然至于伤口有些麻烦 但目前封印伤口的术法 倒还是不会带来不变 所以你们不要太过担心 在金掌门的房间里 待了很长时间 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好不容易安心 躺了下来休息 结果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便是半夜 被急促的敲门声吵起 哎呀 谁啊 是我 宋先生 听着对方急促的声音 我连忙穿上衣服 走向门口 打开门 见到夏组长陈乔两人都在 怎么了 弯弯被他们带走了 听到弯弯两个字 我不由得咯噔一下 弯弯正是夏组长的未婚妻 虽然夏组长没有说他们是谁 但我肯定想到了苏音徐州两人 苏音徐州 宋先生 你答应过我 会保护好弯弯 我不在乎自己如何 但弯弯不能出事 你别担心 我绝对不会让他出事 我一边安慰夏组长 一边用手掐算着 在答应夏组长要保护他们两人性命的时候 我派了一个阴差 一直跟着戴弯弯 戴弯弯真的出了事情 阴差不可能不联系我 看着夏组长焦急的样子并不像作假 此时我虽然面色平静 实则心里忐忑 说好的合作 结果要保护的两个人一个接一个的出事 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好在我发出暗号之后 阴差很快给了回应 得到对方的消息后 我才彻底松了口气 我看着面前的夏组长 陈巧两人 别担心 戴弯弯虽然被带走了 但她并没有什么危险 我的人一直在跟着 如果对方想要做什么的话 她会第一时间带走戴弯弯 我的话让夏组长两人冷静了不少 夏组长看着我严肃地说道 宋先生 我虽然很想找到苏英许舟他们 但是不要利用弯弯来做这件事 哪怕她没有危险也不行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听到夏组长这话 我并没有生气 如果是张回 我也不想冒险 虽然拿戴弯弯做诱饵的决定 不是我夏的命令 但手下私自做决定 也是我没管好的原因 终归我有责任 我点了点头 到了句保证 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地方并不陌生 正是我去了几次的鬼市 对于苏英徐州两人 将人藏在鬼市 我倒是不意外 鬼市有不能动武的规矩 地方又隐蔽极深 就善云县城而言 可以说没有比这个地方 更加隐蔽的藏身之地 有阴差在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苏英徐州所在的具体位置 但听到里面的嘶吼 却让我不由地快速按住了 想要冲进去和夏组长 陈桥两个人的想法 夏组长不满地看着我 为什么不进去 我自己进去 你们两个人在外面接应 虽然不确定里面发生的事情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苏英徐州背后的人不简单 至少夏组长陈桥两个人进去 只会有吃亏的份 与其让两个人进去拖后腿 还不如直接让两个人 在外面等着 说完之后 我也没有两个人拒绝的机会 直接拿着两天尺冲了进去 一进入门内 我就见到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 那摆设和之前注射 天和二代的实验室摆设一模一样 此时实验室的台子上 正躺着一个精瘦的男人 是被苏英徐州带走的那群人之一 而在那个男人旁边 记录数据的正是苏英徐州两个 看着男人眼睛赤红不停地吼叫 苏英徐州两人不仅不害怕 反而是兴奋地讨论着 接下来的计划 又有这么多小白鼠 终于有收获了 听着苏英的话 我不由攥紧了拳头 但并没有马上动手 我还得忍 还得查看四周有没有其他的帮手 最主要的是 我想找指使苏英徐州的那个人 如果没有背后指使 他们两个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情 不远处的苏英和徐州两人 都注意到实验台上 并没有发现我 所以两个人对话还在继续 徐州看了眼苏英 痴笑道 有收获也是半成铁 想要彻底提炼出来 还得靠那个戴弯弯 什么 这些小白鼠之所以不成功 除了咱们用的方法有些不对 也是因为他们 自己太弱 撑不住那么霸道的力量 这么多人都撑不住那种力量 戴弯弯能够撑得住 那当然 戴弯弯可是天生灵体 用圈子里的话来说 那就是上好的颅顶 听到徐州的话 苏英忍不住沉默 能瞒得过这些人吗 那个人不是不在吗 咱们趁着他不在的时候 先将戴弯弯给藏起来 然后再随便找个理由说 戴弯弯已经被带走了 或者是失踪了 反正到时候无凭无据的 他也不会知道是咱们把他藏起来的 总可能因为一个人 就杀了我们吧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难道你就真的想当个傀儡 认那个人摆布吗 我 徐州的话还没说完 苏英猛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苏英倒在地上 身上满是裂痕 没一会儿的功夫 变成了一个血人 徐州吓得也是瘫软在地上 紧接着 一个一米高的男人 从门口走了进来 走路不声不响 似乎身上不带着一丝人气 也不带着阴气 幸亏我早早用了隐身符 不然这指不定被偷袭的人就会从苏英换成我 我听说你们要瞒着我什么东西 来 不如当着我的面 好好说清楚 如何 徐州待了半天 才爬到男人面前 师父 师父 这都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没有答应 师父 你要相信我 我们是一心向着你的 这么说来 那些心思就全都是苏英一个人的了 哼 没错没错 都是他的主意 和我没关系 男人没有理会徐州 只是朝着旁边的苏英走了过去 蹲在他的面前 苏英 徐州说都是你的主意 是这样的吗 苏英已经疼得失去理智 听到男人的声音 也只不过是不停地 喃喃着师父放过我 饶了我 白眼狼 老子好心好意地收留你们 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 如果我今天不是早回来了一会儿 还不知道你们有此心思呢 听到男人这么说 徐州不停地磕头 师父 师父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一心向着师父 行了 起来吧 我知道你的心是向着我的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既然他想要力量 那就将那些力量全都给他吧 徐州脚下一软 再次瘫坐在地上 徐州看了一眼苏英 然后又看小男人 眼中满是口气 什么 不愿意 没有没有 我现在就把那些力量全部输进去 说完 徐州就跑向旁边的屋子 好一会儿他才走进来 走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个足球大的油纸包 将油纸包放在实验台上 哆哆嗦嗦地打开 一个森森阴气的骷髅头展现在眼前 看着那骷髅我不由得一愣 本来以为徐州他们用的是天河二代 但如今看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 倒是和刘长生 吴秀仪两人的情况相似 想到之前徐州苏英两个人说的 注入力量时失败了许多次 我不由得恍然 看来徐州苏英 这位师傅和刘长生 吴秀仪他们一样 得到的是纯粹的邪魔力量 而非经过加工的天河二代 而且都没有掌握将邪魔力量 注入人体内的方法 不然的话 说不定实验很多次 才得到一点劲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个男人很有可能 并不是天河二代组织的人 只是像刘长洲 吴秀仪那样 机缘巧合 得到了邪魔力量的骨头 我不由得有些失望 看来还想借着这条线 寻找古墓里的老巢 没想到对方 并不是正乌子 看着徐州和那个男人 杜毅力全部都在苏英身上 我便直接使用星辰之力 将几个人全部控制住 既然和制造天河二代的老巢 没有什么关系 那也就不必浪费时间 那个男人和徐州都是 睁大了眼睛 看着我走出来 徐州张着嘴 竟然是你 好久不见徐道友 他愣了愣 夏浅和陈桥没死 是了是了 如果他们死了 你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小瑶 看个交易如何 听到这话 我不由挑了挑眉 什么交易 听刚才的话 想来小友今日这一出 是因为我这两个不懂事的徒弟 我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激化 见我如此 男人也没有表现出不满 既然如此 不如我将我这两个徒儿 送以你处置如何 你放心 我这个人向来说到做到 绝对不会事后找茬 得知男人打的这个主意 我忍不住吃笑 我看了一眼旁边 满是不敢相信的徐州 一网打尽 不是更好吗 小友不要太过分 听着男人语气中满满的威胁 我不由得冷笑 就是过分了如何 说完之后 我便放出三鬼 直接解决了几人 没有直接解决刘长松 是因为陈真虽然受了伤 但并没有闹出人命 况且除了陈真之外 两人也没有害过其他人 加之我是阴私之主 这才不好对刘长松等人动手 但眼前这几人不同 这几人为了提取纯粹的力量 已经祸害不少人 至少夏组长手底下 二十多口子人 没有留下来多少 仅剩的几个 也都是人不人鬼不鬼 唯一完好的 也就是夏组长的未婚妻戴弯弯 解决完几人之后 我就带着戴弯弯 还有活着的几个工作人员 去找夏组长陈巧两人会合 看到戴弯弯 夏组长一把抱住 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看向我 宋先生 我之前语气不好 还望您见谅 不是 这件事说起来 确实有我的责任 不过你放心 这种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出现 我相信你 你和夏组长先带人回酒店 我有些事情 要等一会儿才能回去 宋先生 要不让陈巧陪着您吧 我自己带着他们回去就可以啊 没事 我自己就可以 你让陈巧陪着你 见我坚持 陈巧夏组长两人没有再多说 到了一句小心便直接带着几个受伤的人和带弯弯 朝车子走去 看着几人开车离开 我转身向另一方走去 七拐八拐 找到了一条寂静无人的小胡同 看着他如此 我不由得皱眉 你直说就是 赵立顿了顿 随即开口 这鬼市确实有问题 难道这件事情和阴丝有关 如果只是单纯的有问题 赵立不至于如此纠结 听到我这话 赵立艰难地点了点头 你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大 其实这件事情 和黑白无常他们有关系 他们两个不是早在阴丝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说起来黑白无常之所以会死 还有我的一份功劳 所以此时 听到赵立说鬼市里面的情况 和黑白无常有关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 赵立点了点头 老大 我没说话 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的气息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 此时他们的修为 应该比在阴丝的时候高出来不少 见赵立不像说谎 我不由地沉默 那他们为什么要建造 相似的望川奈何桥 其实在听到赵立说 黑白无常真的没死的时候 我便有了猜测 但我期待着 赵立对我说不是我想的那样 但很快赵立的话 却把我的梦想给打了个稀碎 因为他们想要建立一座阴丝 听到这话 我直接一拳枪在了旁边的墙壁 墙壁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看着赵立 那座阴丝完成了多少 一半 听到这话 我再次攥紧拳头 呼吸也是急促了几分 能不能查到他们的踪迹 有些难 老大 你也知道他们背后 都有哪些东西在撑腰 这实在是不好找啊 我明白 不着急 你们慢慢来 只要在阴丝建立完成之前 找到他们就可以 好 我知道了老大 这件事 你尽量不要和阴丝的其他人说 由你自己去做 钟馗大人他们也不能说吗 尽量不要说 倒不是不信任钟馗和东夷之主既人 而是怕阴丝里面还有黑白无常的内应在 听到我这样说 赵丽也没有再问其他 直接点了点头 便告辞离开 赵丽离开后 我并没有马上回酒店 而是去了鬼市的拍卖场 虽说金掌门说过会帮忙打听 治疗陈威文天和两人的药材 但也不能依赖金掌门一个人 我倒是不指望一个拍卖场 就能够凑齐几位药材 只是想着借用鬼市的拍卖场 像是发几个任务出去 拍卖场并不只是用来拍卖东西的 还可以发布任务 俗话说 人多力量大 只要我给的东西足够 就不怕没有人来帮我寻找 全都做完之后 我才又回到了酒店休息 因为半夜折腾一遭 这一觉 我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才悠悠短醒 醒过来之后 毛山弟子和花脸男人们 全都聚集在金掌门的房间里 过来金掌门房间的时候 看到这乌泱泱的一片人 我还有些愣着 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气运都封印完了 按道理来说 哪怕增加许多人 一天的时间 也不应该能封印完 全部的气运才对 他们也是刚回来 从昨天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休息呢 听到这话 我不由的惊讶 还有些不好意思 人家如此努力的 帮我们封印气运 而我们几个 却全部在房间里 呼呼大睡 我正想说什么 花脸男人中的老大 已经先开口 帮你们也是帮我们自己 江苏如果有事的话 我们这些人 谁都跑不了 话落 其余的花脸男人 也是不由的点头称事 看着众人如此 或不由的 心中划过了一片暖流 各位的相助之请 宋响定铭记于心 宋道又不必如此 就像刚才老大说的那样 帮你也是帮我们自己 如果江苏真的有难 我们谁也逃不了 对啊对啊 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们都现在还不知道 江苏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呢 毛山弟子虽然没有开口 但也在不停地点着头 看着如此众人 我不由的意识羞愧 毕竟灭天大阵 是我的责任 如果我没有想着 当初用灭天大阵 来吞噬古战场 灭天大阵就不会启动 至少还能安稳一段时间 金掌门却掀我一步 宋道友就不必谦虚了 不过大家也不要客套 咱们还是该商量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看了一眼金掌门 见金掌门点头 便对陈薇文天和说道 你们先带着毛山和花家弟兄们 去餐厅 然后开几间房间 让他们好休息一下 不行的话 就直接将咱们所在的这层楼 全部包下来 陈薇文天和点了点头 然后便对着毛山弟子 和花脸男人说道 各位 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大家应该都饿了吧 咱们先吃饭 毛山弟子和花脸男人们 都没有马上映下来 而是看向金掌门和花家的老大 见两个领头的点头 众人才道谢和陈薇文天和两人离开 看着陈薇文天和带着众人离开 我马上关门对花家老大说道 咱们先坐下 然后细说 两人点头 转身走向沙发 见二人坐下之后 我便坐到了两人的对面 开始讲述灭天大战的详细情况 其实这些事情 本来不应该和花家的人说 毕竟对方不是很了解 可以说 在遇到花家人之前 我们都不知道圈子里面 还有这样的一类人存在 但如果对方以后 能够像封印气韵一样 继续尽心尽力地帮忙的话 这倒不是不可以 毕竟多个人多分力量 我对着两人说道 依照我的想法 是等气韵封闭完后 再去一趟善云后山 看看情况 然后再做决定 灭天大战太过危险 气韵全部封掉 我们也不能够轻举妄动 必须一步一步地小心为上 听到我的建议 花脸男人和金掌门沉默了许久 好一会儿 花家的老大才说道 宋道友 我希望您如果不嫌弃的话 下次上山的时候 能够喊上我们 倒是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能够尽一些绵薄之力 送上门的立功 我当然不会放过 我连忙对着花脸男人说道 当然可以 说完之后 金掌门也说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对着金掌门和花脸男人说道 既然二位都想参与 那等我们定好时间之后 便通知你可好 虽然气韵已经封印完毕 但也不能够草率上山 谁也不知道 灭天大镇在气韵封印完毕后 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秉持着谨慎为上的原作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上山之前 询问一下 钟馗和东夷之主他们的意见 同道了一句 可以等 见两人误会我 也没有解释 只是点了点头 答应了一声 如果解释的话 就必须得将 钟馗参与的事情说出来 到时候 说不定还会扯出我的身份 只会越解释越乱 还不如就让两人误会着 聊完之后 我就带着两人去餐厅 找陈薇文天和他们会合 吃饱喝足之后 我本来想让陈薇带着众人回去休息 不曾想 无论是花家的人 还是茅山的人 都拒绝了我的提议 宋导友 我们就不麻烦你们了 而且我们还有事情 所以就先告辞了 至于上山的事情 咱们就再联系 听着大家这样说 我也没有办法再多劝 只能客客气气地将人送出酒店 花家人离开后 金掌门便也带着茅山弟子们 过来跟我道了别 听到金掌门要离开 我不由得惊讶 掌门 您不再多住几天 唉 不了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查看 善云后山的情况 眼下 事情已经知晓 我便也没有了留下来的必要 而且 陈真的状况 很不好 这孩子留在这儿太长时间了 恐怕 对其不好 我转头看向陈真 你想好 跟着掌门去茅山了 宋下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估计我现在早就已经密散皇权了 咱们之间没有必要说这种客套话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看 等我养好伤后 就回来找你 到时候你可不要嫌弃我 如果到时候 你还想进这个圈子的话 再联系我 陈真 应了一声 没再多说 看我们聊完 金掌门便对着我拱了拱手 直接带着众人离开 看着金掌门带着众人离开 我转头看向陈维文天和两人说道 走吧 再回去休息一会儿 虽说灭天大阵的事情还没有完 而且此外 还有一些琐碎的事情 但到底不至于像之前那样 可以好好地睡一个觉了 刚想走便被文天和拦住 我疑惑地看向文天和 文天和也看着我欲言又止 看着他如此 我不由地挑眉 怎么了 有话直接说 磨磨叽叽地干什么 文天和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陈维 然后叹了口气 我得走了 文天和的话 不由地让我和陈维两人愣住 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 是了 按说拿到东西的时候 你就应该回去 现在确实不能拖了 文天和来善云 是因为要拿回鬼皇子手里的东西 本来在拿到手的时候 就应该离开 不过看我和陈维两人忙不过来 才主动留了下来 如今 这灭天大阵的事情已经稳定 自然也就到了文天和回去的时候 虽然文天和打着拿到鬼皇子 宝物修炼的名号 相处了这么久 他早就已经交了十点 之所以要拿那东西 是因为有其他的用处 那东西关乎到所有养食人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 文天和还能扛着压力 留下来这么久 实算是够义气 想到此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玩完家里的事情之后 再回来 我们等着你 我倒没有多少不守 毕竟 他和陈薇身上的伤口 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药材质 迟早都要回来解决 陈薇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一点没有多说 只是跟我说完之后 道了一句 让他有什么事情 尽管联系我们 放心 有什么事情 我肯定会联系你们 我也会尽快解决家里的事情 再来找你们会合 那你是现在走 还是等会儿走 要不要我开车送你 不了 我自己走就行 虽然说不用送 但我和陈薇两个人 还是将文天和送出了老远 然后 才又回到了酒店里休息 这一觉睡了很长时间 直到自然醒过来 我才起身 收拾完之后 我便离开房间去了趟阴司 寻找中奎说的灭天大阵 没想到阴司到了之后才发现 中奎有事离开了阴司 剩下了东夷之主 东夷之主立马把我摁在了主座上 既然你回来了 那这些需要处理的事情 也就都交给你了 不过你放心 我也不是那种什么都不管的长辈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来找我问的 说完之后撒腿便跑 等我缓过神来 对方早就没了影子 看着一堆文件 我不由得抽了抽嘴 中奎不在 东夷之主又跑了 我也只能拿起笔来开始查看 看到各种文件 我的眉头不由得越皱越深 虽然早就知道阴司里面 还有不少的蛀虫 真查起来才发现 这蛀虫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尤其是十八层地狱的情况 早在十几年前 十八层地狱镇压的鬼怪 便已过败 如今却只剩下几十 有一半都离奇失踪 镇压的鬼怪 和普通被罚的鬼魂不一样 被罚的魂魄 经历十八层地狱 还可以重新入轮回 只需要查看 其身上的业障程度 来判定投入到哪个道理 但被镇压的鬼怪不一样 能被镇压肯定是祸害一方 每个道行都有一个堪比的阴帅 或者阎罗王 所以无论这些鬼怪 都是被天外邪魔带走 还是流落到人间 都将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这还只是这些文件中的问题之一 看着那一份份被带着各种问题的文件 我不由得揉了揉太阳穴 这么多事情 也难怪钟魁会忙得脚不沾地 虽然发愁 但我还是认认真真把一份份看完 然后又将出现的问题 全都张罗到了一张纸上 等到文件全部看完 罗列的问题已经密密麻麻填满页面 不知道东夷之主 是一直暗中观察还是粗巧 在我看完文件没多久 它便出现在了阴天字殿 东夷之主笑呵呵凑到我面前 怎么样 你是故意让我看到这些的 不是我故意让你看到这些的 而是我和钟魁这些天看的都是这种东西 虽然早就预料到 但真听到对方如此说 还是有些复杂 我不是想要怪你 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目前阴思很需要你 我和钟魁虽然能够帮你看着 但有很多问题 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能够做下主的 真正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只有你 说完 东夷之主不由地点了点案桌上的文件 我知道 但眼下发生了不少事情 我必须得将这些事情处理完 才能安心地回来处理这些东西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不怕别的 我只怕你回来的时间不定 这段时间辛苦你和钟魁了 如果不是你们在 我自己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如果没有东夷之主和钟魁两人帮衬着 哪怕没有阳间那些事 只有一个阴思 我也是忙不过来的 全人收了 怎么不先选出十大阎罗来 如果把十大阎罗选出来 那剩余的阴帅也好 判官阴差也罢 也都可以交由各大阎罗来决定 这可比一个一个挑选要快得多 东夷之主听到我的话有些僵硬 怎么 不对吗 对于阴思的事情 我知道的只限于东夷之主 钟魁他们和我说的 所以此时看到他如此 我便以为 是我说的有问题 东夷之主犹豫了好一会儿 才看着我说道 那个 其实十大阎罗 没有你想的那样好选的 我不由得疑惑地看着东夷之主 十大阎罗的人选 都是定好的 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我记得你们说过阎罗散去之后 新的阎罗便会出现 就算是定好的 阎罗都已经消失这么久 新阎罗也便要出来了 东夷之主笑了笑 对我说了一句 让我五雷轰顶的话 那个 阎罗消失后 新的阎罗确实是会出现 但每个阎罗出现 都需要近百年的时间 所以眼下可能没有办法挑选出来 那个 不过你 你可以挑选阎帅判官什么的 除了阎罗之外 都可以的 听着对方的话 我不由得抽了抽嘴 好一会儿才消化掉 我对着他竖了个大拇指 哼了句你们可真是好样的 便借着他理亏心虚机会 讨之夭夭 回到酒店后 我便进了房间休息 虽然阎罗和阎间时间一致 但文件 数十看了上百份 此时我看起来还很清醒 可脑子里 装的全是各地界面的事 一会儿是夜城鬼怪流失 一会儿是那个城出现暴乱 要么就是有多少恶鬼和生平对不上 发现恶鬼非恶鬼 而是当初的阴天子选错 若是再不休息 放空一下自己的脑子 恐怕过不了多久 自己就得原地爆炸 这一觉我睡了很久 等醒来时 床前多了许多人 陈薇 古大夫 空剑和尚 就连闭关的张回都在 啊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记得我睡着的时候 房间锁上了呀 是上锁了 那怎么 我们在外面叫你 一直都没能叫起来 就只能将门给拆开了 听到这话 我不由地朝着他们身后望去 然后就见一扇棕色的木门 正孤零零地立在了墙边外 看着木门 我不由地抽了抽嘴 你们这也太暴力了吧 不暴力行吗 好几天都没出来 要不是拆开门 看到你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呢 听到这话我不由一愣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心里却慌得一鼻 这一觉我感觉自己 睡不了多长时间 却没想到已经过了这么久 我干咳几声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担心我了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睡这么长时间 只要你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没什么事情就好 我点了点头对众人说道 你们放心 我没什么事情 就是可能之前太累了 然后突然放松下来 有些缓不过来劲儿来 我说完张辉哼了一声 看着张辉如此 我心想要说什么呢 但一时之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睡了这么久 你应该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饭菜来 正好大家中午还没吃饭呢 都一起吃吧 那就到我房间里面吃吧 还是去我的房间吃吧 我的房间里面桌子比较大一些 陈薇点了点头 转身 开房间去买饭菜 陈薇走后 空剑和尚和谷大夫也没有多说 到了去收拾房间就走了出去 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 只剩下张辉一人 我不由得要张开口 但话还没说出来 就听张辉说道 我也走了 等等 还有什么 对不起 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 因为我让你担心了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别瞎说 我知道你就是担心我 如果你不担心我的话 刚才就不会阴阳怪气地说出那些话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就阴阳怪气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张辉 我很开心你担心我 在乎我 你想说什么 张辉瞪了我一眼 随即跑出房间 看着他的背影 我不由轻笑出声 张辉虽然脑子聪明 但对于某些事情上 十分笨拙 如果不挑明地说 他怕是会一直和我 斗嘴互掐 要是之前 我倒不会这么着急 但是看着亲亲我 我的恰亲和带弯弯 我确实不想 再这么继续等下去 就算不直接说清楚 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往家人的方向走 想到刚才张辉 翡红的翘脸 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哎呀 真是开心得很 旋即起身下床洗漱 刚收拾完 我就听到一阵脚步声走近 张辉被我逗成那样 短时间肯定不会主动找过来 本以为是陈薇 转身看去才发现 竟然是空剑合上 我对着空剑行了个礼 大师过来 可是有事要说 就是想来提醒一下宋道友 听到这话我不由一愣 请空剑师父指教 宋小友在休息时 应该去了极音之地吧 空剑合上这个话是个疑问句 脸上的表情却是满满的笃定 看着他如此肯定 我十分不惊 正想着他指了指我的衣服 见他如此我不由的一顿 随即看向他手指的方向 只看到身上环绕的黑气 我有些恍然 原来是因为我沾染了阴丝的阴气 啊 我确实去了极音之地 我是 哎 去干什么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宋小友 不该将不属于阳间的东西 带上来 宋小友对这件事情 应该没有做好告诉他人的准备吧 听见空剑和尚说 我不由心中大惊 不得不说 他说的话全部都是我心里所想 不等我开口 和尚继续开口说道 宋小友能力高超 又有这么大的机缘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福或相依 既有福便有祸 你所遇到的那些注定是 你日后的不平凡 所以日后一定要小心又谨慎 不然一步踩空 便会是万丈悬崖 空剑和尚这话 看似是在提醒我日后做事要小心 别因为细节露出马脚 但又像是有其他的意思 可我一时也猜不出来 对方想说什么 上尼南了句佛号 便转身离开 朝着古大夫的房间走去 见他如此 我也没有多待 直接跟了上去 古大夫房间里 张辉已经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进来时候 张辉脸上再次出现红月 但只是一瞬间 就把头撇向了另一边 看到他如此 我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并没有马上上前招惹 以免真的激怒对方 只凑到古大夫旁边 询问无差军灿两人的情况 古大夫叹了口气 说实话 对于这两个孩子 无论是我还是空剑 都没有实做实地把握救治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最多就是让他们两个人恢复理智 至于最后能恢复成什么样子 只能够看命 这也可以了 不过我有些不明白 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弄成这个样子 我虽然没有学过医 但普通的小病 我能用星辰之力救治 至于那些救治不了的 也能够将病情原因 了解个七七八八 但至时至今 君灿无差两人的情况 我摸不着头脑 天道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 没错 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所以被规则之力重伤成了这样 不过我怀疑 这件事并不是他们主动要做的 因为他们身上虽然有被规则之力重伤的痕迹 可却没有其他的不对劲 按理说 达到被规则之力重伤的事情 肯定不是小事 既然不是小事 那肯定会留下一丝痕迹的 偏偏乌柴君灿两个人除了规则之力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他们两个人被当了媒介 听到这话我不由的手微微紧缩 一不小心就将手里面的杯子摔了个稀巴烂 这也和天和二代的性质差不多 天和二代是由人当作清洗恶魔之气的工具 而眼下这无差君灿则是被人当作工具 有他们两个在 既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 也能够避免规则之力的伤害 毕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最先接触的都是无差君灿 深吸了几口气 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就麻烦你和空剑大师费心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无差君灿两根伤的有些严重 在这治疗多少有些不方便 所以我想着将他们带回去治疗 你看如何 我没什么意见 如果你同意的话 那我们这两天就带着无差君灿他们回去了 这么着急 他们两个人身上的伤太过棘手 我们带的药只能暂时控制 但控制时间也不会太长 那到时候我让陈薇送二位去吧 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自己可以 虽然我们两个人是以治病救人为主 但也不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护着那两个小孩还是足够的 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事情 见对方坚持我也没有多说 只是点了点头 说话的功夫陈薇端着饭菜走进了房间 看见陈薇进来 我便对着空剑和尚 还有古大夫张悔说道 来来来 先吃饭 我说完之后 古大夫 空剑和尚都对我点了点头 张悔则翻了个白眼 显然还在生气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了上去 张悔见我在他旁边坐下 不由得冷腾 并没有说其他 看着张悔脸色不好 我赶紧殷勤地把餐具递过去 看我如此张悔才不再耍脸子 但也并没有与我说话 不过只如此 我也已经心满意足 毕竟之前说的话确实有些太过 至少对于一直拿我当作家人的张悔来说 一时间接受不了很正常 吃过饭后 我们便离开了古大夫的房间 本来是想回自己的房间再休息一会儿 但看着外面的身影 我就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 直到走到天台 我才反映过来自己做了什么 但我并没有转身回去 而是快走了几步来到他旁边 看我过来 张悔有些意外 你怎么过来了 看你过来了 我就过来了 听到我的话 张悔的脸色再次红润 你来天台做什么 无聊 想看心心 看着张悔脸上复杂的神情 我就知道他并没有说实话 但我也并没有拆穿 只和他一起仰着头 看着天上那寥寥可数的几颗星星 也是运气不好 没一会儿的功夫 寥寥可数的几颗星星 便也被乌云遮盖了过去 看着漆黑的天空 我不由地拿出了凉天池 指着天空道 九天本命 星空 随着话语落下 黑漆漆的天空挂满了星辰 哇 好美啊 看着张悔如此 我的心情不由地好了起来 刚想说话 就听见对方不满地道了一句 卧尔宋想 师父教你那么多 可不是让你用在这种地方上的 我的大小姐 用在这种地方为了谁啊 要不是想让你看星星 不至于如此吗 张悔顿住 见张悔久久没说话 我不由地疑惑 转头看过去 看他正在认认真真地 看着天上的星星 见状 我便也没有再多说 转过身 坐在张悔的旁边 一同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 好一会儿张悔才又开口 宋想 怎么了 为什么 听到这话 我不由转头看向他 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听到这话 我不由地心中泛起一阵涟漪 看起来张悔没有想象的那么迟钝嘛 我以为你清楚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话说完之后 张悔沉默了 沉默到 我以为他不想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才又听到一句很轻很轻的声音 所以 你是喜欢我吗 虽然我很想和张悔说明白 但却也没有想到 一向不懂感情的张悔 却是如此直接地说出喜欢两个字 你想得没错 我喜欢你 你 你是认真的吗 你说呢 小悔 说实话 我本来没有想过这么早告诉你 但当我看到夏青 带弯弯他们的时候 我却突然觉得我有些等不及了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喜欢你 我不需要你马上回答我 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话 当然 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的话 也没关系 虽然说着没关系 但我心里却忍不住的刺痛 第五百七十几 好一会儿 我才整理好心情轻声道 没有感觉的话 我们也是一家人 不会有任何改变 苏祥 你给我一段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 行吗 好 无论多长时间 我都等着 不早了 回去吧 最近气温降了不少 我说着 直接把衣服脱了下来 披在张回身上 披到张回身上的一瞬间 我便感觉到了 他的僵硬 我并没有多停留 将衣服落到他身上 便马上拉开了距离 确实挺冷的 走吧 离开天台 我们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间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张回还有陈薇 基本都待在房间里 只有在古代府空间盒上 两人带着无差 军灿离开的时候 出过一次酒店大门 过了一个星期 也没有得到钟馗的音讯 我有些焦躁不安 一方面担心钟馗出事 二方面 担心金汉旅城旅乐级人 追过去的牛大发消息说 他们所在的地方情况 不是很好 具体如何 我还是去了判断 眼下钟馗一直不来 我根本不敢离开 虽然江苏气运 已经完全疯了起来 但谁也不能确定 灭天大阵会因此停止吞噬 如果我们都走了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再想弥补就来不及了 思考许久 我还是决定等到晚上的时候 再去问一问 白天去的话 肯定会引起 陈薇等人的注意 虽然我们几个人 平时都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 但吃饭的时候 还是聚在一起 最好的办法 就是等晚饭结束 回房间休息的时候 再离开 意外的是 晚上吃饭 回房间的时候 钟馗已经坐在我的房间 等着我 看到钟馗我急忙大步上前 你可终于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就要去阴司找你了 抱歉 最近一直在找 灭天大阵的踪迹 所以没有时间通知你 是 你说什么 寻找灭天大阵的踪迹 你什么意思 天子 我说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 可却没有发出声音 便听钟馗继续说道 灭天大阵在一个多星期前 就已经没了踪迹 眼下的扇云大山 没有一丝出过大势的样子 这话也就是说 此时的扇云大山 已经恢复了最开始的模样 既没有天气聚集起来的浓雾 也没有失去生机的伤痕累累 可是 这对于我们眼前的情况来说 却不是一个好照道 这灭天大阵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存在的时候虽然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爆炸 但我们到底知道它所在的位置 还能够及时预防 及时地弥补 可眼下这颗定时炸弹突然失去踪迹 也就是说 我们连控制它的可能都没有 我沉移了半天 你觉得这会是因为什么 天子 你们是从哪天开始封印的 我听到这话不由一顿 但也没有隐瞒 直接将日期说出 说完话 我就见对面的钟馗脸色阴沉 我倒不害怕 只是有些不解 钟馗为什么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怎么了 天子 这灭天大阵估计是因为气运而消失的 什么 我察觉灭天大阵没踪迹的时候 就是你们封印完气运的那一天 如果没有什么关联 这是不是太巧合了一些 听完钟馗说的话 我脸色也跟着阴沉了下来 见我脸色难看 钟馗不由解释 天子 你也别多想 虽然灭天大阵消失了 但这也不能肯定说是一件坏事 或许是因为没有了气运的支撑 没办法进行下去也不一定 钟馗 我想进一趟扇云大山 好 我陪你一块去 那我们就先再走 夜长梦多 我不想继续再等下去 背上背包 就和钟馗一起离开酒店 直奔扇云大山 到山脚下的时候 我发现和以往不同 之前的扇云大山 哪怕是古战场消失 阴气也十分浓郁 而山上的生机十分稀少 可如今 这座山不仅没了浓郁的阴气 就连被吞噬掉的生机 也全部都回到了山里 我站在山脚下 打量许久 才又和钟馗飞行上山 此时的扇云大山 已经没了那种不能飞行的限制 没一会儿的功夫 便到了山顶 天子 你看看 那里有不同 顺着钟馗指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那贫瘠的山头 我不由的皱眉 山上所有地方都恢复生机 就只有那龙头位置 和以前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只有那里生机没有恢复 没错 这些天我就查到这个地方 但查了许久 也没查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实在是有些不明白 那地方为什么 没办法恢复生机 要说因为龙脉 可那龙心也好 龙身也疤 都没有什么事情 我没有马上回应钟馗 而是直直地望着龙头所在的地方 过了许久 我才抬手 打入一丝星辰式的 星辰之力 进入那龙头位置的沟壑里面 没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见状 我又分出了一丝星辰之力过去 一如之前 落地消失 看到这一幕 钟馗不由的皱眉 难道那灭天大阵还在这儿 我沉吟了一会儿 可能是因为气韵的原因 又回了之前的状态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灭天大阵被激发之前 也一直都没有被察觉到踪迹 眼下因为再次回到那种状态 找不到踪迹也很正常 至于为什么龙头一直没有生机 我则是有些犹豫 可能是因为阵眼的问题 是吸收气韵的地方 想到这儿 我不由看向钟馗 找个人在这点看着 虽然想一次解决 但这灭天大阵跑得太快 除非将封印的气韵解开 才能把大阵引出来 但那样的话 怕不等我们重新封印 大阵已经吞噬掉 整个江苏的气韵 眼下也只能先看着大阵 慢慢再找其破绽 好 我回阴司 这就派人过来 我点了点头 并没有马上带着钟馗离开 而是又朝着龙头的位置 走近了几步 太阴太阳星宿 以此为首 星 一颗微小的星尘出现在空中 稳稳挂住 这并非是我本命星宿 只是太阳太阴星宿的 一部分星尘之力的行程 我既不会影响之后 对太阴太阳两颗星宿的使用 也能保证时刻注意到 善云大山的情况 倒不是不放心阴司的人 只是觉得还可以多一份保障 毕竟这灭天大阵的事情太过诡异 哪怕是阴司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看守得住 我转头看向钟馗 平日你多盯着一线 再帮我将阴司里面 关于阵法的资料 全部整理出来 阴司有一个藏书楼 上面记载着很多东西 有阴间修行秘法 也有圈子各门各派的 道宗秘法 还有各种游记 天子是想找破解阵法的办法 差不多吧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张回学到的阵法并不多 所以对阵法了解的知识很少 他所知道的 全是之前师傅给我们的那本书上 再无其他 所以谈到阵法的时候 我就想起张回 想着让钟馗 将阴司里面的那些阵法书籍 整理给他学习 当然如果能借此机会找到密天大阵的破解之法 那是最好 不过我并不会强求张回去寻找密天大阵的阵法 我对于张回就如夏清队戴弯弯 想尽自己能锁给对方的最好 并不贪图回报 钟馗并不知道这些 听到我要关于阵法的书籍 只是以为我想尽快解决此事 不停地感谢有我这样的阴天子乃阴司之幸 看着钟馗的样子 我心里则是心虚 好了 既然暂时解决不了面上的问题 那咱们就先下山 我还要给花家毛山去信 让他们了解情况 钟馗点了点头 道了声好 我们并没有落到山脚下 而是直接飞去了酒店 临近房间 钟馗叮嘱我 小心谨慎四周 不要被有心人盯上 看着钟馗离开 我便和花家和毛山的人发消息 解释清楚之后 我又去找了张回程薇两人 看到两人都是满视不景 我对着他们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事意坐下说 坐下后 陈薇便开口 宋想 到底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难道那大山又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会儿找你们 确实要商量关于扇云大山的事情 听到扇云大山 张回程薇两个都不由得严肃起来 看着两人一脸认真 我不由得暗暗点头 但面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是淡淡地说道 扇云大山上的满天大阵 已经消失不见 初次判断 应该是因为气韵 全被封印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该去找牛大他们会合 听到我的话 张回程薇两人巨师已经 满天大阵消失不见了 没错 确实已经不见了 可就算是不见了 那也不能确定 满天大阵没有危险啊 万一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再出现 怎么办 万一到时候直接开始吞噬江苏 我们连换来帮忙的机会都没有 张回皱眉说道 话里的意思倒是和我一开始所想的差不了多少 要不我们再等等 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 不能再继续等了 那如果出现张回所说那样的情况怎么办 这个你们放心 我已经找人去扇云大山上守着 一旦发现情况不对 他会立马通知你们 而且 我在山顶上也设置了东西 如果有不对劲的地方 一定会第一时间知晓 听到我这样保证 两人没有多说 点了点头 如果你们两个都同意的话 那咱们就尽早去找刘大 你们看是明天出发 还是后天出发 那就明天吧 叶星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今天就得准备东西了 之前准备的药材 俯禄 已经用得奇迹棒棒 得重新去买 张回成为 不像是金城吕汉他们 早准备了许多 身上带着的也没有多少 所以离开之前 都得补充一波才行 避免等到了地方 再因为这些事情焦头烂额 成为张回两人自己也明白 吃完午饭后 就是跟着我去了鬼市 没有再窝在房间里 因为对于鬼市早就有了解 进去之后 我就带着两人 直接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几个店铺 天然香 黄纸 朱砂 青铜铲 等全部收集完 已经过去将近两个小时 除了一些必备的之外 张回和成为 还买了一套蚕丝衣盔甲 薄如蚕翼 但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陈薇买了一把长剑 我则是看上了一把机关匕首 能做匕首 还能做功能 最重要的是 这匕首有灵 能够吸收阴煞之气为己用 不过最后一点 并非是卖人东西的介绍 而是我感觉到的 我虽是一个活人 但身上有阴气也有阳气 匕首靠近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犀利 这东西着实朴素简单 但却怎么都比张回成为的两件要珍贵得多 想来的卖东西的人不清楚匕首的情况 不过我也没有提醒 只将那三件东西付了钱 就带着张回成为离开了店 又逛了一圈 见没有什么要买的 便朝着鬼市出口走 刚走到出口便被拦了下来 看到黑衣人我不由的警惕 但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这人身上并没有杀意 所以我也没有动作 只是带着张回成为退后了两步 拉开了距离 阁下有什么事情吗 你 你可是送到要 对方说话不利索 磕磕巴巴地才说出一句话 没错 是我 阁下找我有事 你要的黑灵芝 我有 你确定 我有 但是你需要帮我做一件事 我本来就没想过白拿药材 但听到对方这样说 我也不意外 做事可以 但是我不能随便接杀生的声音 不 不是杀生的声音 是让你救一个人 我疑惑地挑了挑眉 示意他继续说 我女儿从三年前开始 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不紧说话 形势像 像捷了大人 五脏六腑 也开始 缓慢 缓慢地摧毁 但我女儿 不紧觉得疼 还觉得 这是好事 只要你能够救 救我女儿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能承受 黑灵芝 也确实在我手里 只要你们能够治好的 我定然双手 丰盛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能够将她治好 我也 也会一些东西 虽然只是半吊子 但也能够察觉到你们的厉害 如果你们不能给我帮上忙的话 可能知道没有人能救我女儿了 就说这几句话 实际上 嘴里边没一句真的 转头发现是旁边铺子的老板 之前去过几次铺子 说不上熟悉 但了解一些性质 虽然有点奸商的意思 但算不上坏人 听到她这么说 我有些犹豫 做生意的向来不喜欢得罪人 能够这么说肯定有原因 见我沉默 披着黑袍子的男人说道 你胡说 我不是风筒 我不是 我说的都是真话 听到这话 旁边的商铺老板不由地吃笑 全都是真话 你刚才跟这位小兄弟说 你的女儿三年前病了 但据我所知 你女儿三年前 就已经死在包米地里了吗 我不由地皱眉 转向黑袍男子 这黑袍男子已经失去了理智 直奔铺子老板铺去 对方也不是普通人 多少有些道行 男人铺过去的时候 抬脚踢了出去 只是一脚 让我和张回陈薇都感受到对方的实力 不说别的 就我们几个想要接下对方的动作 也不是那么轻松 那黑袍男子也是出奇的力气大 在铺子老板一脚踹到心窝的时候 并没有飞出去 只是退了一步 就稳住了身形 我没有说话 我有黑灵芝 救救他 看到这一幕 我们不禁沉默 就连旁边铺子的老板 也是皱紧了眉头 那男子一遍遍地嘟囔救救他 救救他 铺子老板忍不住大步朝他走过去 看铺子老板的动作 我连忙抬脚 快速走到他面前 老板 我知道您出言是为了我们好 但他已经这样 就放了他吧 刚才是我冲动了 你别担心 我只是有几句话想问问他 老板不像是说假话 我点头侧开身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明明记得你最开始找我们求助的时候说过 你女儿已经死了呀 所以老板之前帮过他的忙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那么生气的 当初他说他女儿去世了 我们几个和他要好的老板凑了不少东西送过去 对方这句话一出 我们几人就将关注点放在了要好身上 本来以为两人是认识的 没想到人家之前竟然还是朋友 邓杰 你女儿的尸体是我们亲手放到棺材里面 埋进土里的 我到现在都记得她从包米地里被抬出来的样子 她已经死了 已经彻底死了 你醒醒吧 疯了这么多年你还不够吧 你女儿被老虎吹得只剩下张皮是事实啊 我知道这么说 等于在你的伤疤上撒盐 可我真的不希望你再继续疯下去了 就算疯也得有个度吧 老程 你相信我真的没有骗你 她真的还活着 你相信我 看着男人如此 铺子老板眼中带着失望 但并没有因此再动手 只是想将男子带回铺子里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救救她 她真的还活着 你们还相信我 看着对方这样我有些犹豫 但并没有说出口 要不然我们就跟着她去一趟吧 小姑娘 她已经神志不清了 如果是假的 那这次也能够让她认清现实了 老板 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 就让我们跟她走一趟吧 罢了罢了 去就去吧 你们等我一下 我把铺子锁上 然后跟你们一起去 听到这话我有些惊讶 但并没有多说 毕竟两人是好友 想要跟着一起去也是正常 铺子老板关好门 我们便跟着男人一起去了 他住的地方 男人住的并不在善云 而是在另外一个县城的小村子 想到男子每日都要翻山越岭 来到鬼市里 我不由得暗暗咫舍 这男人 不管是真风还假风 我都是挺佩服的 到地方之后已经是下午 我们看着村子挤惑人家 我们不由得惊讶起来 倒是铺子老板习以为常 走在最前面 看起来像经常过来的样子 陈老板说原本依照邓杰的能力 也是可以在鬼市上开一家小店 当初他们几人本来是说好一起在鬼市发展 之所以没有开起来 还弄成如今这样 就是在于三年前死去的女儿 陈老板说 自从他那个女儿死后 邓杰就变了一个人 亲人离世带来的痛苦 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乃人之常情 但是据陈老板所说 邓杰变得却是有些过分 天天嚷嚷着自己的女儿 没有死 像个疯子一样 寻找着起死复生的办法 走到邓杰家门口 邓杰却是停了动作 站在门口直愣愣地发呆 看邓杰如此 陈老板不由皱眉 你不是说让我回来看你女儿吗 怎么现在又不让进门了 说着 陈老板便要将邓杰拽开 但是刚碰到邓杰的胳膊 却被一把甩开 陈老板看着邓杰有些错愕 各位 老陈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起来 我女儿她今天有点不方便见你们 要不还是等过两天你们再来吧 说着邓杰转身推门而进 但是并没有让我们进去 看着大门马上要关上 待在旁边 一直没说话的陈老板 突然眼疾手快拦下了她的动作 邓杰 都到了现在了 难道你还不想回归现实吗 还要继续封下去吗 邓杰 你给我清醒一点 老陈 你这是干什么 我都说了我没有封 不让你们见 是因为牙牙的心得不方便 到了方便的时候 我自然会让你们见面的 好 你既然说你没有封 牙牙她还在 那你倒是让我们去见见呀 这出事了 我也可以出人出力 你给我说清楚啊 牙牙她没有病 只是今天时间不对 她没办法出来 我 邓杰还想说什么 但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将话停住 只不过激动的程老板 没有发现这一步不对劲 看着两人的争执 我们几人都想上前帮忙 但又不知道从哪路绑 正在瞅着 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爸爸 你回来了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从里面冲了出来 看着跑到邓杰旁边的小女孩 我们几人皆是不由一愣 包括和邓杰争执的程老板 也错愕地盯着小姑娘 气氛安静了半天 程老板看着邓杰问道 她 她是鸭鸭 程老板说话的时候 语气中满是不可置信 邓杰点了点头 对着程老板道 没错 她是鸭鸭 鸭鸭还活着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当初是我和老王他们几个 一起把鸭鸭的尸体埋进去的 这怎么可能会 不对不对 老道 你是不是又抱养了一个孩子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的 我绝对不相信她是鸭鸭 老程 她确实是鸭鸭 小女孩在邓杰说完之后 也在邓杰的身后 怯怯地对着老程 程伯伯 我是鸭鸭 你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 才四五岁 怎么会还记得我的 鸭鸭歪着头 满是不解 好一会儿才对着程老板 可我确实是认识你啊 我还记得当时你是和王叔叔 刘拜拜他们一起来的 当时你们还抱了我好一会儿呢 程老板听到这话 并没有马上回应 而是从裤兜里拿出手机 哆哆嗦嗦地在手机上点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将手机拿到鸭鸭的面前 那你看看这上面的几个人 有没有认识他 鸭鸭接过手机 看了好一会儿 才指上面的人 嗯 这个是刘叔叔 旁边这个是王拜拜 还有程拜拜 其他的我就不认识了 鸭鸭说完 就将手机递给了程老板 程老板接过手机 蹲在地上好半天 看着程老板一直沉默 我不由他凑过去 程老板您 确实是鸭鸭没有错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程老板说这话的时候 几乎没有声音 能够看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完全靠的是猜嘴行 见程老板也确定了 小姑娘就是鸭鸭 我不由地转头 对张回成为两人点了点头 然后我又对着旁边的邓杰道 邓先生 要不然咱们先找地方慢慢聊 如果小丫头真的不舒服的话 那咱们可以出去 找个地方也可以 这个村子里虽然荒无人烟 但村子外却有家旅馆可以待着 听到我这样说 邓杰看了一眼鸭鸭 算了 你们还是进来吧 进屋里面说 说着 邓杰便将大门敞开了 然后对着我们事已先走 我看了一眼邓杰 然后向旁边蹲着的程老板 见我看过来 程老板点了点头 也随着走了出去 看程老板有动作 我们才跟着一起走出去 走到屋子里面坐下后 邓杰便将鸭鸭 支到了房间里面玩 然后才又对着我们说道 一开始我也以为鸭鸭死了 但一年前上坟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鸭鸭的坟 又被抛开的痕迹 我当时没有多想 毕竟鸭鸭下葬的时候 我放了许多的东西 所以以为这是抛活的 便将坟又埋了回去 我回去之后 我多少有些不安心 怕再有人惦记上 所以我就又回去看了一眼 没想到这一看 就发现原本买好的坟 不仅被挖了 甚至连龟笼都没有龟笼 就那么敞开着 露着里面的棺材 看到这一幕 我气得不行 法师要将跑火的人揪出来 所以我往鸭鸭的坟里面 又放了一些东西 买好之后我并没有回家 而是躲在不远处等着 等了两天才发现断泥 可让我没想到 他跑坟的不是什么土夫子 而是鸭鸭自己 我亲眼看着鸭鸭到坟前 把坟抛开 然后推开棺材躺进去 等到晚上的时候 又推开棺材出来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把坟又给埋好 说到最后 他眼泪流下 但我们几人 都没有一个人笑话他 可就算是这样 那鸭鸭也不是个正常人了 我 我知道他不是正常人 但是他是我的女儿 流着我的血 我怎么能看着他在外面飘荡 邓杰说到最后一句话 脸上满是痛苦 邓杰说 他如今也是没有办法 他早就清楚鸭鸭不是正常人 但如果不养着的话 就只能任由鸭鸭 飘荡在荒郊野外 因为他尝试过 送鸭鸭入土为安 但无论他怎么做 都做不到 魂魄都不肯离开他身体 他也没有办法 明知道女儿没办法入轮回 也眼睁睁地 看他飘荡在荒郊野外 邓杰的做法 其实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这件事情 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估计做法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毕竟自己的亲生骨肉 哪怕已经不是正常人 不是活人 但到底是自己生养的孩子 又怎么可能忍心地抛弃呢 不过阴阳终究有别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邓杰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虽然邓杰现在还有理智在 但对阴气十分敏锐的我 却知晓此时 他们身体里面 已经侵入了不少阴气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在鬼市的时候 程老板一说邓杰是疯子 我就有点犹豫的原因 因为我在邓杰的身上 发现了不对劲 想到此 我不由地看着邓杰 邓先生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生死已定 再这样执着下去 也不是办法 到最后 说不定还会拖累你 我本来想劝说邓杰 让他不要再继续执着 早点想办法送鸭鸭走 没想到听到我的话 邓杰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 邓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 快点起来 说着 我想将他扶起来 但他却是双腿如扎根一般 我无奈地说道 邓先生 有什么事情 你先起来说 如果能够帮上你的 我肯定会尽力帮忙 您这样 不是折我的兽吗 我说完之后 旁边的陈老板 也走过来劝说 邓杰 你赶紧起来 这像什么样子 你是在求人帮忙 还是在威胁人家 听到陈老板这么说 邓杰才扶着旁边的桌子 缓缓地起身 我知道 宋先生 不会做逆天改命的事 我求的也不上宋先生 逆天改命 我只想求宋先生 赌一赌我女儿 让他做个鬼休留他一命 听到这话 我不由愣住 而旁边的几人 则是满脸惊讶 邓杰没有看想陈老板 而是继续看着我说道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为了雅雅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宋先生 你放心 雅雅除了并非 手中正气之外 其他条件都是很符合的 邓杰 说起雅雅的时候 因为交集 反而说得利索了许多 看他那个样子 好像并不担心 我的能力度不了鬼休 只是担心 我会不会答应 好像已经清楚了 我的身份一样 我不由得犹豫 邓杰有多少道好 我是能够预估得出来 虽然不错 但也不应该能够 一眼看清楚 我的身份才对 如果是能够 看清楚我身份 那怎么也得是 东夷之主 宋良那样的地位 才可以 就是师父 也不可能 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看出我如今的敌 偏偏邓杰就是很相信我 一点都不担心 我做不到 看着对方如此 我实在是忍不住 心里好奇 邓先生为什么会觉得 我能够做到 我知道宋先生的身份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挑了挑眉 我知道你真实的身份 看见邓杰如此 我就知道 他是真的清楚 我因私之主的身份 邓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在下家里面有许多藏书 是在藏书里所得 邓杰说这话十分认真 没有一点做假的意思 我便也没有多说 倒是旁边的张回 疑惑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邓杰 你们两个 在打什么谜语啊 什么身份 什么藏书啊 听到张回的话 我不由得有些纠结 不想让他们 现在得知阴私的事情 但也不想欺骗张回 正想着 邓杰已经先我一步开口 藏书上曾写过 凡天观者必有天神必有 而我天生阴阳眼 自然能看出 宋先生身后 有没有人护着 听到邓杰的话 我不由得 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邓杰则是对我点了点头 宋想 真的是这样吗 对啊 除了我这个 还有什么身份吗 张回打量了好一会儿 目光看向其他 看着张回不再怀疑 我不由他松了口气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不过 你也得完成我的条件才可以 听到这话 邓杰点了点头 你真的有黑灵芝 说来也巧 在雅雅出生的那一年 我凑巧得了一只黑灵芝 一只针藏着放着 就在我家里的地窖 你稍等 我马上就去取来 之后 邓杰也不等我回话 便直接大步出了房间 去往院子 看着邓杰离开 我也没有继续坐着 而是转头看向陈老板 咱们也进去吧 陈维杰点了点头 等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 邓杨已经在地窟里面了 看着打开的地窖口 我并没有进去 只是在旁边坐着 等了好一会儿 邓杰才又趴到梯子上 上来的时候 邓杰手里面 拿着一个白玉盒子 看着那个白玉盒子 我突然相信了 陈老板之前所说 如果没有压压的情况 依靠邓家的家底和实力 开个店铺的话 绝对没问题 那个白玉盒子 就能顶上邓杰家的两套房子 正想着 邓杰已经拿着盒子 走到了我的面前 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确实是黑灵芝 得到我的肯定 邓杰便直接将玉盒子递了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收好 然后交给陈维 接下来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没办法一直拿着白玉盒子 确认了黑灵之后 我也是没有魔色 过两天我们就要离开了 所以咱们就趁着今天 把该做完的事情都完成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将鸭鸭喊出来 说着 邓杰便跑向鸭鸭的房间 我跟我去看看 完了之后 我便朝着邓杰追去 进到鸭鸭的房间 看到我 邓杰不由一愣 宋先生 怎么还一起过来了 鸭鸭虽然不惧阳光 但成为鬼秀这种事情 还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 进行比较好 听到我的话 邓杰不由再次落泪 对着我行了大礼 多谢宋先生 不是说过不要如此吗 我会帮你 也是因为你给了足够的报酬 无论如何 你的恩情我都记着 我拍了拍邓杰的肩膀 没有再多说 只是转头看向乖巧 坐在一旁的鸭鸭 我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想到邓杰还在旁边 便又转身问道 邓先生 鸭鸭成为鬼秀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过程也十分苦难 你看要不要出去等着 成为鬼秀的第一步 就是要将鸭鸭的魂魄 从身体里拽出来 正如邓杰所说的那样 鸭鸭的魂魄 不肯主动离开身体 那我就只能使用非常手段 所以这第一步 肯定会十分痛苦 而修实体 断鬼身 也是一件令鬼煎熬的事情 邓杰听到我的话 脸色不由一变 邓先生 请您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吧 我保证绝对不会影响你 你确定 哪怕看着鸭鸭受痛苦 你也不会出手 你要清楚 如果到时候忍不住的话 鸭鸭可就是魂飞魄散的局面 我知道你心疼鸭鸭 也正是因为你心疼鸭鸭 才应该离开这里 因为你自身是一个父亲 看到接下来的场景 你会忍输不住的 邓杰沉默 看着邓杰如此 我也没有再多说 只走到鸭鸭的旁边 对她讲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鸭鸭虽然今年 才七八岁的年纪 但有些事情 必须要告诉她 否则将很难施展 虽然已经不是正常人 但她却保持着 小孩子的天真 以及超出正常人的懂事 听完我的话 鸭鸭想也没想 点了点头 谢谢大哥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鸭鸭会好好配合的 说完 旁边的邓杰便嚎啕大哭 转头看了一眼 蹲在地上大哭的邓杰 正想要开口 鸭鸭已经先我一步 跑了过去 看着鸭鸭像大人一样 摸着邓杰的脑袋 安慰着爸爸不要哭 鸭鸭没事的时候 我心中满是酸楚 既是心疼这对妇女 又是羡慕鸭鸭有一个好爸爸 好一会儿 邓杰才忍住眼泪 看着我说道 宋先生 鸭鸭麻烦你了 我去外面等着 你放心吧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鸭出事的 你这里应该全都有 我先说哪些东西 我最近这几年 一直没有碰到过那些东西 很多都已经没有货了 我点了点头 然后将所需要的东西 一一讲了出来 如果只是这些东西的话 我知道还真有意见 我去把东西拿过来 给您看看能不能用 好 对了 麻烦你帮我跟我的两位朋友说一声 让他们等我一会儿 邓杰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房间 邓杰离开后 我也没有闲着 直接让鸭鸭躺到床上 做着准备工作 因为要将魂魄引出来 所以我先在鸭鸭身上 画了一个离魂咒 画法有些复杂 直到邓杰抱着一大堆东西进来 我也不够画了一半 邓杰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默默地在一旁等着 宋先生 您看看这些能不能用 如果少的话 我再去外面买 我翻了翻黄纸 蜡烛长箱 见保存的都很好 便点了点头 可以用的 邓先生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那窗户的位置 还有门口 都要用到黑布封起来 保证一丝阳光都不能卸进来 听到这话 邓杰连忙道好 然后便转身离开房间 去拿黑布 没一会儿的功夫 窗户的门口位置 便全部被盖了起来 看着房间彻底陷入黑暗后 我才开始动手工作 我先将蜡烛放到了压压的四周点好 然后又摆上了香案 拿出一把长箱来 插到香茹里面 看着长箱燃烧得旺盛 才又拿起旁边的黄纸 来开始画符 分离符 固魂符 九转阴阳符 一张一张的贴上 直到压压全身上下 都被覆盖贴满 我才停下手 拿起放在旁边的凉天池 对着长箱道 太阴星辰 隐魂 然后我用凉天池挑起烟气 朝着压压的额头 两枚正心之味 很快的功夫 压压的身体便开始了颤抖 但又因为身上符指禁锢的原因 挣扎了半天也没能够有多大的动静 听着压压一声高过一声的嘶吼 我连忙用凉天池在压压的额头位置上转了两圈 然后再次加大太阴星辰之力的输入 如邓杰之前所说的那样 压压的魂魄不愿意离体 哪怕我早就用了离魂咒 又画了那么多符指 依然没有引导而出 看着压压撕掉不少符指 我猛然抬起一只手 重新画幅 太阴星输 英明锁链 勾魂 到了眼下的地步 我已经没办法再慢慢了 就算我想压压的状态 也没有办法恢复到刚才 所以只能够使用硬手段 强制性的将压压的魂魄弄出来 幽魂锁链快速的钻入压压的身体 就紧紧的围着压压的魂魄 想要将其勾出来 本来我想动作快一点 能够减少它的痛苦 却没想到 刚拉出来 外面就传出了一声动物的吼叫 我不由地一愣 连忙用锁魂锁 往外勾压压的魂魄 但刚动手 压压就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猛然一用力 绷断了锁链 看着锁链消失 我连忙又拿起凉天去 施法定住它 看着压压没办法动弹 我赶忙念起了勾魂术 这隐魂一旦开始 除非结束 便不能停下 所以哪怕外面已经是闹得天翻地覆 我也得赶紧把事情做完 看着压压不停地惨叫 面露不正常的红润 我又加快了速度 直到看着魂魄慢慢离体 我才松了一口气 但并没有放下心了 因为这只是第一步 看着虚弱的魂魄 我拿出凉天吃 将其收了进去 直到压压身体烧成灰烬 才把压压给放出来 完成剩下的步骤 烧肉身 是为了断压压的念想 无论是修鬼还是修仙 都不能留有执念 不然哪怕成功成为鬼修 在日后修炼的时候 也会有不少的影响 如果压压是入土为安 倒无所谓 但如郑杰所说 压压一直没办法进入土里 也就只能将其入身烧掉 等到压压彻底进入鬼修一到 我就将其封禁 早就准备好的玉瓶之中 全部做好 我快步走出房间 朝着院子走去 院中几人正在和蒙虎斗着 看着成为几人身上的伤 就知道哪边处于下风 看着高大的老虎 我也没有多磨蹭 拿上两天纸便直接冲了过去 看我出来 成为几人便连忙 扑了上去帮忙 有我在 我们几人联手 很快将蒙虎赶了出去 本来邓杰是想要擒住那蒙虎 因为他认定蒙虎 就是当初伤害压压的那只老虎 但那蒙虎道行非常高超 哪怕有我在 蒙虎还是非常狡猾地逃了出去 看着蒙虎离开 邓杰想也不想地就要追上去 好在 成老板就在他的旁边 看到邓杰的动作 连忙将其摁了下来 邓杰不满地甩开了成老板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倒想问问你要干什么 就是他害了鸭鸭 我 我让他偿命 你看不出来那狐崽子有多厉害吗 我看你不是想替你闺女报仇 而是想把自己的命也送到人家嘴里面去 程老板说完之后 我也不由地走到邓杰的身边全说 邓先生 眼下不是报仇的时候 鸭鸭刚完成蜕变 进入轨道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什么 宋先生 你是 你是说鸭鸭的已经成了 我点了点头 接着将身上的玉瓶递给了邓杰 看着那玉瓶 邓杰连忙忍着双手的颤抖接了过去 他并没有打开玉瓶 而是拿着玉瓶不断地端向着 取久他才又抬头向我说道 宋 宋先生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鸭鸭怕是撑不了肚长时间的 我白白手没有多说 只是客气地说了两句 便带着陈薇张回两人离开的邓杰家 毕竟和邓杰没什么交情 能够帮助鸭鸭虽然有不忍 但重要的还是 因为黑灵芝的交易 如今交易完成 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离开郑杰家 我们便开车往回走 结果刚走到村口的位置 便被一只老虎拦了下来 那只老虎正是不久前被我们赶走的那只 他露出一双胸目 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我们几人都是不由地打了个寒杖 无异于是羊入虎口 进了人家的地盘 那就任人揉捏 那就下去打一架 刚才我们都能赢了 眼下还能输不成 张回说完就下了车 我也连忙跟了下去 我们没有等对方开始动作 下了车便直接朝着老虎扑过去 准备来个先发之人 我们虽然没有讲什么策略 但默契还是有 这一点冲上去围攻的时候便能显现出来 张回扑过去 我是绕了个远 绕到了背后 陈薇则是看我们两个人在纠缠 从西侧 越向半空中 直接将手里面的长剑 刺进老虎的脖子处 陈薇并不懂飞行术 能够跃到半空中 不过是因为习武的原因 但也因为这一动作 费了不少力道 等到将长剑刺进老虎 驳出的时候 略微费了一些力 陈薇被老虎一掌拍到了几米外 看着发狂的老虎 我和张回对视一眼 看着老虎最终软啪啪地躺下 没有其他的动作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怎么样 没事吧 我一边说一边将丹药递给张回 这丹药不是治疗伤口 但是能帮助人快速恢复身体机能 谢谢啊 听到这话 我不由地叹了口气 张回不解地看着我 唉 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好了 咱们去看陈薇吧 刚才那一掌 可算是不轻呢 见我说去找陈薇 张回没有再说其他 我们到的时候 陈薇正坐在大树旁给自己上药 用这个吧 这个预合伤口比较快 听到这话 陈薇也没有客套 直接点了点头 见陈薇同意 我便蹲下来将金创药 撒到陈薇的伤口处 然后又拿出纱布来进行包扎 等到全部弄完之后 我才又带着陈薇张回两人回酒店 因为陈薇受了伤的原因 回到酒店我们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一早 我们出发前往云哲市 扇云县城和云哲几乎是南辕北辙 虽然都在江苏 却是隔了几十里地 等到金汉几人会合的时候 已经到了中午 所以我们也没有马上回酒店 而是跟着金汉几人去了当地一家餐厅吃午饭 一边吃午饭一边聊着金汉他们几人目前在云哲市的情况 金汉说大漠的墓口在几天前已经确定下来 但还有不少麻烦没有处理 听着金汉欲言又止 我不有挑眉 怎么 十多天没见 说起话来磕磕巴巴了 看着金汉 我并没有生气 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到底是什么麻烦 这边的入口和扇云县城的入口不一样啊 扇云县城的墓口 虽然众人皆知 哪没人感觉 这边聚集了不少的人 金汉的话依旧没有说完整 但是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我没有马上回应金汉 而是加了两口菜 趁着吃菜私存了一会儿 聚集就聚集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万一他们一直要跟着我们 或者在我们进去的时候 从中做梗怎么办 这有什么 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 就尽管来呗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 不行 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再去找另外一个墓口 不管这个墓口有多少人盯着 咱们都必须得进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和那些人合作怎么样 就像之前那样 表面上合作 也总比直接对立的好 你们说呢 嗯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 至少不会一开始就得罪所有人 也可以 只不过这样的话 怕是又要多浪费几天的时间 多浪费几天时间 也总比一开始就被所有人针对好 万一惹了众怒 反倒会让那些人全部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你们来得最早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们办了 金翰旅程两人摆了白水 道了句小意思 吃饱饭后 我们便去了金翰所在的酒店 又开了几间房间 回去休息 刚到房间 钟奎便陷在了我的面前 看着钟奎 我不由得惊讶挑眉 你怎么会来 因此那边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吗 我来是想提醒你一件事 什么事 云哲室这边不消停 你们要小心一些 顺便盯着几个那个闹腾的 以放出乱子 能够让钟奎亲自来提醒 想来这云哲室里面闹腾的人 肯定是有什么身份 我心里这么想就问了出来 听到我的疑惑 钟奎开口 这些人里面有转轮王靴的后代 而且要只是这样 我倒不至于亲自跑过来跟你说 主要是我最近发现 有几个男人在转轮王靴还在的时候 曾多次出入转轮王城 听到这话我不由一振 怎么又跟转轮王的后代 勾结到一起 或者说转轮王靴 想要做些什么 所以早早联系在阳间的后代 你放心 我会紧急处理 哦 这上面的几个人 都是出入过转轮王靴王城的人 仔细查查这几个人 哪个才是他的后代 哪个人隐藏得很深 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来 具体什么身份 好 我知道了 我会仔细查一查 钟葵没有再多说 倒了句自己注意 转身离开 过了好一会儿 我拿起手机 给金翰发了个信息 虽说呂成牛大两人早就来到云哲市 呂成更是和金翰一起来的 但要说消息这一块 还是金翰知道的更多 呂成这个人虽然一身狭气 但不懂变动 而牛大则是跟呂成差不多 不过牛大并非本性如此 他是因为曾经的家事 导致对其他事情不怎么在乎 所以还是找金翰最为靠谱 朝着门口走去 打开门后 我就见到金翰正站在门前等着 怎么了 非得让我马上过来 先进来再说吧 关上门 然后跟着金翰一起坐在沙发上 金翰私存了一会儿 你问的是 云集是阴阳圈子里面的人物还是 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些人 我直接将钟馗给我的名单拿了出来 金翰挑了挑眉 接过去看了起来 认识啊 都算是圈子里面的人 不过这里面除了那个刘三之外 都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跟我仔细说说这些人的情况 金翰点了点头 便先从刘三开始说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其他人 都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原因 除了刘三的足够具体外 其他人都比较模糊 只说了一个大概的身份 这样 你再帮我仔细查查这几个人 尽可能地详细一些 是和门口有关 不是 单纯是我自己的私事 听我这么说 金翰也没有生气 点了点头 好 那我就在和那些人商谈合作的时候 打听一下 正好这几个人都是关注幕口的人 倒也不会显得太突兀 麻烦你了 咱们之间谁跟谁啊 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行了 你就等着消息吧 说完 金翰便直接起身离开 因为钟馗说的那些事情 我并没有休息太长时间 也是只睡了一会儿便醒了 没有睡意 我也没有在床上继续躺 而是离开了房间 想要四处转悠一下 结果刚走几步听到了张回的声音 总没有睡觉 你不是也没睡吗 我正好要出去走走 要不要一起 好啊 见张回如此 我不由地惊讶 要知道自从我和他挑明之后 张回已经很少和我同行 更不要说单独和我出去 看我站在原地不动 张回不由地笑道 怎么不走了 我以为你会躲着我 所以你是不希望我跟你一起出去 怎么可能 好了 赶紧走吧 正好我还要买两身衣服 那你代表同意了 同意什么 就是我们在一起啊 张回似乎是没想到我如此 拟了半天 整个人脸色红润了起来 看着张回如此 我倒是没有再继续打趣他 而是拽着他的手继续往外走 你干什么 我又没说同意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我什么样子 不就牵你一下手吧 咱们之前不也经常牵着手出去玩的吗 你 你 你怎么这个样子 我之前搜了云哲的地图 发现有个地方衣服不错 我带你去买衣服吧 咱们走 虽然不想惹张回气囊 但是我还是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而张回也没有再说别的 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直没有抽出来 因为想多牵一会儿张回的手 我没有开车 而是悟性带着他 好在那地方离我们酒店并不远 走了半个小时 就到了我之前搜索的商场 看着商场上的各种设施 我不由地看向旁边的张回 咱们是先逛一逛 还是直接去买衣服 要不先去逛一会儿 听到这话我没有拒绝 点头带着他向最近的广场走 广场上有不少的娱乐设施 但真的带着张回来到广场 又开始有些犹豫 不是想玩吗 怎么又不愿意了 这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我都已经这么大了 再玩 多不合适啊 还是直接去买衣服吧 走吧走吧 说着张回要转身离开 见状我连忙将他拽住 张回疑惑地看向我 我没有说话 拽着张回直接往另一边走 看我带着他往娱乐设施的所在方向走 张回连忙到 干嘛 我都说了我不玩了 咱们赶紧走吧 来都来了 怎么就不玩了 年纪大怎么了 在我眼里 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说完我直接拿出钞票 递给售票员 我想买两张通票 麻烦帮忙弄一下 售票员点了点头 很快 我们拿了两张票出来 去不去 不去的话 我自己去了啊 听到这话 张回不由地笑了出来 到了句幼稚 就将他那份 从我手里抽了出去 看张回把票拿着离开 我也不由地笑了声 快步跟上去 我们玩了两个多小时 才停下来休息 我一边将矿泉水拧开递过去 一边问道 等会儿干什么 是继续玩 还是去买衣服 现在时间还早 再玩一会儿也可以 还是算了 去买衣服吧 买完之后早点回酒店 省得程卫他们醒过来 看到我们不再担心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到时候看到我们不在 他们肯定会 跟我们发消息的 我小声地嘟囔了两句 但并没有 非要带张回继续玩 看着张回已经 朝商场走去 我便也跟了上去 虽说要买衣服 但张回并没有 挑起来没完 只是简单地 挑了两件运动装 便算是完事 我看着手上的 两个包装 不由地疑惑着 看着张回 你确定不再买几件 怎么 你钱多的花不出去了 如果真的 钱多的花不出去的话 不如去拿给流浪汉 我这不是想着 多给你买几件衣服吗 本来你平常 你的衣服就不多 有的穿就可以 哪那么多讲章 听张回这么说 我也没有再说别的 只是询问他 要不要吃点东西 毕竟玩了这么久了 应该也会饿了 咱们自己在外面吃 不太好吧 成为他们怎么办 你不用管他们 你先点菜 我给他们几个发消息 就可以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自然要抓住机会 单独相处 张回没有想那么多 只以为我是担心他饿了 点点头 道了句好 就朝着墙上挂着的菜谱 位置走去 看张回 专心地看菜谱 我便拿出手机 给成为发消息 本以为成为还在睡 没想到很快就回了过来 看着对方发的打趣消息 我不由觉得脸颊发红 好一会儿温度才消下去 怎么样 他们醒了吗 要是醒了的话 就让他们开车过来 跟咱们一起吃吧 听到这话 我把手机放回库灯 没有 我给成为发消息 但是一直没有理我 应该还在睡觉吧 那要不再给其他人打个电话 不用了 等咱们吃完饭之后 直接打包给他们带回去 听到我的话 张回没有再拒绝 看到张回同意 我便 拽着其靠墙边的位置坐下 怎么样 看了那么久 有没有想吃的 嗯 我已经把想吃的都点好了 你自己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点的吧 点了什么 张回说了几个偏甜的菜名 我应了一声 随即拿起桌上的菜单 翻看了几眼 对着服务员 招了招手 又加了两个甜的菜 便算是完事 我一直没有什么可挑剔 无论是偏甜还是偏辣 偏咸 我都能吃 等菜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很尴尬 张回低头玩着手机 正在这时 我想开口 却听到了门外传来光浪的声音 抬头一看 就见一个血淋淋的身子倒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我冲到了张回旁边 挡住他 别看 饭店里除了我和张回之外 还有好几桌 看到有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扑进来 尖叫声此起彼伏 宋想 你干嘛挡着我 有人死了 有人死了 你干嘛挡着我 我这不是担心你害怕吗 那有什么好害怕的 咱们从小到大 不知道进了多少回了 现在才想起来担心我 是不是有些晚了 听着张回的话 我不由有些后悔 自己开窍太晚 虽然知道张回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打趣 但心里面还是有些愧疚 之前一直拿张回当兄弟 当家人 根本没有把他当过女孩子 甚至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过多照顾 对不起 以前是我疏忽了 不过以后我绝对不会这样 我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没有其他意思 我就是想保护你 就凭我这武力指 还不知道以后谁保护谁呢 说完张回直接跑向店门口 看着张回凑上去 我也脸盲跟上 此时饭店的人 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除去死了的人 就剩下我和张回 这人好像不太对劲 不只是简单的外伤 我疑惑地看向张回 张回没有说话 只是侧了侧身子 给我腾出地方来 我没有再多说 直接走上前 蹲在伤者的旁边检查 这一检查 发现身上的血 根本不是因为受伤 我打量着伤者流血的地方 好一会儿 才用筷子捉住了一只 指甲盖大小的虫子 这什么东西 我看了一眼张回 抬手聚集火焰 将虫子烧成灰烬 才开始解释来历 因此一块置屋之地 是存放十八层地域垃圾的地方 而这虫子 就是吸食垃圾而生的鬼影 避免张回恶心吃不下饭 我并没有说鬼影 吸食腐肉残魂 正说着 一声尖叫从后面响起 转身就见店里面的老板娘 直直地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扑过来 看到对方的动作 我连忙将张回往后拽了拽 避免误伤 好在对方并没有理会我 跑到门口后 他就扑到了 躺在地上的男人身上 听着老板娘的哭喊 我才知晓 这人是这家店的老板 听着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 我不由得不耐 正想对老板娘说些什么 旁边的张回却拽了拽我 我不解地看向了他 宋想 你看他身上的虫子 是不是和你刚才烧死的虫子一样 听张回的话 我也顾不上烦躁 连忙走到老板娘身边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还是晚了一些 那虫子已经进入老板娘的身体 看着老板娘发出不适的古怪叫声 身体还因为虫子在不停地挪动位置 出现了各种古包 我连忙封住老板娘的穴道 将那虫子身体给封住 本来想直接点在睡学上 让对方昏睡过去 这样也能避免受到惊吓 但想到这只虫子 在人没动静后活跃得更加厉害 甚至会加快体内产卵的速度 我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看着虫子停在女人腹部不再动弹 我又将它拽到一旁 离开男人所在的地方 做完这一切 老板娘面目惊恐地看着我 看对方一副看恶人的表情 偏偏此时又不能让它昏睡 我只能开口解释 你丈夫因为一种虫子致死 这种虫子喜欢钻进人的体内喝血 你刚才离他太近 现在体内也有虫子 听我解释完 老板娘满脸恐惧 她这次并非是因为害怕我是坏人 而是怕自己和她丈夫一样惨死 我可以救你 但我有几个问题 你得认真回答 这阴曹地府的虫子 可不是谁都能弄来的 想到之前 钟奎说虚的后代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会扯上关系 就算两者没有直接关联 也可能会有一些细枝末节的牵扯 女人还不能说话 听到我的话后 不停地眨眼睛 表示同意 看对方同意 我没有理会 低头发了个消息 然后直接转身 向着死者和张回一起 将男身上的虫子烧掉 只有张回自己一人 还不知道要烧到红颜马月 这男子身上的虫子 搁的时间太长 已经有了虫了 全身上下没有上万也有几千 再者 张回是河中白龙 惯用水 用火只能靠福祉来 可那虫子到底不是普通虫子 带着极阴之气的营虫 普通火焰 一次根本烧不死几个 所以说他一个人烧到猴年马月 一点都不夸张 毕竟 张回烧死一只鬼影的速度 足够几十只鬼影卵出生 看着这些我也是起鸡皮疙的 鬼影吞噬向来都是肉体魂魄皆可 那男人的魂魄不在 我便没有费功夫保留身体 直接将整个身体包裹起来 防止鬼影作乱繁殖 这无疑是最便捷的方法 我怎么觉得 这火焰有些不一样 这不都是火吗 咱们之前用的火符的火 都是明黄色 但是这火是血红色 可能是因为这火焰 是由星辰之力凝聚的原因吧 在圈子里面待的时间长了 我早已经学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什么时候该慌张 什么时候该面不改色 但眼下我面对的是张回 尽管我已经熟练掌控自己的表情 心里还是忍不住心虚 幸好张回并没有追问 听到我说是因为星辰之力 就将注意力转移到 拽到一旁的女人身上 那个人该怎么办 等金汉他们过来吧 为什么要等他们过来 那虫子钻进身体里面后 就跟进了自己的地盘一样 我虽然能够用星辰之力 控制住他们活动 但这水平根本没办法做精细活 如果像刚才那样 只为消灭鬼影的话 我倒是可以出手 但眼下还要保存着女人的性命 想要女人活着 就得想办法让虫子和虫卵 自动排出来 但我只会用红莲夜火 根本不会做这些 我们这些人里面 也只有金汉会一些医术 金汉虽然不精通道数 但到底是毛山派的弟子 在医术单数上 肯定要高出我和张回 两个门外汉许多 对于我们来说 难度十分大的精细活 不代表对金汉也一样难度大 张回明白我的用意后 并没有多说 直接朝着不远处的柜台 走了过去 看着张回朝柜台走去 我不由疑惑 正想问就见他把电脑打开 看着张回看着监控屏幕 我也没有过去打扰 只是拿出手机询问 金汉几人什么时候能够到 风穴位虽然能够控制鬼影 但却没办法控制他的繁育 和虫卵的生长 如果金汉来得慢点 就算鬼影无法吞噬身体魂魄 女人也会成为鬼影的寄生体 宋想 你快过来 怎么了 你快过来 怎么了 死者好像并不是被谁带回来的 而是凭空出现在门口的 张回说完拿着鼠标后退了几步 然后点开让我看 如张回所说 男人确实是突然出现在原地 而且男人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就已经没了神志 没了呼吸 这一点 只看男人的空洞的双眼就知道 看到男人导向店里 我连忙上前接过张回手中的鼠标 又挽回道理一遍 再次看向男人导向里面 我按向了暂停 控制人的法子有不少 但这凭空出现的倒还是第一次见 我没有回应张回的话 而是握着鼠标 又将视频退回到男人刚出现的时候 有什么不对吗 你看这里 没什么不对劲啊 你看这里是不是比别的地方要亮一些 死者出现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但西北角的方向却比其他的地方亮上了一些 就像是有东西 张回不少 相反他很聪明 听到我这话 瞬间明白我的意思 你是说 这男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有人将他扔在这里的 只是用了野生一类的符纸 将自己隐藏起来了 如果是这样 想必 那个死者之前 也是被用相同的办法隐藏起来 到门口的时候再撤掉 这样一来 在普通人的眼里看 死者就像凭空出现一般 你说的对 也不对 什么意思 他们确实用了隐身 但不一定是隐身符 隐身符虽然可以帮助人隐身 但有道行的人面前一定会露出瑕疵 真正做到不显行的只有一个办法 因私隐身术 虽然简单 但也是法术 而非术法 也就是说 不是阳间人可以会的 法术术法大有不同 就像是我 现在也成为先人 成为阴私之主才会接触到一些 阳间有阳间的规矩 阴间有阴间的法门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看到监控时候敏锐地察觉到问题 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从哪知道的 这个法术 除了阴私的人 只有几个阳差会 我早在刚接受阴私的时候 阳差名单上就已经落到了我手上 有哪些人包括性格身份什么的 我都知道 云哲市没有阳差 当然被泄露或者背叛者出现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阴私早在百年前就已经不是固若金汤 想得太入神 张回在旁边喊了几声 我才听到 怎么了 我都喊你好几次了 一直都没理我 你在想什么呢 没事 我就是觉得对方挺有能耐的 你刚才说 死者身上用的可能并非是隐身符 那会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鬼差用的隐身术 隐身术 没错 如果是符址的话 哪怕监控看不到真正现场 对于我们有些道行的人来说 也能看到对方的身形 但眼下除了这个角落颜色不对劲 并没有其他发现 所以隐身术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这法术 真的是阴差们才会的 那又怎么会出现在阳间 难道说 对死者动手的是阴差 你是不是对阴私的人有什么误会 阴私虽然掌管生死 但并不会轻易插手生死 那这怎么回事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阴私再逃人员 背叛了阴私规矩 要么就是活人 通过不正当的规矩 获得了阴私的法术 我现在最担心的已经不是隐身术和鬼影 比起这些 我更担心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担心对方会将阴私的其他法术也传扬出去 阴私有很多数法都比较诡异 只有阴私的人才能修行 之所以不外传 是因为这些法术不是常人能够驾驭得了 除了阴私之外 无论是心色是否得当 修行阴间法术都会产生邪念 所以如果真的有其他的法术流传到阳间 肯定会引起不小的灾难 第五百八十几 正想着 门外便传来一阵脚步声 抬头看去 就见到金翰几个人 正走在门后 看到这几个人 我也不再多想 你们可终于来了 快 先看这个人怎么回事 说着 我将金翰拽到了女人所在的地方 这个时候女人已经全身变得铁青 之前已经发消息 把这个女人的情况告诉了几人 如今看到女人如此 金翰也是没有多问 简单地检查了一下 就直接将自己的针包拿了出来 看到金翰诊治 我们几人也都不再出声 金翰下手的速度十分快 没一会儿 女人全身扎满了银针 等针包里面的最后一根针 落在女人身上 金翰已经是脱力了 她瘫躲在地上 大口喘息了一会儿 才虚弱地对着我说道 老婆 把她身上的穴道解开了 听到这话 我也没有多说 直接快速地解开女人身上的穴位 穴位一解 女人身体内的鬼影又开始作祟 很快我们就发现不对劲 眼下鬼影朝着一个方向动作 女人的心脏 女人的心窝 很快鼓起了一个足球大的包 我不由得担心 金翰 你确定这样没事 没事 你等着看吧 要是别的东西 我或许没有办法 但鬼影这东西 前几年我跟着师父处理过一次 步骤很清楚 金翰的话让我有些疑惑 鬼影这东西 只有阴私才有 按理说阳间不应该存在才对 但金翰的话 确实说 鬼影早就出现过 不过 虽然疑惑 我并没有多问 眼下救人要紧 准备等金翰 处理完女人的事情 再详细询问 回过神来 张回吕乐两人已经走到了门口 吕成也是在不远处站着 看着几人如此 我不由将目光投向金翰 刚看过去 我就有一种胃中翻腾 只见女人心口处 竟然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口子 最关键的是 那口子呈现漆黑 并非是单纯的颜色 而是虫卵堆积导致 我深吸好几口气 才勉强把自己冷静下来 压制住胃里面的翻腾 但也没有敢再看过去 直到金翰将女人处理好 我才转过身 金翰将纱布缠好 又将油纸包着的鬼影卵递给我 都在这里了 但怎么处理掉还得看你 我看着点了点头 就直接快速地聚集起红莲夜火 在红莲夜火下 我将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 直到虫卵全部烧成灰烬 我才松了口气 它还要昏迷多久 虽然伤口缝合得不错啊 但到底是被那些虫子吸了不少血 怎么也得两三个试试吧 我点了点头 到底是个病号 一直躺在地上也不好 我就和金翰把女人弄到房间里去 弄好之后 我们把血自死者的尸骨都收拾了起来 然后几人坐在门口旁边的椅子上聊着天 等女人醒来 正好也趁着这个时间 跟众人说一下殷私的事情 我依旧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关于殷私问题出现 以及有殷差和阳差之间来往 猜测说了出来 金翰倒没有怀疑 听完我的话 他们将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了殷私大乱上 根本就没有多想其他的 看着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我也没有再说其他 只是默默地看着几人 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些人可就得好好查一查了 你还有别的发现 金翰看了看里程里乐 看几人眉来眼去 我不由得疑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来的那几天 我们发现了好几个鬼差在街上游荡 但只两天的时间便全都消失不见了 本来那个时候 我们以为出事的人太多 所以才会出现好几个鬼差 眼下想来怕是另有蹊跷 不只是如此 茅山那边也出现过有关的事情 不过那都是很久之前了 关于鬼影的事情 不只是那一件事情 金翰没有细说 但我却知道 这阳间和阴间的关系 怕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以进墓为主 等把大墓的事情解决后 再去调查那些事情 牛大顿了顿继续说道 这件事情比大墓麻烦多了 如果要调查这件事情的话 那进墓的事情 怕又要无限期地往后延迟 这样吧 咱目前就先准备进墓 其他的事情等出来之后再说 说起来 我师父对阴司也一直怀有疑惑 要不这样 咱们忙进墓的事情 让我师父他们查阴差和圈子里面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我得和阴司那边打成招呼 毕竟这件事情的主要参与人员 都是阴司 那就更好不过了 有阴司的人在 查起来肯定方便多了呀 宋强 怎么了 阴司的人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你认识那个人会不会也有问题 他说的能是真的吗 万一也有问题的话 联络他岂不是等于自投罗网 给人家送上门去了吗 你们放心 这个鬼差绝对不会有问题 见我如此肯定 众人倒没有再说 各自拿起电话联络 事情紧急 及早通知伟妙 看着金汉吕成吕乐兄妹俩 走到门口打电话 我对着牛大说道 等处理完店里的事情 我就带你去找你想见的人 虽然一开始说的是等近完目 处理完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之后 再去帮他完成他想做的 但因为各种事情 耽搁的时间实在是太长 虽然牛大没有不满 可我心里面却是很愧疚 而且 就凭人家这段时间 一直毫无怨言地跟着我们 就值得我早点为他 开这个后门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到时候 跟着我去看看不就好了吗 是 你们两个 在说什么呀 要见什么 张回并不是跟我一起来的 也没有参与我和牛大的谈话 所以并不知道牛大的事 看着张回疑惑 我马上开口 望向牛大 询问他的意见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说到底是对方的私事 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 就算张回 我也不能够开口 好在牛大并不在乎 便把他妻女的事情讲了出来 听到牛大妻女惨死 张回忍不住攥紧拳头 这事情也太蹊跷了 野狼老虎哪怕成精 也是窝在深山老林里 没有什么原因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山脚下 还正好挑了生孩子的时候 算不得蹊跷 说起来都是我自家做的孽吧 张回不解地看向牛大 但看出牛大很痛苦 并没有开口 看着牛大陷入了痛苦之中 我正想着该说什么 转移一下话题 就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 转过身 就见到店里的老板娘 虚弱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看着对方脸色苍白 我连忙拉出了一个椅子 来到他旁边 老板娘对着我点了点头 道了一声谢谢 但并没有坐下 而是打量我们几个人一会儿 见他如此 我们只以为对方是不相信我们 觉得我们有问题 没想到打量完之后 他竟是直接跪到了我面前 这么一出 吓得我都懵了 张回离得最近 愣得一下 直接上前把人拽起来 老板娘 你这是干什么 赶快起来 起来 有什么事 咱们坐下好好说 老板娘被张回扶起来之后便开始痛哭 我们几人都很难受 便开口追问 本想着他冷静下来再询问 没想到老板娘到先开了口 云哲是有一座墓 听到这话 我们几人不由地一愣 不 准确地说 是江苏的墓 他横穿了好几个城市 云哲只是其中之一 他说的那座墓 就是我们想要进的那座大墓 虽然早就知道老板娘和死者不是普通人 如果是普通人 应该不会被下手 至少不会用如此狠辣的法子 没想到事情竟然关系到大墓 我看了一眼老板娘 但并没有开口说话 老板娘也不在意我们回不回应 喘了几口大气 继续说道 我和当家的小时候家里穷 就做起了赚四人钱的生意 因为胆子大 又懂些手段 刚入行就挣了不少 但老一辈的人说的没错 学得事干多了 就会有报应 说到这儿 老板娘不由地避了避影 我怀了三次孩子 每一次到族院快生产的时候 就会出现意外 三次 三个孩子都没有保住 从那之后 我们就退出了这个行当 早些年也攒了些钱 退出去后 就做起了小生意 过得也算可以 我们本以为 日子会继续这样过下去 没想到一次意外 又把我们重新 卷入到了那个漩涡里面 半年前 当家的说 云哲氏的后山 有些不对劲 说完最后一句 老板娘不由地攥紧拳头 垂向自己的胸口 我就不该 不该任由她多管心事 墓口并不是早就出现 而是在半年前出现的 没错 当家的说 云哲氏风水变了 墓口出现的蹊跷 可能会惹出事端来 要去走一走 瞧瞧 我本来是不同意的 但她说 虽然脱离那个行当 可既然有这个本事 一道事情就不能不管不顾 也是为了我们曾经的过错赎罪 没办法 我只能任由她去 可没想到 就是这一去 就差点再没能够回来 老板娘说 死者那次离开家 失踪了一个月才回来 回来之时十分狼狈 比乞丐还不如 而且浑身是伤 而这一切 都因为她被人推进墓里 当挡箭牌的缘故 好在死者足够激励 走到一半察觉不对 想了个法子 将那些人哄了出来 这才捡了一条命 两人本以为事情到这就算完事了 毕竟 死者虽然没有带着那些人 走完全程 但也帮他们拿到了不少的珠宝 可那些人太过贪心 出来后 没有半丝欣喜激动 只觉得拿的珠宝太少 又去了一回 死者本来不情愿 好不容易出来 自然不肯再见 所以 说了一番难听话 将那些人撵出了殿 那些人的道行 并没有死者的道行高深 不然的话 也不会因男人的几句话 便跑出了大漠 所以被撵出去之后 虽然愤恨 但却并没有马上报复 他们很清楚 指他们几个人的道行 根本没办法对死者和老板娘做什么 老板娘和死者也是这么想的 觉得那几人道行不高 吓唬一番定然不会再来捣乱 但他们两个低估了那几人的贪婪 虽然那几个人没什么道行 但却是可以寻求外援 几天前 那几个人带了一个神秘的男人过来 说到这儿的时候 老板娘脸色十分难看 我虽然没有当家的那份能力 但到底在那个行当里面待了多年 我能够感觉得到 那个人的道行 要比我和当家的建国的 所有有能耐的人都要高 你别担心 有我们在 我们肯定不会让对方对你动手的 我相信你们 那男人 并没有马上对我们动手 而是奇奇怪怪地对着当家的 说了一句 晚上我等你自己过来后 离开了店 离开的时候 之前和我们有过节的那几个人 还有些不愿意 想要那男人出手 对付我们两个 结果 惹了那个男人的烦 一个抬手 就抹了离他最近 说话最多的男人的脖子 所以 你们晚上的时候 去找对方了 老板娘听到这话 再次打了个哆嗦 张着嘴下要说什么 但由于情绪太紧张 好一会儿都没说出来 秦翰 他这是怎么回事 金翰二话不说 掏出了一张清新符贴在老板娘身上 然后又伸手 围着老板娘的脑袋转了几圈 念了几句咒语 老板娘才慢慢缓和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刚想问老板娘感觉如何 金翰就猛地低头 喷出了一口鲜血 啊 老板娘 听到这话 我不由地转头看向老板娘坐着的地方 他正死死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看到老板娘如此 我们连忙上去制止 好不容易将他的手从脖子处掰下来 我就见他嘴里吐出了鲜血 松翔 快吓到他的笑吧 听到牛大这话 我没有多想直接按照他的意思 把老板娘的下巴卸了下来 幸好我手快 拔开老板娘的嘴才发现 老板娘的情况和金翰并不一样 金翰是吐血 因为受内伤 老板娘是因为咬了蛇尖 若非牛大喊得及时 对方的小命恐怕已经交代了 老板娘像是受了控制一般 发觉自己没办法咬蛇 手脚也开始大力地挣扎 不过有我在 自然不可能任由他动作 将老板娘控制好后 我转头看向张回 去把止血药粉拿来 老板娘虽然咬得不重 但血一直流 湿血过多也会出事 好一会儿张回才将一瓶止血散 拿了过来 我把药粉撒在他的舌尖上 撒粉的同时 我发现老板娘被控制的根源 老板娘的各种状况 足以证明他早就被控制 可在药粉撒的时候 我却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老板娘的眼睛和正常人的不一样 不能说不一样 眼睛是一样的 主要是老板娘的眼睛里 还藏着一个人 一个没脸的人 难怪金汉会在给老板娘治疗的时候出事 如果对方真的在老板娘的眼睛里藏着的话 那金汉受伤很正常 毕竟刚才金汉为老板娘稳定情绪 一直都是对着老板娘的 往后退 早就训练出的默契 几人二话不说退到门口 我直接聚集星辰之力 准备逼出男人 没想到那男人并没有保守的选择待在里面 而是在我施法的时候直接冲了出来 只要我想保住老板娘的命 出手的时候必定会有固体 虽然不解 但我也只能愣了一瞬间 将注意力全都放到了战斗上 看着对方不带丝毫皮肉的手指戳过来 我快速地闪开 然后重聚星辰之力 九星同样 天罗地网 九颗本命星宿 在我的体内同时亮了起来 随即形成了一张银色的网子 朝着对方扑去 对方不知道是受了伤还是什么原因 闪躲的速度很慢 刚躲到一半 就被我的天罗地网捆了起来 天罗地网困住对方 就开始缩小 一直缩到只能容纳对方才停下来 刚停下来 对方便尝试着想冲开天罗地网 但九颗本命星形成的天罗地网 就是当初的十大阎罗都费了一番功夫 更何况对方的能力没达到这一步 挣扎了半天 反而是越挣扎越紧 我走到金汉面前 怎么样 没事吧 一边运用星辰之力 给金汉聊着伤 不等金汉的经脉全部疏通开 就听到一声尖叫 是老板娘发出的 我有些生气 这个声音太过突然 吓得我浑身一抖 差点下了重手 要知道经络经脉都十分脆弱 梳理的时候 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稍微重一点 就可能会伤到经络 使其断掉 再想要解 可谓是十分困难 虽然有些不满 但我并没有多说 只稳了稳情绪 重新将星辰之力 缓慢地输进金汉的身体里面 调节经络经脉 直到调理完 我才又转头看向老板娘 因为避免再出现意外 调节经汉经络的时候 十分出神 根本就没有分出心思 来观察其他的事情 此时才发现 那老板娘竟然是跑到了 被困着的怪物面前 看到这一幕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 对着旁边的张回几人说道 你们这么看着 都不上去拦着一点 也不担心出什么事吗 你看看他们两个 像是敌人的样子吗 要真上去拦人 敌人怕就成了我们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一顿 我发现老板娘和怪物 此时的状态都有些不对 至少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我倒觉得 这老板娘跟眼前这个 更像是一对 吕乐的话让我打了一个机灵 正想说什么 听到一阵喷喷声 老板娘不知道什么时候 转过了头 对着我们又跪了下来 一边磕头 一边喃喃要求我们 放过那个怪物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了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我也知道你们想要帮我 但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 你们就放了他吧 求求你们了 放过他吧 放过他吧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老板娘一边说一边磕 额头上出现了大片的血迹 我不由皱眉 一缕星辰之力扔过去 制止了他的动作 你放过他吧 我愿意替他去死 求求你们了 别伤害他 你对他 都是比对你丈夫还情争一切 老板娘被张回的话 堵得一言 好一会儿才欲言又止 我 我没有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 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虽然待在我身体里面很长一段时间 但却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呀 从来没有伤害过你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想要掐自己 又为什么会咬蛇 听到张回的话 老板娘不由地停顿 看老板娘不说话 张回道了一句愚蠢 老板娘也是沉默了一会儿 听到天罗帝王里面怪物传出尖叫 继续对着我们求情 不过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放过他 如果不能的话 就拿我的命去换吧 求求你们了 看着老板娘如此执着 我们几个人都不由地惊讶 惊讶归惊讶 我并没有多理会 那怪物本就不该存在阳间 一点神志意识都没有 真要待在阳间 还不知道要弄出多少祸乱 看我不为所动 老板娘急得嚎啕大哭 但她刚哭出来 旁边的牛大就眼急手快地捂住了她的嘴 成的话 我不由地疑惑地挑了挑眉 随即和张回金汉牛大几人 大步走了过去 就见电脑上放映着一段视频 正是老板娘之前所说的 前几天人找茬的那群人 最关键的那群人带出来的 正是藏在老板娘身体里的人 看着电脑上放映的视频 我们不由地沉默 稍等 还有一段你们看看 吕成拿着鼠标 将视频调到了男人杀人的时候 男人扭断旁边人脖子 鲜血正好溅了自己一脸 正在那一瞬 让空白的脸上出现了五官 而那五官正好和老板娘的丈夫一模一样 看到那一张脸 我不由地心中一震 好一会儿才琢磨出其中的关键 怪不得那怪物哪怕受伤 也不愿意待在老板娘身体里面 怪不得老板娘会哭求 用自己的命换对方的命 原来竟有这样的原因 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还是 老板娘的丈夫 应该是在大墓里面被分裂了 这到底是遇到什么东西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变成怪物了呢 看来这大墓比我们想象的 可是要危险得多 我赞同张回的看法 朝着老板娘走了过去 出什么事了 先把他放开 我有话要问他 得到自由的老板娘 连忙哭着求我 熊先生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他 我求求你了 他真的没有恶意 他之前会控制我 也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 并不是真心想要杀了我的 老板娘 那人的身份 你早就知道了吧 没错 他就是我当家的 熊先生 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呀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就让他继续待在我眼睛里面吧 你应该很清楚 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人 他只是一个怪物而已 他不是怪物 他确实不是那个他 但他也是那个他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怪物的话 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为什么一直想要杀人 你应该很清楚 就算他真的能够控制住自己不杀人 杨坚也留不下这种怪物 迟早会出现问题 不过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倒是能在阴厮 给他找个安身之处 什么 你说什么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可以在阴间帮他安身 以他现在这种状态 虽然不能够投胎轮回 但是做个鬼羞 也不是没有可能 虽然主魂魄已经被鬼影吞噬 但眼前这个怪物 也留了一些理智和意识 不然的话 他不会待在老板娘的身体里 这么久没动手 这都是因为那层意识控制身体 控制着不去伤害老板娘 不去伤害自己的妻子 听着我的话 老板娘满是震惊 我能耐大着呢 只是你一直不知道而已 就你能有什么能耐 宋祥我告诉你 这女人虽然没有什么大道行 但骗人到底是不对 咱们不能这么做 我没有想过要骗她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逗谁呢你 宋祥 你不要以为你认识一个鬼差 就能办成所有的事情 在阴厮里 鬼差的身份并没有多高 更不可能做到安排一个鬼魂进入阴厮 阴厮出的乱子 我都是以鬼差告诉我的名义 转述给几人 所以张回便认为我只认识一个阴厮 此时对老板娘说 安排那怪物进入阴厮 也是因为那个鬼差 看我一直不说话 张回便以为没有听进去 宋祥 我再听 宋祥 你别乱来啊 我没有乱来 刚才跟你说了 我认识的鬼差 并不是普通的鬼差 就算不是普通鬼差 那不也是鬼差吗 如果说 那个鬼差是钟奎呢 宋祥 你是不是傻了 这是真的 你可得了吧 钟奎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会和你相熟 那你等会儿 仔细看着 说完之后 我没有再给他开口的机会 直接朝着身边的老板娘走去 怎么样 想好了吗 你真的能够联系上阴司 我点了点头 如果真能够抱住他的话 就算一直阴阳相隔 我也愿意 见老板娘愿意 我也没有多说 抬手将困住怪物的天罗地网收了回来 折腾这么长时间 那怪物早就没有了力气 所以我倒也不怕他会反击 收回天罗地网我也没有磨蹭 点燃长香 念了几遍阴司的咒语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阴差出现在我面前 宋先生 我要送一个人去阴司 当阴差 你帮我通知一下钟奎 如果有时间的话 让他过来帮我度一个人 没时间的话 就找一下赵丽 有一句话张回没说错 阴司里面阴差的职位算是比较低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 接任阴差的步骤 比其他的简单许多 只要有个牌子 再度化一下 除却阳间的人气和要挟之气 不干净的煞气 那便可以 这倒也不是为了彰显我的能力 如果几人不相信的话 之后调查关于阴间的人 和阳间合作的事情 会麻烦很多 与其如此 不如把钟奎叫来 让他们见一见 阴差消失后 金汉几人才围了过来 老宋 你真认识钟奎啊 钟奎啊 那可是我偶像啊 是不是真的认识啊 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我说完之后 几人便沉默了下来 但是从表情上看 都是非常激动 不过并没有再多说 只是静静地等着 没一会儿 钟奎出现在我面前 看到钟奎真的出现 金汉几人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就连一直不肯相信的张回 也是瞪大眼睛 而呆坐在旁边的老板娘 则是捂着嘴 低声哭了起来 看着几人如此 我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对着钟奎点了点头 然后指着指躺在地上 几乎没什么动静的男人 钟奎看了一眼 随即疑惑地看着我 她的魂魄不太齐全 钟奎这话 不由地让旁边的老板娘 提起了心 不等我开口 老板娘便已经爬了过来 不过她爬到我身边 便停了下来 没有靠钟奎太近 宋先生 钟奎大人 我有办法聚集她的魂魄 听到这话 我不由地看向她 早在十几年之前 我和我丈夫 曾下过一个古人的大墓 那里面 有一件宝物 能够补养魂魄 本来我是想着 先让钟奎帮那人度好 然后在阴森里面养着 先慢慢地将锦存的 那丝魂魄养好 看看能不能用生魂草 将其魂魄补齐 如果真的有能够 补足魂魄的宝物 那倒不用如此麻烦 办法我没有办法保证 想要看看成不成 还得先看看那个东西 究竟是什么来路 我现在就举强地拿出来 几位稍等 老板娘扶着桌子起来 亮腔地朝里面跑去 因为金汉几个人 都不敢凑过来 我和钟奎又话少 加上许多想说的 都不能在他们面前说 便一直沉默着 直到老板娘 把口中说的宝物拿出来 我们才有了动作 我先打量了一圈 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反倒觉得有些不对 但具体是哪说不上来 我把东西递给了钟奎 你看看这东西 这不是什么宝物 钟奎看完之后 说了这么一句 让老板娘一愣 好一会儿 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这不可能 曲是因为钟奎的话 让老板娘过于震惊 说话的声音都大了起来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当初 我们可是亲眼看着 同行的一个小伙子 生出魂魄来的 怎么可能会不是宝物呢 大人 你再仔细看看 你再仔细看看呀 就算我再看上 无数遍 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宝物 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刚才看着也不对劲 这是一个储存魂魄的容器 里面的魂魄 带着十分浓郁的煞气 如果真的将你丈夫的魂魄 放在里面 不多时 你便会有一个新的丈夫 但那个丈夫绝对不是你原本的丈夫 而且从此之后 你原本的那个丈夫再也没办法回来 听到钟奎的话 老板娘瘫坐在地上 钟奎没有理会老板娘 将这个所谓的宝物给收了起来 这东西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 我便收走了 不过你放心 你丈夫魂魄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的 听到钟奎松口 老板娘突然一个激励 跪在地上磕着响头 好在钟奎反应快 在老板娘额头触地之前 控制住了他的动作 不用如此 我会这么做是因为宋先生 看着钟奎开始施法度化 我便把老板娘 拉到金汉几人所在的角落 别担心 有钟奎在你丈夫不会出事 魂魄的事情 我们也会想办法 听到这话 老板娘哭出声来 看着对方一直哭 我连忙把目光投向张奎 张奎见我如此哼了一声 但并没有拒绝 张奎走到老板娘身边 轻声地安慰他 我是不由地松了口气 坐在椅子上 正想喝口茶 金汉和吕成就缠了过来 拽着我询问钟奎的事情 好在钟奎度化的时间并不长 不然我真是被两人要烦死了 看到钟奎起身 我连忙对几人说道 我先过去看看 你们在这儿等着 说完朝着钟奎走去 我转身看了一眼老板娘 叹了口气 老板娘跟着我一起过去吧 正好道个别 听到我这话 老板娘连忙应声 红润着眼睛走了过去 老板娘 赶紧收拾收拾情绪 不然的话 她去了音司会惦记着你 没办法专心休息 我想 你也不想她这样吧 老板娘点了点头 擦拭去了眼角的湿润 看着老板娘收拾好情绪 我便带着她向钟奎走去 因为经历过钟奎的度化 原本杀气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那抹意识 样子也恢复了之前 只不过因为刚恢复 看起来有些茫然 反应不过来 直到被老板娘抱住 男人才有了动作 看着男人回报老板娘 我不由得折舍 虽然之前和老板娘说过 让她别哭得太狠 以免让对方心有杂念 但主要还是为了劝慰她 并非我所想的那样 许是我茫然都写在了脸上 钟奎在旁边低声地解释了几句 她眼下虽然没有七情六欲 但还有记忆 而且依照记忆看 两个人之前非常相爱 有这些下意识的动作倒也正常 只不过有如此一来 等到了阴丝的时候 怕是会有些影响 既然如此 那刚才渡化的时候 为什么不直接将她的记忆消除掉 我的天子啊 你说的倒是轻松 她眼下只剩下了一抹意识 真要把记忆清除掉 说不准会伤到那抹意识 与其这样 还不如留着记忆 等到她将这抹意识养得差不多再说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 钟奎道了句号 便把话题转到了靴的后代上 听到钟奎这么问 我不由地想起之前和张回他们聊的话题 我看了一眼差不多的老板娘 然后对着钟奎道了一句 等会儿 我也回音司 等回到音司 我再和你详细说 钟奎看了我一眼 没有多说 老板娘也没有多说 只是对着自己的丈夫点了点头 便退到了我们的身边 那我们先走了 好 这件事就麻烦你们了 嗨 都是小事 不算什么麻烦 说着 钟奎便带着男人离开了 但刚拽着男人 男人就甩开了钟奎 对着钟奎行了一力 大人再等我一会儿 我还想说句话 钟奎看了我一眼 对着男人点了点头 好好活着 好好照顾自己 听到男人这话 老板娘哭得气不成声 看着老板娘如此 男人张开双臂 把他抱进了怀里 好一会儿 推开老板娘 朝着钟奎走去 走到钟奎旁边 他也没有犹豫 对着我点了点头 就带着男人离开了饭店 钟奎和男人消失 老板娘再也忍不住 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看着对方如此 我连忙转头 看向张回和吕乐 适宜过来帮忙 他们俩人心软 见我如此 便连忙走了过来 看着两人走到 老板娘身旁安慰 我则退了开来 如我所想 刚坐到椅子上 金汉旅程 两个人便凑了过来 连牛大爷靠近了些许 看几个人实在好奇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等老板娘缓和过来 时间已经到了半夜 宋先生 真是对不起 麻烦你们呢 都是些小事 能够入主殷私 主要是因为钟奎同意 我不过是签个线罢了 不管怎么说 都得感谢你 如果不是宋先生帮忙 我丈夫也不会活下来 相逢就是有缘 不必这样 既然老板娘没事了 我们也不多待 眼下时间不早 我们先告辞 说着我便站起了身 随着意气 还有金汉旗人 要不然 我先生还是先留在我这里吧 大晚上的回去 多少有些不安全 说到最后老板娘不由的眼神黯淡 我这饭店后面的别墅 眼下除了我自己以外 也没有什么人住 各位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待一晚 等到天亮了再离开也不迟 几人并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都纷纷地转身看向我 将选择权抛到了我身上 嫌弃自是不会 来谁的路上我和张回 还对着后面的别墅聊了许久 不过我们住的地方 离这里也不远 开车几分钟就能到 所以就不留了 老板娘你多多保重 那各位路上小心 到了地方后告诉我一事 我点了点头 便带着几人离开饭店 坐上车之后 吕乐不由地问我 孙显哥 这都大半夜了 咱们为什么不在那里住一晚 等到天亮再回酒店呢 你觉得那老板娘怎么样 听到这话 吕乐张回几人都是 纷纷到那老板娘人好重情 不然也不会对丈夫如此伤心 听到几人的话 我不由笑出了声 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没错 但你们别忘了 老板娘丈夫真正的死因 是鬼瘾 是鬼瘾 如何 你们忽略了一件事 最开始老板娘叙述 她丈夫死因的时候 说她丈夫在几天前 被怪物带走 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今天出事 这没错呀 我们不是也在电脑里面 看到视频了吗 不对 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对 略诚说的没错 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对呀 不是 哥 你们在说什么啊 傻妹子 我们在说 那个老板娘说的话有问题 如果真的是那个怪物自己带走了的话 为什么又把自己给杀了呢 那怪物没有理智 杀的自己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听到这话 吕成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如果这话是吕乐说的 吕成肯定会耐心地解释 但换作是自己媚妇金汉 吕成便没有那么多顾忌 你是没长脑子吗 没听宋显和钟葵之前说了什么吗 那怪物虽然没有了七情六欲 但还有曾经的记忆 连老板娘都下不去手 又怎么会对自己下狠手呢 而且就算她能下狠手 为什么要用鬼影来杀自己呢 而且如果是她的话 那她又是哪来的那种虫子 吕成的话 将金汉打得头晕转向 蒙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缓过来 苏翔 你怎么说 那个怪物得不到鬼影 所以带走主体的或许是她 杀死主体的却一定不是她 至于老板娘认不认识那个人 就不好说了 总而言之 这里面还有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是在老板娘提出用宝物 给她丈夫补出魂魄后 钟葵在打量物件的时候 提醒了我一句 她说那种邪性的东西 正常人不可能留这么多年 除非留着这东西的人 早就已经变得不正常 让我多留个心眼 从那之后 我便开始留意着老板娘 虽然除了鬼影这个漏洞之外 是没有发现什么太大问题 但确实如钟葵所说的那样 老板娘这个人 本身有些细微的不对劲 翻不起什么浪花 何况还有钟葵亲自看着 倒是那个老板娘 你们平常可要多注意一些 这有什么好注意的 之后咱们就见目了 根本不会有什么联系 我看了看张慧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说 他还会找上来 万事皆有可能 说不定 话落 车子也到了酒店门口 我们没有继续说下去 把车子停好后 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一早 我迷迷糊糊打开房门 就看到金汉 怎么了 这么大早上呢 也不多睡一会儿 我约了刘三他们 你一会儿要不要过来 一起听听 你那个房间 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换衣间 怎么 如果有的话 我就藏在换衣间里 看什么头痛不摸的 我想先观察一下 对方是什么人 如果光明正大的交谈 怕是没办法察觉到太多 我道行太高 有我在 对方根本不会露出 自己的真实面貌 而且 如果对方真的和薛有关 哪怕我将道行隐藏起来 怕也是会发现端倪 毕竟按照钟馗的意思 那后代已经和薛联系了多年 想来薛那里 也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听到我的解释 金汉没有再说什么 他把我带到屋里 我躲在换衣间里 不一会儿 门外传来了暗铃声 我们两人聚视一言 不约而同的 比了个眼色 金汉刚走两步要开门 便又停了下来 我看着金汉 怎么了 你别忘了把自己 气息隐藏一下 不然的话 就算是躲在换衣间里 也没什么用啊 我知道了 本来就想着这个事情来着 金汉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见状我躲进了换衣间 然后封住了自己的气息 失了一个隐身术 这刘三 人如其名 样貌平平无奇 放到人群中是一眼也找不到 但是金汉却说 刘三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刘三呢 确实很有头脑 尽管金汉机灵 但在刘三主动出击下 还是隐隐落败 将人话套出了七八分 反倒是金汉 根本就没有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送走刘三 金汉直接瘫倒在地上 直到我从换衣间出来 他才回过神来 我这个老天啊 这老东西跟猴似的也太近了 一句话一个套 要不是我小心谨慎 怕不是已经被套进去 将你们给出卖了 你还是再仔细回忆一下 你们两人的对话 听到我这么说 金汉陷入了回忆之中 看着金汉越回忆 脸色越不对 如何 怪不得这老东西跟开口说走 原来是把想知道 都给套出来了 不讲话 把你们给卖了 这又什么呢 又不是什么都不能让别人知道 而且 如果真的要合作的话 那这些事情 对方迟早就要知道 早知道一点 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他也没说要和咱们合作呀 现在没说 不代表以后不说 赶紧收拾一下 吃完早饭 我们先去看张辉他们醒了命 金汉点了点头 道了一声好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们几人住的是一个大酒店 自带餐厅 所以我们倒也不像之前那样 去外面找吃的 全部聚在一起 就去了酒店早餐 金汉是边吃着油条 边对着我们说道 我说等吃完饭之后 我再把另外几个人 也都约出来谈一谈 咱们争取一天都谈完 不着急 就算谈完 咱们也得先等几天 然后才能进门 为什么 谈合作不要着急时间 不然的话 就会让自己处于劣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不就把事情全都急在一天 上午约两个 下午再约两三个 分出两天谈 也可以 不过我饭后要补个教 不能陪你一起了 没事 我自己就可以 如果你要看到 他们反应的话 我到时候可以用摄像机 把他们的情况都录下来 不用这么麻烦 之后你跟我说一下 他们每个人的状况就可以 也行 于是我们便闲聊了起来 这餐厅里面的人不少 不适合聊正事 所以我们便聊起了 金汉和吕乐 两个人之间的八卦 到了后面的时候 金汉几人便问起了我和张回 我们俩人还没有挑明 所以金汉几人虽然开玩笑 但也把握着尺度 看到我和张回脸红 几人迅速把话题转移到其他地方 回到房间 谈剩下的合作 我和张回旅程旅乐 还有牛大 各自回了房间 但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休息 而是拿出手机 给牛大发了个消息 几分钟后 他来到我房间 我示意他先进来 关上门 锁上锁 走向客厅 我看着牛大 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 昨天回来的时候太累 将事情给忘了 没事没事 昨天大家都挺累的 这也正常 而且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在 进完大墓之后做的 能够提前这么长时间 我已经很满足了 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我们办这个事情 拖延了这么长时间 大墓的事情 应该早就办完了才对 咱们之间就别说这些客套话了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看着牛大 青阳的嘴角 我突然一愣 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牛大虽然是沉默寡言 但性子却比一开始好了许多 但想到他的情况 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你准备好了吗 听到这话牛大眼中带着一丝激动 很快又把这情绪压了回去 准备好了 听到牛大的回应 我没有再多说 直接伸手掐绝 打开阴丝的大门 要是指我自己一个人回去的话 倒不需要如此麻烦 但眼下还带着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活人 也就只能够规规矩矩地 走着正常的步骤 阴丝大门打开之后 房间瞬间从零度 变成了零下几十度 好在我和牛大 都感觉不到冰冷 察觉到旁边的人 一直都没有动静 我不由地疑惑转身 看着牛大看向阴丝的大门 一动不动 我伸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牛大 怎么了 愣什么事 咱们该走了 这大门不能停留太长时间 阴丝大门停留在阳间过长 会聚集孤魂野鬼 还会吸引圈子里面的人过来 所以动作必须要快 好 我们现在就走 见牛大走 我也没有再磨蹭 直接跟了上去 我们两人进入阴丝 大门便关上 看着四周一片漆黑 我不由地拿出了两天尺 然后又用星辰之力 点亮两天尺上刻着的星辰 星辰亮起 漂浮于半空 指引方向 阴丝不小 尤其是每次来的路都不一样 所以只能用两天尺来指引 我倒是也没什么身为阴丝之主 不认自家大门的羞愧感 一路走着 来到了阴天子殿 不知怎么回事 钟魁和东夷两个人都不在 两个人不在 对于我来说 倒是一件好事 至少不会有各种处理的事情压着 看着牛大道了一句 你先找个地方坐吧 我去找东西 虽然能带着牛大进入阴丝 但不能带他直接去见他妻女 哪怕他的妻女并没有投胎 我也不能够让他们面对面 这不仅是乱了规矩 还是怕两人再次生出牵扯 毕竟阴阳两格 人死便等于一世已经了断 若真是让他们两人相见 怕是有续上断掉的缘分 那就不是缘分了 那是孽缘 我得想个折中的法子 让牛大见一见那母女两个 找了半天 我才从藏宝阁找到了一面镜子 这镜子功能性不大 不像其他物件那么有杀伤力 但也是一件神器 看到牛大笔直的站着 我不由得一愣 不是让你找个地方坐着吗 你不用这么拘束吧 拘束算不上 只是这店里面空无一人 我自己找个地方坐下不太好 我把镜子递给牛大 禀去砸你了 想着你要见的人 镜子里自然就会出现 你想要见的那个 冷静了一会儿 她勉强镇定下来 拿着镜子不到两分钟 面前出现了一个蓝色不群的女 牛大的眼睛瞬间红了 眼泪巴达巴达的流下 正端详着女人 就见对方被一个长着獠牙的阴差 推下了漆黑的河里 快快 带我去望川河 那里面的厉鬼如此多 她下去就死定了 我并没有理会她的话 只是一边用手拽着她 避免她动作 一手拿出生死簿来查看缘由 看我一动不动 还拽着让她不要离开 牛大不由地急红了眼 宋强 今日的恩情我定然计划 但如果你不能带我去望川 就不要拦着我自己去 宋强 如果你今天不肯放我离开的话 哪怕你的道行远在我之上 我也去拿命拼上一拼的 牛大说这话的时候 我正好翻到了那一页 看着生死簿上的记彩 我抬头看向牛大 你要不要等我说完原因再动手 牛大一愣 看着牛大呆愣 我拿着生死故念叨 牛王是云娟 死于二十七岁生育之日 本无大我 被虎吞亡 因据孟婆之汤 自愿投入望川 受千年之苦 愣了好一会儿 牛大回过神看向我 你说的是真的 你没骗我 唉 你自己看吧 牛大看了许久 直到我收起生死簿 才回过神来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 他这样做 全都是为了我 明明是因为我才死的 为什么还要因为 我受这样的苦呢 不留那些记忆又能如何 云娟 你怎么这么傻呀 刚才的事情 抱歉 是我太冲动了 我不应该拿着刀对向你 没事 你就算拿刀对我 也伤不到我 毕竟是在自家的地盘上 若非如此的话 我也不会好脾气 将王云娟的后续告诉她 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做的不对 别说这么多了 再看你女儿 你虽然不是正常人 但也不是死人 在阴间 不能逗留太长时间 那对你不好 虽然不生气 也能够理解 但平白无故 被人拿倒指着 还是有那么一丝小郁闷 牛大自知里亏 也没有表现出不满 看着她如此 我知道她还有所求 说吧 还有什么事情 我想 我想去望川河看她一眼 不行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了 绝对没有任何可能 而且 我劝你不要偷偷想着 去望川河 不然闹大了 我也没有办法保下你 更没有办法保下 那个进入望川河的王云娟 如果牛大真的去望川的话 不说被孟婆等人发现 只要见了面 就会和王云娟产生一丝阴光 看我如此严肃 牛大不由地失落 好一会儿才对着我说道 我明白了 听着对方的话 我又将其中的厉害 好好地和对方说了一遍 牛大平日里做事虽然沉稳 但那是在没碰到 有关妻女的事情的情况下 一旦碰到 有关她妻女的沉稳的性子 就瞬间消失了干净 然后对我说道 我再看一眼孩子 然后咱们就离开吧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牛大也没有再理会我 只是低着头看着镜子 这次比刚才更快 几秒钟的时间 一个小孩就出现在镜子里面 那小孩子长得很精致 综合了王云娟和牛大两人的容貌 牛大虽然粗犷了一些 但五官还是耐看 王云娟更是秀气精致 所以那小孩子生的是 十分招人喜欢 不过 牛大只看了一小会儿 就把镜子一翻 递给了我 怎么了 怎么不多看一会儿 像你说的那样 你养两个 就算我再喜欢 又能怎么样呢 长痛不如短痛 说到最后 牛大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见牛大如此 我也没有多说 把镜子送回了藏真阁 然后带人离开阴司 回到酒店后 牛大对我道了一次歉 然后便回了房间休息 送走牛大 我也没有去别的地方 而是回屋休息去了 身体已经不是常人 但一直绷着一根弦 高度的紧张 也会有疲惫的感觉 躺到床上之后 没一会儿 我就进入了梦乡之中 这一觉睡到了 吃晚饭的时候 我才被张回几个人喊醒 来到餐厅后 我发现金汉的状态很差 不由得皱眉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说着 我就将金汉拽了过来 把了把脉 没什么 可能是没有休息好的原因吧 就是感觉有些无力 等会儿补个觉 应该就没事了 我并没有理会金汉 而是专心的把脉 见我一脸严肃 屡乐不由地担心询问 怎么样 金汉哥哥没事吧 你身为毛山子弟 怎么就没有发觉 自己的脉象 有什么不对劲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被酸起了 金汉说完之后 并没有等着我回应 而是低着头仔细回应 看他如此 我也没有马上开口 只有一下没一下地 敲着旁边的桌子 到底怎么了 你们倒是说话呀 宋教 金汉他这没事吧 确实有些问题 不过 不算是什么大事 我知道是谁算计的我 是下午最后见到那个小子 我就是在见完他之后 感觉身体无力 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 所以并没有多想 我只以为是忙碌了一天 突然闲下来才感觉到疲惫 眼下看来是我大意了 你仔细想想 你们谈话时的情况 想想他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做 我一边说着 一边聚集星辰之力 拍向金汉的后背 帮他将身体里的毒素排解出来 金汉中的这种毒 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毒药 但毒药无色无味 很难察觉 时间长了 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如果今天和对方 没有起什么冲突的话 我实在是想不通 对方为什么要给金汉下这种药 万事皆有起因 其中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金汉顿了顿 才又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况 两人从见面到对话结束 一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说话内容也相当的中规中矩 不会得罪人 也不会让人觉得是过分谄媚 听完金汉说的 我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金汉没有漏掉什么的话 那两人的交谈不仅没有发生争执 反而还是比较愉快 怎么说都不应该会下如此的狠手才对 直到帮助金汉驱逐掉毒素 我回到房间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牛大突然开口 如果金汉没有得罪过对方的话 那会不会是对方故意的 故意什么 故意试探我们的能力 我们交谈的重点就是合作进末的事情 说不定对方是想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一起合作才下毒的 你说的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具体是不是 还得等再见到对方的时候才能确定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再把那个人约出来一趟 看他有什么表现 他都被金汉哥哥下毒了 怎么还要把他约出来啊 万一再出什么事情怎么办 乐乐 宋祥也是想搞清楚状况 如果要搞清楚状况 那么把对方约出来就是必然的 就算要把对方约出来 那也没必要 非得让金汉哥哥约见啊 哥哥都因为那个人受伤了 万一再受伤怎么办啊 你家金汉哥哥之所以会受伤 完全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 可不是因为那小子有多厉害 放心吧 绝对不会再出现同样的状况 哪怕有金汉的保证 绿乐还是有些不满 只是没有再开口 看着绿乐如此 我倒也不生气 只是有一些羡慕地想着 等张回同意了我的追求后 大概也会像绿乐担心金汉那样吧 想到张回会像绿乐那样担心我 我的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看向还在亲亲我我的金汉 我不由地咳了咳 好了 不要担心了 明天金汉约出来对方 到时候我也会跟着 这行吗 要不然我还是自己去吧 别让对方发现什么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 不就是比他道行高一些吗 不是你说的 怕他们看到你之后警惕起来啊 但是眼下 基本情况咱们不是不了解吗 真要合作的话 对方迟早要和我们几人见面 不然之后一起进幕怎么办 那我早上起来喊你一解 不用太早 不够了叫再去可以 虽然咱不是本事的 但也不用非着急跟他们合作 我知道了 行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大家回去休息 明天还有不少事情要忙呢 金汉约人点了点头 各自回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 并没有马上去找对方 而是先是和旅程旅乐吃了早餐 到临近中午的时候 才找我来一起 约的地方离酒店不远 就在那个广场边上的餐厅 听见是餐厅 我不由得疑惑 昨天不是说茶馆 怎么变成餐厅了 要是自己人去餐厅 虽然没什么不好的 但和外人 尤其是圈内外人就不一样了 餐厅这种地方 想要下点什么东西 简直是轻而易举 第589集 这不打电话约人的时间 有些太晚了吗 大中午去茶馆 好像不怎么好 所以我就改上了餐厅 行吧 不过到了之后 尽可能不要乱吃东西 说完咱们马上走 好 我知道了 人已经来了 我顺着金汉的手指 看了一眼对方 如金汉所说 是个样貌端正的青年 看到对方一脸正气 我心里有底 俗话说相有心生 这样的一个人 相比并非是我们所想的 那种坚定之人 咱们走 不好意思啊 李哥 不好意思 我们来晚了 出了点事 所以就晚了一些 李哥见谅啊 这位李哥原名李红 听金汉的话 李红也连忙起身客套 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对方的眼睛 一直在上下 打量金汉的身体 似在观察什么 看到对方如此 我就知道 昨天牛大的猜测是对的 不过我并没有 因为这个开口说什么 默默地看着 两个人寒暄客套 在金汉再次提出 合作的事情之后 李红收起了 假装的热情 和二位兄弟 合作这个事 我不反对 毕竟多个人 多分力量 进去之后 相互照应 只是 咱们毕竟不说 我也不清楚 你们的能力如何 万一到时候 出了什么事情 我这可单对不起 看着金汉想开口 我连忙伸手拦住 抢先开口 原来李哥 还不知道 咱们这帮人的实力 我还以为 昨天李哥 已经试探出来了 听了我的话 李红瞬间 脸色变了变 我继续说道 李哥 我不介意 我们展示实力 不过 我们希望也能 看看李哥的实力如何 说完之后 我直接冲破了 来之前画的 那道风道咒 风道咒破开 加上我故意 没有收敛 气势犹如大山 一般朝对方压去 看着李哥吐血 我没有玩得太过火 直接收敛了气势 不知道这个结果 李哥满意吗 道友的道行 实在高超 可是 何必还在找帮手呢 就你这能力 只需要勾勾手指 恐怕 就能将我们这些人捏死 李哥过奖了 我们几个到底年纪轻 没什么经验 坐睡忙忙着着 希望有李哥的指点 而且我们向来不吃毒食 毒乐乐不如重乐乐 李哥你说呢 道友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还能说什么 再者 就依靠道友的功力 也是只有道友找我们的份 哪有我们挑道友的份 只要道友不嫌弃 那在下 愿效全马之劳 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得过了 金修宰相肚里能撑船 可别跟我生气啊 李哥说的哪里话 面对陌生的人合作 做一个小小的试探 也是应该的 这哪里说得到生气不生气呢 金兄弟宽宏大量 金翰点了点头 旋即看向我 我看着两人如此 既然如此 咱们加个联系方式 然后约好时间 具体商量一下事宜 啊 我自然是愿意 不过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请问一下宋道友 李哥请说 说起来 盯上大漠的人不少 不知道宋兄弟 和金兄弟 有没有兴趣 都招揽一些人 我们自然是不怕人多 只不过之前金翰 也找了其他人问问 有兴趣的并不太多 我这里倒是有些人 如果宋道友不介意的话 我就去问问 当然不介意 有劳李哥了 不敢不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说起来 应该感谢宋道友 给我们分糖分肉的机会 李哥客气了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们就先回去了 看着李哥走远 金翰不由长呼了一口气 这态度转变得快的 快得我差点跟不上 之前还一副 高高在上 不屑一顾的模样 看你倒横身不可测 瞬间变成这产妹的狗腿子 这人也是厉害 能屈能伸 可不是厉害吗 那咱们还要不要 联系剩下的人 不用了 能够为我们所用的人 估计都在李红那里 李红既然已经开口帮忙 那自然没有必要 再在这件事情上 多费精力 而且眼下这局面 想劝那些人过来 还是得由李红出面 李红之前并不认识我们 在其他人眼里 他看到的 知道的 就是最为公平的 所以李红出面 又要比自己出面合适的多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和对方约时间 谈具体事宜呗 不是咱们约 再等两天 他会自己找上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有想要的东西 所以肯定会联系我们 李红的面相和谈吐 都让我确定 他并非是一个谄媚的狗腿之人 所以会在得知 我道行高深之后的变化 就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也有所求 而且所求的东西还很重要 因为有道行高深的庇护 进幕容易许多 活命的概率也会大上许多 只要有所求这一点 对方就会主动联系我们 那咱们这两天 还要准备什么 还需要准备什么 玩呗 眼下出去等他们 其他也没有什么事情 进幕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眼下就是等着人上门合作 至于大幕之外的事情 我则交给钟魁处理 听到我这话 金汉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看到他如此 我不由地挑了挑眉 来云集市整个多天 我还没有好好逛逛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想带着吕乐死众逛逛 我顿了顿 心中突然闪出了一个想法 宋哥 不行吗 不是说已经没什么事了吗 可以啊 我刚才在想别的事情 哦 可以就好 可以就好 那我先去找吕乐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九十集 我点了点头 想到刚才闪过的想法 又连忙喊住转身的金汉 怎么了 看着对方 我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张口 到底怎么了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呀 那个 你能不能 把市里好玩的地方 列份名单给我 金汉 向来是个 有计划 有准备的人 能够想到 带吕乐逛街 肯定是早有想法 早就做好了攻略 听到我这话 金汉 瞇着眼睛 转了我几圈 同时嘴里 发出嘖嘖的声音 好了好了 别看了 转得我头晕转向的 张辉答应你了 我又没说适合他 你要是有的话就给我 没有的话就赶紧走 听你这话 我就知道 他肯定还没答应你 走走走 我不用你帮忙 赶紧走 别在我眼前烦人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听到这话 我也没有再推丧他 但也没有开口 只是一副不满的样子 盯着他 哎呀 我等会儿给你拿一份摊子 还不行吗 记得给我 说完之后 我就直接大步离开 朝着房间走去 没有再给金汉 说话的机会 因为才下午一点多 所以回到房间后 我也没有做别的 直接躺到了床上休息 只不过因为想着 带张辉逛街的事情 并没有真的睡着 只是闭着眼睛 在床上躺一会儿 待到下午四点多 我就待不住了 起床 我伸手将柜子旁边 放着的手机拿起来 然后翻到张辉的联系页面 修修改改 敲了许多键盘 才将要说的话打完整 但看着备注张辉两个字 又有些犹豫 虽然张辉最近没有躲着我 但也没有别的暗示 看起来倒是和以往 没什么差别 只可惜我现在想要的 已经不是什么兄妹情 姐妹情节 但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怕将消息发给他 因为我害怕对方拒绝 看着手机上那行打出来的消息 我正想将其删掉 张辉的电话跳了起来 张辉突然打电话 我有些惊讶 还是很快按了接听键 喂 怎么了 宋侠 你干嘛呢 我在房间啊 我说的是你在房间干什么呢 没什么 就休息呗 我磕磕巴巴说完 不由得后悔 虽然没有别的意思 但这话说得太强硬 难免会让对方觉得 我不耐烦 不愿意说话 休息 那为什么你的页面 一直在显示 正在输入中啊 给我解释解释 那 那个我 我确实是在休息 刚醒 本来想问问你 明天要不要逛街 但是害怕你休息 不知道该不该发过去 声音听起来 不那么正常 话说得没问题 但我自己清楚 手里攥着手机 手心却出了汗 好在张辉并没有细研究 只是意味深长的 呕了一声 听到对方没有回音 我想了想 张辉 明天出去玩吗 不忙了 事情处理差不多了 只等合作的人来谈具体事业 说完之后 对方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 他已经要挂电话了 张辉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就去呗 雷乐他们一起吗 他们有其他的事情 不跟我去啊 听我这么说 张辉不由笑出了声 听到女生清脆的笑声 我心里突然开始快活地跳动了起来 另外一只空闲的手按住心脏半天 心脏才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之后 张辉的笑声又停了下来 我看了看手机 通话继续 所以 你明天要跟我一起出去 既然没什么事 那出去逛逛也可以啊 张辉的话让我不由自主 咧嘴笑了笑 最后怎么挂的电话都不知道 拿着手机看了半天 才想起来 金汉还没有将云哲市景点名单给我 想到此 我连忙打开手机 找到金汉的页面催促 金汉回复得到快 消息发过去不过一分钟 对方就将景点的名单 全部发了过来 看着对方画的一串景点 本来想倒去谢 结果还没有打出来 就见对方又发过来一条 揶揄的消息 询问是不是已经搞定了张辉 看着金汉几人如此八卦 我忍不住抽嘴 随即退出了聊天 云哲市虽然繁华 但景点却没什么特色 看起来都很一般 金汉挑东西向来是挑好的 能够挑选的地 自然也是很好 虽然张辉没有答应我 但这也是在挑明之后 我们两人第一次正式约会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我还在纠结 是凑合一下 还是取消计划 又或者去云哲市乡邻的地方 因为想得太过投入 晚饭我并没有吃进去多少 就连金汉张辉几个人的聊天 也没有参与 许是太过安静 反倒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宋响 宋响 众人几次呼喊 才将我给喊回神 看几人都盯着我 我不由得迟疑 或许 怎么都不吃饭了 宋哥 你今天胃口不怎么好啊 没有跳的 就是不怎么饿 所以吃的不多 那就算吃的不多 也不能光吃饭不吃菜吧 你那米饭都扒了见底了 菜还没动一口呢 听着金汉的话 我脑子嗡的一声变得空白 再回过神来 就见金汉捋成几人满脸戏许 我倒无所谓他们开玩笑 但旁边有张回 所以十分不自在 我那个 我是在想寂寞的事 所以才 才走神呢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他们几人意味深长地 呕了一声 看得更想让人动手揍一顿 吃完饭 我叫金汉回到了房间 虽然之前玩笑有些尴尬 但我还是想给张回一个美好的约会体验 宋哥 怎么了 听到他这么问 我也没有多绕弯子 直接将景点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到我是为景点的事情 金汉不由地叹了口气 这个事我还真没有别的什么好主意 市里面好玩的地方确实就这么及格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1集 听到金汉这话 倒也不是失落 只是又询问了他一句 如果去别的地方玩呢 你的意思是 既然云哲市里面没有什么好玩的 那去其他城市 反正目前也没有什么事情 出去两天也不会要紧 如果可以在外面住宿的话 我倒还真知道的地方 听到这话我不由地挑了挑眉 温泉山庄 温泉山庄 没错 就是温泉山庄 就在南无市里一个小镇 温泉镇 虽然没有去过 但听说去过的人 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还走想着去第二次呢 那地方离得远吗 不算太远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能住宿的话两天正好 要这当天去 当天回也可以 不过时间上有些紧张 那就待两天吧 让旅程牛大 两人也跟着去 虽然想单独约会 但留着两个单身狗在云哲市 那也是实在不太好 好 那我去告诉他们一下 明天什么时候走啊 草长起来就走吧 好 那我先去找旅程他们了 我点了点头 送走金汉之后 我并没有马上上床休息 而是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 虽然金汉说去的人 没有说过有不好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好在查看过之后 发现那地方确实 没什么不对劲 放下心后 我便回床上休息 直到早上起来 和金汉张回几个人集合 看着没有陈薇 我不由得疑惑 哎 老陈呢 陈薇说他身体不太舒服 就不和我们去了 正好也能看着云集市的状况 他没事吧 自从来了云者 陈薇就一直不怎么舒服 觉得从灭天大阵时 留下的伤口头 很少出房间 可文天和却没有这种反应 打电话问了毛山掌门 还有古大夫 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只得了几个止痛的方法 本来以为那几个止痛的方法 是管用的 眼下看来还是不行 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但是可能因为折腾了几天的缘故 精神不太好 他不愿意去 就让他好歇着吧 听我这么说 大家也都没说别的 因为车子最多 只能装下四五个人 所以我和张回便选择打车 因为骑得很早 本来是想着上车之后 再休息一会儿 结果刚上车 我就发现不对劲 这车子看起来干净 却散发着淡淡的湿臭味 我观察着四周的死气 就连张回脸色也不太对 见他如此 我就知道他发现了 毕竟湿臭味对于普通人来说很淡 但对于我们这种 常年接触的人 却已经是算是很浓郁了 尤其是我和张回两个人 对味道都非常敏感 我对着他点了点头 然后伸手握住他的手 悄悄写了几个字 张回察觉奇异 对我点了点头 假装闭上眼犯困 看着张回装睡 我也是配合着把上衣脱掉 劈到对方的身上 本来以为对方会做些什么 没想到司机竟然给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好像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司机 但我知道他不对劲 如果是真的一个普通司机 那车上不可能有腐味 更不会出现一具尸体 虽然刚才认真玩手机 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寻找那尸臭味的源头 我一玩做掩饰 实则早就将小力放了出去 虽然那出租车司机不是什么正常人 但也不是什么得到高人 所以一直是小力纯回纹身 他都没有发现 车子停下 张回也醒了 但并没有马上下去 我对着张回点头失忆 然后付车费 便也下了车门 离开车子的时候 司机拿钱便马上开动车子走了 看车离开 我赶忙去住的地方找人 这种地方需要花的钱多 所以能够得到的服务便也多 正想着借车 就见金汉带着旅程旅乐走了过来 怎么这么着急 出什么事情了 来不及说了 赶紧把钥匙给我 我要去追一个人 金汉愣了一下 随即把车钥匙递给我 我接过钥匙 直接走向车子 我跟你一起吧 赶紧上来 说完之后我就关了车门 金汉也赶忙进了副驾驶 金汉一进副驾驶 他就直接开动车子 朝着出租车离开的方向追去 如果不想被发现的话 咱们就不能追了 再追的话就被发现了 有没有没用过的黄纸 金汉将背包拿了下来 翻找了一遍 递了几张给我 就剩这几张了 够吗 够了 几张就够了 说完之后 我将注意力都放到黄纸上 我学的是占星之术 并不是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 三分钟后 三张黄纸变成了三只小蜜蜂 金汉眼前顿时一亮 你是想用他们去跟踪哪出租车 没错 那个出租车里面有尸体 既然咱们没办法自己跟上去 就让他们跟上去看看 说完之后 我拒出三股星辰之力投射到蜜蜂上 一注入 小蜜蜂便活了起来 我又掐了几个诀 赋予几个小蜜蜂意识 当然这意识是暂时的 因为不是自己生出来的 所以只能够存续一段时间 但追踪出租车倒也足够 三只小蜜蜂离开 金汉这才询问起 追出租车的原因 我也没有隐瞒 全部告诉了他 那你怎么不直接将人扣下来 以你的能力 不至于扣不下来一个普通人吗 就算是圈子里面的 除非是我师父他们那种级别 不然的话 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看了一眼金汉并没有马上说话 而是先发动车子 调转车头朝来时的路走 难道 真的是我师父那个级别的人 不至于吧 不应该没有发觉你和张回 在装睡装玩游戏呀 更何况 你还将那个小蜜放出来了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2集 本来是想着等回到酒店 找到张回吕乐他们之后 再一块儿说 但金汉实在是太能念叨 无奈 只能开口解释 那司机只是个普通人 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你为什么补江人给扣下来呢 因为真正杀人的不是他 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过金汉说的 江人直接扣下来 逼问缘由 但动手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真的只是普通人 杀了人之后 应该会恐慌 就算不恐慌 此时应该也不能 一脸淡定的接送客人 而且那个男人身上 虽然有阴气 却不浓郁 一点也不像是 沾染人命的样子 到底是谁下了数法 为了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 我只能按兵不动 避免身后的人发现不对 磨灭痕迹 听完我说的 金汉不由地择了择舌 好一会儿 才似想起什么事情 一般惊呼 我说金汉 你能不能不要 一惊一诈的 我这开车的 一不小心 很容易出车祸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起一个事情来 如果杀人凶手 不是出租车司机的话 那出租车司机 能够自由进入酒店的后门 是不是代表着 杀人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酒店里面的人 听到金汉的话 我不由陷入了沉思 不说大哥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说的很有可能 那要不咱们换下酒店 不用 就在这儿就行 虽然你和牛大的道行不错 但敌在岸 我们在明 那万一对方想做什么 怎么办 你别太小提大作 就算我们圈子里面的人 又能怎么样 只要不是明知插手他们的事情 调查他们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如果咱们真的去其他酒店 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要知道我和张辉 刚坐那辆出租车到酒店 如果让背后的人知道 我们刚来不到半天 又去了另外一家酒店 你觉得他们会起疑心吗 到时候 我们可能真正陷入危险之中 那行吧 那我先去告诉旅程他们一声 让他们都小心着点 注意酒店高层 酒店向来都是走正门的 能够用到后门的人 大多是酒店的管理的 至少是能够在酒店说得上话的 所以我们只要注意那些 对酒店影响力较大的人就可以 听到我的话 金翰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拿着车钥匙锁上车 然后对着金翰说道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遇到一个房间里去 不用 刚才吕乐给我发过信息 说他们都在石厅坐着 石厅 怎么会在那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子 他们都不休息一下吗 我也不太清楚 吕乐说他们去了石厅 具体是干什么 这根本没有说呀 听到这话我不再多问 直接跟着金翰前往石厅 石厅并不是指一个亭子 而是指一个娱乐的地方 那里靠着河 靠着矮山 还有竹林 所以有许多的娱乐设施 是温泉山庄里面 除了主打的温泉外 最为赚钱的一个项目 之所以叫石厅 是因为入口的地方 有一座石厅 已经上百年 开发商觉得这石厅有标志 于是就把它留了下来 将名字改成了石厅 到达石厅的时候 找了半天发现 几个人根本就没在陆地 都去了湖中划船 我们俩人本来是想给他们发消息 让他们赶紧回来 结果却半天都不成功 无奈也只能租船去巡 不过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划奖的 而是柴油自动的小船 我们此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情赏湖 只想着快点会合 开到张回几人所在小船附近时 张回几人正拿着鱼网钓鱼 看着几人悠闲 我和金翰不由地黑了脸 我们俩人为了酒店的事情 是着急忙慌地寻找 结果他们却是悠哉悠哉地钓鱼 搁谁谁能接受得了 最先发现我们的是牛大 牛大感知力最好 尤其是我和金翰两人停下来之后 就一直是直勾勾地盯着他们 所以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两人的存在 看到我们两个 牛大就快步地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没事吧 我没有马上回应牛大的话 让那三个也过来 我有些事情要说 牛大有些疑惑 不过并没有多问 点了点头 就转身朝着张回 吕乐 吕成三个人所在的方向走去 张回几个人虽然玩得不亦乐乎 但看到我和金翰过来 还是跟在牛大走了过来 尤其是张回 他早就知道出租车上的不对劲 所以并没有什么不满 走过来后 张回就看着我们两个人询问 事情怎么样了 不太好 咱们这两天 怕是会不太平 听到我的话 张回也严肃了起来 先过来我们这只船 咱们一边走一边说 吕成吕乐三人 不知道什么其中的详情 但也是听到我的话 立刻离开 那这艘船怎么办呢 总不能直接扔到湖中央 不管吧 看着吕乐如此 我并没有马上接口 而是转头看向金翰 你放心 等会儿回去之后 我会让管理员把船开回去的 还有那渔网 听到金翰这话 吕乐也没有再说别的 几人上了我的船 就掉头朝着来时的路走 一边开船 一边将出租车司机的事情 告诉了几人 讲完之后 我看向几人盯住 既然这件事情牵涉到人命 那我们就必须要赶到底 将幕后的黑手揪出来 所以这两天 大家必须要小心 该玩的时候还要玩 但不能因为玩 就放松警惕 既然要调查事情 那怎么还玩什么呀 专注调查幕后黑手得了 要不然多浪费时间呢 不行 我和张辉坐着出租车来 这件事就足够惹起对方的注意 如果再不做些什么 那就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人家 我们有猫腻 所以就算是不想玩 也必须得装出个样子 好吧 我顿了顿 正想说什么 就听到湖中央的位置 传来一声尖叫 转头看去就见到 离着张辉他们那条船 不远处的另一只船 翻进了水里面 快快回去 那里面还有个小孩呢 听到这话 我也顾不上其他 到了一句做好 连忙调转船头 朝着湖中心的位置而去 好在我们这船并非手动 不然到达湖中心的时候 就算大人没事 小孩子也肯定抢救不过来了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3集 到达位置后 金汉三人直接脱下衣服 跳进了水里面 不过我并没有马上跟着下去 而是先稳住了船 等到船稳定在湖面后 我又对着张回两个女孩子 叮嘱了一句 你们两个小心一点 跳进去的时候 牛大正抱着一个小孩 往船所在的位置滑来 看着牛大脸色惨白 我连忙过去帮忙 游到牛大的附近 我才发现 他的两只脚上 各有一个血窟窿 在不停地往外冒着鲜血 这一会儿的功夫 我和牛大的四周 就布满了血腥味 看牛大脸色越来越白 我连忙将牛大 手里面抓着的孩子接过来 然后又用另一只手 拽着牛大 等到把牛大和小孩 弄到船上后 我已然是气喘吁吁 在水里面总归是 比在陆地上费些力气 正喘着气 就听牛大虚弱地说道 宋香 还有一个小孩子没叫上来 你快点 那孩子状态不太好 我怕他撑不了多长时间 听到这话 我不由地愣了一下 因为之前经历的原因 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都会先习惯性观察四周 刚才也没有例外 我很清楚 那条船上虽然有小孩子 但只有一个才对 但牛大向来不会说谎 见我愣在原地 牛大焦急道 你想什么呢 赶紧去救人呢 人命要紧 我看了一眼牛大 点了点头 就朝他刚才游过来的方向游去 游到牛大所说的地方后 我确实再次愣住 确实还有个孩子 而且也确实如牛大所说的那样 被水草给困了起来 但那孩子小 有些超乎我的意料 虽然心有余虑 不明白为什么会多出一个 但是还是将他救了起来 在华会去时 金汉旅程两个人 已经把大人都救了回去 我游到船旁边的时候 金汉正趴在船上休息 这怎么会有那么一个小的小孩啊 见金汉满是惊讶 我不游的疑惑挑眉 我记得我游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只有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 多大的孩子啊 就船上那个小孩 你确定没有看到这个 没有啊 就只有三个人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我没有再说 直接将孩子递给金汉 让他帮我接着 然后我又麻利地翻上了船 话说这个小孩子 你到底从哪发现的 我没有回应金汉的话 只是询问牛大他们在哪 都去换衣服了 先别管别的了 你先给这孩子检查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回来的这一路 孩子的气息都在 但一直没有什么冻结期 听到我这么说 金汉也没有再多问别的 将注意力全部放到了那几个 几个月大的婴儿身上 看着金汉给小孩子检查 我也没有离开 就坐在旁边坐着休息 还没有等金汉给小孩 检查完身体 张回吕乐 两个人就走了过来 看到金汉怀里的小孩 都疑惑地看向了我 这怎么有个小孩子呀 看起来 估计还没有一周岁吧 怎么现在的大人 都这么心大呢 这么点小孩子 竟然也敢往外抱 都不怕出事啊 不是那两个人的 不是那两个人的 还能是谁家的 这附近 除了我们在之外 也就他们的船 是在中央位置啊 这个不太清楚 但这个孩子 确实不是那两个人的 我刚才来找你们的时候 看过了 那家船上只有一个小孩子 就是刚才救上来的那个 难道 是被抛弃的寄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孩子命倒挺大的 怎么样 孩子没事吧 这 这孩子肚子里没有东西 你马上催吐 你看船上 有没有什么木板之类的 先做个简易的小床 把孩子放出去再说 这船上除了几身救生衣 和救生圈之外 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啊 去哪儿找木板做小床啊 有催吐的话 就必须得把孩子 放到一个平坦的地方 抱在怀里很容易出事 金翰打量了一眼四周 然后对着我们说道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就只能放到船板上 不过 见金翰欲言又止 我不由地挑了挑眉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金翰看了一眼怀中的婴儿 然后对着我们解释 这船都是常年紧泡在水里 吸收寒气浓郁 比泡在水里还不弱 听到这话我不由地烦躁 金翰说的没有错 这种常年泡在水面的关板 要比湖水还要更寒凉 可眼下 我也确实没有什么 能够做简易小床的材料 旁边的船上倒是有木板 但那东西跟船板没什么区别 自然是也没法用 就放在船板上吧 我用星辰之力 将船板的含量隔开 应该能够撑到这小东西 肚子里面的东西出来 听到我说用星辰之力 金翰倒是没再说别的 点了点头将小孩子放在船板上 孩子太小 所以在催吐的时候十分麻烦 直到牛大旅程 还有救上来的一家三口走过来 我这边也没有完事 虽然在成仙之后 我体内九颗星辰 蕴含的星辰之力非常浓郁 但也架不住长时间输出 尤其是小孩子太小 经不住太冷太热 感受着身体内的星辰之力 已经枯竭 我不由地看向了金翰方向 见金翰还在专注质量 我也没有开口 闭上眼睛 将太阴太白两颗星宿的星辰之力 转移到陈星里 自从天外邪魔离开 做了阴私之主 我很少自爆本命星 暴星过后还能够恢复 但恢复周期太长了 眼下为了救那个小婴儿 也只能如此做 好在暴星之后没多久 金翰那边便有了进展 听着小婴儿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喊 我的心才算是落到了地上 能哭能喊就说明孩子没事 正想着一声刺耳的尖叫 将我拉回了现实 回过神来才发现 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七岁的小男孩 他指着金翰手底下的婴儿 不仅大叫喊着怪物 竟然还想将我们那个婴儿 扔到水里 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 婴儿的嘴里面 爬出了那条细长的青蛇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4集 早在金翰说婴儿肚子里面有东西时 我就猜测到不对 但我没想到是青蛇 虽然很可怕 但我还是不能够理解那孩子说的话 最让我生气的是童言无忌 可大人在说话的时候 一次没拦过 只在旁边冷冷地看着 尽管不满 但我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金翰吕乐 几个人找东西把婴儿包起来 至于青蛇 我们也并没有打死 而是放到水中 任其游走 做好这一切后 我就开动小船往回走 那三口 其实看出了我们几人不满 到达岸上 直接离开石亭 半句话也没说 真是一群白亚狼 辛辛苦苦地把他们救上了 结果连一句感谢都没有 有些人看着 像人其实不是人 和他们计较什么也没什么用 算了 咱们赶紧回酒店吧 咱们能回酒店 他怎么办 要不咱们先把这孩子带回酒店 等他恢复了一些之后再送走 那酒店太危险了 把他带回去 不是个好事 酒店的事情对我们几个成年人来说 倒是不足为惧 毕竟都是圈子里混了好多年的 都有一些保命手段 可这婴儿才几个月大 别说保命 就是吃喝 都需要别人管 这不是有我们几个人吗 怎么那么多人护着 我就不信能出事 你说的倒是轻松 等真出了事就完了 这是一条命 不是一个玩物 岂能儿戏 那你说怎么办 这孩子那么虚弱 咱们又没办法马上找到他爸妈 难道要任由其自生自灭吗 金翰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虽然咱们确实没办法马上找到他的爸妈 但宋想说的也没错啊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酒店里有什么人物在 小人物还好说 要是真的是我们联手都无法撼动的大人物呢 如果这小孩子真的出了事 谁能够担得起责任 张回的话让我心里流过一股暖流 但只是一瞬间我就回过了神 我拽住张回 对着他摇摇头 示意别再说了 虽然金翰刚才的话很重 但是张回的话也不清 朋友之间有点摩擦很正常 但也不能闹得太大 张回也不是个不知分寸的人 沉默着走到了旁边 我的想法是 先联系当地部门 让他们来想办法 这孩子虽然眼下看着状况不好 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要好好休养就可以 如果跟着咱们的话 不仅会给咱们带来很大的不便 还容易被人盯上 不过如果你们觉得带着比较好 我也没有意见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吧 跟着去酒店确实不怎么安全 而且咱们又不是在这常住 过两天就要回去了 到时候也是麻烦 还不如现在就找当地部门 既然你们都觉得太危险 那就找当地的部门吧 见几人都没有意见 我才拿出手机来打电话 打完之后我们并没有继续待在石亭 而是回到了酒店 不过也没有各回房间 而是坐在了大厅里等着 虽然怕那些人注意到这孩子 但这孩子毕竟是山庄里发现的 总得过一下明路 而且只要那部门的人将孩子接走 那些人就不会再做什么 部门的人来得很快 一会儿就有人来到了酒店 孩子虽然没有大问题 但也需要做个详细检查 简单的笔录之后 那些人就带着孩子匆匆离开酒店 离开之后我们各回房间 旅乐张回倒还好 我们几个男人怕是有些撑不住 在水里泡的时间长 还拖着好几个人 哪怕不是普通人 那寒气也着实受不住 回到房间之后 我并没有马上休息 而是洗了个热水澡 虽然用星辰之力可以驱除寒气 但我更喜欢泡澡 昏昏沉沉之际 听到敲门声 谁啊 收拾好 我也没有听到对方的回应 只是听到不停地敲着门 见对方如此不屑 我也没有磨蹭 拿着毛巾擦着头发 走去打开门 怎么是你 我还有一只酒店的人 一直敲门也不说话 金汉见我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也没说出来 先进来再说吧 金汉点了点头走了进来 走到客厅后 我坐在他的对面 怎么了 老总 抱歉 我之前不应该和您那么讲话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一愣 本以为金汉是有事 没想到竟然说些这些 老金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一直感觉你这几天脾气不对劲 总是怪怪的 刚认识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 听到我的话 金汉没有反驳 长叹了一口气 确实不一样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怎么可能才一样的 金汉虽然没有明说 但也表明了 确实经历了一些 我不曾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在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到我询问金汉有些犹豫 像是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我 如果不能说的话 就不要说 没有关系 咱们之间 不需要非得把自己的隐私 全部坦白 金汉倚着沙发没有回应我 只是继续沉默 本以为金汉不会讲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他竟然对我轻轻地道了一句 老总 你相信预知吗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九十五集 这几个字不由得让我心中一惊 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试探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有了预知的能力 对 金汉的肯定让我脑子一片空白 你 你确定 是之前就有 还是最近才发现的 如果 之前就有的话 我肯定早就告诉你了 怎么可能一直瞒着呢 这种能力很稀少 后天出现 比先天出现得更少 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刚来的时候 我遇到了毛山的死对头 被撸走了一天 遇到这种事情 你怎么不通知我 当时大家都乱了套了 根本就没时间通知你啊 那后来呢 后来没事了之后 为什么不通知我 这不是怕你们担心吗 本来你们那边的事情就多 再说其他的 不是更加让你们担心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没事了 我没有理会金汉 而是沉默了一会儿 我 我真的没事了 要是真出了什么大事 这肯定会告诉你的 所以你被卢走那天 到底经历了什么 听到这话 金汉的脸色瞬间苍白 眼中带着恐惧 你那天到底怎么了 金汉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双手攥成拳头 我连忙拿出一张 清心服贴在他身上 许是那件事情 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阴影 脸色苍白的厉害 双眼空洞的像木头人一般 我对着金汉又喊了几声 仍旧没有用 然后我便打电话给吕成几人 吕成那边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打了两三遍才接动 自强 怎么了 你在哪 我出来买东西了 怎么了 你没跟着你一起出去了 没有啊 我自己出来的 他和金汉应该都还在房间呢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找吕乐 问一问金汉的事情 既然不在你身边 那我就先挂了 说完之后我就直接挂了电话 起身去找吕乐和牛大 最开始和金汉一体的 只有吕乐 吕成两兄妹 所以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得找他们两个 而且金汉的狮神 也需要亲近之人唤醒 可刚走到门口 便听到身后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 听到金汉的声音 我连忙回头 看金汉已经能够动作 我脸色依旧不是很好看 怎么样 你没什么事吧 别去找乐和他们 他们并不知道具体的事 听到这话 我瞬间明白金汉为什么会突然醒过来 虽然知道吕乐对他影响很大 但却没有想到这么大 宋强 别去找乐乐他们 那天发生过的事情 我并没有告诉过他们 好 我不去找他们 你也别再多想 我不问就是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为什么突然出现预知能力 后天的预知能力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我师父说过 后天出现的能力 多半会随着一些致命的危险 但如果你不想说 那就不要说了 金汉看着我摇了摇头 看他如此 我不由得疑惑 我不是不想说 而是说不出来 什么 我确实是说不出来 每当我想把那天的事情说出来 我就会有一种窒息感 好像下一秒就会没命一样 我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但也没有再说别的 拍了拍他的肩膀 检查是不是被人下了什么咒术 检查了一遍 发现没有什么不对劲 没有被算计 那只有一种可能 心里出了问题 哪怕身体上的伤已经恢复 但心里的伤却没有愈合 如此猜想我并没有说出来 只是劝慰了几句 我没敢让他回自己的房间 就他现在的状态 独处一个房间反而容易出事 在金汉缓和一些之后 我们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转移注意力 直到我们两个打起哈枪 我才放他回去 刚把人送到门口 我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闻到这种味道 我和金汉不约而同地严肃了起来 许看看 坐 我和金汉一直朝着味道传来的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 绕到了酒店的后面 看到那后门 我和金汉不由想起一件事 出租车司机 我连忙召觉 换了几个蜜蜂过来 因为有意识 所以沟通起来也不麻烦 简单沟通只限于我和他们 因为他们是我创造出来的 不过就算是意识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到底是蜜蜂 根本没有办法说人话 听着叽叽喳喳地说着 我不由得皱眉 直到几个蜜蜂说完又飞回去 都是没有缓过神 看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眉头紧锁 宋小 你没事吧 没事 那几个蜜蜂跟你说什么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6集 我没有隐瞒他 直接将蜜蜂的话 原封不动地讲给了金汉 他们说那个出租车司机 进到里面后见了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见到出租车司机 心情大好 但在听对方说 尸体没有送出去之后 瞬间变得狂躁起来 然后 也把那司机捆了起来 闻到血腥味 是出租车司机 那几个小蜜蜂说 那年轻人正开着车 一遍一遍地碾压司机 说是等其彻底死后 把他和后车厢的尸体 都埋在后花园里 简直就是畜生 咱们现在怎么办 进去救人吧 如果咱们现在动手的话 可就没办法钓到那条大鱼了 本以为出租车司机 要见的人是幕后黑手 但眼下见到的几只小蜜蜂 说年轻人是幕后黑手的 可能性不大 虽然知道金汉的话没错 眼下动手会打草惊蛇 但实在没办法 眼睁睁看着人命消失 我想了想 看着金汉 没事 咱们可以玩个大的 只救走那司机 虽然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但如果把那个年轻人也带走呢 你这是想直接把对方给逼出来 没错 那成 就这么办 要不要先和吕成他们说一声 算了算了 要是有什么大事的话 喊也就喊了 这种场面 咱们两个就够 人多反而会露出马脚 不喊也行 不过咱们得先回房间一趟 改一下装扮 不然今天抓完人 明天就被人撵出山了 行 咱们快点 说完我和金汉 快速地回到了房间 简单一熟识 我们两人就变了一副模样 而且为了不让人联想到我们身上 身材上也做了不少变化 比如金汉此时后背多了一个抱枕 配上他皱皱巴巴的脸 像是七老八十的老汉 我则是鞋子里垫了几双鞋垫 改变了身高 没有金汉那么夸张 但这样反而更容易相信 两个人一人比一个沟楼 只会让人起 这样刚刚好 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在门外停留多长时间 直接用星辰之力推开大门 没有踹 因为金汉说那样 更能够加大里面的人的恐惧 所以在用星辰之力打开门后 我们也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等着里面的人发现自己出来 虽然用星辰之力打开大门 但为了引那些人出来 我故意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看着那人出来 我对着旁边的金汉点了点头 金汉轻声应了一下 然后就走了出去 走得并不快 只是模仿着老人走路的那样 一步步地擦着地往前行 此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我们又是在拐角 所以对方只是听到了声音 并没有看到金汉 听着对方一声高过一声呐喊 我不由地抽了抽嘴 好在金汉并没有戏耍对方太长时间 金汉对着对方冷冷地道了一句 小伙子没礼貌 怎么见到老头子就要跑啊 你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我呀 是来找我儿子的 听说我儿子在你们这里 我来接他回家 听到这话 对方只以为金汉是找错了人 一个甩手就想要把金汉甩开 但金汉的力气很大 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 我们这里没你儿子 赶紧放开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熊让你吃不了肚子走 刚说完 男人发出了一声尖叫 金汉掐着对方的脖子 你说谎你骗我 明明看到我儿子开车进去了 把我儿子还给我 把他还给我 把他救出来 快点 把他救出来 男人再次尖叫 再也没有刚才那样胆子大吼大叫 只是哆哆嗦嗦的 我 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做的 你要找就找小少爷 这真的不是我做的 听到男人的话 金汉没有再多说 直接拽着人走了出去 看金汉进去 我也没有多磨蹭 直接也跟了上来 金汉手里拽着的男人回过神 发现多出一个人后便再次尖叫出声 听着那声音 我不由地皱了皱眉 有些烦躁 但并没有因此赌上对方的嘴 毕竟我们还在借着对方的喊叫 把那年轻人吸引过来 只能忍受这个折磨 走了一会儿 我们就听到车子声 听到那车子声越来越近 我和金汉不由地忽视了一眼 随即加快了脚步 一分钟不到 我们就看到了之前跟踪的出租车 只不过此时坐在出租车里面的 并不是之前那个司机 而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如果不是早就听那几个小蜜蜂 说了对方的事件 单看这身打扮 倒真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斯文人 当然 这只是看着想 看着那车子直直朝着我们冲过来 而且一直没有停下的迹象 我和金汉不由地互视一眼 但并没有躲开 而是就那么站在原地 等待对方冲过来 虽然我们两个没有出声 但旁边那个男人 却是紧张地大叫了起来 不要 不要少爷 你赶紧停下 我还在呢 眼看着车子近在咫尺 男人再次发出激动的尖叫声 本来我们不想捂住男人的嘴 但声音太大 所以我忍不住用星辰之力 封住了他的嘴巴 而金汉则是拿着自己的长剑 一下捅进了车里 既逼停了车子 也吓住了里面的年轻人 因为那把长剑的剑尖 就顶在他的腹部 不得不说 这年轻人比最先 被金汉拽住的男人强了许多 哪怕长剑已经贴到腹部 忐忑到极点 面容上依然是强壮镇定 既然我们没有动作 也不说话 年轻男人就想要打开车门下车 但刚有动作 金汉就将长剑又刺了进去 虽然没有看到里面的情景 但看到年轻男人眉头紧皱 就知道剑尖已经刺进了皮肉里面 第五百九十七集 年轻男子在车里面沉了好一会儿 才对着我开口说道 两位前辈 可否告知一下原因 就算死 总让我死个明白 你抓了我的儿子 还让我告诉你原因 你说什么 二位怕不是来错了地方 找错了人吧 我没有马上开口 只是稍稍地解开了旁边 男人嘴唇上的封印 如我所料 男人嘴上的封印一解 就将我们的来历 告诉了年轻男人 不过 他这一举动 并没有让年轻男人多看一眼 反而是皱眉冷声道 不可能 他是个孤儿哪来的父母 哪里来的家人 你们到底是谁 那男人倒是聪明 借着这个时机 直接将手长剑拔了出来 然后下了车 下车之后 他并没有逃离 而是直接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看到对方的动作 我冷哼一声 直接两天尺日迎上去 见我的动作 金汉没有再出手 因为他很清楚 对方的实力 奈何不得我 不到十招 我就将对方控制在手中 此时 被控制的年轻男人 也失去了最开始的淡定 别以为拿下我就很厉害 我身后的人 你们惹不起 听你这么说 我们倒真就想惹一惹了 说完之后 他就直接拿出一根绳子 将年轻男人紧紧地绑了起来 为了避免对方乱喊乱叫 还找了一块纱布 怼进了嘴里面 看金汉的动作 我没有多说 只是拿着两天尺转身 对吓得呆愣的男人挥了挥手 将其弄晕 最重要的人已经弄到了手 自然也就不需要了 他再帮忙大喊大叫 做完之后 我们就带着年轻男人 往血腥味最浓郁的地方走去 这酒店很大 后面的园子也不小 走了十多分钟 我才找到了司机 因为之前年轻男人 对司机的身体碾压了好几遍 所以我们找到的时候 对方也就只剩下一口气在 避免更多的人发现 我们并没有马上治疗 而是喂了一颗回魂丹 保住性命 然后带走 但出了后门 我们才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还要在酒店住着 那这两个人就得放在别的地方 一下子失踪了两个人 酒店那边肯定会搜查房间 要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话 难免会被对方发现 或许我们可以用点法术 将两人藏起来 但如果有道行高深的人在 怕是很难瞒得住 想到这一点 我和金翰不由的有些发愁 要是熟悉的地方还好 偏偏这里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来 根本没有什么相熟的地方 知道的几个好玩的地方 还是在来之前 临时抱佛脚搜出来的 眼下让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 沉默了好一会儿 金翰才开口说道 要不然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好好隐藏 说不定能够瞒过去 而且就算瞒不过去 到时候打鱼出来 也没什么所谓不是 金翰的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毕竟我们最开始的目的 就是想要把 作乱的凶手找出来 想了想 我还是同意了金翰的建议 那行 那就把他们带回去 带去你房间还是我房间 要不然咱们俩 一人带一个 全弄进我的房间 你自己能看得过来 放心吧 我的能力你还不知道吗 金翰听到这话 倒也没有再说 点了点头 将离他最近的年轻男人扛了起来 看着金翰如此 我也没有多磨蹭 直接将另外一个扛了起来 然后和金翰快步地走回房间 把那两个人弄进房间里面之后 我们并没有马上给司机治疗 而是又离开房间去了监控室 将有关我们去后面的视频删了一遍 就算只是想要钓鱼 不在乎暴露身份 也不能让对方找到明确的证据 做好这一切之后 我们才又往回走 刚走到我们所在的那层走廊 就碰到了买东西回来的旅程 看到我们两个人聚在一起 拎着许多东西的旅程不由疑惑 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块 你们难道也出去了 你不也刚回来吗 而且这个点对别人来说算晚 对我们来说不是刚刚好吗 金翰没有说到底去哪儿 可话里的意思又让人觉得 确实是去了外面 至少旅程没有多怀疑 聊了几句后 旅程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旅程进入房间 我和金翰两个人都不由地松了口气 倒不是想瞒着旅程 而是不能在走廊里说这些 住在这儿的不止我们几个 还有其他人 谁也不能保证其他人里面 有没有同类人 我们本来是想着给旅程使眼色 让他去我房间说清楚 但旅程没有看懂 我们也只能顺着对方的话茬说下去 不然浪费太多的时间 一样会引起旁人的怀疑 在旅程进入房间后 我和金翰就赶忙回了我的房间 进去之后 金翰也没有多说 直接大步走到司机师傅 躺着的沙发处开始治疗 我也没有闲着 在他治疗的时候 一直用星辰之力帮着恢复体力 那司机师傅伤得太重 想要把人救回来 需要不小的功夫 如果我没有帮忙的话 金翰自己一个人根本撑不下来 虽然金翰眼前看着没什么事情 但到底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恢复得再快 身体上还是有些无力 为了把司机师傅的命救回来 我们两个人熬到了大半夜 等到对方的情况稳定下来之后 我和金翰两个人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 摊坐在地上 直接倚在另外一边的沙发上睡了过去 直到司机师傅醒过来 才将我和金翰给吵了起来 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听到年轻男人在不停地嘟闹着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快点把他们都杀了 你就能出去了 刚刚醒过来 我的理智还没有归位 听到这话觉得烦躁 不满地将年轻男人嘴里的纱布吐出来 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 睁开眼睛 我就见到了一柄锋利的水果刀正对着胸口 而拿水果刀的正是昨天让我们费了许多精力 熬到大半夜的人 看到拿水果刀的人是司机师傅 我抬脚就踹了上去 碰触地面发出很大的动静 没一会儿金翰也醒了过来 怎么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 要不是我醒的即时 估计咱俩的命都没了 什么意思 动手的是他 除了咱们 就剩下两个人 能活动的除了他还有谁 听完我说的话 金翰瞬间站起来 朝着对方走去 妈的 老子费了半天的就救你 就是为了让你要老子的命呢 早知道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弄死你了 够 没一会儿 司机师傅就只剩下出气 没了进气 看着司机师傅两眼空空 已经快不行了 我连忙拽住了金翰 倒不是可怜司机师傅想救他 只是不想坚悍地手上沾染人命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8集 好了好了 恶人自有恶人魔 如果你这样出手弄死他的话 大不了 就等大鱼上钩 交给对方 没必要脏了自己的手 秋道之人最怕因果 一旦沾上人命官司 就算你天赋再高 运气再好 也没办法走得长久 如果对方身上有人命的话 倒无所谓 一旦真惹上 我们这些人动手 只会是替天行道 但这司机师傅 虽然对我们动手 但毕竟没有出现事故 而且他只是个普通人 真的要动手的话 绝对会沾染业障 因为这么样一个人 不值得 我知道了 我不会吓死手的 放心吧 见金汉恢复理智 已经冷静了下来 我也没有再多说 直接松开了手 获得自由的金汉 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 没有再对对方吓死手 看着他从背包里面 翻找出了好几种药粉 喂了进去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 喂了什么药粉 但这都无所谓 只要不是要对方的性 那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确定金汉不会动手之后 我就转身走向了那个 弄掉纱布的年轻男人 见我走过来 年轻男人眼睛闪过了恐惧 先生 我们远日无冤 既日无仇 就因为一个出租车司机 至于吗 要知道我背后的高人 你们确定为了一个 出租车司机得罪我们吗 只要你把我放了 我保证不会有后续麻烦 而且我希望你们能够快点 我师父已经发现了我出事 如果慢的话 师父找上门 那时候你们就算想求我 也是没什么用了 你觉得我说的是假话 我师父对我向来上心 平日里的举动都会盯着 眼下的事情 他肯定已经知晓 不然的话 那个司机也不会有胆子 对你们动刀子 对方说的话 确实是想威慎我们 可惜他不知道 我们之所以把他绑过来 就是为了引那幕后之人 不过他说的话 倒也不是完全无用 至少让我们知道 出租车司机不是忘恩负义 想到此 我不由地转身 朝着金汉走过去 走到旁边的时候 看到他还没有停下 喂药的动作 我想了想 忍不住拽住他的手 但在看到药瓶的时候 确实一愣 怎么了 你给他吃了什么药 就是一些补药 和治疗伤口的药 不把他身体弄好一些 怎么能经得住 对方的折腾呢 听到这话我松了口气 幸好不是我想的那样 既然我尝出一口气 金汉不由地疑惑 怎么 我将那年轻男人说的话 讲给了金汉 听到司机不是故意要捅我们 而是被控制 金汉也是不由身体一将 那我刚才拳打脚踢 事情一发生 再后悔也没什么用处 而且 虽然对方是被控制了 但确实伤害了我们 所以 功果相抵 只要不闹出性命的大事 就不会沾染业障 别多想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 就再给他多吃点药 让他快点好 金汉点了点头 随即便将旁边的背包拽了过来 我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走到司机的另一边 用星辰之力检查了一番 可不知道是对方的道行太深 还是我们的见识太少 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找了两遍都没有发现 我只能放弃 我看着身边还在找药的金汉 老金 咱们先把人抬到床上去 躺在地上着凉了怎么办 金汉听到我的话连连点头 就和我一起把人抬到了床上 之后便是给对方喂各种药 好在金汉理智 追到这药不能喂多 检查了司机身体 发现没什么大问题 金汉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怎么办 等着呗 等对方上钩 看着金汉打哈去 你要是犯困的话 你先回去休息 这里我盯着 还是和你一起吧 省得再出什么乱子 我看你啊 还是先回去睡一觉吧 睡完了之后 正好来替我 不然的话 就算留在这 等到真出事的时候 也只能多个人跟着我一起出事 我虽然也累 但还撑得住 可金汉不行 金汉想了想 依旧是摇头 还是算了吧 我不放心 就算回去睡 也睡不踏实 听他这样说 我也没有再撵他回房间 但也没有让他继续陪我 想了想 又去柜子里 拿了一床被子 扑到沙发上 让他躺到沙发上 眯一会儿 对于这个建议 金汉倒没有拒绝 想来也是真的困了 躺上去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尽管很疲惫很累 他依旧睡不踏实 没一会儿 金汉就挣扎着掉在地上 见到对方眉头紧锁 我连忙走过去 把金汉扶到沙发上 但没一会儿 金汉又掉了下去 我再次把人拽上去 然后又拿出了一张清新服帖上 虽然不能够直接让对方睡得踏实 但能消灭恐惧 不过因为之前清新服不怎么够用 所以贴上后 我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观察了一会儿 想着如果失败 也能想想其他的办法 好在这一次没有让我失望 一会儿的功夫 沉睡的金汉便松开了眉头 看着金汉不再像刚才那样恐惧挣扎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恐惧太深是真的能够吓死人的 而且如果对方一直睡不安稳的话 还有很大的概率猝死 好在清新服是有用的 看着金汉没事 我就转身朝着对面的沙发走去 不过并没有闭眼休息 除了担心金汉再有个什么事情 还是怕司机再被控制 当然最重要的是怕对方来个出其不意 趁着我们疲惫的时候闯进来 不知道对方是忌惮我们还是怎么样 一直熬到中午也没有人进门 倒是张回几人拿着饭菜过来了一趟 因为忙来忙去 忘了司机和那年轻人的事情 告诉了其他人 所以把几人带进来之后 并没有马上吃饭 而是先解释了一遍 抱歉啊 抱歉什么 出了这么多事情 可能没有办法带你出去玩了 本来想好好带他去逛一逛 但眼下要等着对方上门 根本没办法离开 听到我的话张回无所谓地摇了摇头 没事 昨天不是已经去湖中央逛了一圈了吗 我已经很开心了 别太在意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9集 等到吃饭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 大部分的饭菜已经没了热火气 不过因为大家都不想再重新点餐等餐 还是将就着吃了几口 吃完之后 因为知道我和金汉已经累得不行 几个人十分自觉地把残羹剩饭带了出去 但没过几分钟 我就又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发现还是张回牛大几个人 看到他们几个 我不由得疑惑 你们不是回房间休息了吗 还有事 我们晚上已经睡够了 不需要休息了 倒是你们应该多休息一会儿 张回一边说一边朝屋子里走 吕乐几个人也紧随其后 知道几个人是怕我太累想要帮忙 我也就没有再下逐客令 关上房门之后 我就走进了客厅 好了 你们两个赶紧休息去吧 其他的事情我们盯着就可以 放心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我会喊你们的 说完之后 吕乐吕成两兄妹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心寒送想 你们两个就别再硬撑着了 熬了那么长时间 再不好好休息一下 真的是会出事的 行行 我们去睡 我们去睡 那你们可要警惕一点 一旦发现不对劲 一定要马上喊醒我们 不要等对方进门 等到出了事再喊我们 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哎呀好了好了 我们都知道了 别啰嗦了 赶紧去睡 见状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和金翰去了他房间休息 我的房间人太多 而且床已经被司机给站去了 之前还能够在沙发上休息 但是眼下张回几个人过来 就没有了休息的地方 只能去隔壁金翰的房间 我没有和人睡的习惯 所以到了金翰房间后 就让他睡在床上 我则是拿了两床厚被子 扑到地上 在旁边打地铺 金翰本来不愿意想自己睡地上 但我没同意 虽然我也很疲惫 但我到底是先驱 不会像金翰那样虚弱 见金翰在被拒绝后 依旧站在旁边不动他 你放心 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 如果真的受不了 我会开口说的 眼下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你赶紧去床上休息 那些人说不准 什么时候就会过来 咱们必须抓紧时间休息 不然等对方来了 可就没有精力对付了 金翰最后还是傲娇地答应 我也是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看到金翰躺下来 我又拿着一张清新符递给他 金翰不解地看着我 之前看你睡觉的时候 不怎么踏实 这个能够睡得安稳些 谢谢 行了 咱们之间就别客气了 我把符纸扔到床上 就盖上被子 闭上眼睛开始睡觉 许是太累了 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 再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再次黑了下来 看着天黑 我不由地坐直身子 然后拍了拍脑袋 让自己快速地清醒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拍打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太大 金翰没一会儿就醒了过来 看着金翰睁开眼睛 我连忙说道 快 咱们去旁边看一下 听到我的声音 金翰回过神 和我一起急忙 走到隔壁的门口 听到里面传来笑声 我和金翰两个人才放下心来 不过又有些疑惑 按照之前那个年轻人的说法 幕后黑手应该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也知道了年轻人出事 按理来说 对方如果真的知道的话 应该早就找上门来才对 除非那个年轻男人并不怎么重要 想到这个可能 我不由地脸色一变 见我愣在原地 金翰不由地疑惑 宋教 宋教 你没事吧 没事 说完之后 我就抬手敲了敲门 敲门声传进去 没一会儿就被人从里面打了开来 怎么这么快就醒过来了 我们还以为你们要到半夜才能睡醒呢 我虽然累 但不至于睡那么长时间 能睡上几个小时就已经够了 下午没有人来 没有 一个人也没有来 听到牛大这么说 我也没有说别的 直接进去找张回几个 看到我们两人进来 旅程不由地长叹一口气 你们可终于醒了 我们就睡了七八个小时 至于这样吗 怎么不至于了 你是不知道 吕乐这个小没良心的说什么 我刚才本来说饿了 想要点点饭吃 但他硬是不让我点 非要让我等着你们醒过来再说 这样也就算了 他还不让我去喊你们 必须得让你们睡到自然醒才可以 唉 真是媚大不由歌呀 金汉碧说得有些尴尬 想说什么 吕乐已经接过话长 不就是让你多等了一小会儿吗 争议抱怨吗 来来来 让你点 让你点 说着吕乐就把手机递给了吕程 吕程也不客气 拿过手机来 就是一顿点 等到手机回到吕乐手上的时候 菜单已经是多了近十个菜 吕程 怎么 你有意见 没有 除了这些菜之外 你们还有没有想吃的 大家都点些自己爱吃的吧 本来吕程点了这么多菜 我们几个是不想点 但看他点的几个菜 又贵又没有分量 还填不饱肚子 我们便一人加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菜 菜品比较多 等的时间自然就比较长 正想着要不要玩会儿游戏 吕乐率先开口 菜刚点完 等送来 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 要不咱们玩会儿游戏 玩什么游戏啊 要不就玩真心话大冒险 哼 这也太没意思了吧 那就只玩大冒险 笔直刚苏醒过来时的吕乐 此时的吕乐变了很多 虽然有些骄纵 但这正是因为家人的宠溺 这份宠溺不只是来自吕乐的父母 也有吕程和金汉的份 尤其是吕程 嘴上不饶人 实则心里面最疼吕乐 不然也不会有吕乐 爬到他头上欺负 此时就是 看吕乐真的想玩 虽然没什么兴趣 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集 吕程答应后 张回牛大两个人也点了点头 至于金汉 向来都是吕乐说什么他做什么 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意见 看着大家都同意 又一时想不到其他好玩的 所以我便也没有扫兴 玩可以 不过我没怎么玩过这个游戏 你们可得让着我一歇 不是吧 不是吧 你连这个都没有玩过 说得好像你就玩过了似的 我是没有玩过 但我看别人玩过很多回啊 我走就学会了好不好 好好好 你会你会 不会的是我行不行 小祖宗 看你道歉这么诚恳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 听到吕乐这话 吕程不由的无奈笑了笑 看着两兄妹打打闹闹 我不由的有些羡慕 如果替身鬼当初没有被算计 而是好好的从娘胎里面生出来 那我们两个人 是不是也会像吕程吕乐两人一样 没事的时候互怼 有事的时候 又是对方最可靠的依靠 正想着手上突然传过一丝温热 抬头看去就见张回正一本正经的坐在我旁边 察觉到我的视线 张回也是磕磕巴巴的说让我别误会 听到他说的 我不由的笑了笑 好我不误会 不知道我们家小回 只是想关心我 谁是你们家 你别了说话 是是是 好在不等他开口 吕乐已经率先公布了游戏规则 把注意力拉到了游戏上 看张回不再追究 我叹了口气 但认真不代表能赢 刚开局我就成了输家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吧 这要不是违反原作的事情 我都可以 听到这话 几个人不由地笑出了声 随即凑在一起嘀咕 好半天才将目光看向了我 商量好了 几人默契地点了点头 最后宣布任务的是牛大 一开始听到对方让牛大宣布 我还有一些紧张 以为是什么 危险在挑战的大冒险 没想到 却听到牛大说道 任务是 选在场的一个人告白 听到这话我瞬间愣住 一旁的张回满脸不自然 告白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什么问题 之前之所以没有正式告白 不过是因为怕张回接受不了 怕他拒绝我 但真的看到张回脸色不好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难受 抱歉各位 这个任务可能无法完成 说完之后 我直接将桌子上的三杯酒快速地干掉 看着我的动作 金汉几个人不由得满是茫然 看他们如此 我有些惭愧 我明白 他们几个提出这个任务是想要帮我 但正是因为喜欢张回 所以我才更加尊重张回 如果张回自己觉得不开心 那我这个告白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就算大家的面前 张回勉强地硬了下来 也只能算作是一场游戏时闹出的玩笑 行恶老宗 没发现你酒量这么好 来来来 继续 今天我非要把你灌醉了不可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来来来 继续继续 到了第二局的时候 我已熟悉了流程 加上运气不错 并没有被成为惩罚的人 输的是之前灌我的金汉 金汉被吕乐张回几人 做弄得满头都是小啾啾 我不由得作了作嘴 但并没有求情 只是旁边忍着笑 惩罚过后就开始第三轮 直到听到门铃声 我们几人才停下游戏 我去开门吧 说完牛大起身去开门 打开门就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你好 这是您点的外卖 请监收一下 外卖员说完之后 牛大应了一声 便在单子上签了字 之后外卖员就将饭菜 全部的给了牛大 牛大有些拿不住 连忙换了旅程过来 领好饭菜之后 我准备关门 却发现 外卖员递完菜之后 并没有离开 而是直愣愣地站在门口 你还有什么事吗 饭菜的账轻了 但我这还有抢人的账 想和各位算一算 听到这话 我不由打了个机灵 你是幕后主使 我有些好奇 各位为什么要搅和进来呢 说起来 我们好像和你们 并没有什么冤仇啊 对方一副不解的模样 看着我 对方长得不难看 相反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 但是像那个年轻人一样 虽然看着斯文 但实际上是个败类 眼前这人也一样 可能普通人会上当 但我们几个 却没有任何一个被迷惑 哪怕是听到我声音跑过来的张悔 也没有被迷惑 这是什么话 确实没有什么仇怨 但你造了孽 杀了人 这就与我们有关系 我倒真是没想到 圈子里面竟然还有你们这一群小可爱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觉得有些恶心 其实不止是我 旁边的吕城吕乐 金汉几人也是一样 我懒得和对方在废话什么 一来是觉得没有必要 二来也是怕对方再说出什么恶心人的话 我拿出两天吃 冷声道了一句 别扯么多没用的 就直接扑了上去 男人见状躲闪 攻击力可能不是很友好 在我冲过去之后 一直不停地躲闪 就在我不耐烦准备一击击吓的时候 对方突然加速 直接冲进了房间里面 因为对方太快 在旁边守着的金汉几人 全都是没有将其挡住 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带着年轻男人走到了窗户边 对方并没有马上动作 而是对着我们笑了一句 后会有期 然后才又转身 带着年轻男人从窗户的地方跳了下去 在对方动作的时候 我就快速地冲了过去 可对方速度十分快 根本就没给我抓住他们的机会 看看两个人快速地下降 我也顾不上别的 直接利用飞行鼠冲了下去 在从窗户上跳出去的那瞬间 我恍然间听到了一声焦急的呼喊 不过只是茫然的一瞬 我就将注意力集中到 追捕外卖员和年轻男人的身上 外卖员落在地上的速度比我快一些 但对方还是一个拖累 哪怕那年轻人并没有受重伤 到底不是常年修炼的人 身体素质跟不上 跑了一会儿便慢了下来 不过也正是因为那个年轻人的拖累 才让我们快速地找到了两个人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1集 这次找到之后 我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扑上去攻击 而是直接聚集星辰之力 将两人全都捆了起来 那外卖员虽然比年轻男人厉害 但并不善攻击 防守倒是厉害 可那是在和同龄人和道行差不多的人在一块 在我面前是不够用的 至少在我用天罗地网的时候 对方并没能像之前那样逃脱 我没有审问对方想要做什么 只是把人带回了酒店 然后让金汉他们联系了当地的特殊部门 把外卖员和年轻男人交给了部门 我就让人别插手 本来我来这里是旅游的 而非办这种事 之所以插手 不过是因为两人涉及人命 没办法做到袖手旁观 但也仅仅是如此 想要让我们多插手 那万不可能 在特殊部门将两个人领走之后 我们就接到了酒店的逐客令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那年轻男人竟然是酒店老板的儿子 不过就算早知道 我们也一样会这样做 收拾了一下东西 我们就离开了房间 走到大厅退房的时候 就发现前台的地方 不止占了一个女生 还有一对夫妻 虽然我的补算不是很厉害 但是只看那对夫妻眼睛中的恨意 也能够将两个人的身份给猜出来 虽然知道两个人的身份 但我并没有躲闪 而是带着金翰几个人光明正大的走了过去 我将几人的房卡都递给了前台 到了去退房 说完之后我就准备转身离开 倒不是害怕 光明正大是光明正大 打招呼是打招呼 退房卡是一个想要离开的房客应该做的 但打招呼却不是必须要做的 尤其是我们和对方并不熟悉 但转过身 对方就将我们拦了下来 听到对方的声音 我不由得有些头疼 但还是没有再往前走 倒不是因为愧疚 只是看那两夫妻面相不错 想着做些好事 虽然那年轻男人不怎么样 沾惹了不少人命 他们的父母却是一个比一个好的善良 两夫妻并不知道我的想法 见到我停下来 便直接大步走到我面前来质问我 你和我儿子有什么仇 看对方在儿子出事后 还能如此镇定地把儿子弄进去的人说话 我不由得暗自钦佩 但面上并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淡淡地道了句没有 听到我这样说 男人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我说道 那可是有什么怨气 我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话 心中却对着那对夫妻 生起了一丝悲哀 男人看着我的动作说道 竟然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听到对方的喝止 我并没有生气 我们还是先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吧 两个人看起来年纪都不小 身子看起来不错 但却是比不上年轻的时候 听到我的话 两人没有拒绝 点了点头就朝着旁边的沙发走了过去 看着两人朝着沙发的地方走去 我这才对着旁边的金翰几人点了点头 走过去 我们就坐到了另一边的沙发上 刚坐下 年轻男人的父亲便对我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把他弄进去 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说这话的时候 对方并没有像刚才那样带着怒气 十分的平衡 但我知道 对方说这话说得很认真 如果不能拿出证据来 对方绝对不会轻易放我们几人离开 不过 我并不害怕 毕竟我说的那些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证据 虽然收集的证据不全 但仅有的几份也足够向两人证明 他们的儿子身上带着人命 虽然要说实话 但我还是不想把事情说得太过直白 伤到两个老人 哪怕这话一说 怎么都会让两个老人难受 但我还是希望这种伤害降到最低 好在两个人也没有催促 好一会儿我才想好该怎么说 我看着两人开口讲述起司机后备箱的那具尸体 我并没有直接说年轻男人杀了人 而是先从那尸体遭遇的事情说起来 我们第一天来到这儿时 我认识一个大学生 很可怜 在年幼的时候意外丧父母 一直靠吃百家饭 长大为了大学学费 一天要打四五份工 长期连周转身体变得虚弱 直到有一天 在端菜的时候没有端文 撒到了客人身上 弄脏了客人的衣服 两人听着我说 并没有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只是有些不解 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情 而且还是对方的错 总不能因为对方可怜 就将过错怪到我儿子身上吧 确实不能将这件事情 怪到令公子身上 但还请两位 尽情把话听完 客人当着众人的面 并没有斥责 不仅没有 还关心对方一般 告诉对方要好好照顾身体 看那个服务员 听从对方的话 真的去医院的时候 却发现了意外 他坐的那辆出租车 早就接受了别人的贿赂 是早早停在那等他 他一上去 那司机就把车子 开往了雇主所在的地方 学生一路上都很害怕 可看到了司机手里的刀子 又不敢反抗 只能绝望地等着 等到了目的地才发现 司机的雇主 就是那个曾经的客人 也是这个时候才发现 那位客人并不像表面那样温柔 他可以温柔 但手里的刀子 也可以随意地划开他的琵琶骨 他可以轻声地安慰别怕 但嘴里也能说出 身体里面的骨头 全都一节一节拆下来的命令 说到这儿 对面的夫妻俩仍是满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怎么可能能做出这种事 说着 老人便开始抽搐 我看到这种情况 急忙让喊一声 然后对金翰使了个脸色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金翰点了点头 然后快步朝着老板夫人走去 为了避免老板不同意阻拦 在对方开口之前 我便已经将金翰的身份解释了一遍 你放心 我们不会因为你儿子的事情对你们怎么样 而且就算是真想对你们怎么样 也不可能在这儿 是不是 老板这才勉强冷静下来 不过 他的眼神一直没离开自己的夫人 直到老板夫人渐渐稳定 他才看下我 小伙子 你说我儿子杀人 你可有证据 说这话的时候 老板依旧是很平衡 但我却能看出 对方眼里夹杂着浓重的怒意 不过我并不害怕 一来 我说的全是真的 二来 就算对方想要迁怒 也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只淡淡地道了一句 本来你儿子 想要出租车司机把尸体扔进海里 但中途却遇到了我们 所以 又把尸体带回了酒店 眼下您只需要找人 去后花园挖一挖 自然就能看到证据 见我说得如此淡定 他相信了一半 希望你没有骗我 说完之后 他就大步走向后面 见对方大步离开 我对着金汉叮嘱了几句 也跟了上去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2集 对方的速度很快 等我走到花园的时候 老板已经找来人 开始动土 花园很大 老板找了不少人 而我也没有提醒 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提醒太多 反而让人觉得 我是故意的 不如让他自己去发现 挖了半个小时 在角落里找到了 我说的那具尸体 挖出来 男人连忙快步走过去 只看了一眼 就开始晕头转向 好在我眼疾手快 扶了他一把 看着男人额头冒出的冷汗 我连忙聚集出一丝星辰之力 输入到对方的身体里面 好一会儿 男人才缓过气来 他拽着我的胳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除非你拿住他杀人的证据 或者命令埋葬尸体的证据 否则我不会相信的 听到这话 我并没有生气 虽然他嘴上说不相信 但只看他浑身颤抖气的发晕 我就知道 他心里面已经相信了这件事情 就是自己儿子做的 只是多年来的相处 让他无法承认自己儿子 会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畜生 我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不是没有其他证据 而是怕着老两口承受不住 对方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犹豫 拽着我的胳膊狠狠说道 给我看 既然已经把如此残忍的事情 摆到我的面前 又何必假装好心 说完对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虽然用力不小 但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你要这么想 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想要看证据的话 我劝你还是吃上一粒保新闻 听到我这话 对方气得脸色铁青 但其实并没有要气他的意思 也不在乎他之前说的那些话 只是害怕他真的一口气喘过来 出大事 他刚才的那些话虽然难听 但却也能够理解 培养二十多年的儿子一朝入狱不说 还被陌生人找上门说他儿子并非好人 不仅不是好人 还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变态 认谁也不能有什么话好说 毕竟一个人就算再公正 再遇到和家人有关的事情时 也会不由自主地偏向自己那人 好在对方虽然生气 但还是听从了我的建议 从口袋里掏出了保新丸 咽了一粒 现在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我看了吧 东西在前厅 在我朋友身上 听到这话 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前厅走去 见我也没有多磨蹭 接着就跟上 到了前厅 我也没有多说 直接走到张回面前 将之前拿的U盘要了过来 然后又给借了一台电脑 把U盘插上 打开里面的视频 那里面的视频 不仅有对方虐杀大学生的视频 还有其他的东西 真要是比起来 虐杀大学生的视频 在众多视频中 只能算是中等层次 不过 那老板夫妇也是确实厉害 在看到视频之后 虽然不敢置信 却一句话没说 硬是咬着牙把视频都看了一遍 要知道 那里面有些视频 我都不会去看 生怕受不了那些结果 可眼前 不远处坐着的那两位 加起来一百多岁的老人 却坚持了下来 看到他们看完最后一个视频 两人才不约而同的晕了过去 虽然早有预料 但真是看到两人晕倒 我还是不由得有些慌乱 金翰 你快去看看他们两个 别真出事了 金翰点了点头跑了过去 张回吕乐两人也跑了过去当帮手 累死了 我没有理会对方的话 只是询问那两位老人如何 我说宋小 你这么关心他们到底干嘛 怎么 没有目的 就不能关心人了 我不太相信你没有目的 为什么 那两个人再好 也是杀人犯的父母 如果没有什么目的的话 我实在是不相信 你会对他们如此关心 但我确实没有什么目的 见我如此严肃 金翰不由地愣住 看着金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待着 我不由地继续说道 他们的儿子 确实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但这不代表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一样 你刚才一看到 他们的态度是怎样 这两个人 就是实实在在的好人 对于好人 我向来都是好态度 哪怕他的儿子是杀人犯 我也不会迁怒到他们身上 虽说子不叫父母过 但我觉得 人之所以会有今天 大部分原因 还是在于自己 你说的没错 确实不能因为一个人 打死一杆子人 是我想的狭隘了 你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说实话 于感性而言 我也是很气愤 但于理性 这些 不能让我面前的人愤怒 你的理智是对的 我没有再多说话 而是转头看向 悠悠行转的男人 怎么样 还好吗 我没事 我没事 那些证据 可以给我一份吗 可以 我马上让人去弄 多谢 这些小事 不算什么 说完我就准备 拿电脑复制 但还不等动作 手机就来了一条消息说 昨天的婴儿失踪了 看到那个消息 我瞬间紧皱起眉头 手下的打字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发完消息 等了好一会儿 对方也没有再回应 看着夜面 我突然生出了一种 不好的预感 正思索着小婴儿 为什么会失踪 旁边的金翰突然到 宋强 宋强 啊 愣了半天想什么呢 我看着旁边等着的老板 和老板夫人 对着金翰摇头表示没事 然后就把坐在不远处的 张辉喊了过来 将电脑和U盘 一起递给对方 张辉 帮把U盘里面的东西 复印出来 这些事 其实我自己就可以 但是经过特殊部门的处理 加上小婴儿 都是经过我手 算是和我有了联系 怎么都该走一趟 张辉也没有多说 到了去好 然后就把电脑 拿过去复制 张辉走后 我没有多待 和老板说了一声 就直接拽着金翰 出了酒店 离开酒店后 金翰不解的 看着我 怎么了 刚才这边特殊部门的人 发消息说 出事了 但是具体情况 还没有说清楚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说完之后 我也不等金翰回应 直接走到一旁 拿出手机 打给特殊部门 幸好昨天那些人 虽然走得急 但留了电话 不然 还真不知道 去哪儿找人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零三集 将近半分钟电话 才被接通 苏先生 我应了一声 直接询问 婴儿的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 哎呀 抱歉抱歉 苏先生 你别担心 那孩子没有失踪 是被我们同事 抱出去打针了 刚才给您发消息的人 年纪小 不懂小孩子的情况 一看没有人 就直接给你发了消息 哎呀 见了尽量 那现在回来嘛 回来的话 我过去看一眼 过两天 我们就要回云哲市 所以 想要再看看那个孩子 其实对那小孩 并没有什么特殊情感 我只是有些不放心 昨天见面的时候 几个人的性子 我都觉得不错 但今天发生这个闹剧 却是让我起了心思 这个事情 看起来是因为 小职员年轻毛躁不懂事 但仔细回想起来 却是有不少漏洞 听到我这么说 对方尴尬地笑了笑 磕磕巴巴地说着 还没有回来 昨天的一些检查 还没有出结果 所以打完针之后 还得等结果 可能你很晚才回来 要不等他们回来 我再打电话通知您 那就算了 反正也不是马上走 过两天再说吧 挂完电话 我走向金汉 怎么样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老金 你认不认识 对电脑比较熟悉的人 你想干什么 我想找人 把特殊部门的电脑黑了 虽然我也可以 用之前的法子 连上几个小蜜蜂进去 但大家都是一个圈子 保不齐 就能够看出端子 或者是学过纸扎 这不太好了 到时候要是被发现了 我们倒是没什么事 但你和张回 可是特殊部门的人啊 对方肯定会找你们的麻烦啊 你看我现在有没有惹他们 来找事的还少吗 本来想着里面的人 也有能过得去的 眼下看来 到底还是算五天真了 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就对方没底气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们和善云的徐涛等人 也相差无几 想几次 我不由得有些烦躁 我有个师兄 学习能力很强 从小就愿意捣鼓各种小玩意儿 电脑也在其中 你要是真想黑 不如我喊他 哎 你们毛山啊 包揽的项目还挺多的 多多益善 金汉平了句嘴 直接拿起电话 给师兄打了过去 虽说毛山弟子 学的东西大多不相同 但却并不影响师兄弟们 情感非常好 听到金汉需要帮忙 对方二话不说 金汉听完师兄讲话 并没有马上挂掉 而是转头看着我 我师兄说不用过来弄 可以远程操控 对方的监控给我们看 只要有电脑就行 那回酒店 那些人都还在里面 估计不太安全 要不去监控室吧 我想了想 觉得金汉说的 有几分道理 就硬了下来 为了避免保安 把事情泄露出去 到监控室后 我就直接将 两个保安弄晕 按照金汉师兄的话 把电脑打开 然后把我们的位置 发过去 对方的速度很快 没一会儿就连上了 我们面前的电脑 然后又等了几分钟 电脑才出现画面 你们想看哪一天呢 什么时间段呢 最好准确一点 不至于这样浪费时间 我想了想 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之前 小职员发的消息 然后又在那个基础上 又往前挪了一小时 也就是晚上八点 说起时间 我也不由得有些纳闷 本来想着好好吃个饭 结果送外卖的 就是幕后黑手 好不容易把对方送走 还没等重新订餐 酒店又下了逐客令 再然后酒店老板 又找了过来 一桩桩一件件 导致我们几个现在 别说是饭菜了 就连水都没有喝过一口 父亲 你快看 听到金汉的声音 我回过神 看向面前的监控 此时的监控里面 出现了一个男人 看起来也是那特殊部门的人 但并不是昨天来的那几个 看样子要比这几个年纪大一些 本以为是无关紧要的人 没想到对方进了房间后 只待了几分钟 就又匆匆忙忙的走了出来 朝着门口而去 而他怀里则多出了一个黑色的袋子 虽然包裹的很严谨 但我和金汉都是那种有预感 那个袋子里面装的不是别的 就是之前的鹰啊 虽然这么想 但我并没有马上叫停 而是继续往下看 大概有半个多小时 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才走了进来 也就是朝着刚才那男人的房间而去 对方进去的时间比男人还短 走进门没一分钟 就慌里慌张地走了出来 拿出手机打电话 之后没过多久 走廊里面又出现了一群人 将那个姑娘围了起来 虽然听不到对方说话 但看表情也知道双方是认识的 那些人一开始并没有做什么 只是对着对方说了些话 不过看到姑娘一直摇头 还有另外一边黑如锅底的几人就清楚 双方谈得并不顺利 果然没一会儿的功夫 那几个人就失去了耐心 直接上手把对方绑了起来 而对方的手机则是被一个女人拿了去 见到这一幕 我们两人都沉了下来 婴儿确实是出事 好一会儿 我才又看向金翰 跟你师兄说一声 可以了 金翰点了点头 对着手机另一边的人讲了几句 然后就挂了电话 电话挂断没多久 我们这边的监控 也恢复了正常 确定事情之后 我们也没有多待 转身就离开了监控室 离开之后 金翰才想起来 咱们走了 那两个保安怎么办 他们还晕着呢 说着 金翰就想掉头回监控室 放心吧 我下手的时候注意了力道 估计没一会儿就能醒来 听到我这么说 金翰松了口气 走 先回酒店 先带着章回他们 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然后再说其他 尽管婴儿的事情 已经正式出事 想要调查 怕是还要费些精力 所以还是先把地方找好 安顿下来 再去调查比较稳妥 虽然我之前已经和老板 还有老板夫人证明了 他们儿子杀人的事情 但并不代表 我还能够继续待下去 哪怕是人家犯错 可人家不想在酒店见到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强硬地留下 毕竟人家是酒店的店主 想要留谁 想要碾谁 他们能做决定 金翰点了点头 也行 这边虽然好 但离市里到底是远了些 想调查特殊部门还得来回跑 多少麻烦了一些 我应了一声 就加快脚步 和金翰一起回了酒店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零四集 回酒店的时候 老两口还坐着 看到对方还在 我不由地转头走向不远处的张回几人 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走 你这话说的 人家自己的酒店 想待多长时间 不就待多长时间吗 这倒也是 只要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就好 事情都处理完了 咱们赶紧走吧 找好地方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就算没有时其他事情 我们也得加快速度 眼下已经十点多 山庄距离市里 大概需要开上一小时的车 再找地方磨蹭磨蹭 就得磨到十二点 不是不能过十二点 而是半夜十二点后出门不好 容易招惹脏东西 虽然我们几人都不怕 但是也不想惹麻烦 张回几人没意见 当刚走到门口 老两口就追了上来 我不由地一顿 转身看向他们二人 二位 还有其他的事情 几位 之前是我们太过分了 还请你们原谅 如果几位不介意的话 那就继续住在这儿吧 听到老板的话 我不由有些惊讶 虽然知道两个人不是什么坏人 反而还颇为善良 但没想到这种情况下 还能说出这种话 要是没有特殊部门的事情 听到对方这话 我倒是真会认真考虑下 但眼下不能够 我们能待在这边的时间 只有两三天 必须得尽快解决 特殊部门的事情才行 不然会耽误在云哲室的那事情 虽然李鸿此时 因为我道行的问题 对我百依百顺 可不代表 我们可以无故失约 我想了想 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 也多谢二位的好意 只可惜眼下 家里还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再继续待下去 如果不是特别急的话 不如等到明天早上再走 大晚上路也不好走 让你们离开 我实在是不放心呢 真是抱歉 我们得马上回去 日后还有机会 再来玩 我对着两人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给张回使了个眼色 示意离开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两人自然不可能再阻拦 但也没有停下脚步 直到把我们送到了大门口才停下 因为打不到出租车的原因 我们几个人只能挤在一辆车上 难受了一路 好在牛大开的速度快 把原本需要进一个小时的路程 缩短到了半个小时 到达市里面之后 我和金翰就下了车 让牛大带着其他人去找酒店 而我们两个则是前往特殊部门 刚说完 旅程便跟着下了车 哎 我说 有会儿总不能光你们两个人偷偷干嘛 这次必须得带上我 见他如此说我也没有多说 直接点了点头 那就一起 然后我又看向车子里面的几人 你们先去找酒店 然后把行李放下来 找到酒店之后 记得给我们发地址 到时候 我们直接回酒店 要不要我开车聚集你们 到时候看吧 如果早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 晚的话我们自己想办法 晚也没事 我睡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今天也没什么困意 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先去找酒店 牛大点了点头 开动车子带着张回 屡落两人离开 看着车子越走越远 我转身对着金翰屡成道 走吧 咱们先去找带走孩子的人 特殊部门的人 一般都有专门的公寓居住 所以很快我们就找到了 那男人说的地方 不过我们并没有在公寓里 找到那个婴儿 里面住的只有那个男人 找了一圈 惊悍不由的小声询问 接下来怎么办 要不先去找那个 被绑起来的女生 然后再想办法寻找婴儿 之前在车上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将婴儿的事情 告诉给了几人 所以关于那个女生被绑 旅程自然是十分清楚 不过我并没有同意 先去找那个女生 我看了一眼男人住的地方 然后对着两人小声说道 我想办法套一下话 然后再去找那个被绑起来的人 金翰旅程两人都默契地点了点头 我没有让他们跟我一起进卧室 只让他们两个人在外面守着 望着风 一来是怕有人发现不对劲进来 二来是怕那个男人察觉到 走进卧室之后 我就直接使用星辰之力 让男人陷入了昏迷 然后才使用搜魂术 圈子里面的人和普通人不一样 圈子里的人警惕性非常高 如果不能让对方陷入深度睡眠的话 是很有可能在中途行转 普通人就不同了 虽然早就知道可能会失望 但却没有想到 竟然一点内容都没有找出来 这男人不仅不知道婴儿的下落 就连抱走婴儿 只是因为被控制 也就是说他做了什么都不清楚 搜寻一便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我便收了手 离开了卧室 看到我出来 旅程十分惊讶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找到了 不是主要参与人员 什么都没有找到 他只是被控制把孩子拿了出来 其他什么都没有 听到我这话 金汉旅程两人都觉得有些失落 行了 别磨蹭了 先找到那个被绑的女生 把人先救出来 金汉旅程两人不怨而同地点了点头 随即跟着我一起离开公寓 那个女生虽然被绑了起来 但还在特殊部门人员工作的地方 因为从监控里面 早就记住了他被绑的地方 所以到了那里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他那间房间 没想到 来找的还有另一拨人 听到里面的说话声 我对金汉两人使了个眼色 然后一起悄悄地走到拐角 本来想听对方会不会知道一些关于婴儿的事情 没想到两人说着说着吵了起来 听到里面噼里啪啦的动静声 我和金汉连忙大步走到被关的房间门口 一脚踹开房门 然后就见到一男一女正在地上滚着 女的绑着手脚处于弱势 加上男人手里面还有把匕首 想来我们再晚进来几分 女人就会丧命 不过我们既然已经进来了 自然不可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看到我们出现 男人明显愣了一下 然后便拿起匕首 快速朝着那姑娘的胸口窝插了过去 见状 我连忙将梁天池扔了出去 打掉男手中的匕首 梁天池看似轻盈 实则重于千金 这么一打过去 直接打断了对方的手腕 听到男人的尖叫 我没有多磨蹭 直接转头对着金汉旅程说道 先把人就走 听到我的话 金汉不由地担心 那你呢 我有些事情要问问的 一会儿出去和你们会合 听到我这么说 金汉旅程两人 都没有再说其他的 两人快步走到女人身边 将人扶起来 连忙往外面走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5集 看到金汉 旅程带人离开 原本贪坐在地上 捂着手哀嚎的男人 想也不想的 就要起身去追看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看到这一动作 直接抬腿拦住了他 道友 我们聊聊 眼看着金汉旅程 两个人带着女人离开 男人不满地瞪着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也想问问道友想干什么 又和那姑娘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怨 至于半夜刺伤 男人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却没说出来 喷出了一口黑血 还好我躲得快 没有沾到身上 等到再看对方的时候 已经倒在地上没气了 见男人没了生气 我也不在斗里 转身就去追金汉旗人 跑到大门口的时候 我正好和金汉旅程 还有那个女人碰到 看到我这么快出来 金汉旅程两个人不由地疑惑 这么快 那个人呢 千万得处理干净了 不然的话 找上我们可就麻烦了 确实要处理干净一些 特殊部门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真要发现端妮找上来 可有咱们忙活的 我一边走一边 对着两人说道 已经处理干净了 死得透透的 听到我这话 金汉旅程不由吓得一跳 我靠 宋相你玩真的 你就不怕特殊部门的人 找上来 就算处理干净 但我师父可是说 里面能耐人不少 万一查到朱丝马尼 你就完了 你这么招 金汉语气不好 但我并没有生气 离着特殊部门远了一些 我才又解释了 那个男人的死因 听不是我动的手 两人都是松了口气 宋相 你说话能不能别打转机 很容易吓死人啊 我想说你们两个人也没给我机会 而且刚才离着那么近 万一被谁听到怎么办 所以你怕自己说话被听到 就不怕我们说话被听到 也不知道提醒我们 你们两个又不是特殊部门的人 干嘛那么警惕 行了行了 放心吧 那边没什么人 不会出事的 说完之后 我们又看向那个扶着的女生 问对方要去什么地方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听到这话 我们几人都停了下来 我们不是帮你 而是不把你救出来 你可能会出事 救你不过是顺便的事而已 虽然这话不好听 但却给人一种安全感 无力可图 比有要求可怕得多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关于那个失踪的婴儿 听到我的话 女生不由惊讶 你 你是之前联系我们的那个人 我点了点头应了一下 女生见我承认 稍稍地松了口气 然后她才对着我说道 去我家里面吧 去我家里面说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其他 只示意对方指路 我家远 得开车 但我之前开的车子是部门的 眼下肯定开不了 对了 你们怎么来的 女生的话 让我们几人不由地尴尬了一下 如果要是远的话 不如先去酒店 女生有些犹豫 看到对方如此 我也能够理解 毕竟我们几个大男人 还只见过一面 见到对方不说话 我也没有说别的 只是走到旁边 给牛大打了个电话 让他开车过来接我们 顺便把张回 吕乐两人也叫上 我们在这儿等一下吧 等我朋友过来接我们 你放心 接我们的人 不只有男的 还有女的 似乎是没想到 他会猜到我心思 女生惊讶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点了点头 谢谢你宋道友 因为牛大他们几人选的酒店 离特殊部门不远 但也不算近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过来 我又问了对方好几个问题 了解了一下对方的情况 当然 对方在问我的时候 我也是将能说的都说了出来 一直到听到车子的响动 才停下话题 我看了一眼 传来车笛声的方向 然后对着女生说道 他们来了 我们走吧 我带着女生和金翰 一起往车子的位置走 特殊部门那边虽然没有人 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 早在给牛大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叮嘱了对方 让他借一辆大点的车子来 然后过来之后 不要停得太近 到了车子旁 张回两人并排坐着 然后我和金翰两个 才坐上去 关好车门 车子发动 到达酒店后 又订了几间房 然后才又和女生 问起了婴儿的事 我们几个都很好奇 于是都聚在我房间 坐在沙发上 我询问对方 林芳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婴儿失踪时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那个孩子太小 身上也没有什么特殊标志 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他的家人 所以组长就找上了我 说在孩子检查 结果下来之前 让我先照顾着 我没有组建家庭 也没有转正 分配到公寓 又是住在部门的集体宿舍里面 所以照顾小孩最方便 当时我觉得那个小孩挺可爱的 便答应下来了 没想到 就收拾东西的功夫 回去接孩子的时候 就发现他不见了 说到最后 女生脸上带着满满的愧疚 眼中更是带着泪 看对方如此 我不由地叹了口气 随即拿起杯子 倒了杯水递过去 女生接过道了道谢 大概情况和金汉师兄 给我看到的相差无几 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 对于这一点 我多少有些失望 安慰了几句 就让张回吕乐 把人送回房间 金汉几个人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等张回两人回来 两人去了很久 并没有马上回来 过了将近半小时 才听到敲门声 最先跑过去开门的是 金汉 走到门口 我便也歇了走过去的意思 又坐在沙发上 刚坐到沙发上 就见到旅程 牛大两人 一脸揶揄地看着我 我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最后将目光 看向近来的张回吕乐 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累成这个样子 我记得 只要你们送个人呢 听到这话 张回两人都是不由地 看向了我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不是 你确实没惹过我们 认识了美女 哪还有时间理会我们 听到这话 我更是蒙圈 挣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看着张回满脸的不高兴 不是 张回 你可不能冤枉我 我什么时候出去认识美女了 我这两天一直忙酒店的事情 不是 这些都是谁跟你们说的 看着张回如此 我正想说些什么 旁边的吕乐便是先开口 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累吗 金汉几人也是满是疑惑 因为我们和那个林芳打起来了 吕乐的一句话犹如一道精雷 将我们全都炸蒙在原地 怎么 听到我们两个打他一个 心疼了 没有 绝对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看着两个女生脸色缓和一些 我才又小心翼翼地询问事情的缘由 张回吕乐两个人跟我们说 那女生在离开房间后瞬间变了脸色 一直阴阳怪气地跟他们炫耀 我和金汉还有吕成对他怎么样的好 再然后 吕乐张回有些气不过 稀里糊涂地就和对方打了起来 两人说完后 我并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低头沉思 吕乐张回两人没有必要骗我们 可我也实在想不明白林芳挑衅的目的 见我这样 张回的脸色更加难看 宋想 我没想到我们相处了那么多年 还比不上那个时候见了不到两次面的林芳 我真是看错你了 说到最后 张回的话已经带上了哭音 我正寻思着林芳的事情 本来想弄清楚林芳的目的 好和张回解释 没想到张回因为我沉默多想 更加生气 再等我抬头就见到张回已经起身准备离开 看到这一幕 我也顾不上其他 连忙将人给拽住 张回以为我向着林芳 自然不肯乖乖地站住 一个用力就把我甩开了 张回不是普通人 力气本来就比普通人大 再加上他又故意加大了力道 一个甩手就直接把我甩到了沙发上 要是搁在以往 我肯定会觉得丢人 但眼下却是想不了那么多 直觉告诉我 如果不好好解释 把张回劝过来 肯定会后悔 等等 就算要判罪 也得给我找个身边的机会 你都没有听我的解释 凭什么任意我向着林芳 刚才你们那犹豫的样子 不就是觉得我们说的话不可信吗 觉得林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觉得是我们无理取闹 还有什么好解释好身边的 听到张回愤怒的话 我第一次后悔自己多管人家闲事 如果早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无论什么原因 我都不会把林芳救出来 虽然不知道林芳为什么那么做 但就凭张回如此生气 我也已经不想再多管对方 你误会了 真的误会了 我刚才不是怀疑你们的话 而是在想那个林芳 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们 又为什么要污蔑我们 我只想知道他的目的 听到我的话 张回倒是没有在说什么 不过依然是没有好脸色 对此我并不在意 对于我来说 张回能够留下来好好听我解释 就已经心满意足 我将他拽到沙发上 认认真真解释着我和林芳之间的交集 从见面到聊天问话全都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张回沉默了许久 可是如果你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暧昧的话 那他又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为什么要假装你们都很喜欢他 这就是我刚才想的事情 不过眼下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他做什么 从今以后跟我们没关系 以后只要遇到他就离他远一点 虽然不知道他具体目的是什么 但怕不会那么简单 可如果真的不简单的话 远离怕是没有什么用处 毕竟有些时候你不招惹事情 不代表事情不会招惹上你 走一步算一步 反正如果以后谁再碰到他 就尽可能离远一点 听到我这么说 金汉几个人不再说其他 只是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看几人印象 我正想说都回去睡觉 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你们是在哪打起来的 怎么我们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说呢 那个林芳根本就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是普通人 人家可是高手 几个动作就布置上了结界 别说没听到我们声音了 要不是回解懂阵法 找到了阵眼 我们两个现在估计已经被关起来了 什么 我看了眼吕乐 又看了张回询问怎么回事 张回在阵法上天赋颇高 林芳要真是懂门道 张回知道的肯定比吕乐多 没错 吕乐说的没错 那个林芳确实懂阵法 而且比我要厉害上许多 这次能逃脱 不过就是我们两个运气好 张回说那个林芳不只懂阵法 还是有道行的人 我之所以察觉不到对方的修为 还有阴煞之气 完全是对方 虽不是普通人 但在修为上 却是个真普通人 什么叫不是普通人 但又是普通人 阵法一门 看似只要是有能力的就可以 但是做真正的布阵师 是不需要借助外力的 既用不到修为 也用不到玉石古玩的灵气 人魂早已经融入阵法之中 每当布阵的时候 只需要清点那些 应该放置东西的位置 又或者冥想 就可以把阵不好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阵法太过强大 天道不允许传统的 阵法师有修为 张回的话 让我猛然想起 之前的灭天大露 好的阵法师 布阵的阵法 确实强大 可如果没有道行的话 就算布阵手段再高明 也很容易被其他人除掉 就算请来布阵师 还不如普通人 普通人只要不接触 圈子里面的人 就不会出事 可阵法师一旦出现 那必然是整个圈子 都想要除掉的敌人 这不就是游戏里面 得了那天宝物 但实际上一碰就死得脆皮吗 你说的没错 但你忘记了一件事 真正厉害的阵法师 可以在瞬间布置出阵法 哪怕他只是个普通人 也不是圈子里面 随便哪个人都能杀的 相反 如果阵法师 真的已经足够厉害的话 动手的那个人 才是真的危险 但张回吕乐两个人 竟然能够逃脱出来 想来林芳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不过也不能小觑 第607集 想及此 我不由地询问张回吕乐两人 关于后来林芳的动作 张回吕乐 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我们出来的时候 林芳已经不在座廊了 张回说完 一直没开口地 牛大突然出声 那旁边的房间呢 牛大的话 让我们几人都是一愣 就是咱们给他开过的 那个房间 他会不会还在 那个房间里面 听到这话 我们几人不由互失一眼 正想说什么 听到的脚步声 我心中生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快走 说完之后 我们几人连忙朝着门口走去 但还是晚了一步 等打开门走出时 对方已经进电梯里面 眼看着电梯门要关上 金汉旅程两个人 想也不想地就要冲上去 但刚走两步 就被我用凉天尺拦了下来 金汉旅程不解地看着我 我并没有理会两人 而是直直地看着电梯里面的林芳 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 林芳好像也不惊讶 只是对着我们摆了摆手 张嘴轻轻说了一句什么 看嘴行 好像是说我们以后再见 直到电梯门彻底关上 我才收回目光 金汉气急败坏 老宗 你干嘛不让我们追上去 他可是差点害了张回吕乐 让你们追上去送死吗 张回懂的阵法差点丧送在里面 你们两个比他强 那 那也不能就这么让他走啊 咱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以钥匙为进 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而且他那个样子 暂时应该不会来找我们了 如果对方想找麻烦的话 绝对不会轻易地离开 毕竟以对方的本身 还是有和我们几个拼一拼的能力 说完之后 我就摆了摆手 试一回房间聊 几个人没意见 直接转身回到了我的房间 回到房间之后 我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询问关于婴儿的事情 眼下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虽然不算太晚 但大家都累一天了 完全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待下去 可咱们如果走了的话 那个婴儿该怎么办 乐乐 孩子的事 我们可以交给别人来管啊 没必要非得我们几个亲自调查 你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其实咱们完全可以把这件事 托付给别人啊 婴儿出现古怪 但到底是一条人命 总不能不管不顾 不过 大墓那边的事情也确实非常重要 我能想到其两全其美的办法 就是再找个可靠的人来接受 这样一来 婴儿的事情 有人管 大墓的事情也不会拖延 可找谁呢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去找陈薇 让他安排一下人 特殊部门那边虽然乱套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几个人手还是有的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直接让我师兄他们过来调查不就可以了 金翰的话不由得让我眼前一亮 之前寻死这件事情的时候 倒是露了茅山的弟子 那你联系一下 可以最好 不行的话 我们也不勉强 到时候再让陈薇来找人就是 有什么不可以的 平常我师兄们也都是各地游历 顺手的事情 你们等着 我去打个电话 虽然林芳那个样子 看起来不像会是再来找茬儿的 至少最近不会有麻烦 但为了以防万一 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单独休息 那我和吕乐睡一个房间吧 我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吕成和牛大 你们俩睡一间房 我和金翰睡一个房间 这样一来 咱们也能有个照应 几人点了点头 表示没有意见 正说着金翰快步走了过来 这么快 小事一创 我七师兄说了 明天就能带人过来 让我们自己忙自己的就上 听到这话我也没有多说 只对着金翰 讲了刚才和张回几个人讲的话 我没什么意见 见金翰也没有不满 我便起身对着几人 那咱们都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直接回云者 张回几人应了一声 便直接转身离开了房间 金翰也回了自己的房间收拾东西 本以为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结果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也没有看到金翰的踪迹 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我心里不由沉了底 我一边给金翰打电话 一边往外走 直到走到金翰房间门口 手机也没有能打通 看着手机一直显示未接通 我挂断电话 用力踹他的房间 金翰的房间很干净 原本放置几件东西的地方 已经不在 但金翰的身影也没有看见 大致扫了一眼 金翰确实不在 我又赶忙去张回吕乐所在的房间 本想着去找吕乐 结果走一半 我感觉到阴风吹来 速度不快 但刺骨 这良意 哪怕是我阴私之主 也能感觉到 想来这种东西不可能正常出现 顺着阴风来的方向 我走了过去 竟然是不由自主 进了林芳之前的房间 直到听到房间门关上 我才回过神来 已经进入对方的阵法 原来林芳虽然离开 阵法却并未撤掉 或者说对方当时并没有时间撤 就留在了房子里 里面的场景粗糙 对我这个修道之人 一眼就能看破真假 但却让我心生忐忑 并非是这阵法有多厉害 而是这阵法里面的场景 模拟的是酒店 最重要的是阵法里面 带有一丝生机 哪怕生机微弱 可我依然感觉到了 能够引进生机气运的阵法 至今为止我见过一次 那就是灭天大阵 正想着一阵尖叫声传来 顺着尖叫方向大步走去 然后又走到了金汉的房间 准确说 是阵法模拟出的金汉房间 我直接踹开 本来担心里面尖叫声 并非真人 打开门以后 却看到散在地上的法器 扶指 朱砂 没有再犹豫 眼前的金汉是真的金汉 他正在被一群鬼物拉扯 身体出现了青子 我连忙掏出梁天池 星辰之力迸发而出 直接将那些低弱的鬼物击散 但不过几秒 就又有一群更厉害的鬼 直接扑了过来 一群又一群 杀到最后 我眼前已经只剩下血红色 等鬼物全部消失后 更是朝着金汉动了手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8集 此时的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近来的目的是什么了 更不知道金汉是谁 只知道 冲过来的全他妈是鬼物 都是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该杀 哪怕金汉不停地对我说什么 都没有拦住我心中的躁动 反而让我更加暴力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一股冰凉的气息 突然从头焦到底 我猛地睁开眼睛 就见张回正一脸担心地看着我 还是在林方的房间里面 但已经没有之前的阴暗 更没有猙獰的鬼物 只剩下我 金汉 张回三个人在 你怎么样 没事了吧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你说你 也不是刚进圈的毛头小子了 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你知不知道 但凡我们再来的晚一步 金汉已经死在你手下了 听着张回的教训 我不由地扯着嘴笑了笑 看我如此张回更加恼怒 笑 还笑什么笑 有这么好笑 没什么好笑的 我就是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会对张回的一举一动那么了解 这么多年来假扮张回骗我的人不在少数 可能做到神情举止相似的 却只有眼前这一位 但我实在不明白 你是为什么做到的 你要知道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城市 更没有见过林芳 听着我的话 眼前的女人表情不由地慢慢僵硬 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张回和我说话平时虽然不客气 但不代表他不关心我 如果你真的是张回的话 看到我胳膊上的伤 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如果对方扮演的不是张回 是旅程旅乐几个人 我恐怕还不会这么快察觉到问题 虽然和那几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 但到底没有我和张回相处的时间长 但偏偏对方选择了张回 听到我的话 那女人不由地笑出了声来 不愧是殷私之主 方方面面都比别人强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 我殷私之主的身份 别说杨坚就连殷私里面 除了东夷之主和钟魁 还有赵丽几个高层之外的 没有人知道 想到张回吕乐两个人说的话 我不由地看向林芳 所以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并非是针对张回吕乐 而是要利用他们把我引出来 你想让我做什么 大人何不猜猜 你扮演张回 想施展迷魂术 不就是想让我听你话做事吗 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你的命 林芳 本来是想着你的身份 让你沉醉在梦里 无知无觉 体面地死去 但你实在是太不乖了 林芳没有理会我 自顾自地说完之后 抬手释放出更多的鬼物 看着密密麻麻的鬼物 我只觉得头疼 并非是这些鬼物多厉害 而是这些鬼物的数量太过可怕 哪怕之前的巨魂帆 也是没有如此数量 阴私里面 鬼物众多 但每个地界的鬼物数量 也是有限的 不像此时这阵法里面的鬼物 密密麻麻一片 寻死之际 我突然 撇到不远处的林芳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看到那笑容 我不由地打了一个机灵 也让自己从恐怖之中回过神 鬼物多又如何 只要有毅力 一样能够全部废除掉 我暗暗地想着 随即直接拿出梁天池来动手 这些东西都不算是完整的鬼魂 攻击力也并不是很高 一尺下去就能灭掉一片 但尽管如此 还是消耗了我不少体力 看着依旧密密麻麻的鬼群 我呼吸了几口气 然后直接寄出火中 红莲夜火 燃 红似火的火焰 猛然从身体窜出 朝着四周而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 房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鬼哭狼嚎十分扰乱人心 若是普通人在这 肯定会被吸了迷魂 但我乃因此之主 掌管各种恶鬼 早就已经对其干扰无惧 火焰还是之前的火焰 但却不能够吞噬鬼群 而是将我给包围了起来 看着火焰越燃越剧烈将我吞噬 我不由心底一沉 不对劲 红莲夜火也好 九天玄火也好 都是因此所有 不可能会如此 那火焰也的确与红莲夜火无异 看着眼前的火焰要触碰到身体 我连忙一具星辰之力抵挡 一边试探召唤红莲夜火火中 但意外的是 红莲夜火好像失去了信号 无论我怎么召唤都喊不出来 感受着头顶的炙热我不得不承认 攻击我的就是红莲夜火 并非是什么假冒品 此刻我心里满是不解 但是也没有心思细想 红莲夜火不比那些鬼物道行低微 这是能够净化世界一切邪恶之气的火种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其烧得灰飞烟灭 火焰越来越烈 我已经能闻到肉的焦虎味 但我不敢恐惧 也不敢慌张 更不敢喊疼 面对红莲夜火 唯一的办法就是撑过去 撑到火种将身上所有罪恶烧得干净 自动灭掉 但这个前提是心智坚定 有大功德才可以 若是罪孽加深 那心智再坚也是无用 我虽然没有什么大功德 但这二十年来也没添过什么大罪孽 不然也不会成为仙人掌管阴思 只要心智坚定 也是可以搏一搏 想及此 我便盘下而坐 闭上眼睛 开始念起清心度 林芳的声音 却在不远处传来 殷天子 放弃吧 红莲夜火 是没有办法熬过去的 林芳 你既然知道我是阴思之主 却应该知道我身边有多少人 杀我 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若我真的被害 阴思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的 不会的 他们不会知道的 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反正到时候 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就算想找 也找不到 林芳的话让我不忧地后背深寒 这是之前对上天外邪魔的时候 也没有的感觉 天外邪魔虽然厉害 但也有在乎的东西 而林芳就是个疯子 什么都不在乎 不 应该说他不在乎 自己如何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零九集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非要杀了我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总得让我做个明白鬼吧 放心吧 你红莲夜火的厉害 是不会让你在世间留下任何痕迹的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抽了抽嘴 好家伙 这是在明着说 我一会儿就会被烧的骨头渣都不上了 明不明白 无所谓呢 套不出话来 我索性直接闭上了嘴 红莲夜火已经爬到了我的身体里面 再不凝聚心神 估计过不了多长一会儿时间 就会像林芳所说的那样 被烧的连渣子都不剩 但我还是低估了红莲夜火的厉害 红莲夜火真正开始燃烧罪孽的时候 那种疼痛可谓是让人生不如死 想晕都晕不过去 更何况还是心智坚定 孽这个东西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业障不一样 业障是指手上有无辜人命 但孽却指所有沾染过血的人 只要你伤了人害了人 哪怕对方没有死 哪怕对方是坏人 你的手上也依然会沾有孽 普通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 没有伤过人害过人 何况是我们这种天天走在刀尖上 面对各种艰难困阻的人 虽不至于有业障 但多年下来沾染的孽也不算轻薄 一开始还能够咬牙坚持 到后面就没有了理智 听着我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 林方发出了疯狂的笑声 中间还说了什么话 但那个时候的我 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只能感觉到疼 身体疼骨头疼 包括魂魄也是 也不知道坚持了多长时间 我只知道 没有意识昏过去的时候 火还是燃烧着 在醒过来的时候 四周已经变了一个模样 正看着四周建筑发呆 我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醒了 命够大的 熟悉的声音 直接将我拉回了现实 看着对方的身影 我不由得一愣 随即惊讶道 师祖 你醒了 我要是再不醒 你小子现在估计 已经去投胎的路上了 不对 被红莲夜火灼烧 根本就没有投胎的可能 抱歉啊师祖 让您费心了 师父不见后 每次遇到危险都是宋良帮的忙 哪怕是在昏睡的时候 他也会强迫自己醒来帮我 这种付出生命也要帮我挡住灾难 让我十分愧疚 偶尔我甚至会怀疑 宋良是不是别有目的 毕竟就算是同门 师祖关系 那也不至于舍命的地步 但仔细想想 又觉得不可能 我拥有的东西 对方根本就看不上 但越是什么都不图 我越是心里愧疚 每次他都会说碰巧醒来 顺手帮忙 可这次数凑巧的也太多了吧 费心倒是没什么事情 只是我们这些老东西 终究没办法跟你一辈子 等哪一天我们不在了 你又要该怎么办 又能够指着谁呢 宋强 有一句话我已经说了很多遍 可能你已经烦了 但我还是想再叨叨一遍 你和普通人 甚至所谓的仙人都不一样 你的存在注定 会惹来许多人的器语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谨慎 宋良的话 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以往宋良 哪怕是在危险时刻 语气都不带丝毫情调 此刻 满满的沉重 好像即将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一般 宋强 你的身体 你的身份 甚至你的命格 其用处都比你想象要大得多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在陷入危险的时候 一定要先想着自己的安全 只有你安全了 其他人才能够安全 为什么 那个女生的身份不简单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和她硬碰硬地来 她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半点修为都没有 她虽然半点修为都没有 但阵法却足够厉害 不然你的红莲夜火 又怎么会被她所用了 听着宋良意味深长的话 我不由地询问起对方 红莲夜火的事情 那个小丫头的阵法 虽然没有到人阵合一的地步 却也不差 之所以能够控制红莲夜火 就是因为她利用了阵法 直接夺走了你大半的阴间运气 听到这话我不由地恍然 怪不得红莲夜火会失控 会听一个普通人的话 原来是因为阴间气韵的原因 红莲夜火 九天玄火这种东西 虽然是阴私所有 阳间人碰不到 但也并非阴私的所有人 都能够使用 准确地说 能够控制住人的身上 必然带有阴间气韵 只有带有阴私气韵者 才能够让红莲夜火 九天玄火这些东西沉浮 如果对方真的夺走了 我身上大半的阴间气韵 能够控制红莲夜火 倒是很正常 想到此 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见我沉默许久不语 宋良疑惑 怎么 宋良的声音换回我的神志 师祖 你有没有听过灭天大阵 灭天大阵出自千年前 宋良也曾活在千年前 想来应该会清楚一些 事实也确实如此 而且听着对方话里面的意思 对方知道的应该 比我所想的还要多得多 都不知道为什么 宋良并没有细说 只告诉我灭天大阵那里 衍生来的 有关的具体情况 可以从灭天大阵那里下手 师祖 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 干嘛这么费心 小子 要什么事情都让我来说 他干嘛还要你呢 我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有些事不能多掺和 几次救你 已经损耗了我大半的功德 再多掺和 怕是要魂飞魄散了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不由得一咎 想要说什么 却半天没有说出口 救你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没必要如此 而且救你就等于救了许多人 这也算是一种功德 听到这话 我不由叹了口气 知道宋良是想要安慰我 我只能哑着嗓子 向对方道了一句谢 过了许久 宋良轻轻地应了一声 师祖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先不用 我暂时没事 倒是你要抓紧离开大阵 不然可就真的要被 永远地困在大阵里面了 好 宋良叮嘱完之后 又回到我身体里面藏着 说等到有危险的时候 再出来帮我 对此我倒没有意见 虽说不用再休息 但他到底已经不是正常人 没办法一直留在外面 尤其是这并非是正常世界 而是浓郁阴气的阵法 普通人在这种地方久留 会受到损伤 魂魄自然是更甚 宋良回到身体里面之后 我也没有多待 直接起身寻找林芳 所在夺取阴间气云 顺便想办法离开阵法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0集 宋良之前虽然没有明说 但联想林芳之前的举动 也能猜个大概 并非有什么私人恩怨 而是想要夺回殷私契运 至于抢夺殷私契运要干什么 那只有林芳自己回答 不过也幸亏对方 抢夺了殷私契运 不然我还真没办法快速 找到对方的位置 虽然对方多了大半 但我身上还留有一些 感应对方很容易 顺着阴气气运 找到了一处庄子 看起来古朴 并不像是我们所处的年代 看到庄子里面活动的人时 我则更加确定 看到有人出来 我并没有马上露面 而是找地方躲了起来 并非是我害怕 而是不想打草惊蛇 如宋良所说 林芳虽然只是普通人 但却是个十分厉害的阵法师 不然也不会学到 灭天大阵的精髓 虽然还没有厉害到 布置出灭天大阵 那般毁天灭地的阵法 但也是不容小觑 下一瞬间 在看到庄子里面的 一个个古板 犹如木偶的活人 变得鲜活起来后 我不由地 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后悔 我低估林芳了 林芳的能力 不比布置出 灭天大阵的布阵师差 一开始 没有看出来 是因为 两者布阵方法 虽然十分相似 但其目的效果 却大不相同 所以给人的感觉 自然也就不一样 灭天大阵的布阵师 是想要制作出能够对抗天地的大阵 一开始就很锋利 让人感觉势不可挡 而林芳的目的却是 回归过去 重聚故人 看起来粗糙 实则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阵法 粗中有戏 另有玄机 一只隐藏的宋梁突然开口 百年前林芳的家人们 惨遭灭族 其次这次找上你 就是想利用你身上的 阴间七云启动阵法 重回当初家人还在的时候 把家人全都复活 传统的阵法师 不是不需要修围道好吗 或者一时鼓完这些辅助的东西 传统的布阵师 确实是不需要这些 但前提是 所布置的阵法 不超出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林芳虽然有些天赋 却比不上 布置出不灭大阵的那个人 至少没办法承受 重回过去的阵法完成 宋梁说的阵法 需要大量的纯净精气 普通的玉石古丸 根本没办法支撑 所以林芳才会找上我 不过他并非是早有预谋 而是恰巧 机缘巧合碰到 才让林芳给盯上 只能说我自己不够小心 对方虽然有预谋 但我若是一开始 就见到对方谨慎查问 那也不会如此 眼下之事至此 再说什么都是为时已晚 我也不再纠结 如果这些古人真的是活人 虽然违反天道规则 但也避免到一位 厉害的不诊师 我倒也不是不能够放他们一马 偏偏那些人 并非只是普通复活 浓郁的恶臭气息 弥漫在我身中 我不由得快速寻找林芳的位置 虽然能够直接动手 将那些古人一网打尽 但离开阵法 还要林芳的动手 所以我便先找林芳 如果林芳只是因为家人 要对我如此的话 想必也会因为家人和我暂时休战 但我忽略了对方百年的执着 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 林芳并没有什么情绪 但听到我说他家人有问题的时候 他直接暴怒了起来 你胡说 你胡说 这绝对不可能 本来看你命大活下来 也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眼下看 都是我心思手软了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那些人 为什么看起来有问题 不像是真正的活人吗 听到林芳的话 我心中生起了一个不好的预感 那是因为 少了你这药引子呀 本来以为 只要有足够的阴间气运 帮助我开启阵法 就能够将他们救回来 眼下来看 光有阴间气运 怕是还不够 还得需要你这个命格奇特的人帮忙呢 说完之后 林芳就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看着林芳的动作 我连忙躲上 然后拿起梁天使来准备攻击 但刚拿出梁天使 我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对方不仅躲走了我阴间气运 还夺走了我的星辰之力 如果不是这样 梁天池上刻着的几颗星宿早就亮了起来 死了就是死了 你再执着也没有用 就算我今天真的被你杀了 也救不回那些人 这是事实 你就算想反驳也没有用 天道规则 没办法违逆 你说话 林芳大鹤拿着一把黑色的匕首再次向我冲来 好在对方没什么修为 哪怕我道行被压制 也能够轻松躲开 小子 需不需要帮忙啊 虽然有些吃力 但听着对方戏谑的语气 我还是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眼下虽然没有半分修为 可林芳也只是个普通人 哪怕在对方的地盘 也并非没有一丝胜算 林芳一个普通人 但却有一股狠劲 每次扑过来 都是朝着我心窝处 是要让我丧命一次 不过男女力量悬殊 哪怕在她的地盘 哪怕她已经拼命 也没有办法快速解决我 不过我也没有占到上风 就在我烦躁 想要快点解决的时候 看到了一幕害人的场景 这个瞬间很短暂 也给了林芳找到了动手的机会 愣神的时间很短 林芳找准时机 所以我感觉疼痛的时候 那把匕首 已经插进了我的胸口之处 我震惊地看着林芳 就感觉胸口处传来了一阵火热 再低头去看 就见原本被黑色匕首 捅过来的窟窿处 多了一束火焰 是红莲夜火 但此刻的红莲夜火 并非是之前被林芳控制的红莲夜火 不过也并不是我所控制的红莲夜火 如果是我所控制的 不可能刚发觉 可这红莲夜火确实是在帮我 正在想着怎么回事 宋良的声音响了起来 虽然你之前熬得不容易 但也正是因为那些苦 导致红莲夜火此时已经和你的身体融合到了一起 从此之后 红莲夜火就是你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了 宋良的话让我瞪大了眼睛 正想询问红莲夜火 为什么会融合到我的身体里面 虽然有经历红莲夜火 洗礼体质会变得特殊的传说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红莲夜火还能够和人融合到一起 不过话还没有说出 就已经被林芳的尖叫声打断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那红莲夜火 明明已经融合进了阵法里面 又怎么会出现到你身体里面 看着林芳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不由得摇了摇头 随即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场景 好一会儿 我才又对着陷入自己世界的林芳说道 你有时间想红莲夜火的事情 还不如去看看你那些家人 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1集 林芳一愣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我话里的意思 朝着刚才所看的方向看去 只看了一眼 她便快速朝着那对面跑了过去 看着林芳离开 我也没有在原地待得太紧 撕了块干净的布条 包扎好伤口之后 也快步地跟了上去 虽然林芳的家人如何 和我没关系 但想着要走出阵房 还需要靠着林芳 然后我就不能放她一人离去 不是担心她 只是担心林芳见到家人出事后 受不了直接离开阵房 把我扔在阵房之中 走进林芳 林芳已经陷入崩溃 看着对方在想要控制家人 互相吞噬无果后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并没有马上说话 而是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 林芳如此我倒能理解 虽然不知道林芳和家里人的事情 但从林芳如此深的执念看 应该知晓她家人的关系 失去家人近百年 好不容易和家人重聚 却要见家人互相吞噬 着实是有些接受不了 不说林芳就算这事落在我肩头 我也会和她一样 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不过我应该不会走到她的位置 我很清楚人死不能复生 林芳的执念虽然很深 却是十分冷静 只是喊叫了一会儿就冷静了下来 看着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家人 一个个地消失 我不觉得是背后发凉 看到林芳好表情地盯着自己最后一个家人 因为没有食物吞噬后 直接把胃部掏开扯出肠子吞噬的时候 我更加心惊 林芳 我正想说话 就见林芳面部已经变了个样子 原本看起来二十多岁 充满胶原蛋白的脸 瞬间凹陷了进去 说是年过半百都不为过 尤其是转变只是短短几秒 我刚想张嘴说什么 就见林芳的面部已经开始快速抽搐 看着她如此 我也顾不得开口直接伸手握住了 然后迅速地点了几个穴道将其定住 做完最后一个动作 一声声怒吼声就从林芳的嘴里喊了出来 看着林芳猙獰的模样 我连忙一遍遍地喊着她的名字 希望能够唤醒对方的神志 林芳这模样并非是中邪或者附身 而是因为走火入魔遭到了阴起反噬 是因为收到了家人出事的打击 此时的林芳已经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无论别人怎么呼喊 都没有半死反应 看着林芳不停地念叨着家人的名字 我心中充满焦急 当然不可否认 我之所以会如此焦急 主要还是担心林芳出事离不开大阵 不过也确实是为林芳担忧 虽然林芳几次想要杀我 但不得不承认他在不正义门上的天赋 如果因为私怨导致一个不正天才消失 未免太过可惜 纠缠半天 我还是开口喊了宋良 若非事情紧急 我是不想喊他的 但眼下不止于我 还关乎到林芳的性命 但不知为何 宋良像是消失了一般 无论怎么喊都得不到回应 要是之前 区区一个走火入魔 根本对我也不算什么大事 毕竟那时候我有修为 但眼下难就难在阵法的缘故 此时我已到航全无是个普通人 我颓废地蹲在旁边叹气 本来已经想要放弃 但听到对方一遍遍重复家人的名字 我脑中灵光一闪 我可以使用怀柔政策 让林芳的家人们将其唤醒 毕竟林芳最在意的就是他的家人 此刻我连忙将背包放在地上 将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 幸亏林芳启动阵法的时候 金汉的背包在我旁边 不然我还真没有办法 找到所用的材料 林芳的家人虽然已经彻底消失 但只要有材料 我就能让人重新出现 当然并非是真正的活人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 如果非要逆天改命 只会连累上染上罪孽 就像林芳的那些家人 如果没有林芳施展阵法 只要没什么大罪 他们能够入阴丝重新轮回 但林芳非要逆天改命 最后只能沦落到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不过我虽然没有办法聚集起消失的魂魄 但却可以利用纸张做一些假人 我的技术那么高超 也懂得一些基础 只是做得有些慢 五个纸扎用了半个小时才堪堪完成 好在背包里还有几张假人脸 突然以我的技术 实在难以让林芳相信 这几个假人就是他的家人 收拾好之后 我利用术语 控制假人朝林芳走去 林芳见假人靠近并没有动作 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芳芳 声音刚落 林芳抬起头 她星红的双眼盯着开口说话的假人 好一会儿才沙哑说道 爹 我对不起你们 如果不是我太过自负的话 百年前 你们就不会出事 如果不是我太执着太任性 百年后 也不会害得你们全都不能安宁 对不起爹 对不起我错了 你们原谅我吧 说到最后林芳大哭 看着林芳痛哭 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能够发泄情绪 总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言不发的强 看着林芳歇斯底里的哭喊 我连忙控制的那个假人 上前抱住林芳 安慰了一会儿 林芳才冷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她从指人怀抱里挣脱出来 看着我躲藏的方向 轻轻说了一句 银天子 我知道你能够听到我说的话 谢谢你 之前的事情我不追究 但我希望 你能够把我放出去 把阵法破解掉 我可以带你出去 但阵法 我没办法破解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皱眉 我不是不想破解阵法 而是没办法破解阵法 听到林芳的解释 我依然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低头暗暗心中思量 对方这话的可信程度 我虽然在布置上有些天赋 也已经达到了 半人阵合一的水平 但灭天大阵太过古怪 我的阵法 是从灭天大阵那里引过来的 保留了灭天大阵的古怪 哪怕我这个布置出阵法的人 也没办法找到古怪之处 既然这其中有你不明白的地方 那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布置 你就不怕出现问题 我也是在布置完之后 才发现的不对劲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抽嘴 你这林芳胆子可真不行 没什么道好 但这胆子确实比大师的胆子 还要大上许多 不然的话 又怎么敢用 一个自己都搞不清楚的阵法呢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2集 想及此 我不由得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或许林芳知道的那个重回过去 复活死人的阵法并非是假的 或许林芳的那些叔伯家人们 之所以出事并非是因为遭了报应 而是因为林芳没有真正的了解清楚灭天大阵 没有搞明白自己的阵法 就开始施展的缘故 归根到底事情已经发生 再追究也没用 那能封印 让它暂时消失吗 哦对 还有我的阴间器 和星辰之力能够收回来吗 我可以试试 但不能保证 那先带我出去吧 其他的之后再说 林芳应了一声 接着就将我带出了阵法 林芳虽然没有什么道好 但在阵法上的天赋却无人能及 至少眼下圈子里的 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他 只是几秒的时间 他就带我出了阵法 看着熟悉的房间熟悉的人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啊 你快试试看 能不能将我的阴间器云 和星辰之力还回来 林芳点了点头 接着一个接一个的术语 从他嘴里蹦出 或明或暗 但是 无论如何 我都无法听清对方说什么 听了半天没听懂 索性直接放弃 过了一会儿 我心说开口放弃 这林芳就将阴间的 气韵和星辰之力引了出来 我连忙盘膝而坐 将围绕过来的阴间气韵 和星辰之力 慢慢收回身体 因为早就存在过身体里面 此时收回倒是没有 一开始收服时的痛苦 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将所有的阴间气韵和星辰之力 输回了身体里面 重新掌握力量 让我不由地朝着虚空 挥了好几拳 刚收手停下 就见到林芳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林芳见我疑惑 开口解释 我们布阵师虽然能够布置出强大的阵法 但本身却没办法拥有任何力量 甚至有些身体还会虚弱得不行 任何人都不能两全其媚 我们这些人 虽然能够拥有力量 拥有修为 但真正能够修到有所结果的人 却是少之又少 布阵师虽然没有道行 可大部分的寿命 却是普通人的好几倍 没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 倒是羡慕 进入了这个圈子才发现 好几倍又如何 除了眼睁睁地 看着身边在意的人 一个又一个地离去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听着林玄的话 我没有再多说 虽然对方的话没有错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一点却是趋之若鹜 毕竟很多人拼了命地 想要长寿都不能 我转身看向金翰 直接分出星辰之力 朝着对方的身体而去 查看半天 确定金翰确实没什么事情 只是因为太过疲劳 而昏迷 才放下心来 我长呼一口气 然后便对着不远处的林芳说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带着金翰回房间了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把阵法封印掉 你放心 我一会儿就把阵法封起来 我点了点头 没有说别的 扶着金翰回了房间 金翰虽然没大事 但一直昏迷 所以回房间后 我并没有马上休息 是守了他半夜 金翰睁眼时 已经是半夜三点 你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老葬 我好像见到林芳了 啊 林芳确实是回来了 什么 林芳真的回来了 那我之前见到的事情 都是真的 没错 见到的都是真的 信了林芳房间也是真的 那你没事吧 我之前看到你身上 布满了大火 想救你 但当时根本没有力气 还没爬出两步 就被那女人给打晕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没事了 但是你 现在感觉如何 我没什么事 所以呢 林芳到底是想干什么 他不是走了吗 为什么后门又回来了 听着金翰的疑惑 我没有隐瞒 将事情都说了一遍 只是 阴间气韵和掌管阴私的事情 被我隐瞒了下来 啊 也是个可怜人 你从哪看出人家可怜的 你别忘了 人家虽然没有道行 但寿命 可比咱们有修为的人 要高出好几倍呢 我倒不觉得寿命长 是个什么好事 虽然他们能够活得更久一些 但却也要承受 家人一个一个离去的痛苦 林芳不正是因为受不了这种痛苦 才会产生如此执念吗 没错 林芳确实是因为受不了一个又一个的亲人离开 自己才会走到今天这步 最开始的时候 我本以为 林家的家人遭遇了什么意外 导致林芳产生执念 但事实情况 却并非如我想象的那般复杂 她只是因为受不了一个又一个的亲人离开 与我们这些人而言 一生中经历一两个亲人的离去 已经是一生都无法抹平的痛苦 更何况 看着身边所有生意的人都慢慢离去的林芳 痛苦自然更甚 能够生出如此执念 也算是正常 好 对了 老宋 林芳的事你要怎么处理啊 什么处理 她都要杀了你了 你就一点都不在乎 说不在乎是不可能的 但留着她还有其他的用处 金汉向来是个聪明人 听到我这话 很快就反映过来我话里的意思 你是说灭天打阵 没错 可你不是说他布置出来的那个阵法有问题吗 确实有问题 但这不代表他没有天赋 林芳布阵虽然有问题 但要比布置不出来的人强上不少 虽然此时林芳找不到问题 但不代表以后找不到 这事实上 有林芳这样天赋的人怕是没有几个 张回天赋倒是不错 但没有专业学习过阵法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或许已经是不错 但对上林芳这种专业人士 却只能够算是入门的水平 所以哪怕张回的天赋很好 短时间也是达不到林芳的那种水平 灭天大阵不出事还好 若是出事 他唯一能够指望的上的 也就是林芳 所以哪怕我再不满 只要林芳同意合作 我也不能够轻易出手伤害对方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一十三集 比起报义人的恩怨 我更希望留下林芳 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 宝宝 你以后肯定是个人物 什么意思 你很厉害 山外有山 这世间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我算是吧 这世间厉害的人确实不少 但是有你这样胸怀的人 确实少见 我从小跟着师父游历 见过各种不一样的人 圈子里面的人也见过不少 但无论有能力 没有能力的 都没有你这样的胸怀 不能说圈子里面 一个好人都没有 但是那些人的好 那些人的声张正义 都是不会威胁到 自己生命和利益的基础上 但你不一样 在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利益 然后去救其他人的生命 反正对我来说 是自愧不如 你以后也会大有作为 这可不是因为刚金汉夸了我 而是实事求是 金汉这人虽然倒数上 没什么天赋 但人却是无比通透 聪明 又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处境 这样的人没有作为 那才是怪事 撑你几言 撑你几言 行了 时间不早了 赶紧再睡一会儿吧 你来床上休息吧 我去打地铺 估计我昏迷的这段时间 你一直没睡过吧 你虽然没有受什么重伤 但也十分虚弱 就继续在床上睡 我体质好 就算在地上也没什么事情 可我记得你受伤 应该比我严重很多吧 你看我现在像受伤的样子吗 哦对了 我明明记得那场大火已经将你给围了起来 为什么你现在会一点事情都没有呢 听到惊骇又问了一遍 我直接将红莲夜火和我身体融合到一起的事情讲了出来 我看直接除掉那个林芳钻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而且因火得福 要知道很多人想要红莲夜火都得不到呢 这福气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命都差点丢了 俗话说得好 祸害一千年 我这不是没事 有这红莲夜火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多了一层保障 虽然话是如此 但以后见到对方还是要小心一些 知人知面目之间 就算对方同意合作 又有谁能够保证不会倒戈别人背后捅刀子呢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肯定不会再给他可乘之计 听到我的保证 金翰不再多说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睡的时候已经接近四点 所以只休息三个小时 我们又被折腾了起来 早就和李红约好下午谈进幕的事情 所以我和金翰两个人虽然很困 并没有躺下继续休息 和来时一样 还是金翰几人开车 我和张回打车紧随其后 车子一开 我就开始不停地打着哈气 张回不由地疑惑问道 你和金翰两个人 昨天晚上到底做什么呢 怎么都是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你们两个人 该不会是背着我们出去做什么了吧 就一些小事 我就说你们两个人 怎么黑眼圈会这么重 原来真的出了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真的是什么大事的话 我们两个现在就没有办法出现在你们面前 张回见我的动作不由得有些疑惑 倒不是他愚钝反应慢 只是关心择乱 所以才没有马上回过神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猛地看向司机师傅的背影 只是一瞬间又将脑袋转了回来 对着我点头示意 早知道你们没睡得好 就不走这么早了 你赶紧再休息会儿吧 下午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吗 昨天的事情我费了不少精力 确实有些疲惫 所以听到这话我也没有拒绝 直接是倒头就睡 到达目的地醒过来的时候 我浑身上出现了一身冷汗 这幸亏没事 若是有事 此刻我的小命 怕是已经被人拿走 苏翔 怎么了 愣着干嘛 赶紧下车啊 听到这话 我才缓过神来 呕了两声打开车门离开 下了车后 张慧也是紧随其后走了下了 看到出租车离开消失 我才缓过神来 带着张慧回到房间的时候 金汉几人和陈薇 早已经坐在我们房间的客厅里等着 看着几人都在 我也没有绕弯子 直接询问起李红的事情 大概再有半个小时就能来了 给你发消息了 刚才在路上发的 跟我确定见面时间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只是转头看向一旁坐着的成员 老陈你怎么样 这两天还难受吗 唉 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说来也怪 这疼来的突然 走的也突然 怎么说 我不是在来的那天开始疼了吗 没错 两天前 扇云县城的下组长说找我有些事情 所以我就又回去了一趟 然后我就到发现云山的时候 疼痛感减少了许多 你的意思是 只要回到扇云就不会难受 不能说不难受吧 但至少比在这哲识这边 要好上许多 陈薇的话让我们几人陷入了沉默 并非是不相信他的话 只是这病太过蹊跷 让人根本琢磨不透其诱发的原因 好一会儿牛大才开口 你刚才不是说眼下已经好了许多了吗 听到牛大的话 我和张回几人也是疑惑地看向了陈薇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黄纸的时候 张回几人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这不就是一张黄纸吗 和扇云有什么关系啊 吕乐说完 金汉几人也是跟着附和不解 我倒是没有马上开口 虽然心里面也满是疑惑 但总是觉得 陈薇拿出来这张黄纸 和我们平常见到的黄纸有些不一样 而这个怀疑 在我近距离接触过黄纸后 得到了肯定 黄纸虽然看起来是普通的黄纸 实则却是隐藏着一道气韵 对于这东西 金汉几人或许不认真查看 感觉不到 但对于我来说 却很是容易 不只是因为我身份特殊 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接触了太多的这种东西 察觉到黄纸上覆盖的气韵后 我便将其还给了陈薇 这东西谁弄来的 气韵这个东西 看起来既不伤人也不害人 想要将其收服 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不仅要有很高的道行 还要懂得控制气韵的秘书 不说别的 只说控制气韵的秘书 就不是普通人能够知晓得了 哪怕是下组长是特殊部门的人 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高级秘书 是金汉的师傅毛山掌门给我弄的 他说我和文天和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听到是金汉师傅 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既然是金掌门给你的 那你就要贴身携带 千万别弄丢了 你现在情况特殊 要不就留在酒店接应我们 别跟着一起进墓了 并非是怕陈薇拖累我们 只是担心到时候会生出事端来 陈薇有皇旨在没什么 可若皇旨不在他身边呢 要知道这次进墓的人 可不止我们几个 还有不少云哲是本地人 若是被对方知晓 陈薇的特殊性 难保不会有人起异心 我这话说完 陈薇沉默了许久 过了很长时间 他抬头看向我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虽然相信你们的能力 但不能亲眼看着 总归是不放心的 听到这话 我也是不由叹气 陈薇要说什么 不会拖累之类的话 我倒是可以说上几句 但这话 却是让我无法拒绝 我太清楚这种感觉了 确定 不过皇旨不能戴在身上 这怎么能行呢 他现在可是需要皇旨 控制疼痛的 没有皇旨在 怎么跟我们一起进墓 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让他戴 而是说 他换一个方法戴 皇旨再厉害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纸 想要将其毁掉也容易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进了墓之后 有人想要毁掉他 陈薇要面临什么样的险境 你们可别忘了 咱们这次进墓 不只是有咱们几个 还有李红和他的朋友们 哪怕李红有求于我们 不敢有什么动作 但谁又能保证 其他人会不会有 其他的动作呢 谁又能保证 那些人没有一个坏人呢 不是我起人犹天 而是如果真走到那一步 陈薇面临的 只有等死一个结果 大墓向来 都是进来容易 出去呢 何况到时候真走到那一步 面临其他人的围堵 说是只有等死一个结果 一点都不为过 看着几人陷入沉默 我也没有多说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然后对陈薇说道 李红他们过来 怎么也得再有个 十多分钟的时间 趁着这段时间 把你问题解决了 陈薇点了点头 到了生号 见陈薇没有意见 我便直接带着他回到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 我就让陈薇脱掉上身的衣服 然后躺到了床上等着 在茶几上画完三张清心符 我才转身朝着陈薇走 可能会有点难受 坚持一会儿 一定要守住本心 不要被其声音蛊惑 你放心大胆地来吧 听到这话 我没有多说 直接应了声 就将黄纸扔到半空 又拿出了凉天尺 将黄纸上面那抹邪气逼出 在气韵离开黄纸后 房间的气温 瞬间降了下了许多 察觉到气韵上 带着阴煞之气 我不由得有些犹豫 这确实是扇云县城的气韵 只有扇云县城那个地方 才会出现浓郁到 可以污染气韵的阴煞之气 这是扇云县城的某些人 预知气韵导致的结果 气韵本身就不是常人能够控制的 再加上阴煞之气 很容易就走火入魔 如果只是气韵 三张清心符控制成为心智 倒不会出现问题 但眼下加上阴煞之气 想来当初茅山掌门 会选择用黄纸封印气韵 也是因为常觉到气韵上 有阴煞之气的原因 气韵上有阴煞之气 毕竟黄纸里面是 带着无疑最好的选择 但那只是对于平常生活 像我们要进墓 佩戴黄纸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不是因为存在在黄纸之中 气韵会减弱 而是因为黄纸本身太过脆弱 很容易被人毁掉 犹豫之际 门口突然钻进了一缕陌生的气息 好在我反应得快 才躲过了陌生气息的抢夺 不过此时气韵 怕是已经被那陌生气息包裹住 看着那不黑不灰的浑浊气息 我直接用凉天尺将其挥出了门口 气息离开房门 外面便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外面是怎么了 没事 不过是只贪婪的小老鼠罢了 怎么还不动手 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叹了口气 然后对陈薇将气韵 进入身体后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讲了个清楚 没事 你就尽管来 阴煞之气再厉害 只要我心智足够坚定 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那只能说明我还是心智不够坚定 见陈薇依然坚持 我也没有多说 点了点头 见我答应陈薇又闭上眼睛 我也没有磨蹭 直接将手中安排的气韵 安放到陈薇的身体里面 因为陈薇还是凡人之躯 承手之力比较小 加上有阴煞之气 所以在安放的时候 并非是一下子全部都放进去 而是循序渐进 缓慢地放入 第615集 尽管如此 也没有费太大功夫 许是因为我身上的阴间气韵太过浓郁 那气韵在离开皇旨的时候 虽然想要逃脱 但等到了我手里以后 却是十分乖顺 导致在进入陈薇身体的时候 也异常地顺利 不过 尽管如此 在气韵全部进入身体后 陈薇也还是出现了异常 不过我早就准备 看到陈薇不对劲后 就直接输入星辰之力 一点一点剔除暴躁的阴煞之气 虽然 粘在气韵上的煞气之气不少 短时间内没办法全部去除掉 但是控制住了部分暴动的阴煞之气后 我就快速地咬破手指 往他的心口处窝去 画了一道符文 把剩余的阴煞之气全部都封印起来 这样一来 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暴动的情况 因为 没有想到阴煞之气的存在 估错了时间 等我和陈薇收拾好回去的时候 李红已然带人坐在客厅 我看了一眼李红和他旁边的几个人 然后又看向对面的张回几人 我看着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陈薇坐到金汉旁边的空座上 因为早就说清楚了双方的目的 此时倒也没有太大争议 仅仅是静默事宜 我们就聊了不到三小时 等到全部敲定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然后对着几人 时间不早了 大家不如留下来 一起吃个饭 互相熟悉一下 好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点了点头 直接带着两拨人去了附近的饭店 没有包间 坐在大堂 虽然吃饭的时候 不会聊什么特殊的话题 可是到底众人身份不一般 而且找个私密安静的地方 更能体现出我的重视 刚进饭店 我们就被几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拦了下来 老人一出现 李红的脸色便浪了下来 看着李红几人 我不由得挑眉 不知道前辈有什么事情 对方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才面无表情地说道 此地不宜多讲 换个地方 对方这话不算客气 至少在场的人里面 大部分都变了脸色 金汉和李红带来的人中 两个年轻人更是想要冲上去 好在我和李红发现得快 直接将几个人拽住了 不然 此时 想必已经在饭店里面打了起来 倒不是怕打架出事 只是觉得没必要 而且就算打架 也不能当着普通人的面打 伤及无辜 不是我愿意见到的 正好我们订了包厢 几位前辈跟我进去说 说完之后 我便伸了伸手 示意几人先走 老头倒也没客气 见我伸手 转身就朝里面走去 金汉十分不满 什么玩意儿 听到这话 我不由得心头意紧 刚想喝止 原本离开包厢的人 已经先我一步 对金汉动手 看着那细节 可以隐匿于空中的银丝飞来 我连忙用两天尺拦住 这一眼 我就看出了这银丝不同 这并非是普通的银丝 而是雪蚕丝 传说 以雪蚕丝之一 可刀枪不入 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刀枪不入 但却能够感受到银丝的锋利 师父打造出来的两天尺 虽然不是一件神器 但却是含有的材料制成 可是眼下几顺的功夫 银丝捆着的部位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痕 可以想象 如果我没有快速拦下 金汉此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正想道歉 对方已然先将银丝抽走 但对方并没有收手 而是指挥着银丝再次朝着金汉的嘴巴而去 因为正愣了一瞬 所以第二次到了 是晚了一步 好在金汉自己已经有了准备 又有张回牛大几人在旁边帮忙 倒是也没有伤到 不过几人也很费力 眼看着李鸿和他身旁的几个人 也要参合进来帮忙 我连忙再次出手 用梁天尺将那银丝挡住 见缠到梁天尺上后 我便对着控制银丝的老头低声道 前辈 该得的教训 也得了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这些小悲计较 银丝的主人冷笑一声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看着几个老头继续往前走 我并没有马上跟上 转头对着金汉低声喝止 你怎么晓得 不明白什么叫祸从口出吗 金汉低着头说了句抱歉 虽然生气对方惹事 但见金汉如此 我反倒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着嘴好一会儿 我才组织好语言 眼下不是成口声之快 问清楚他们目的才是要紧 多一句少一句 不会对我们有任何损失 听到我这样说 金汉几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我正想再说什么 旁边的李鸿说道 宋道友 这几人你们可要小心一些 道友认识 李鸿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李道友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交集 但云哲氏都知道这几人的身份 云哲氏有三个凶徒 少杀劫略 无恶不作 既然无恶不作 为什么没有人动手 那可不是普通的三兄 几人的道行都十分厉害 那也可以上报给特殊部门 或者找一些大门派求助 哪有那么简单 李鸿还没说完 旁边的男人便开口 那几个人不仅烧杀抢掠 道行极高 还和不少圈子里面的人 有着瓜葛 前几年都真有不信邪的 想要找人收拾几个老东西 事实就是还没有走出云哲市 就只剩下一具骨头架子了 后来又出了几桩案子 都是和那几个老东西有关的 不过虽然有关系 但痕迹去抹除得很干净 所以就算有人想声张正义 都找不到证据 长此以往 大家也都消了反抗的心思 讲事情的时候 男人一直没有什么表情 但我还是能感觉到 对方话语里 曾经和几个老头有过什么瓜葛 不过我并没有问太多 虽然已经确定了合作关系 但到底没有熟到询问私事的地步 焦浅墨延伸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我明白了 多谢各位提醒 先走吧 看那几人 确实不是什么好脾气 众人点了点头 刚到包厢门口 银丝便又冲着我们冲了过来 看到银丝我连忙 用凉天池再次挡住 虽然不想动手 但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着实激起了我的怒火 几位在别人的包厢里动手 不太好吧 要是这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聊聊 如何 说完之后 我就直接用力将银丝扯断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集 第六百一十六集 银丝一段 原本稳如泰山的几个人 瞬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银丝的老头 更是直接将桌子踢倒 你 看着几个人怒目相瞪 我不由地笑了笑 几位要是好好聊的话 我不介意坐下来好好谈谈 但如果几位非要找茬 我倒是也没有意见 好 好啊 这么有这几的年轻人 我多久没见到了 听到这话 我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开口答应 而是转头对着旁边的张回 低声道了一句 带东西了吗 张回点了点头 把周围都围起来 张回道了句号 悄悄地撤了出去 看着张回离开 我又看向了几个老头 我没有再跟他们废话 既然对方不想好好聊天 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 只到了一句动手吧 就拿着凉天池冲了上去 在我冲上去之后 陈薇几个人也陆续跟了上来 包括李红和他带过来的那几个人 也没有袖手旁观 那三个人虽然厉害 但也比不上我们人多势众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就败下阵来 几人倒是都知好歹 察觉打不过 直接就溜了 眼下怎么办 那几个人的交际网十分广阔 要是一击毙命也就算了 眼下逃出去 肯定会找人来再对我们出手的 你们放心 就算他们真的能够逃出去 能够找人来 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毕竟他们能喊人 我也一样能喊 看到我说这话 了解我交友范围的金翰几人瞬间放心 只是李红几人面露优色 不得不说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李红失去 认识的几个朋友也不差 听我这么说 几人虽然担心 但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是先把那几个人解决了 还是如何 先坐一下 等等再说 说不定还有意外收获呢 听到我这话 李红几人也是忙着 但我并没有多说 只是将桌子扶起来 找了个干净的椅子坐下 众人虽是不解 但都是跟我坐了下来 当初在门口说话的时候 声音很小 加上众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那几个老头身上 所以众人并不知道 早在动手的时候 我就做好了准备 让张回不振 也就是说 那三个人虽然离开了包厢 但不代表出了阵法 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想那样 不过几分钟 张回就带着一个老头 走进了房间 其他两个跑了 只剩下这个受伤的 受伤 那几个人倒行不低 哪怕我们围攻 短时间内也没有占到上风 更何况 那几个人察觉到威胁之后 就直接放了烟雾弹离开 按理说不应该有伤口才对 除非对方早在 拦截我们之前就已经受伤 想及此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看着那五花大绑的老头 我直接抬手 聚集出一丝星辰之力 朝着对方扔去 看到我聚集星辰之力 老头连忙惊恐地往后退 但他被张回绑得太结实 哪怕反应能够灵敏 也没有拦得下星辰之力 只让星辰之力在老头的身体里游了一圈 我就将其收了回来 怎么了 我看了眼金汉 他去过我们所在的酒店 在我帮助陈薇放置气韵的时候 突然出现这么陌生的气息 和眼前老头里面的气息一模一样 虽然巧合有的是 但我不相信同一天时间出现如此多的巧合 我没有仔细说明 蹲在老头面前 将他的抹布扯了下来 随后询问他的目的 老头倒是有骨气 道了句 有能耐你就杀了我 便闭口不言 看到老头如此 我不由得呵呵笑了笑 我就喜欢你这种硬骨头 说实在的 像你们这种硬骨头 现在也很少见了 听到这似曾相识的话 老头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但我并没有管他如何 也没有给他继续开口的机会 直接在空中画了个符文 然后就将老头送进了十八层地狱 宋道友 你这是把那人弄哪儿去了 咱们现在不应该逼问 出另外两人的下落 然后一网打尽吧 只是送他去体验体验生活 放心 一会儿就回来 咱们先换个包厢吃饭 要不 还是先等事情解决了再说 反正也不是很饿 你们放心 这件事很快就解决 不耽误吃饭 既然我坚持 李红几人倒没有推辞 直接跟着我 去找饭店老板换了个包奸 许是因为三个老头的影响 李红几人吃饭 也是颇为心不在焉 若是平常 我自然不会管对方如何 但眼下这几人不仅帮了我们忙 还是之后的合作伙伴 为了让几人放心 我只能打消那老头 做完十八层地狱全程的打算 见我放下筷子 用手在半空中画着什么 李红旁边的年轻男人 不由的疑惑 宋导勇 这是 你们不是想要快点知道 另外两个老头的下落吗 我说完 地狱之门也在不远处出现 因为想要让李红几人 知道我的实力 给他们吃颗定心丸 所以 我没有掩饰 地狱之门的存在 地狱之门一出现 李红几人愣在了原地 直到看到五花大榜的老头 被扔出来 李红几人才缓过神来 磕磕巴巴地说道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导勇 你怎么会 我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 道理去和阴死有关系 转身走向神志不清的老头 看你刚才连死都不怕 我还约你有多大的本事 怎么 这就怕了 虽然只是十八层地狱走了一遭 不是在十八层地狱受刑 但每层地狱 也要经历十多分钟 眼下过了半个多小时 也就是说 这老头最多经历到第四层地狱 听着我的话 老头畏缩 好一会儿才扑到我面前恳求 求求你 别折磨我 我 给我个痛快 给你个痛快 曾经给你们折磨的那些人 你可曾想过给他们一个痛快 人都说 人越老越慈悲 但这几个老头是 人越老 心越狠 不仅杀人 还研究出了不少折磨人的手段 从不肯让人痛痛快快地离开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一十七集 我没有再多说 只是询问两人的下落 听到我问另外两人 老头顿时一瞬 看着我们如此 我直接抬手 虚空画幅 看到我的动作 老头连忙说道 我说我说 别别别别 别再把我送进去 快点 老头连连点头 然后讲述另外两个老头藏身的地方 等老头说完 我就看向周边众人 把地方都记下来了 众人连忙点头 听说你们的人员不错 和许多人都交好 老头哆哆嗦嗦嗦嗦 既然都已经交代了 那不如交代得完整一些 把你们交好的人员名单 也给我一份 如果我真的给了 你们不会放过我的 他们也会杀了我的 他们 那你觉得我现在能放过你吗 老头的话音戛然而止 我看他好半天 他才跟我讲起了 他们之间的联系 听着那一大串人员名单 围观的众人不由的沉默 直到我将老头再次送入阴司 众人才回过神 那老头不会再回来了 没错 这次进去 却不会再出来了 好啊好啊 终于遭到报应了 说完之后 男人就对着我们 道了句抱歉 然后跑出了房间 孙悟 李鸿大喊一声 但男人并没有理会 看着男人直直地 朝着外面走 李鸿对着我 说了声抱歉 李鸿离开后 另外几个男人 便也想跟着出去 但刚起身 几个年纪中最大的男人 文书给拦了下来 都给我坐下 倒什么乱 文书话语落下 几个年轻人虽然担心 但还是听话地坐了下来 只是旁边的位置上 依旧站着人 看着门口 文书还想说什么 但被我抢先一步 如果实在担心的话 就去看看 我这话刚说完 黄毛男人便窜了出去 孙老三 你朋友能给我滚回来 黄毛男人听见 但他显然当作没听见 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加快了速度 看着对方一溜烟的身影 文书气得不行 抱歉几位 失礼了 没什么事 那个孙武是不是 和那几个老头 有什么过节 想必几位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学的东西 并不是一门传出来的 其实我们能够集到一起 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 我们这些人 各有各的麻烦 各有各的恩怨 聚集到一起呢 就是为了能够在报仇的时候 夺个人 多份力量 当然 也是为了 抱团取火 保命 孙武和孙老三是兄弟 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会和我们凑到一起 就是因为 他们父母兄弟 全都被那三个人杀了 放心 我们定是不会让他继续和另外两个 消而自在 至于其他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帮上忙的话 也一定不会推迟 虽然不怎么相熟 但看这些人在明知道对方有多厉害 还敢拼着命来帮我们的份上 倒也值得下这个承诺 若是刚才众人听到我的话 最多也是客气一番 并不会当真 毕竟我们几个人的年纪都不算大 就算修为了得 也不会太高 但眼下几个人看过地狱之门 都知道我并不是普通人 听到我这个承诺都十分激动 又聊了几句 李鸿才带着人回来 三人一进门 便又对着我和金翰拱了拱手 行了行了 大家日后还要互相帮助 没有那么多虚理 咱们现在先吃饭 还是先去找另外两个人 要不先等等 咱们先记完目再说 就他们三个人的道行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这三人虽然厉害 但只不过是在云哲市的圈子里面厉害 至少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 想要除掉并不会费太多时间 尤其是在得到那些人的短板后 更加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事情 唯一麻烦的是收尾 毕竟这几个老头子和圈子里面 许多人都交好 也是不算多大的事 大不了就调过来几个阴差帮忙 反正能够和那几个老头相交的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听到我的话 李鸿几人不仅不怀疑 反而十分激动 大家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就先收拾他们 行 宋道友 若你真能把我们弄死了那两个老家伙 今后我孙老三的命就是你的 不用 我要你们的命做什么 而且就算没有你们的事情 我们也会把这两人处理掉 早在入占星一门的时候 师父就说过 进了占星一门 学了占星一门的术法 就要谨守门规 行侠仗义 诚恶扬善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是天下为己任 哪怕现在师父不在身边 我依旧记住这几句话 况且我不仅仅是一名占星师 更是阴私之主 这世间的恶鬼 我自然有权力处置 欲带王冠必称其重 既然当了这个名号 那自然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承担的责任 见众人如此激动 我也没有再询问 他们饿不饿 比起填饱肚子 估计他们更想看 另外两个老头失手异处 我直接带着众人离开饭店 去老巢抓人 走到一半 孙武突然停下 宋道友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走吧 要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我想了想 觉得对方说的也有道理 这几个老头不仅心狠手辣 还诡计多端 人家是狡兔三窟 他们藏身的地方 却有十好几个 若是带着一行人 一个一个去找的话 倒也会浪费不少时间 想几次 我不由地点了点头 也可以 那咱兵分两路 无论谁发现 都不要轻聚妄弄 先通知另外一行人 听到我这么说 李红他们身后的几人 全都点了点头 看着对方如此 我也没有多说 只是朝着众人 到了去保重 带着金汉几人 直接离开 其实这样 不只是缩短了找人的时间 还会方便我的行动 虽然觉得那几个人 品行不错 也愿意帮忙 但却不想如此快 透露底派 到底是没有金汉几人 这样过命的交情 一起的话 动手时候 难免会觉得拘束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8集 等十几个地方 全都找完时 已经到了晚上 但我们并没有找到 那两个老头 那么长一段时间 就只处理一些 虾兵蟹将 李红几人也和我们一样 只不过要比我们狼狈一些 会合的时候 孙武孙老几位年轻人的脸上 都挂满了些血痕 看着李红几人 一个比一个狼狈 我连忙对着金汉使了个眼色 接收到示意 金汉就将包里的药瓶 递给了李红 李红打开药瓶 闻了闻 这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要 拿着吧 金汉是毛瞻挡门的弟子 这些东西在别人那里 或许难得 在他们那儿 不过是日常用品 毛山医术向来高明 所以药丸也好 单药也好 都是外人求之不得 每当新药出售 都会引起一番争抢 甚至是一些普通的药 只是在毛山出品 也会是物价贵上一些 并非毛山的人 自己抬高了价格 而是因为这些药物 值得更高的价格 同样的药物 毛山的药 总比外面的药效果 好得更快 自然是让人趋之若鹜 不过这都是 对于外人来说 对于金汉这种毛山的人 那只是日常生活用品 没错没错 这东西我有的事 你们用就行 不够了 我再给你们拿 见金汉无所谓 李鸿点了点头 等几个人服完药 我才又询问起 几人的成果 虽然知道 那两个老头还没有下落 但每个地方的情况 还是要了解一下 等听完之后 我们才有了解之后的事情 宋道友 要不咱们还是先把这些事情 放在一旁吧 先把大幕的事情办好 再说其他的 我之前说过 你们就算没有其他的事情 也会除掉那两个老头 所以 你们不用觉得有负担 而且 虽然没有在这些老巢里面找到 但我也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听到我这话 众人都是不由地 惊讶地看向我 宋道友 你知道那两个老头子在哪吗 没错 咱们之前 光盯着那老头 给咱们的找信息 但却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难道是那老头 耍了个心眼 把真正的老巢 隐瞒了下来 孙武这话一出 不但我开口 李红已经先一步将其否定 那几个老头子关系不错 但自私自利 真的能团结吗 不过是因为利益相同罢了 更不要提什么 为了对方的性命 牺牲自己 那根本不可能 没错 那个老头子确实说假话 但那个地方 确实真的 那宋道友 你刚才的意思是 咱们只听了老头说的 却忘了 那几个老头子的合作伙伴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两个老头 可能是猜到我们会对 另外一个逼供 所以就没有选择回自己的老巢 而是去找了合作伙伴 没错 是这个意思 我拿出之前记录下的 合作伙伴名单 举了指最角落的一个人 这个 我觉得最有可能性 刘三 刘三 没错 一开始我并没有看到这几个人 还是张回 吕乐两个女生提醒 才注意到 刘三和他们 虽然有往来 但关系并不亲近 而且 之前还和他们 对着干了几次 那几个老头 如果真的要寻找合作伙伴 应该不会找上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和刘三 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但我知道 刘三是唯一一个 有能力 藏他们的人 或许看表面 其他合作伙伴 和几个老头子 关系更好 但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那些人更多的都是 屈服于几人的 淫威之下 说吧 那些人更加听话 但大多没有 那几个老头子的 能力强 只要那几个老头子不傻 就不会找上那些人 连他们几个 都没有办法对付 一群连他们 都不如的人 自然也没有办法 对付我们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 能够因为实力 不够屈服 那自然也会屈服于我们 想要安全度过这一关 就只能 找个比他们 更厉害的人帮忙 而且其中 比他们厉害 又和他们合作的 只有刘三一人 听完我的话 几人没有多说 直接去了 刘三的工作地方 到了医院的时候 李红几人都惊讶到 好一会儿孙悟才开口 宋道友 你不是说 带我们去找刘三吗 怎么来医院了 那刘三本质 该不会是医生吧 李红的询问 让身后几人 瞪大了眼睛 众人如此不敢置信 我不由地钦佩刘三 不说刘三这个人 道汉如何 综合能力 反正是不错 在圈子里面 混了十几年 也没有暴露 自己的本职工作 其实不只是 李红几人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金汉吕成几人 也没有查到 刘三的本职 我之所以 会知道他是医生 完全是因为 在钟奎的提醒 薛的后人怀疑对象里面 有刘三之后 才查看了生死部 刘三祖上 是个武作 刘三能够进入圈子 就是因为他继承了身份 当然这个圈子里的职业 圈子外 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至于身份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有待征选 我没有过多解释 刘三的身份 只是道了句 猜得差不多 就快步走进了医院 去找刘三 见我离开 李红几人虽然惊讶 也是跟了上去 刘三工作的地方 是市里最大的医院 晚上也是进进出出 都是人 所以要找一个人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想着要利用 梁天池寻找 就见到一个 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那男人样貌 我之前见过 看着刘三过来 我不由得挑了挑眉 刘三走到我面前 这里人太多 找个安静的地方聊 看着对方 没有任何恶意 我便点了点头 见状没有磨蹭 对着身后挥了挥手 直接跟上 刘三出了医院 左拐右拐 来到一处院路 在我问那两个老头 下落之前 他说道 合作进幕 我要一份添合 其他的东西 都是你们的 什么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下子忽略了 刘三突然答应合作 关键是 他要一份天合 金汉和刘三接触时 透露了不少东西 却没有挑明 找天合二代 而大多数人进幕 最多是发死人才 或者是其他宝物神器 天合可不是什么宝物 那是危险品 天合二代更邪惑 刘三要他做什么 什么天合 进大幕是威的发财 天合是什么宝物 你一个人独吞不好吧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对有的人说 有用 有的人拿着 那没用不说 还很危险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一十九集 看来他不知道我们的目的 话里的意思 是天合对他有用 而张回被射入天合二代 变成半人半龙 刺激体内的白鳞玉龙血脉 但这不是好事 反而损伤身体 考虑好了吗 我看你们实力不错 能把那三个熊老头逼到这个份上 才答应合作 找我合作的可不止你们 多我一个有力 少我一个 你们少一份胜算 唉 可以给你一份 那肯定是个宝贝 现在我也不多问 免得动心了反悔 如果有多的 就不能算你的 出来之后 你得帮我们处理那什么天合 好 合作了就开始解决麻烦吧 那两个老头 也想找我合作进幕 准备弄死你们 你知道我们与他们交手 当然 我叫他们去的嘛 我只跟高手合作 谁赢了 我就跟谁合作 对大家都有利 不 这是对你最有利 刘三这个人 不仅侯精 也擅长心计 搬弄是非 我们不一定 与那三个老头 打一场 因为大幕够大 不一定能遇到 假设遇到了 那三个老头求财 天和二代 又极度危险 他们不一定抢 除非李红等人 报仇心切 他们明显 不是这样的人 现在经过刘三 我们结仇了 不可能放任 那三个老头进幕 深吸一口气 让刘三带路 不管怎么样 至少解决了 潜在的危险 我这样安慰自己 且咽下了 胸中的闷气 刘三拐回医院 请了假 带我们进了太平间 那两个老头 正在太平间里 利用阴气 修复身上的伤 见到刘三 带我们走进来 两个老头一愣 又恶狠狠地 瞪向刘三 好你个刘三 你也修想好过 两个老头同时出手 使出浑身解数 却不是逃命 死咬刘三 看样子要拉起垫背 我胸中有气 这样郑重下怀 让金翰等人守住门口 防止那两个老头顿走 刘三 你试过我们 现在我们试试你 不过分吧 行 应该的 两个老头见我们不插手 更是不留余地 可惜 两个老头 占据优势片刻 就被刘三 厉害的手段压制 干脆利落地解决 两个老头一死 孙家兄弟 激动地眼眶发红 但金翰提醒 赶紧处理痕迹 别被特殊部门 抓到把柄 你们先走 痕迹我来处理 一个厉害的武座 擅长验尸 也擅长处理尸体的痕迹 这三个老头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也这样做 是帮特殊部门 解决了麻烦 交给刘三处理 也不怕他搞鬼 与刘三约定好 出发的时间 我带着人走出太平间 这才发现 太平间太冷了 不对劲啊 这个太平间 没有那个太平间正常 常年保存尸体 温度低 阴气重 活人气太少了 快看 风水的位置 这就是刘三在这个医院的原因 武座 刘三不是要处理尸体 他想验尸 让尸体说话 我听说武座这种手段 能挖出尸体生前的所有秘密 却有环境兼致 走吧 我转身离开 并不打算回头找刘三 宋哥 这怎么算了 能怎么办 刘三不简单 一对二解决两个老头 别看他是险生 但是 其实是在试探两个老头 还有多少余力 也是不在我们面前 亮出所有手段 当然 其实告诉我们 他还有手段 不拒我们 没错 目前不招惹他 我全打局 对他有所防范就行了 刘三身上的秘密 真不少 隐藏武座身份 偷偷在太平间掩尸 最重要的是 他想要一份天河 对了 他要的是天河 不是天河二代 这两者区别很大 回去后 我又琢磨了一下 刘三这个人才睡觉 在次日黎明前 被派去的 阴差出现在我的房间 苏先生 刘三发现我了 他叫我带句话来 一造不一致 今天就进大梦 阴差受了伤 刘三发现他后 只出手了一次 苏先生 我没有大碍 刘三没有下重手 不然我回不来 知道了 暂时不用盯太平间那边 阴差神情一松 行礼后回到阴司 八点左右 金翰敲开了我的门 昨晚多了个刘三 今天要把计划改一改 原本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把计默的时间 约在三天后 但是现在没必要了 赵几人 今天计默 不跟刘三合作了 合作 但计划中不用有他 记住了 找到天和二代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和吕家兄妹 带走天和二代 先出来去找顾大夫 我会跟及刘三 原计划就是 他们三人携带天和二代 张回牛大 陈薇掩护他们 我断后 多了一个刘三 我打算安排刘三 和我一起断后 现在怕是不能了 刘三是个变数 伤人的同时伤己 用得好是利剑 用不好 会伤到自己 我们约定在老板娘的饭馆见 到了十点 也不见刘三的影子 金汉发了不少牢骚 十一点的时候 刘三的车子停了下来 不仅金汉 我们几人都觉得刘三做事不地道 浪费大家半天功夫 这样寂寞可不行 到时候 他刘三自私行动 惹祸 我们帮呢 还是看着他死 我抓着这点 说了刘三一度 刘三态度一改昨日的气眼 居然低头了 我一肚子等着反驳的话闷在口中 然后 刘三打开了后备箱 指着指行头 说是去搞这个 金汉翻了翻 发现有绳索登山岗 还有盗墓用的折叠铲 抬了抬下巴 我们需要用这个 你怕我们当盗墓贼吗 什么启事的 我们一张黄服下去就完事 我瞅着刘三对方不像开玩笑 那就是这些东西真用得着 李红扯了扯我 刘三这人在云哲市有门路 能打听到墓里面的情况 分了带上 今天就剩半天了 我拦下还在嘀咕的金汉 刘三买的行头刚好一人一套 我们收拾妥当 便朝着后山走 刘三说 守在入口的那些 分成两批人 一批是盗墓贼 进去就是为了钱 另外一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 想在墓里头找点好东西 增强修理 那入口一看就知道 墓主人不是普通人 多半跟我们一个圈子的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集 对了 那三个老头的人数也在这里 那些人不知道 三个老头已经死了 我们可以假装和他们合作 套点墓里的消息 你不是打听到消息后 要提前进墓 买了这些装备吗 你说的没错 想想知道我打听的消息 不过消息已经是几天前传出来的 之后就没有人从里头出来 也就没有消息 你还挺沉得住气呀 消息是这样的 墓里面 财宝堆成堆 办事都带不出来 为什么 没有原因 这条消息 只有一半 别什么都捞不着 你打算提前进墓 是不是怕那个天和宝贝被人弄走了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什么财宝都没有捞着 那就见者有分 深入墓中 人会变成怪物 怪物会变成你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里面有鬼影 这个消息经过老板娘丈夫的遭遇 我们猜中了 反正都不是很大 刘三说到最后一条消息 期间沉默了几分钟才开口 在墓里面最好不要动用法术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却都感觉到头疼一紧 遇到危机 我们使用法术已经成为一种本能 突然限制我们的本能 这是谁都不能控制的 这就像是烧水盒 能想到的就是电气和火 你让想别的法子把水烧开 你不是难为人吗 更何况 墓里面处处都是危机 谁知道遇到什么东西 情急之下 不用法术渡过难关 用肉身硬扛 会死得更惨 如果用了呢 不清楚 这也是半条消息 使用的人都死了 能传出消息已经很不容易 也就是说遭遇了变故的人都死了 这三条消息最后一条给我压力很大 因为进去之后 我们引以为傲的资本 变成了自杀的力气 意味着我们不如吃这碗饭的盗墓贼 身上的这些装备成了救命的力气 刘三说完后 回头看了一眼面色不佳的我们 要不要混进这些人里面 那些人也要天河吗 这就不好分量 不如直接替合作 把三个凶老头的死告诉他们 行 反正都差不离 不少我那份天河就成 到了入口 我们得知今天早上墓里面活了一个人 除了有些狼狈没有重伤 带着不少财宝 活着出来的人已经昏迷 不是盗墓贼 跟我们是一个圈子的 盗行粗浅 他的出现引起了两批人的争抢 打算从人嘴里拿到墓里面的最新消息 和他活着带出财宝的秘密 到目前为止 活着带出财宝的都是盗墓贼 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墓中 只是在外围拿出了财宝就退出 贪心的就跟着那些有道行的人深入 落得一样的下场 最后是三个老头子赢了 却暂时不能撬开昏迷人的嘴 我们到的时候 争夺刚刚结束 输的那批人认出刘三 把情况都讲了 刘三爷 那小子可是唯一一个深入墓里面 活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抢不赢 是怕那三老抱货 不敢下死手 刘三爷出手 肯定没问题 刘三爷 我们愿意跟你走 瞧见没 这个才是主事的 想把人抢回来 就得问他帮不帮忙 这些人的目光聚焦我身上 觉得我太年轻了 比不上刘三的威望 刘三在云哲市 那是名声不响 我不打算跟你们合作 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特殊部门 马上就会介入 成为是特殊部门的人 肯定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也是为了云集市的人好 特殊部门介入 也不会拦着我们 修行的资源 不是特殊部门的吧 确实 特殊部门不会管 但一定会封锁入口 极有可能封印 到时候进去的人 很难活着出来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 即便这样 我也不会跟他们合作 因为他们的修行人较多 限制了法术 还不如选另一批人 想到这儿 我叫上李红和金汉 直接走到三个老头人身边 但被人拦住 滚开 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们是三老的人 不过箱子就滚远点 三个老家伙都下十八层地狱了 你们指望不上 马溜的把人抬出来 这话一出 别说三老的人 就是看热闹的另一批人 都不敢相信 云集市匈名在外 没人敢招惹的三老死了 刘三爷 你说真的 我说这话像假话吗 其中两个躺在我的太平间 另一个吗 他杀的 杀了一个重伤两个 你们还拦着他 怕是活够了吧 听到这话 拦在我面前的人往后退 我们站到昏迷的人跟前 金汉 看看怎么回事 没什么问题 他进步多久出来 两天吧 可能累晕了 怎么叫也叫不醒 金汉也是这个结论 那就只能等他睡醒 或者是休息几小时 再试图弄醒 我看了一眼 时间已经下午 如果等这个人醒 那今天就进不去目了 不过值得等 因为他活着出来 晚上六点金汉又叫了他 他还像尸体一样没有反应 翻个身接着睡 我让他们别叫了 今晚不打算进幕 等到明天再说 天渐渐黑了 这里的人接受了 三老已经死了事实 根本不需要我提出合作 他们就主动上前 求着我带他们进幕 我拒绝了 我拒绝的都厌烦了 想到生死有命 就丢下一句 想跟着就跟 生死自负 那些人顿时没开眼笑 说自从发现了木 三个老人 就把持进入的人数 进去的都带出财宝 还要分给他们两成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一集 他就没有想过 进去会死吗 那些求财的人 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金汉 牛大拍了拍金汉 还是太年轻了呀 拿命搏一搏 赚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你说值不值 不值得 活着多好呀 钱够用就行 什么拿命搏呀 我们应该为了 更高尚的理想活着 坚持正义的事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 毛山弟子 和一个风水 世家子弟讲穷人 我和张回相识一笑 牛大是杀猪将 虽然是个将人 但也是生活在底层 为钱发成 自然知道缺钱的时候 未必有拿命搏的机会 我说错了吗 钱本来就没有理想高尚 也没理想重要 这个问题 人者见人 聚者见智 吕乐一时语色 没钱谈什么理想 吕成 你没有为吃饭 而缺钱发愁吧 所以不会懂的 这个没有 我家里有钱 金汉还想说什么 张张嘴右臂上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安静了一会儿 一个人匆匆跑来 说是人失踪了 他和失踪的人 一起放水 本来说好 看看谁滋得远 滋得高 但那人突然没生了 我扭头 就不见他人了 只留下一滩尿 舅娘 大晚上的 你们看见 谁滋得高远吗 还留下一滩尿 我这不是想证明 自己没脑子不清醒 确实一起放的水 金汉被逗乐了 对我说他跟去看一看 可能是那人闹得玩 小心点 不要马虎 这里是木的入口 我叮嘱完 让牛大跟去 牛大这人做事稳住 年纪也比金汉大 关键时候也靠谱 两人走了一会儿 昏迷的那个人翻了个身 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 看到我们愣了好一会儿才张口 我出来了 那人不敢置信 拍了拍自己的脸 这里是入口 你还活着 入口外面多远 那人激动地站起来 哆哆嗦嗦 完了完了 这人低头蹲下身 念念叨叨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 我看向木的入口 那里点了堆火 三个人守着火堆 怎么就把人吓成这样 你看见什么了 来了 他来了 他是谁 这人没有回应 我怀疑他已经神志不清 根本不晓得在怕什么 或者在墓里面被吓狠了 看到入口 担心里面东西跑出来祸害他 我来试试 我起身退后 把位置让给了吕乐 我叫吕乐 你叫什么呀 这人没回应 吕乐连续重复了几次 把食物和水递到他面前 我们的人不少 集结室的刘三 跟我们一块来的 还有茅山弟子 风水师家的吕师兄妹 刘三爷 对呀 刘三爷来了 还有明门弟子 有什么好怕的 不知道是刘三的名头起了作用 还是明门子弟的声望给了底气 这人缓缓震静下来 能正常交流吗 这个人自称是五级 吕乐对我点了点头 表示可以问问问题 你带出来不少财报 我帮你收着 对了 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 不知道 我记不到了 你们最好也不要进墓里 那里面不是人能去的 棺材里不是人 对 不是人 留在这里你们也不是人了 五级越说越激动 突然丢开食物冲入黑夜 正准备追他 金汉呼喊的声音传来 牛大 牛大 我掉头找到金汉 金汉正扒拉着一堆草 嘴里喊着牛大 牛大失踪了 金汉和牛大跟着那人到资尿的地方 找遍四周没有找到失踪的人 反而那人也不见了 牛大当即察觉不对 打算回去 就在这时 牛大望向金汉的身后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 别回头 大便活人也不敢这么搞啊 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 如果是魔术表演 还能说机关什么的 可牛大失踪的地方就是块空地 只有一堆草丛能藏人 杰汉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牛大还能变成空气 他是杀猪将 你说他变成杀气可信度高一点 这是开玩笑吗 我也希望他变成杀气 那还有点线索 这肯定不是玩笑 成为质疑的牛大 在金汉眼前失踪这件事 有脸超出想象 正常情况下 牛大发现什么 被攻击应该反抗 而牛大失踪前 不像是被攻击了 总不能某种东西看都不能看 看一眼就失踪吧 不管怎么说 站在这里想是没用 我们两人一组 分开去找牛大他们 同时找五级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但我不知道 他指的是什么 除了我们 其他分头行动 围绕着木的入口展开搜寻 半个小时后 我们翻了一遍 也用了两天吃 却没有找到牛大他们 搞得有点人心惶惶 好些个垂头丧气 小心翼翼的 生怕下个失踪的人 就是他们 这种情况真是叫人烦躁 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心烦得很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回想到五级低头蹲下的样子 于是学着他的样子 低头蹲下 刚好看到自己的腿和脚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试了几次 我也觉得自己疯了 惊悍一了一声 你这个样子跟牛大 看我身后的手很像 不 你的眼神不对 还有头低下去的角度 我调整了一下 再次低头的时候 看到了一双脚 就在我眼前 等我抬头时 正好见到牛大 他在我眼前挥手 但在眨眼间他就不见了 我感受到金翰 看到牛大在眼前失踪 是什么感觉了 尝试了几次 确实不是自己眼花 只有低头的角度正确 才能看到牛大 抬头人就不见了 我把发现讲了出来 其他人都验证了一下 但弄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没有与牛大沟通的办法 而有些人看到了 资料的两位 他们与牛大的情况相似 而三人之间没有交集 我问金翰的意见 他见多识广 也晓得些什么 金翰说给他时间想一想 张回沉思后说道 许是什么阵法 我可以试一试 根据一些传说 上古仙人能搭建传送阵 把一个人瞬间转移 还有些阵法误导我们的武感 让我们陷入认知错误的境地 即使我们站在一起 但欺骗使我们互不相交 还有风水 李承从张回这里得到启示 眼睛发亮 在特殊的情况下 气场发生变化 风水里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提622集 你们别忘了 牛大看见了什么 那才是他失踪的关键 我们要警惕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警惕也没用 我们找人用眼睛 你看不如这样 把所有人集中 牛大在我们周围 人挤人的情况下 总会留出位置 千千找人的时候 我使用梁天池 牛大他们不在这里 所以 我偏向张回说的阵法偏移和欺骗 假设阵法存在 我把自己带入牛大的身份 看到了某个人 发生某件事 那那件事很危险 看一眼都将受到威胁 于是阻止了金汉回头 进入了死胡同 不找到失踪的人 或者亲身经历 根本想象不出内容 而牛大看到的才是关键 现在唯一靠谱的猜测 就是阵法和风水 这交给张回和吕家兄妹 我们帮不上太大的忙 其他人安静了 围坐在火堆旁 听着柴火烧出的琵琶声 跳动的火舌 把人脸照应的明暗不定 把火灭了 他们不明白我想做什么 等着我解释 看到其他人的脸了吗 又不是伸手不见物质 看得见啊 我可恶 我再问一遍 你们看得清别人的脸吗 相比之前 宋哥 我们不是瞎子 这么亮的灯光呢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一会灭火 一会打开手电筒 除了金翰 这里的陈薇和刘三面露沉思 他们两个已经有些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理解起来并不难 但怎么做 我现在还是偏向阵法的作用 就看是什么阵法 牛大怎么触动 一波灭火 直说我们也能懂 假设牛大他们藏在黑暗中 我们低头蹲下的正确姿势 就像手电筒的开关 打开灯亮 就能见到人 牛大他们的情况 还要复杂一些 宋想 你的手抽筋了吧 强光射瞎眼睛呢 我说了句不好意思 让他来个笑脸 金翰不情愿 被迫营业 整个过程中 金翰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 但是在我们眼中 那个笑容随着灯光的位置不同 我们接受到不同的情绪 有被迫营业的笑 也有阴森的笑 看到了吗 这是光线效果 我认为我们看到的不真实 是在光影之下的效果 如果把附近最亮的光源扑灭 就能证明 是不是光影交错 让我们感觉错误 这样一来 可能找不到牛大他们 却先破解了大便活人的戏码 之后转过身 找人就简单多了 其实我这么说 也不能确定正确与否 因为摸不清的手段 只能不断地尝试 刘三果断转身 招呼人把剩下的火堆全灭了 周围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虽然不至于乌气抹黑 但能见度 只限左右的人 有情况也看不清 有情况也看不清啊 太黑了 虽然灭了火堆 但火星子没灭 根据火堆的位置 我们走到了墓口 只用了两三步 比有火光石少走了二十来步 我打开手电 墓的入口又不在眼前了 刚才有阵法运行了 终于摸到了线索 距离找到人就不远 阵法可以带着我们 找到牛大他们 我们再试一下 张回对阵法的造诣非凡 经过尝试 很快掌握了光影和阵法 之间的联系 虽然不能完全搞清楚 适合什么阵 也布置不出来 但能使用一二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面对 不确定被阵法 传溯到什么地方 我担心 本来就打算进入 传溯到墓里也没什么 刘三和金翰等人默认了 张回点了点头 借助光影运行了阵法 武吉再次躲过梁天池 明灯一样的眼神忽然暗淡 然后紧接着 他靠近了一个盗墓贼 双手捧住盗墓贼的头 与那盗墓贼四目相对 然后消失在黑暗里 那个盗墓贼吓得半死 一屁股坐在地上 旁边的同伴扶起他 忽然一脸不可思议 推开盗墓贼 然后同伴原地失踪 不见了 又不见了 武吉对你做了什么 我 我在他的眼里 看到了很多人 都是失踪的人 那些人在他的眼里面 我挤背一寒 如果刚才阵法转移成功 我们就应该都在武吉的眼睛里了 不对 如果阵法把人转移到武吉的眼睛 他不应该阻止我们 我决定冒险转移 让张回再次运转阵法 这回因为盗墓贼的话 部分人都不想被转移 我们也不为难他们 阵法运行之后 我感觉被转移了 可周围的景象一点没变 不过没转移的人 好似看不见我们一样 自顾自得散了 而转移的人 好像看不到其他人 在那里扯着嗓子说话 牛大也是其中之一 我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只感觉到万籁俱寂 这种寂静 让我感觉到紧张 握着梁天池的手紧了紧 不知道过了多久 时间变得慢了一些 我没有多余的心思 关注其他人 因为紧张之后 恐慌 悄无声息地袭来 我本能地想做些什么 但是又很消极 什么都不想做 变得很矛盾 哎 眼魔出事了 什么是眼魔 一种附身在眼睛里的东西 它们没有实体 就像是一种疾病 通过与人对视传染他人 被感染的人是不是失控 借助光影运行阵法 将人拖进暗影牢笼 也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有什么办法破解吗 光 足够的光就能驱在暗影牢笼 天亮了 自然就能出去 这么简单 对 前提是你能熬过漫长的夜晚 你看看跟着你进来的人 有些人导航太低 甚至没有导航 已经不能忍受暗影牢笼的寂静 我已经注意到了 金汉的状况极为不妙 问道 没有别的办法吗 找到眼魔 将他附身的眼睛挖出来 被感染的人也能痊愈 但几乎不可能 因为眼魔是这里的主宰 找人我还是很自信的 只要武吉在这里 梁天池就一定能找到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三集 清晨之力 点亮梁天池上面的星辰 给我指明的方向 正是暗影牢笼中的墓的入口 暗影牢笼与现实世界 几乎一模一样 不知道墓里人 是不是也相同 我跟着直隐走进入口 看到一群人正在往里走 神情激动 武吉也在其中 大哥 我们这儿真的有修行资源 和数不尽的财宝吗 男人兴高采烈点了点头 嗯 出来之后 我们的道行一定会突飞猛进 我听人说 墓里面有种神药 射入身体 道行一日千里 到时候 我们就不用愁被人欺负了 武吉也是狠狠点头 斗志满满 对于我的到来 这群人毫无反应 显然 他们是武吉的回应 只是不晓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问宋良 也没有得到回应 难道梁天池找到武吉的 就是这个记忆 我有点失望 这时武吉等人也进入墓室 墓室内只有一个棺材 他们合力地打开棺材 在里面瞧了瞧 脸色都变了 我想要上前 却被无形的力量拉住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都消失 最后只剩下武吉一人 武吉脸色发白 转身就跑 慌不择路 竟是跑向了墓的深处 我紧跟在他身后 转过三个墓道 进了陪葬室 很多财宝堆在这里 突然 陪葬室的武吉消失 我被扯回到 刚才转移进来的地方 见到了垂手低头的武吉 你居然找得到我 你想从我这里出去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也控制不了 想不想救你哥哥他们 如果他们还活着 你有办法 我点了点头 告诉他 只要挖掉自己的眼睛 暗影牢笼 不攻自破 做个瞎子嘛 用一双眼睛 换那么多人 倒也不亏吧 说完他双手 插进自己的眼眶 干脆利落地 抠出眼珠子 这倒把我搞得不会了 好了吗 寂静消失 金翰往我这边跑来 其他人都没事了 但事情太顺利 让我有种不珍视 武吉不需要我回答 他哥哥还没有死 已经找到他 这一夜有惊无险的过去 天亮后 武吉和他哥哥离开这里 也劝我们不要冒进 如果不是必须找到天和二代 我们早就走了 经过这次的眼魔的事情 不少人离开这里 我算了算 竟然有一半人退出 我就说命比前重要 牛大瞥了他一眼 在暗影牢笼内看到了武吉的记忆 我特意避开了武吉他们走的墓道 免得再遇上眼魔 听宋良说 眼魔不会单一的存活 墓里面肯定还有 我选的墓道很狭长 墙壁是打磨光滑的岩石 没什么特征 走了两个小时 就像是原地踏步 跟进来的盗墓贼倒也稳得住 在听到修行人抱怨后 他们说这种墓道是一种机关 最先在汉母发现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就是消磨人的意志 让你感到厌烦 觉得又出不去 最后自暴自弃 三国以后这种墓就少了 再出现 就是在墓上做了一些修改 更具备攻击性 这么说 这是汉代墓 盗墓贼有个领头的姓张 人称张启官 没有他起不了的棺材 本名没多少人叫 应该还走 虽然这种墓道多出自汉 但墓里的东西都有讲究 这里打磨岩壁的手法 来自公书家 根据我的了解 汉以后 公书家就没设计过墓 家族也笑声内计了 我看这些纹路没啥区别 跟外面的石板差不多呀 这就是内行和外行的区别 我们一边走 一边交流两个圈子的一些事 倒是不觉得有多难熬 只是走得太久了 身体开始吃不消 又过了大半个小时 有个盗墓贼在张启官耳边 说了两句 张启官就问我们 能不能修整一下 吃点东西 现在已经中午 我们走了半天 连墓道都没有走出 我点了点头 所有人都靠着眼壁休息 张启官走到我身边 这墓道有问题 我问他有什么问题 你看这里 我的人做的记号 现在走回来 也就是说 这大晚天 我们一直绕圈去 会不会是鬼打墙 进入墓之前 张启给每个人都化了护身符 应付鬼打墙绰绰有余 没有别的可能吗 有 我的人排除了迷宫 和墓道内有活动机关 现在能想到的 只有最后一个可能 这条路 本身就是死路 我们行当里 进了这种路 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破解的办法 我没有办法 只知道墓道 同向死路 就算运气好的人 走出去 遇到的机关陷阱 也很多 基本上 就无死一生 走出墓道 你有几分把握 需要做什么 张启关从怀里 拿出了一双 白而透的保死手套 我亲自带路 七三开的机会 但是有个条件 其他人不能回头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进来的人可不少 我们不能保证 管束到所有人 但是这是唯一的办法 不行也得行 回到休整的地方 我把目前的情况 告诉金翰等人 让他们配合张启关 约束好行人 盗墓贼那边 就交给张启关去说 准备好之后 张启关戴上手套 又取出了一盒香 金线香啊 张老头居然有这种香 难怪不能回头啊 这一回头 怕是把魂都留在这儿了 取出了一支金线香 恭敬地小心点燃 鸟鸟青烟散发混合一香 有点刺鼻 想让人挠鼻头 最开始的青烟纤细 之后越来越浓 看上去像张启关的手臂 伸进了浓烟 青烟不再向上 扩散在人群里 鼻子适应了香味 不怎么刺鼻 竟然也不觉得 是浓烟呛人 浓烟阻碍了事业 前面的木道白白茫茫 后面什么情况 没人回头去看 张启关警告所有人 回头就后果自负 他没有本事就找死的人 他拿起 抓了一把青烟 闻了闻 可以走了 不准回头 在滚滚浓烟的木道内 走了半个小时 那支金线香 仍在绕 散发青烟不见减少 张启关摸了摸 岩壁上的纹路 举着线香 说如果这条木道不长 再过十几分钟 就能走出 走出坐记好的路段 金线香引路 只要没人回头 就没有大问题 不会有人傻乎乎的回头 已经叮嘱他们很多遍了 这一路上 从点燃金线香开始 金汉就变成了念经的和尚 张回等人都被念到烦了 离他远远的 都是有经验的人 即便好奇身后有什么 也不会蠢到作死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四集 又走了一会儿 金线香散发的青烟逐渐减少 可以看见张启关的手 原本白而透的保死手套 覆盖了一层黑色的物质 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 黑色物质刷刷刷的落 看着像虫卵一样 我问张启关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 金线香的余镜 已经没用了 他把黑色物质全部抖落 薄丝手套又露出了原来的模样 金线香烧完了 浓烟还没散尽 金汉拉住了一位修行人 还有浓烟 回头就死定了 这人吓一跳 赶紧表示知道了 浓烟越来越少 看到了木道的出口 又望着那里的岩壁 前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几个手电光 同时打在木道的出口处 金汉晃了晃手电筒 什么也没有啊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那里的岩壁 那里好像打磨出很多突起的小圆点 不像是木道内纵横交错的纹路 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但陈薇停下脚步 犹疑不定 我好像看到他们动了一下 这里有个小圆点 一个盗墓贼指着旁边的岩壁 以防看到身后的情况 我侧身上前瞅着小圆点 他们移动得非常缓慢 腿藏在岩石底下 没有对照 几乎发现不了他们的动静 金汉和吕乐手痒 碰了碰虫子的甲壳 甲壳骤然撑起 惊得两人收回手 被弄伤了 甲壳的边缘很锋利 他的话音刚落 这一片的其他虫子也称其甲壳 被唤醒了一样 加速移动 边缘锋利的甲壳 在岩壁上留下了深深的纹路 他们爬到地上 突然就向我发起了攻击 赶紧退开 我一边提醒一边往后退 那些虫子已经在人群里窜来窜去 我先用脚踢 但是甲壳太锋利 好几人的鞋子都被割破报废 盗墓贼拿起工兵铲 不停地拍打 修行人有武器的还好 没武器的那就惨了 不能用法术只能躲避 或者狠下心把鞋子脱下来拍 总比被虫子刮到身上 那就是剑形 我和金汉得感谢刘三准备的行头 盗墓贼有的工具 我们差不多都有 应付起来并不吃力 这也太力了吧 铁家伙都饿得了啊 可不是 工兵铲都被割出了深深的痕迹 好在虫子不多 工兵铲没有报废就收尾 大家准备离开木道 一阵微风拂过 远来隐约可见的青烟 谁回的头啊 不要停留 别被青烟卷走 刚打完虫子 切口气的人又动了起来 全部涌向木道外 还是晚了一步 两三人跑着跑着就倒地 虽然活着 但一律生魂被青烟勾走 剩下的人离开了木道 而青烟没散 紧追着掠过了我 卷向张回 我加速奔跑 扑到张回 青烟落在了身上 身体立马有了反应 有什么东西透过皮肤 进入体内 流淌在血管里 跟血液混合 接着魂魄被拉扯 快被撕裂成两半 我的脸被人拍了两下 听到张回焦急地说道 喂 收响 听得见吗 我想回答 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眼皮被人扒开 他没事啊 真是气了怪 这样的事还没发生过 他没事怎么还不醒 金翰 你来看看 张姐 看不出问题啊 暂时先观察 你想想他的本事多大 一定没事的 耳边安静了 而魂魄撕裂得更狠了 眼看就要一分为二 突然我本命七药闪烁 镇压青烟 青烟不得不放弃撕裂魂魄 从血液里吸出退到我的体外 引发了其他人的恐慌 他居然把青烟逼出来了 而我的身体里 本命七药根本不打算放过青烟 又将它拽了回来 无情地镇压在我体内 青烟被一点点地消磨 并转化成力量 融合到我的血液之中 没了青烟 我睁开眼睛 张回就冲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我 你吓死我了 你要是你死了 找到师父我怎么摔啊 你出事了 我也不好交代啊 张回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金翰见我醒了过来 也解决了青烟 也是松了口气 我这才注意到 现在在一间墓室 墓室里面有一具棺材 盗墓贼正在讨论怎么打开 刘三等人则在研究 墓室上的一些怪异的符号 我对棺材里的财宝 没有多大兴趣 就走向了刘三等人 刘三指着怪异符号 这种特殊的文字 共有一百多个 与现在的文字不同 虽然汉字可以分解成无笔法 字母只有二十六个 但是组合以后 代表的意思就不同啊 而这里一百个字符 就是固定的 每个字符所代表的意义 相当复杂 这有什么区别吗 用一百个字符组合啊 这一段 还有这里的两段 字符的排列顺序和长短 一模一样 我们说一句 你好啊 是一句问候语 不管用在哪里都是问候语 重复就表示重复问候 绝对不会变成烂吸管的意思 这里的字符 不是在重复一个意思 用的却是同一段字符 这跟电码很像 用点和横线 排列组合传达消息 但电码有破译本 也就是排列组合 所代表的字符 而我们没有字符的破译本 它的组合也就更稳定了 墙壁上的字符就证明 重复一段字符 每段字符的意思都不一样 这种字符很复杂 虽然我不晓得 这种字符传达的意思 但是经验告诉我 这些字符讲授了一些事 可能跟那个棺材有关 这间墓室很大 但缺了主墓室的摆设和规制 应该是亲属陪葬室 我们从死路到这里 说明墓主很看重这间墓室 或者说 棺材里的主人 墓主不希望万人打扰 但是很奇怪 重要的陪葬人员 会有生平留下 这里没用 这里不是吗 这些字符不是 不会有人刻在墙上 大多用棺材的雕刻 记录 或者在棺材前面立背 没想到刘三爷 还懂我们行当里的东西 不过 还有种情况 经历的大事件 用成片的壁画绘制 呈现这个人生前的辉煌事件 切实不是生平 全都是夸赞的话 说棺材里的女人有多么漂亮 但形容的方式很奇怪 这个女人生来有大耳垂 恶骨很宽 脸颊消瘦 下巴却又宽 你又不是专业的 别瞎解读 这哪里是美人脸 跟个扁确的方盒子一样 我好奇 刘三居然认识这种字符 正要再问两句 棺材那边传来了高兴的呼声 张爷 找到棺材和棺材的封疆位置了 他娘的 棺材的外形 一点不像棺材的封疆啊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五集 我们走过去 见盗墓贼的手指 在棺身侧中间位置 非常细的一条线 不仔细看不出来 张爷 这棺材要怎么开 以前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棺材 没到过木 总见过棺材 这棺材就像是从棺身一分为二 又封疆粘合 常见的棺材棺身 体积大于棺盖 封疆的位置就在棺盖下面 而这具棺材单从封疆看 就是两个棺身 封疆在一起的 这里面该不会是啥怪物吧 还什么美人 子符就讲里面是个美人 并且死后 他的爱慕者给他葬了很多的陪葬品 有财宝 也未必带得出去 这棺材这么奇怪 还是别开了 找陪葬财宝 还是比较靠谱 棺材里的东西 都是棺主最爱 带出去比较难 这一点 还是我跟盗墓贼闲聊得知 因为之前的消息讲 墓室里的财宝 未必带得出来 我就上心了 带不出来的 多半是墓主的心爱之物 这墓主 把这陪葬的人夸成是美人 不管是不是审美问题 都说明墓主所爱 如果我们搞开棺材 怕是会麻烦 没找到天和二代之前 能少点麻烦就少点 你们进来不就是求财 这里头肯定有不少财宝 有个折衷的法子 我是不用的 他们应该用 点灯问关主 灯灭不取财 我们就不开棺材 你说的是鬼吹灯 张启官点了点头 鬼吹灯是盗墓行当里的说法 流传得很广 不过 这事做得又当又利 就像 跑去偷东西 碰到屋主回来 你问屋主能不能拿走财物 人家屋主答应吗 宋响 要不试试 以前只听说 还没见过呢 本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我鬼使神差的同意了 张启官立马安排人去东南角点灯 盗墓贼高兴的合不拢嘴 拿命进来就是为了捞点财宝 盗墓贼走到东南 点燃烛火 对着关锅磕了三个头 您闲闲灵 我们兄弟迫不得已闯入鬼宝地 只求财不干伤天害理的事 赏口饭吃吧 金汉跟在后面嘟囔着 这就完了 没别的 就这样 差不离的话 就看他老人家赏不赏饭吃了 你这样不老实 烛火 烛火 宋响 有东西你看到了吗 就在烛火旁边 这鬼吹灯卷是真的 我又不是瞎子 当然看到了 而且还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 挺清秀的 完全不像是墙壁上描述的样 她蹲在烛火跟前 吸着鼻子 极为享受的样子 那个蜡烛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 我点了点头 燃烧能引来魂魄的物质 作为阴丝之主 我对这种东西很敏感 但不确定是什么 有些道行的人应该都看见了 紧张地盯着少女 毕竟在墓里面 能不动用竖法 那就不要动 免得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你们是看见关主了 不知道是不是关主 有东西 有 张启官不说话了 离棺材远了两步 盗墓贼们都不敢乱动 目光聚焦在东南角的位置 阴梁的弟弟 他们的额头冒出冷汗 那少女吸着鼻子 动作越来越快 蜡烛烧得飞快 点灯的盗墓贼问张启官 能不能开关了 灯 有没有灭 张启官看向我们 有东西啊 兄弟 这时候开关不是找死啊 灯没灭啊 扑斥一声 灯灭了 清秀的少女面目争吟 猛然之间起身 气急败坏得冲 没有灯燕的蜡烛咆哮 牧室内阴风吹得乱人心 所有人都捏了把汗 不敢轻举妄动 盗墓贼面索已将 拔腿就往棺材那里跑 除了他 还有另外五个盗墓贼 他们一起跪向棺材 砰砰地磕头 听着觉得挺头疼 这是用了多大的劲儿 大人大量 莫怪莫怪 我们不懂都不懂 放过我们吧 张启官扯出了一丝笑 怎么办 那少女好似失控了 如果能用术法 我一两天尺下去 那也算是个法子 再不行 还有红莲夜火 金汉的皇符等等 都是不缺应付的办法 可是这座墓不成 你们以前怎么处理 跑吧 丢下拿的东西跑吧 这女人不像棺材里那位 是不是搞错了 不管这个了 直接走 在墓里面最怕碰这种邪乎事 比机关难搞 也不是非走不可 再点燃一只这样的蜡烛 就可以解决 不成 要是可以 他们也不会磕头磕成这样 柳人磕的是头破血流 但墓室内的音风没停 那少女魂魄已经气急败坏 一巴掌拍飞蜡烛 转身搜索着什么 其实大部分人都退到了墓门口 只等我们说撤 那就退走 正合我意 张回却突然说道 你们听 棺材里有声音 我走进棺材两步 果然听到了若有四无的咚咚声 像是有人在敲打棺材 别磕了 不能开了 这是要起尸啊 磕头的六人吓得面无血色 也不继续磕了 连滚带爬跑向牧室门口 但是他们一动 那少女魂魄也动了 直扑点蜡烛的盗墓贼 我抬脚 踢开那个盗墓贼 刘三紧接着出手 一手拍在少女的魂魄肩头 那魂魄一动 放弃追击盗墓贼 扑向了棺材 我和刘三李红等人同时出手 阻拦那个少女魂魄 她却是灵活地躲开 能用竖法就好了 现在只能看着她钻入棺材 而棺材摇晃起来 喷声更加大了 紧接着棺材侧翻倒地 棺材的底部从内向外破开 爬出了一具穿着红色喜服的男尸 张旗官连忙后退 也不问我们的意见 扯着嗓子 跑 她的人立马冲出墓室 距离男尸最近的家伙就倒霉了 直接被拽住 我和刘三反应最快 左右合力架住了男尸 陈薇抽出背包里的刀 砍中男尸的手 刀背反弹开 成为连续退后两步 男尸放开拽着的人 反手推开我和刘三 不能用法术真是麻烦 我就地滚了下 卸缺了力道 与男尸拉开距离 刘三 这棺材开得好啊 本该走的 就是不想开棺给耽误了 我反思了一下 再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不走 我走 那些字符 跟天和有关系 一定要弄清楚 棺材里的人长什么样 你怎么不早说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六集 刘三正要张口说 那男尸就奔着他跑去 我一边冲上去 一边对金汉说道 带着张回他们先走 还有李红 你们一起走 保重 我们主牧师再见 除了最先走的那些盗墓贼 牧师里一下子就只剩下我 陈薇以及刘三 刘三对我安排 没有表达赞同或者不满 配合我将男尸压住 陈薇提着刀 去砍男尸的脖子 对付邪物 就算我们不动用术法 基本的常识还是知道的 尸砍头就能解决 陈薇连劈了两刀 这尸体不晓得多少年了 太硬了 根本砍不动啊 别用刀 扭断他的脖子 陈薇扔开刀 抱住男尸的脖子 使劲地转动 转了360度之后 那男尸居然还有劲 这脖子都被扭成麻花了 却拽不断 反倒是我已经有些乏力 压不住男尸的左手 刘三也好不到哪儿去 看着比我还吃力 满头大汗 赶紧的 没有多少力了 不行就换我来 忘了 你是武作最了解尸体 解释应该不成问题 刘三让出位置 一屁股坐在地上 磨磨唧唧地抹了把汗 你倒是快啊 顾自己修行 太不地道了 这男尸保存的时间太久 你们看他的屁股硬胖胖的 刘武作 别磨叽了 我不想听你白话 赶紧动手 刘三这才动手 没有用任何工具 双目凝神 一手捏住男尸的下巴 使劲地掰开了他的嘴 另一只手快速地伸进去 直至手腕 被压着的男尸剧烈地挣扎 力道比刚刚大了很多 我本就乏力 这会儿压根就支撑不住 直接就被掀开 翻滚进了侧翻的棺材里 在进棺材之前 我看到刘三从男尸口中 扯出了一条长长的东西 我靠棺材里休息 听外面没动静 估计是刘三把男尸解决了 但不知道扯的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 陈薇找过来 手电筒光照进了棺材 我伸手叫他拉我一把 没有力气了 陈薇也是轻微摇头 直瞪着望着我的身后 我寒毛竖起 懊恼地想 怎么忘记少女魂魄进棺材了 喂 你们好了没有 这棺材里有很多财宝吗 陈薇却忽然拉着我往外扯 快出来 我几杯一凉 借着她的力道 离开了棺材 再回头 看见一个 瘪盒子脸的女尸 身穿嫁衣 没有半点腐烂的样子 这个女尸和墙壁上描述的美人一模一样 难道这个才是正主 少女魂魄和男尸是怎么回事 女尸没追出来 三分之一的关身 钉了黄色的锚钉 大红色的丝线在锚钉之间纵横交错 把女尸束缚在棺盖里 陈薇说我刚刚离女尸很近 后背贴着大红色的丝线 那女尸插着就没把我拖进去 刘三不明所以 手里提着什么东西 扭头问我 你们干嘛呢 手里的东西抛过来 还沾了液体 溅了我的脸上 他接着说道 男尸已经搞完了 走吧 光在这还有一个 你要不要看看 你骗谁呢 有尸体你们还这么淡定啊 低头看了看棺材里的女尸 红线 女尸 男尸 阴女真阳的手法 难怪这么难搞 原来不是启师还活着 那男尸都多少年了 按照木道修建的文录推测 张启官说汉代之后 就没人进过这陵墓 他至少活了上千年 这也太久了吧 怎么可能还活着 我们修行人里也没有这么大岁数的人 为什么没可能的是啊 他受天河影响并不算真正的活人 就连没有活气的牛大都比不了 依靠射入的天河保持肉体的活性 刚才我拔掉他的舌头 以及喉管才搞定的 刘三指了指刚才的舌头 好恶心啊 刚才的液体该不是男尸的唾液吗 我把脸都擦了一遍 还是觉得恶心 刘三 你太脏了 凭本事干活 有什么恶心的 短音总 有些红线被破坏 已经挡不住女尸 我们又不能用术法 那搞不定他的 我点了点头 一边爬起来 一边试探刘三 你挺了解天河的 那是什么东西 长生不老药还是啥 让人活这么久 我怕你贪心 还是不多说了 只要知道他不算是好东西 如果真的被他影响 你看那句男尸就知道结果了 活着还不如死了 而且被镇压在关里 永不见天日 睁眼就能看到一句女尸 天河这么可怕 那你要他做什么 刘三不再说了 而是追问两句 就敷衍了事 不想多谈的样子 我气急败坏 又不能把实情告诉刘三 找到东西就知道了 他瞎说的 害怕我们抢那个天河 我知道了 可是你别伴我的邪啊 没用啊 我动了动脚 低头看见一根大红色的丝线 与我的鞋打了个死结 顺着丝线方向看 正好看见 穿着嫁衣的女尸爬出棺材 衣服上裹着不少红线 跑 我招呼都来不及打 拿刀割断了红线 用行动告诉他俩车 经过刘三的时候 我看了他还愣了一下 被陈薇撞开后 反应身后不对劲 刘三也是拔腿就跑 哎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 有情况也不知一声 就这么跑 我说不是来不及吗 跑起来他就知道 如此辩驳两句 其实是恶心他一下 那舌头的粘液 想起来就恶心 我们跑得很快 本来就在牧师门口 这全力冲刺 早就把陪葬牧师身后 甩在两边 但是跑错了方向 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我问带路的刘三 怎么跑这头了 刘三说这木道左右两边 另一边往来的方向 能跑的不就只有左边吗 那女士没追来 赶紧找一找 有没有警官暗道 其他人在我们前面过来的 没回头就是找到路了 我们分开搜索 摸遍墙角 一点机关都没有 此路 这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张奇观肯定找不到路 带着其他人走的 我后悔没逮住个盗墓贼 有些身手不错的 留下能当个帮手 主要是比我们三个专业 不过现在没时间后悔了 那女士要追上来 我翻找包里的行头 翻出了工兵铲 还有登山高 打洞吧 破开机关总行吧 这么成 这墓里的机关 你强行破坏更危险 听说有火油之力 做二级防护 流出来就自然了 那怎么办 也不是所有牧师都这样 我听他们说 这行当里 有火人就是暴力拆木 这说明也可以强拆 那是专业的 有特殊手段避开 你啥都不懂 那机关按门到位置都冒不着 这话确实打击人 可我却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要不就回头 要不抓紧时间搞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七集 说完 我不管他俩咋想 反正是拿起了登山高 就砸了下去 别说挺好用的 这刘三买的货不闹 三两下碎砖块 再用弓兵铲挖 看着不像机关 转身就砸墙 陈薇也过来帮忙 而刘三站了会儿 可能是跟我想的差不多 回头不可能回头 就挑着前面的墙壁砸 不想这人运气好 一稿子打下去 就中了 我和陈薇又补上了几稿子 火油之类的东西没有 倒是真给我们砸出个洞 赶紧走 别耽误时间 女士差不多脱困了 话音刚落 那女士就近在眼前 我们的动作便更快的几分 在我刚翻进洞 抬头看到少女的魂魄 阴冷的脸往洞口走去 小心 我提醒身后的刘三 拿起梁天尺 就向着少女的魂魄拍去 虽然没用到 但是打造梁天尺的材料特殊 击中他没有问题 这位陈薇争取了时间 我们三人拔腿就撤 压根没跟他纠缠的打算 几乎跑到腿软才停下 手电筒照着照四面 依然是那个广场 十住林立 这个广场真够大的 我躺在冰冷的地砖上想着 我们跑了多久 刘三说没注意 按照我们的速度和乏力的程度 得大半个小时 不知 早期关门门的时候 我看过病 一个小时有了 这么久啊 难怪这么累 我们是不是遇到龟大墙了 以我们的速度往一个方向跑 这个广场的几公里才跑不到头啊 我当机的脑子立刻绷紧 照了照周围 细数了这十柱 发现是九根 再远就看不清了 不至于 别看我们跑的脱力 对龟大墙还是很敏感的 可能这根木道比较像 你们看那灯光照的远处 这些石柱又差不多 缺少参照物很容易迷失 如果真的是鬼打墙 我们应该是察觉到了 行头里准备了指南针 我们只要对准一个方向 不怕迷失 说了一会儿 人好像转过劲 我们确定方位开始走 寻找主墓室的位置 七转八转 看着远处的九个石柱 再远就是一片黑 就停留在某个背景板里 我们走得不太情愿 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哎 这东西坏了吧 你们的指南针哪 我和陈薇的没有问题 指的方向一样 跟刘三比较后 确定三个指南针都没有问题 那怎么走不出去 该不会和木道一样 又是什么障眼法吧 指南针没有问题 那可能是磁石 说不定这石柱里面 藏着磁石 听说很多墓里面 防止盗墓贼 根据方位找主墓室 或者破解风水等机关 经常用磁石误导人入 哎呀 在这里没用了 凭直觉方向 我们还是会在广场转圈 要不要用几根冷烟火 一个方位甩几根 能见度就增加 找方位也更方便一些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取出冷烟火 甩出四个方位 能见度立马变大 我们带的冷烟火多 也不怕浪费 一边走一边扔几根 就这样扔了十次 那冷烟火被弹开 在半空中翻腾了几下 冷烟火落入黑暗中的某处 呼的一声 燃起大火 我们看到那高架值火盆 照亮很大的范围 紧接着一个个火盆点亮 整个广场都亮了起来 这广场真的大 堪比两个足修厂 粗的看没规律 不过从刚才的情况分析 我们站在任何位置 看到石柱数量都是一模一样 高架的火盆分成两条直线 两端分别是高达几十阶的石阶和宫殿 跟我们站的位置成斜角 我们往宫殿里走 转身才发现石柱有一个背包 样式和我们一样 谁在那里 刘三跑过去一把拽着背包 嗨 就是个背包 形头都在里面 那就是人不一定出事 可能情急之下把包留在这 进来之前 张起官他们提醒过 在墓里最怕就是被困 没有食物和水 谁丢了形头 如果没人分他食物水 那死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 肯定遇到事了 不然不会把整个背包扔下 刘三却走了两步 从一个石柱后面拖出个死人 急哲室的修行人 道行还不错 我们要小心 这里肯定出过事 这死人怀里抱着一个青铜器 我们也认不出是啥器具 也不觉得能增强修为 那就是求财 陈薇拿起青铜器收进包里 这个应该值不少钱吧 能带出去在值钱 带不出去 屁又没有 不过你又不求财 你是为天河而来 还真比这些老物件值钱 到了大殿门口 我看到店门虚眼 像是有人关上 刘三一把推开 我们就看到里面堆满了罐子 大殿的西北角 倒了一片罐子 我走过去看碎了的几坛 露出里面的东西 脚边就有一个磁坛 隐喻可以见到里面有一只好大的青蛙 足有婴儿大小 泡得发黑 半腐烂的状态 闻啊 太臭了 这种大青蛙真恶心 这些坛子里该不会都是青蛙吧 而且这么大 除非牧主是有什么癖好 喜欢吃大青蛙 就一个大殿封存青蛙 刘三挑起坛子里的一团絮状物 拔出了几根骨头 说起来你不信 这坛子不是什么青蛙 是人不到一岁的婴儿 不是吧 这得多少婴儿 牧主有病吗 不对 你说这是孩子 你确定 这婴儿的身体缺陷明显 但是骨头骗不了人 确实是人的 骨灵都差不多 在其他的几个碎坛子里 挑出的骨头 进行了对比 这一点 比起坛子里是婴儿 更叫我震惊 毕竟 封建的时候 只要有钱有事 那人殉葬都很正常 如果是动乱时期 买这么多婴儿殉葬 也不可能 但是买这么多 这样的婴儿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找到的问题 大殿里至少有上百个坛子 一个地方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这样的婴儿 而且古代信息不发达 交通不便 想要找到这样的婴儿 比上天还难 除非不是同一时期封存 而是经过几十年 或者更久的时间 甚至是几代人的收集储存 毕竟数字摆在这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有钱有权都不一定能办到 还得需要人力长时间的 不出岔子 各种因素考虑进去 我认为 这件事的人 也就是那些站在时代金字塔顶端的人 才有机会做到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八集 我把猜想说出来 刘三拍开一潭风泥 把几乎腐烂的尸体倒出来 如果这些婴儿出生的时候还正常 什么意思 或许这些婴儿是射入了天河 这就更让人心底发寒 不管是收集死后的婴儿 还是把活生生的婴儿直接殉葬 而后因为天河变成这样 那更叫人难以接受 拿这么多婴儿殉葬 是比恶灵还要凶恶的人 但是从男师和女师 以及五级说棺材里不是人 张回被射入天河二代 变成半人半龙 从而得出结论 确实有很大可能是天河把婴儿变成这样 天河居然有这样的力量 那你找他做什么 天河的作用超乎你的想象 危险也是同样 他拍开每个坛子 倒出尸体 差不多十来个坛子后停手 这时有个坛子巧妙地避开了其他坛子 直接滚到了我的脚边 我用脚踩着坛子 望着它滚过来的方向 就看到一个大头婴儿 头比它的身体大了很多 极其不对称 一双眼睛阴冷地盯着刘三 那有婴儿 刘三扭头看去 大头婴儿就趴在坛子后面 但还是被看见 他快步走过去 伸手抓住大头婴儿 而大头婴儿灵活地避开 却不退反进 用头撞击 不过大头婴儿没有得逞 反而被刘三掐住脖子后 发出奇怪的声音 声音不是从口中传来 而是来自腹部 紧接着大殿外响起相似的声音 我跑到大殿门口一瞧 外面聚集了至少几十个畸形婴儿 不到一岁 趴在地上仰头叫晚 与刘三手里的这个婴儿相呼应 说实话 这么多婴儿 我除了心里疙瘩 还有毛骨悚然 太多了 我们走 他甩开的大头婴儿 大头婴儿在地上滚了滚 反身扑向刘三 紧接着 其他婴儿也发动了攻击 这些婴儿明显就是针对刘三 好像看不到我和陈薇 逼着刘三手忙脚乱的应付 刘三退至大殿 好几次差点被坛子绊倒 看戏呢 帮忙啊你们 我抽出弓兵铲挥机 婴儿就像是球一样被拍飞 在地上滚了几圈 或者飞到墙壁上 不过他们很硬 一两下很难拍死 被我拍飞的畸形婴儿 停顿一会儿再度冲上来 渐渐的 他们似乎感觉到 我这里好欺负 搞得我头大 刘三帮我挡下一个咬向脖子的婴儿 他们现在人都算不上 少发善心 知道吗 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 继续留手 你就自个儿留下 我点了点头 掐灭心中的善意 把铲子挥得呼呼声响 不一会儿 我们总算是不后退了 虽然胳膊发酸 时不时地往门口移动 但这令人欣慰 充满了求生的意志 万万没想到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手都拍麻了 出了店门口 看到另一端的石阶 源源不断地爬出畸形婴儿 这么拍下去 非得把手都搞废了 再次怀念能用倒数的时候 我无奈地叹口气 想活着就不能停下 估算了自己体力的极限 提一口气 缓缓地喊了一声冲 而体内总有透支的时候 这是体能的限制 不是我的意志改变 时间久了 手臂越来越慢 我们也走到了广场中央 几乎不是各个拍飞 亮亮呛呛地躲开一些漏网的婴儿 并排 并没有分散地往前行 我们相互之间 没心理照应另外两人 都是拼命自保 一个畸形漏网 直接向我扑来 我顾不上用手里的弓冰铲 直接摔在地上 一手掐着她的脖子 避免她咬到我 一手扒了她的腿脚 防止她攻击 而且要避开其他的畸形婴儿 等我扒了下婴儿 忽然发现他们数量减少 摸出登山搞还击 找准机会站了起来 走 那些婴儿往后撤了 咱们往时间那儿走 这不是找死吗 把他们追恼火了 反过来攻击我们怎么办 走时间另外一遍 我观察过 机型婴儿从左边来得多 不不不行 女士来了 陈薇指向我们进来的洞 那里出现了一抹红色的衣角 没得选了 大殿里头又没路 我咬了咬牙 低声说了句走 三人在汇聚时间 那些机型婴儿有些不顾我们的样子 那我们就轻松了很多 跑下时间 与婴儿分左右跑 但是这种互不打扰 在我们右转后发生了变化 那些机型婴儿居然反扑 好像不打算撤了 这回我们不跟他们纠缠 把腿就跑 闷着头 不管前面有没有危险 只想找个地方换口气 大概几分钟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洞 刘三拐了进去 这是盗洞 还是心里 肯定是前方不通 张启官他们打的盗洞 留给我们判断的时间不多 我懒得多想 觉得差不离 走了称之为死路的木道进来 这里就没安生的地方 走哪儿都是走 我太累了 立马爬了进去 你们谁到后 刘三推了推手 赶紧的 看你们的体力 有力气断后吗 我歇口气 还能再上一台手术 陈薇麻溜的爬进洞 我往里爬了爬 不是解剖一具尸体 你的正经职业 是武作 医生才是虎口的正经职业 别废话了 有力气快爬 等安全了 你原地唱歌都行 遇上来了 接着我听到公兵产 拍鸡形婴儿的爬鸡声 我也没心思讲话 手脚并用闷头往前爬 我也不知道爬了多久 直到身后没有了声响 察觉以后顿了顿 回头问身后的人 鸡形婴儿呢 刘三说就两三个 可能跑分叉道了 这时候 我们已经有点缓过劲了 腰酸背痛 但精神上放松了一点 一开枪就想多说几句 可能是道洞狭窄又安静 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或者别的 反正我想弄出点声音 刘三 你说那些婴儿是怎么来的 就算受天河的影响 变成怪物 可这数量不小 除了大殿里头 那还有外面的追我们 这粗略一算 好几百个了吧 谁知道 这事肯定不是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想了想 这座墓的跨欲宽 入口不止一个 陪葬的东西有多 可能是群体墓葬 听张体官他们说 这种墓很可能有首陵人 不过年代太久 首陵人可能都绝后了 陈薇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这个墓太大了 一代人见不完 可能有几代人 时间跨度越大 收集婴儿的时间越多 而且墓里面有那什么天河 可见这个群体不一般 跟我们一个圈子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我觉得他们收集婴儿 可能不是用来陪葬 而是与天河有关 最后天河把这些婴儿 变成了怪物 我想这就是陈薇想要说的 不是说给刘三婷 而是告诉我 这些婴儿都是摄入 天河二代的产物 这天河二代 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居然能给这么多婴儿摄入 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 天河二代只是提纯摩弃 后遗正像张回那样 但是进入墓中 刘三说 男师受天河影响 女师也是 且这座墓里 有很多诡异的地方 难道都与天河二代有关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九集 我们又掰扯了几句 刘三少说的很少 他说的越少 我就越觉得他知道的多 我和陈薇合伙套他的话 差点把我们知道天河二代的事 都被他套底了 索性就闭嘴不问 这个道动不深 聊完了不久 我便反射刺眼的亮光 把手电筒关一下 怎么了 钱都不对劲吗 关了手电筒 刺眼的光亮没了 但是有微弱的亮光闪烁 像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 可能是落下的手电筒没电了 我立马联想到 为什么落下手电筒 肯定是不得已 我们行头里配备了两个手电筒 一盒干电池 就是为了防止手电筒丢失失去光源 在暗无天日的地底 随时可能遭遇伏击 没有光源 就没办法提前察觉 躲避危险 都小心了 他们肯定在前面遭遇攻击 有了心理准备 我们就相当警惕地爬向道洞的出口 但是等到看清反射亮光的东西后 我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都停顿了 长这么大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黄金 他们被打造成长方形的砖块 整齐地摆出一面半人高的黄色矮墙 即便我们这样不太看重钱 也不说缺钱的人 看到了都有点血脉喷张 在黄金砖的背面 还堆着金银器具 以及珠宝首饰 随便拿出去一件 都能够普通人衣食无忧 而那闪烁的亮光 是个手电筒 与猜想的八九不离十 唯一的区别 是这个手电筒 不是没电了闪烁 而是开关为 在SOS的位置 SOS是救援信号的字母缩线 可以用过电码或者是灯火发出求救信息 野外露营的很多灯具都有这个功能 手电筒在珠宝首饰的旁边 跟我们的手电对比 不是一牌子 基本断定不是金翰等人留下 我收起手电当备用 找找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出于谨慎 我小心提醒 手电筒开关不在照明的位置 我们三人都不贪财 一时被大量的财宝震惊 很快就冷静 并不去动他们 先转了圈 发现这陪葬室比较小 堆放这些金银器具和珠宝首饰后 就有点拥挤 我们能够活动的范围有限 寻找了一圈 确定没别的东西 刘三说道 带上些东西走 不要太贪心了 多了可带不出去 我和陈薇抽了抽嘴角 拿了几样器具和首饰 没动黄金砖 你还挺会挑的 这几样 比一块黄金砖值钱 你们还真是爱财有道 小的什么值钱 怎么 你要不要拿几样 反正我们也拿不完 紧来之前说好的 天和归我 金银财宝你们拿 什么天和闺女 我们谈的事给你一份 一份又不是全部 刘三耸了总监 不知可否 我按骂一句 明摆是刘三借眼前的财宝提醒我们 他要天和 他来这儿不求财 我们也是一样 只是没有挑破的时候 这些古老的首饰真不错 我把他塞进包里的金银器具 全部换成了首饰 又相中了一串项链 莫名觉得与张回很配 伸手想要扯过来 却遇到了阻力 使劲一扯 就扯散了堆起来的珠宝 看到一具 抓着项链的尸体 我愣了一下 麻利地把项链 从尸体中掰出来 然后看那尸体 不是跟我们一起进来的 至少死了三天以上 我收起了那串项链 转头看 陈薇把尸体嘴里的 麻脑金戒指擦了擦 放进了兜里 刘三却皱起眉 手按压尸体的脖子 他肚子里有很多财宝 说完 又从尸体的口中 抠出金戒指耳环 都是小件 尸体的背包里 也都是金银器具 塞得满满当当 太烫了吗 这些金银咱们又背不动 不止他一个人 这两个已经化作白骨 尸体下面还有两具白骨 应该死了很久 我扒开白骨 在旁边看到很多抓痕 歪七扭八 但是能看出其中的规律 我问刘三认不认识 这是摩金校尉的暗语 懂得不多 意思是市井 指的是宝物或者宝物就在这里 其他的不清楚 这种暗语在三国之后就已经消失了 很少有人知道 你的意思是 这具白骨是摩金校尉 而且是三国时期的摩金校尉 刘三没说话 而是抬了抬下巴 示意我看陈薇 好家伙 他把包都清空了 正在往里面搬金砖 这是要做下一具尸体啊 我心思一散 没继续和刘三交谈 拽着陈薇 你干嘛 我不知道啊 怎么搬金砖了 我看到陈薇背包内的黄金 可真是扬眼 鬼使神差地拿起金砖 塞进他的包里 没事 出去了一起分 我们两个应该能带出去 我塞金砖塞得正香 内心深处 知道这样做不对 要出事 好几次拿起金砖又放下 宋小 想啥呢 快塞呀 我立马放下金砖塞进去 加快速度 恨不得有多少塞多少 哼的巨响声在牧室回荡 我好像被泼了盆冷水 打了个机灵醒了过神来 精神却非常疲惫 但不得不做点什么 因为陈薇还没有清醒 刘三再次中招 他解剖那具尸体 取出肚子里的金银首饰 醒醒 你们两个醒醒 这牧师不能带 或者是财报不能拿 都放回去 一键不要聊 不要碰 我先是扔了金砖 又扔了口袋里的首饰 还有背包里的 等扔完了 我整个人轻松了下来 仿佛卸下肩头的千斤重担 差点就醒不过来了 我看自居然想吃掉这些金银 这可能就是所谓 带不出去的财宝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刚才我的思绪一散 就被引导着解剖尸体 升起了填不满的欲念 看到先前想得简单了 我们远离那些财宝休息 把背包收拾好 即便精神萎靡 也要先离开这间墓室 不然一放松又得中招 但是一只脚才踏出墓室 三个盗墓贼就与我们面对面走了过来 脸上衣服上沾着鲜血 血迹没有干 血腥味很浓 就像迎面走来一个血池 我的鼻子像泡到了血池里 哟 你们来了 盗墓贼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 告诉我们墓室里有很多财宝 赶紧进去拿 其他人回来就抢不到了 看着他们 我心底发毛 虽然他们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身上的血腥味 无一不告诉我们 他们有问题 我们往旁边让了一步 不拦着他们进墓室 他们往里走 我们往外走 出了墓室 我们看到 墙角沾满鲜血的金银财宝 上面还沾着许多碎肉 而在旁边还躺着几个人 衣服的血液都浸透了 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但是走过去 一个人嘴里却发出声音 我们这才发现 这个人长度被破改 止吐血泡 根本就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集 陈薇要出手救人 被我拦了下来 已经不行了 估计内脏都已经坏了 他们把财宝塞进肚子 除了墓室后 就被人开膛破肚 掏财宝 不止他 还有这五个人 没想到你们这么聪明 老二老三 不能让他们跑了 这可是运宝的好容器呀 也别给人搞断气了 这样就不顶用了 另外两个盗墓贼 硬生打好 把我们围住 抽出明晃晃的刀片 捅了过来 他们不能用术法 谁怕谁呀 做了他们 正好运财宝 对付你们 不需要法术 我抽出凉天取 打在了盗墓贼身上 刘三和陈薇相继出手 根本没有悬念 直接拿下他们 这盗墓贼里头 也就张启官的身手 能叫我瞧得上 其他的都不行 眼前这三个 实在称不上 有什么身手 他们虽然是盗墓贼 但也属于业余的 一点技术含量 都没有的人 说一说 你们怎么想到 运财宝的法子 你们放了我们 我还有财宝 给你们也带走 这些财宝给我 我还不要呢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些财宝拿出墓室 怕也会出现问题 他们喜欢拿 拿就是 我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指着 开膛破肚的尸体 老实交代 你们是不是想体验一下 开膛破肚的感觉 三个盗墓贼 缩了缩脖子 立马就老实 说不是他们想到的 而是本来就这么做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意识到 这三个盗墓贼 或许是中招了 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我又逼问了两遍 把三个盗墓贼吓得瑟瑟发抖 拿上你们的财宝 走吧 外面真拿走 你们不会 再磨磨蹭蹭 我就反悔了 三个盗墓贼 把背包塞得满满 那样子 跟我们在牧室里一样 连水和食物都清理干净 能塞多少财宝就塞多少 还要往口袋里塞 恨不得全部拿走 不过他们还有些理智 实在带不走的就没硬塞 然而他们走进了那间墓室 我们也离开了这条墓道 往这墓的深处走 接下来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个小时 搞得我以为走错了方向 回到墓的外围 直到我看到地下堡垒 与三国时代豪族的家族群居之地 极为相似 有门楼有瞭望台 以及箭塔和守将楼 还有街道与居民房 我们站在高处俯瞰这座堡垒 一眼望不到头 灯光没有照亮的地方藏在黑暗中 保守估计 这座底下堡垒 能够居住上万人 或者更多 我走到斜坡往下走 之前没猜错 这里就是群藏 大殿是专门葬婴儿的 族群的墓地这么大 这个族群应该不弱 而且很有名气才对 按照之前张启官的推测 这墓至少是汉代墓 时间太久远 这个族群早就被历史遗忘 而你们看底下的堡垒 不像是族群 倒像是给主人的房屋 总不能是助活人的吧 这话一出 我又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往下走 我们正要进堡垒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空 是金汉他们 我们走 别着急 我们的背包里也有信号弹 但是没约定用信号弹联系 这不是我们的信号 而且有其他用处 话音刚落 一枚红色的信号弹升空 距离我们比较近 只要进堡垒 大概不用十分钟就能找到那里 我这次没有着急 而是静待了一分钟左右 又一枚白色的信号弹升空 比前两次亮了很多 刘三说不晓得发信号弹的人 有没有明确信号弹的含义 根据他的经验 红色是市井信号弹 黄色表示暂停信号弹 白色用来照明 而信号弹发射的数量 也具有不同的含义 又等了七八分钟 没有继续出现信号弹 我决定向着红色信号弹那边去 但不能打草惊蛇 靠近后先观察情况 为了不被发现 我们只留下了一只手电的光 还蒙了层布 最大限度的减小灯光照亮的范围 我们走到红色信号弹的位置 就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 还有人的响声 我能想象到 发信号弹的人正在与别人激动 那里实在是太暗了 我什么都看不清 又不敢用手电照过去 担心被发现银火烧身 不一会儿 激动声音结束 我听到了张回说话的声音 解决了两个 随后两道白色的信号弹升空 其他两个方位出现了 各一枚黄色的信号弹 听到它的声音 我太高兴了 立马就现身 可根本没见到张回 刚才是张回在对付尸体 这信号弹 就是他们发出来的 我们根据发射信号弹的位置 马上会合 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张回的声音 是他错不了 又一枚红色信号弹升空 距离我们非常近 刘三没有阻拦 我们两分钟就到了地点 看到张回被三个怪物围攻 手忙脚乱地应付着 我立马加入战圈 把靠近他怪物解决掉 没事吧 你们呢 经过陪葬室 有没有受伤啊 那里太邪乎了 张奇观还留人在那里接应你们 留的盗墓贼 张回说不是 都是修行人 本来李红他们几个打算留下 被金翰劝住了 我叹了口气 把三个盗墓贼的事讲了讲 留在那里的人都死了 张回就没接话 刘三和陈薇 已经解决了另外两个怪物 刘三提着那个人走了过来 他们都是人 这些怪物 看不出哪像人 不管是脸还是四肢 没有半点人的特征 不过刘三是五座 非常了解人的结构 他说是 那基本就确定了 还记得老板娘的丈夫吗 最后变成了五脸怪物 他们是人分裂后变成的怪物 那变成他们模样的东西呢 不一样 现在分裂出来的是怪物 都是攻击我们 把我们打散了 还好有信号弹联系 他们分成三组人 往堡垒的核心地带走 并约定 遇到情况就发射信号弹 张回这组本来没遇到什么危险 走得最快 却忽然遭遇到大量的怪物 把这个组又打散了 很多人手里面没有信号弹 也不知道现在伤亡大不大 我们修整了一下 按照他们的计划 往堡垒的核心地带走 张启官说 如果不出意外 这里就应该是 这座墓最核心的地方 好东西都在这里 而我们要找的天河二代 也在这里 这是个好消息 张回避开刘三转打给我 走了不久 我们再次看到信号弹的位置 对方发射了三枚 张回仰头看了一会儿 他们遇到了 应付不过来的危险 我们必须要去帮忙 但是才走了几步 那具追我们的女士就出现 直接向张回出手 目标非常明确 张回连连后退 我和陈薇以及刘三出手 阻拦都来不及 女士一掌就拍飞了她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一集 刘三脸色难看 我们不是对手 除非用竖法 可是 用了法术 必然会发生不好的事 我们还在犹豫 少女魂魄也出现 目标也是张回 那就用竖法 张回比我们更果端 在我们决定使用道术之前 她已经使用道术 连续规避开少女魂魄和女士的危机 张回打得很从容边打边退 少女魂魄和女士联手之下 一时拿不住张回 反而拼的是势均力敌 这是射入天河二代后 张回的道行明显又增强 但天河二代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好处 也有缺点 我看向刘三 这就是她寻找天河的缘由嘛 但是天河二代不单提手 修为道行 很有严重的后遗症 经过在墓里面的相处 我觉得刘三这人不是坏人 虽然猴精叫人咬牙 但最开始想制衡我 但进来之后遇事不推卸 该顶上就顶上 你看我做什么 我样子很怪吗 还不动手 看她这样子 一个人就能解决 这不是闲吃萝卜蛋操心吗 管她拿天河做什么 我甩掉自作多情的想法 她的道行进步了很多 我们警戒四周 以防突发情况 按照之前得到的消息 使用道行法术 墓里面必然生变 至于是什么变化 目前不知道 只猜测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进入墓中 便筋疲力尽的 对面狂砍不断的男尸 被女尸和少女魂魄追得狼狈逃窜 遭遇畸形婴儿的围攻 我们都克制使用道法 险些避开危险 但是女尸太过强横 再加上少女魂魄 这不使用术法 一点机会都没有 张会已经结束试探 进行数次攻击 从势均立敌 逐渐扳回优势 少女魂魄女尸露出了败相 张会正要一举拿下 少女恒恒恒女尸 反身就走 别让他们走 使用道行点亮星辰 直接敲中少女魂魄 我乘胜追击 甩出凉天尺 与张会堵住了少女魂魄 正当我想拿下少女魂魄时 只觉得一道凌厉的目光盯着我 犹如食指一般 我出手的动作慢了半拍 少女魂魄乘积积而跑 围住女尸的陈薇和刘三也失手了 他们面色凝重 刚才 忽然 天空升起红色的信号弹 打断他的话 距离我们非常近 紧接着一枚 两枚 红色信号弹时视镜 连续发射 表示情况糟糕 我回头问张会 他却扭身冲了出去 一句话都没说 我隐约觉得 现在的情况 跟使用道术法术有关 我们跟在张会的身后 迅速狂奔 看着凌乱的街道 一起进幕的人 躺在那里了无声息 这也太快了吧 他们几个街又到啊 这尸体还是温的 刚死不久 张会一句话没说 眼睛扫过两旁 进入了其中一间民居 你干什么 总感觉怪怪的 说话做事都很自我 以前可不这样 这组还有不少人 尽快找到他们才好 找人就说明 我们又不拦着他 可好像他在逼着我 这种感觉就好像 我们之间多了一层 看不见的隔膜 有什么事不能被我发现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换个人 我不能断定 但是他不同 我们青梅竹马 比本人都更了解对方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有病啊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不想找人一边待着去 别妨碍我行吗 这说话的方式 一点也不张悔 我的心抽了抽 一个令我害怕的想法浮现 这张悔是假的 分裂出来的人 那么 他说的那些事 能是真的吗 不 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个张悔是假的 真的在哪 如果这个假张悔 他骗我们做什么 信号弹又是谁放的 是他的同伙吗 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我思绪有点乱 抓不住重点 刘三拍了我一下 你战老半天了 想什么呢 他走远了 往哪边去了 陈薇呢 他们一起过去的 不好 老陈 老陈 我喊起来没有回应 开始满屋子找人 找了个遍 在一个门板后方 找到昏迷的陈薇 人还活着 身上没什么伤痕 我松了口气 掐了掐他的人钟 按压虎口把人弄醒 陈薇还在迷惑着 揉了揉后脑勺 疼得是呲牙咧嘴 谁叫的门棍 这也太狠了呀 哎呀 你能活着就偷乐吧 我怎么看不出来 不过也是 你们比较熟悉 找这种情况 这么复杂 分不清敌 我很容易误伤 或者被暗算 你们有什么 鉴别真假的办法吗 陈薇说这个简单 向对方提问 答出来就是真的 答不出来就是假的 我否决了这个想法 根据张回的表现 分裂出来的 应该拥有本人的记忆 陈薇说着 想不出别的办法 记忆都一样 那跟真人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分裂的人的性格 和本人有差异 你一想 我又否决了 因为必须要了解本人 才能甄别分裂人 我了解张回 所以能识破 陈薇认识张回的时间不短 确实没察觉 而我们不可能了解每个人 我能分辨张回 金汉 那其他人就没什么把握 旅程也是好分辨 这家伙被家族保护得太好了 赤子之心 我们商量了一番 最后也没有得出准确的办法 只能从多个方面参考 如果碰见熟悉的人 先提问 然后暗中观察 最重要的是 分裂人必然有怪异之处 虽然以上判断方式 存在主观性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不了解分裂人 暂时也只能这样 目前我们面临好几个问题 还是信号弹是谁发射的 要不要继续跟着信号弹寻人 我们几人偏向继续跟着信号弹走 虽然不排除信号弹是分裂人发射的 但信号弹本身就是传达消息 不管哪边发射的信号弹 重要的是 他们传递消息就是更新状态 不排除分裂人 发现了我们人发射的信号弹 也不排除信号弹本身就是陷阱 诱我们去自寻死路 那得多累人啊 不是一个位置发射信号弹 你就不能用梁天池找人吗 提到这个 我就把使用倒数的情况说了一下 那道目光绝非错觉 刘三和陈薇也点了点头 也感知到了目光 当时说不出什么感觉 就像有个人在盯着自己 当时他们被吓了一跳 那女婿趁机跑了 我说使用倒行法术的后遗症 不会这么简单 如果只是那双眼睛盯了一眼 也不会传出不能使用倒行法术的话 肯定是有事 只是暂时没发作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2集 他们正说着 再次有人发射一枚白色信号弹 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 根据光亮的程度 发射信号弹的位置 离我们不到500米 我们立马赶到了一条巷子 没有见到任何人 正觉得奇怪 巷子口就被一群怪物堵住 这些怪物的体型 这些怪物的体型与人一模一样 脸上却只有一只树眼 树眼给我的感觉很奇怪 好像这只眼睛后面还有一只眼睛 透过他们看向我 他们发动攻击 不算多么厉害 我们连道行法术都没用上 就解决了一半 马上就能突围离开 而他们忽然后退 整条巷子被无限的延长 交错的巷子口全部消失 他们也跟着退走 我亮出了梁天池 一个障眼法困不住我们 星辰之力点亮星辰 梁天池指引着我们 穿过某面墙壁 转眼间破除障眼法 我再次感应到 一道目光落在身上 比先前更具压迫性 恍惚间 我好像看到了一颗 巨大的眼珠子挂在虚空 正看着我 刘三的脸色发白 下意识抬头 我没用到喊法术啊 居然能够感知到他的注视 看来我运用倒数 他们也会受到牵连 以后少用也好 这道目光太邪乎了 破除了障眼法 竖眼怪物并没有离开 反而是增加了援兵 把我们团团包围 有了前车之剑 我们轻易不动用道行法术 凭借入身的力量与他们交手 仅仅过了一招 我感觉 树眼怪物增强了 原本两三招解决一个 现在得多费一些功夫 我怀疑树眼怪物的强弱 是不是与那道目光有关联 不然 这也太巧了 于是 与陈薇和刘三商榷后 用了一丝星辰之力 那道目光再次降临 他更强了 具备了明显的攻击性 我感觉心计被恐惧笼罩 竟然忘记了树眼怪物 被一巴掌掀翻在地 慌忙火急地反击 刘三的情况更是复杂 刘三面色呆滞 他树眼怪物掀翻也没有反应 无意识地念叨 天河 天河 我一定要找到天河 陈薇歪着头 倒地后傻笑 而树眼怪物放弃了攻击 陈薇和刘三 直逼我来 他们又增强了 我拼尽全力应对 不动用道行法术的前提下 竟然节节败退 逐渐落入下风 最起码的是 那道目光没有消失 依然对我施加恐惧 就像有个人在不断地恐吓 说我马上就要死亡 接下来会非常痛苦 我能分辨出这是他造成的假象 却无法把他制造的恐惧消除 他制造的恐惧侵蚀我的内心 把我一下子拉回到小时候 挖出我内心潜藏的恐惧 我就像是被关在黑屋子里 透过门缝看了过去 即使我很厉害 也只能回顾往事 破不开黑屋子的门 当年悲剧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事的 没事的 一起读过去了 我挫着自己的脸 亮亮呛呛退到墙壁上 挥打着手里的梁天使 阻拦步步逼近的树眼怪物 树眼怪物的眼睛盛满了微笑 不紧不慢地躲开 即便他们没有健全的五官 只有一只树眼 但我却看见他们笑我不自量力 我的脑海里开始翻涌宋家的结局 我挥舞着梁天使 星辰之力不断涌出 梁天使上的星辰光滑大作 不是小时候了 来啊 我是阴天使 我身怀阴间契运 你们什么邪罪 敢如此放肆 我饶不了你们 红莲夜火瞬间席卷那些树眼怪物 把他们烧成灰烬 我出了口恶气 身心却是放松下来 但是红莲夜火还在燃烧 火焰有一只眼睛 暴射出邪恶的目光 像是一潭深水 深澈却不见底 像是一座深渊 黑暗无尽 我挤杯一紧 惊慌失措地退靠到墙壁上 走开 走开 我当时害怕极了 一度把自己吓得是喘不过气来 根本就分不出假象 真实 所以潜藏的恐惧 铺天盖地地笼罩了过来 以为他会冲出红莲夜火 用什么我不能抵御的手段杀死我 把所有人留在墓地 我已经遇见金翰怎么死 陈薇怎么死 吕家兄妹怎么死 还有青梅竹马的张回 变成了半人半龙 变成那个难失的结局 不 我不想知道这些 事情不会变成这样 这些都是假的 但是脑子不断地告诉我 这就是结果 无力回避 无法回天 我被折磨得精疲力尽 战都战不完 只能寻求先祖送粮的帮助 接受他给你的结果 直面这种恐惧 没人能保证事事顺遂 是啊 如果这就是结果 已然发生 我就不得不接受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 我已经尽力 即将发生的事 我也会尽力 最坏的结果不是死 而是没做完力所能及的事 我明白了 平静的正是过去 恐惧正在渐渐消退 我以为平安无事 但扭头却看到了 另一个我 他对我咧嘴一笑 没想到吧 他才是你要正面解决的恐惧 不管你能不能度过 刚才的难关 他都会出现 原来分裂是这么来的 在目光的注视下 入侵内心分裂出一个人来 分裂出来的我 立马对我发动了攻击 道行法术丝毫不比我弱 斗了几招 平分秋色 我就亮出了梁天尺 有他作为武器 将最大程度发挥出 星辰之力的威力 分裂人明显感觉到危险 一退再退 但是在我步步紧逼之下 分裂人爆发出了 强大的星辰之力 竟然徒手接住了梁天尺 我惊愕地看向分裂人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一下子爆发出了 超越我的星辰之力 按理来说 他是分裂人 道行应该与我持平 法术也是复制我的 你必须死 你必须死 然后他也给梁天尺 输入星辰之力 与我争夺控制权 我头皮发麻 还能这样的吗 他的道行本就暴涨 如果得到梁天尺加成 那必然更进一步 只能赢 我的星辰之力比他弱 就算我全力输出 也逐渐丢失了控制权 我有些慌了 这分裂人不会复制了我所有手段 而且都加强了吧 这还打个屁 直接躺平得了 难怪宋梁说 这个分裂人才是真正要面对的 而目光引发的恐惧 不过是开胃小菜 现在吃完小菜 不应该说是我没吃完小菜就掀桌子 对方赶紧上正菜药讨回场子 你不如我 你死了我就是你 只有我才能成为最好的你 我去 分裂人的星辰之力上升一个台阶 这实力提升到太快跟喝水似的 怎么办宋梁 稳住心神 他能复制星辰之力 这是你修行得来的 外物他就无法复制 以后要多多尝试 多想想 不能总是依靠我们这些老家伙 我点了点头 一边争夺梁天尺 一边运用气韵 调动红莲夜货 涌向分裂人 分裂人惊怒 收回星辰之力回房 我趁机收走梁天池 又配以红莲夜货 对分裂人进行围杀 分裂人一退再退 红莲夜货就包围了他 忽然一把解剖刀飞来 我急忙躲避 回头就看见刘三 本体被分裂人打得节节败退 解剖刀被弹飞了过来 如果没人救刘三 他必死无疑 我本一心二用 一边控制红莲夜货 烧我的分裂人 一边用梁天尺抢救刘三 刘三的实力超乎我的预料 一心二用之下 我的梁天尺竟然无法撼动 刘三的分裂人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三集 刘三擦掉嘴边的血迹 小心 他的实力暴涨超过我一件 果然所有分裂人都是一样 增强道行跟喝水似的 刘三的分裂人紧盯了刘三 非杀他不可 转身拔出弹射在墙壁的解剖刀 晃着白光 割向刘三的喉咙 刘三向后一仰 一把抓住分裂人的手腕 但是分裂人预知刘三的下一步 在刘三反击挡住攻势 反而是另一只手腕脱困 进一步把刘三逼入死角 我果断放弃对付自己的分裂人 调动红莲夜货去救刘三 在刘三脱险后 清晨之力贯注于梁天尺 全力出击 刘三的分裂人没挡住梁天尺 解剖刀 脱手 梁天尺 敲中胸口 分裂人承受不住 像气球一样歇菜 而我的分裂人早就不知所踪 看来是逃走了 陈薇还躺在地上 脸上的笑容有些吓人 我们叫了许久都叫不醒 宋良就不用说了 中招的人没分析出分裂人是不会醒的 除非离开这里 我看他很了解 就问盯着我们的目光是什么 这又说来话长了 你就当这里受到天和二代的诅咒 等你们到了底下堡垒的核心 就能得到答案了 说完他再次沉寂 我和刘三歇了口气 陈薇依然没有分析出分裂人 我就背上他 直接发动凉天池找人 因为吸出过分裂人 再次使用盗航法术就没有目光降临了 在打斗时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早点使用盗法就好了 打不赢分裂人我们还能跑 那可不一定 分裂人太强 跟女士他们联手 我们未必打得过 重要的是 这座墓室是别人的主场 我们太被躲了 不知道下次遇见我的分裂人 他们的实力是不是又提升 想到他暴涨的星辰之力 除了羡慕 还有一丝心计 梁天池的指引下 我缓缓前行 轮流背着陈薇 没在关注升空的信号弹 只是能感觉到 我们似乎正向着 发射信号弹的其中一对人走 我用梁天池锁定的人是张器官 因为他是盗墓贼 没有盗航法术 金汉他们都是修行人 很可能使用了盗航法术 出现分裂人 不过发信号弹的人走得很快 每次看到他们的信号弹 与我们距离都差不多 在一追一赶中 我察觉到他们发射的信号弹频率 大概半个小时一次 信号弹的颜色三种颜色交替 循环的时候两种颜色临近就会连续发射 不临近会间隔15分钟 后面两枚正常发射 常规来讲循环中断意味着发生了什么意外 而我们距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 至少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我拖了拖陈薇的背 打算叫刘三先行一步 这时我们身后出现了两枚红色信号弹 距离我们不到百米 这信号弹的强光下 一队人正盯着我 居然是李红等人 他们浑身是伤 李红等人扭头就跑 紧接着又发出一枚白色信号弹 刘三动作很快 拦住李红等人 我不敢大意 问你们一个问题 云哲氏三老是什么人 他们意外地看向我 李红暗住想说话的孙老三 你们进入墓地找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答 真是墓地是天和二代 而刘三的说法是求财 李红想要什么答案 当然是为了求财 难道是抢刘三的天和 云哲氏的三老人称三兄 云哲氏的圈里人都知道 三老家伙凶狠带毒 做了很多恶事 最终被你一国端了 你跟他有仇吗 我跟那三个老家伙有仇 我想着还要不要问个问题 从他们的回答 看不出问题 李红却又问了个问题 你们碰见张回没有 碰见了 不过是假张回 性格和张回有些差别 仔细认就能认出来 说到这里 我把分裂人的事情也讲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 分裂人会一直想杀死本体 取而代之 我不知道李红有没有相信我 但是他不再问话 我对着李红等人保持怀疑 提出一起走 打算先观察 交流一阵 李红没有拒绝 看向陈薇 他怎么了 他正在经受分裂的过程 我们三个同事出招 只有老陈还没有分裂 刘三的分裂人已经被解决 我得逃走 也就是说你俩现在能使用倒数 你们呢 有没有中招 张回是第一个分裂的 在我们打开一具棺材后 触碰了尸体旁边的物品 他就分裂成半人半龙 分裂出一个张回 他人呢 我们并不知道 分开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 被分裂人打伤 金汉和牛大带他走 我和吕家兄妹断红 你们分成了三组 前面那组是张启冠 如果张回不是在张启冠这组 那就在另一组 你准备好信号弹 我要追上他们 还有 他们信号弹断开了 背起陈薇 我闷头就往前边赶 心里清楚 梁天曲所指的人 未必就是真张回 李红发射一枚红色的信号弹 扶住陈薇 他只是昏迷 你别着急 他们不知道张回 被射入了天河二代 所以我没有多说 我们到了发射信号弹的位置 这里一片狼藉 仿佛发生过一场大战 还有三具盗墓贼的尸体 盗墓贼被一刀毙命 张鸿说三个盗墓贼 都是张启冠的人 且梁天尺之隐 也只到这里 我们找遍 都没有找到张回或者张启冠 那么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这里可能是核心地带入口 张启冠说 地下堡垒的核心在更深的地方 那才是我们要找的主牧师 我们都是修行人对牧师机关并不了解 如果吕家兄妹在还可以以风水推测一二 我正在发愁 躺在那里的陈薇突然抽搐 蜷缩成虾状 她的身体很烫 高烧发了 再这样下去飞得变成傻子 生病 不应该是分裂吗 怎么可能发烧 她是不是动过什么 比如金银财宝之类 和这个也有关系 张启冠说张会是被诅咒了 谁碰那件物品 谁就会变成怪物 说话的功夫 陈薇的身体也发生变化 越来越不像人 脸上寒毛飞长 逐渐变成了一张狐脸 狐脸似笑非笑 那双没睁开的眼睛狭长 能想象出睁开后是何等的妖艺 接着陈薇的身体中流出了一股黑色的气体 我们束手无策 连连后退 张会分裂之前也有这样 不过人是清醒的 不像陈薇这样昏迷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四集 不一会儿 黑色气体逐渐凝实 变成了陈薇的样子 这就是分裂人 而地上的陈薇一动不动 变成了半人半虎 分裂人活动了一下手脚 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 俯身抓向陈薇的心口 我早就叙事待发 手中的梁天池敲中分裂人的手背 刘三从我身侧拽住陈薇 而分裂人硬扛梁天池 另一只手已经落在了陈薇的心口 刘三使劲一拽 分裂人的手抓了下去 只听到布料撕碎的声音 陈薇心口处留下了血红色的抓痕 只受了皮外伤 分裂人得意一笑 手张开 落下碎衣口袋 翻转手掌露出了一块玛瑙项链 玛瑙被打磨成糊头的样子 我复活了 你一口吞下马脑 随即分裂人的样子改变 变成了一个妖娆角色的狐女 我懵逼了 变成狐女的分裂人 活动了一下身体 看向陈薇 她快如闪电 直逼陈薇而去 准备取她性命 我召来红莲夜火 卷向狐女 阴间的红莲夜火 不错不错 就是道合还差了些 只凭运气是不够的 只见守绝行程 一团蓝色的火焰 洞穿了红莲夜火 这是什么手段 不过 刘三的解剖刀赶上了 狐女依旧没有得逞 五座的继承人 拥有阴间气韵的长生仙体 就差白铃玉龙的后人了 你是什么人 你不是分裂人 分裂人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是青丘狐仙白银球 当时的天河之体 我听懂了青丘狐仙 这是非常久远的传说 但是天河之体 就叫人脑子发懵 大抵猜出与天河有关 看你们的样子 怕是听都没听过天河之体吧 你们胆子可够大的 什么都不知道 就赶来这里 你们知道天河是什么吗 六人体体穿魔器 你说什么 提纯魔器 对 是有这么个作用 未免知晓得太片面了吧 白银球笑得是花枝乱颤 好像我说了破天的笑话 他还能野小血脉 提升实力 还有呢 不知道了吧 这里就是被天河诅咒的地方 天河的作用可不仅如此 还能重塑身体 实现别样永生 就像我这样 只要杀了他 我就算复活了 还有什么作用来着 时间太久远 有些记不清 天河天河 得悠悠上天之河 不自然造化而成 这里为什么被天河诅咒 听说过举足长生吗 公输家就想举足长生 利用天河制造出了上藏之眼 得来了天河的诅咒 这里的一切诡异变化 都是天河对公输家的惩罚 当然 天河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就像你说的 影响血脉 曾经有人 腰血脉的人 射入天河 企图长生不衰 却变成了怪物 神志不清 浑浑噩噩地中其一生 还有人射入天河 虽然长生 但生不如死 还有人虽然得了 血脉传承的便利 但是寿数不长 武作的继承人 我说的对不对 你知道的还挺多 可惜也破不了天河的后遗症 虽然你已经复活 但是借助这里的诅咒 如果你不杀分裂人的话 你将越来越虚弱 数数比我还短 且没有了复生的机会 也就不得入轮回 你们保得住他吗 给你们说这么多 不过就是看在你们将死的份上 说翻脸就翻脸 白影球捏出手绝 蓝色的火焰袭击向陈薇 而陈薇昏迷不省人训 我勉强用星辰之力扛住 哼 占星术 难怪成就了长生仙体 独占阴间器梦 有福之人啊 给你个机会 立刻离开这里 我留你一命 他呢 别不知好歹 留你一命就该知足 那你就当我不知好歹 两天纸上星辰点亮 我的手指夹着一张黄符 只要情况不对 我就召来钟馗与阴间高手 不信拿不下一个清秋狐仙 阴天子 真是小瞧了你 我也小瞧了他 单凭我手指间的黄符 就能预知我要做什么 而猜出我的身份 这非凡的见识 不是一般人能比 手段还挺多 你直过来 白影球冷笑 变成了白狐脸 身体也狐化 很快就变成了一头 雪白的九尾狐仙 脚下踏着蓝色火焰 直奔陈薇 速度胀了数倍不止 没办法 祭出黄符 我念了一声开 阴间大门开启 不是赵中馗 而是西总 躺在这里的陈薇 杀了你 让他永远留在阴间 也是死 他冲了过来 蓝色火焰像流星一样击射 我用梁天池 左拍右挡 梁天池每次 与蓝色火焰接触 都被附着上一股寒意 几次之后 梁天池放在冰川里 冰冻了数日之久 我的手都被冻僵了 你的手就要废掉了 我又取出黄符 在梁天池上一抹 原本该消除的寒意 却丝毫没有作用 就连灌输星辰之力的速度 都慢了下来 我又硬扛了几团蓝色火焰 手上就出现冰晶 手已经麻木 握不住梁天池 我即将败下阵来 就是刘三和李红他们相助 依旧改变不了 而白影球忽然召回了蓝色火焰 恶狠狠地说道 算你们走运 走着瞧 随后白影球脚踏蓝色火焰 扎入黑暗之中 跑得极为匆忙 不久之后 女尸和少女魂魄经过这里 都没有停留一下 往白影球的方向而去 我这才打开阴间大门 把陈薇接回阳间 还好有两个阴差照顾他 人不仅没事 居然还清醒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我的头这么疼 高烧过后 头不痛才怪 而且在拉拽保护他的过程中 头撞了两次墙壁 行了 能活过来就不错了 头疼可以忽略不计 我就昏迷了一两个小时啊 发生的事可不少 我背你走了一路 如果你觉得不划算 下次把你扔下怎么样 这时一道黄色的信号淡升空 李红说不出意外 是吕家兄妹 他们正在往这边赶 本集完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5集 我听了大喜 太好了 他们可以用风水 推测核心地带的入口 不久之后 吕家兄妹到了 他们还带着三个盗墓贼 我们与他们相互问了问题 获得了初步认同 让他们寻找核心地带入口 专业的事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 虽然几个盗墓贼 不是顶尖高手 但是配合吕家兄妹的风水能力 一下子就锁定了入口 没想到 入口就在我们脚下 只是机关却设在了民房内 我们打开机关 就看到摆放在里面的9个棺材 这里空间不大 9个棺材占据了大部分的位置 在上手的方位 有一幅壁画 一眼扫过就能看进其他地方 除了我们进来的入口 就没有别的出入口 而张启官他们不在这里 我问三个盗墓贼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他们说得找一找 但我看出他们对那幅壁画 相当感兴趣 嘴里应着说找一找 如果张启官等人进来 现在人不在这里 肯定有机关 这事没跑 他们却转身去研究那个壁画 我没强压着他们找机关 或许机关就在壁画中呢 我又跟着吕家兄妹商量 从风水入手 多以风水手段设置机关 虽然这里不像墓室 但是这里摆了棺材 也应该讲究风水布局 两人应声开始推演 三个盗墓贼讨论着壁画的内容 刘三和陈薇津津有味地听着 不能吧 你们确定吗 肯定错不了 从壁画的内容看 这棺材里确实躺的是九位皇帝 或者是帝王之运吉强 却迎年早逝之人 刘三爷 你来看看这里 像不像我们在第一个墓室上 见到的字符 既然留下这种字符 肯定是和壁画内容有关 或许隐藏着什么信息 古人就喜欢搞这种事 我听着棺材和壁画像是突破口 也对着盗墓贼说法感到震惊 九位皇帝死后就被弄到了这里 任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正常情况下 皇帝死后都是葬在皇陵 即便是皇陵被盗 谁费心劳力把皇帝的尸体拖出来 皇帝也是人 死后也是堆白骨 对盗墓贼来说 讲究求财 拖一具白骨 没有什么价值 刘三爷 我没说错吧 就是那字符 你这是什么样啊 小孩子画的都比你好 我又不认识那种字符 能从画上整理出来就不错了 你说的没错 这句完整的话 大概意思是地运阵邪 悟动地关 后果自负 哇 果然是这样 按照壁画里说 他们弄出帝王白骨 连同棺材里的陪葬品一起带了回来 又放进了这里的棺材 三个盗墓贼激动地围着九个棺材打转 说这些棺材既没有封浆 也没有封钉 到省事了 准备直接开关 你们就不想想 这壁画中说的邪是什么 如果一开关 镇压的邪碎跑出来 那需要九位皇帝镇压的邪碎 可绝不简单呢 壁画说没提 有你们和刘三爷在 问题不大吧 问题很大 这座墓根本就不是墓 是公输家的地盘 举足长生的地方 可惜出了问题 受了诅咒 字符中所提到的邪碎 可能是某种诅咒 其实我觉得壁画中提到的邪 应该说是那什么上苍之眼 而什么上苍之眼 就是分裂人的源头 一个被镇压的上苍之眼 已经这么厉害 释放出来 那将会多么可怕 这里除了分裂人 还有像狐仙白影球那样的人 以及在外面遭遇的眼磨 我无法确定这里到底还有什么 我只希望能快点找到张回等人 拿到天和二代离开 然后通知特殊部门 把这里永久封禁 三个盗墓贼紧张地后退半步 而吕家兄妹那边也有了进展 说这里确实有个风水局 但面色颇为难看 说机关在这九个棺材中 但不确定哪个是真的 盲选九选一亿 那这几率太低了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一点法子都没有吗 我是服用红厚的人 我来选比你们选 机会大很多 但没有百分百的把握选对 壁画里有没有提示 要不你们再研究研究 三个盗墓贼摊摊手 有一个说道 壁画里没有这东西的提示 不过圈子里有个传闻 说九术之官选五留九 或者选九留五 卡普吗 你们以前做过没有 三个盗墓贼挠头 说大部分主墓士一般都不搞这种遗关 这里布置了一个小风水局 但不是墓葬风水 风水主位也不是九个棺材之一 而是他 盗墓贼对视一眼 跑向了壁画 在上面摸索了一只 又与旅程交谈了许久 他们有经验合作 两边专业加在一起 就摸到了一些头绪 是这样没错 如果风水提示的暗门位置 那机关应该就是壁画这里 三个盗墓贼点了点头 忽略壁画的内容 仔细检查墙壁上的每一处 发现字符的位置敲了敲 就在这里了 其中一个盗墓贼手沿着特殊的痕迹 用力往下一摁 砰的一声 我们进来入口棺死了 而九个棺材却一动不动 这是机关 我们被困死了 一扇石门困不住我们 还是想想出了什么问题 启动机关的盗墓贼忽然倒地 口吐白沫浑身抽搐 是中毒了 你们带解毒剂没有 两个盗墓贼点了点头 用解毒剂给他做静脉注射 暂时没事了 如果你们解毒剂靠谱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解毒剂效果显著 中毒的盗墓贼逐渐好转 停止抽搐 不过还是很虚弱 刘三问他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腹痛 他说全身疲乏使不上劲 软绵绵的好像身体被掏空 而进入这里之前 腹疼过两克中左右 这毒素刚解 身体虚弱很正常 不过你体内的毒素来自于虫树 现在解毒剂在你体内的毒素已经生效 虫树下的虫子却还在你的体内 随时都可能再次释放 虫树啊 我怎么种的虫树 就不能把虫树解了 虫树出自古树 在岛国非常流行 等你出去之后 请养古人帮你解了 你也想想你得罪了什么人 我们做这行的 五花八门的人都打交道 一不小心就得罪人 这得罪的人不老少啊 压根就不知道是谁下的手 我认识养古的 等出了这里 给你们看看 盗墓贼大喜感激不已 说以后我就是他的大恩人 以后在云哲市有什么问题就找他 本集晚 喜欢就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